第1434章 黄小龙,我等你很久了。 原来,万剑先帝,紫燕先帝,以及幸存下来那些玄仙寻宝者,都被软禁在了仙界一颗名为球星的星球之上。 球星,便是仙界专门关押一些地位较高仙人的地方。 那泄露情报的仙帝,将黄小龙给他的仙石收了起来,眼珠子转动了几下,低声道。 各位,请不要擅闯求星,那处,亦算是我们仙界的禁地之一。 倘若,各位着实想要见到万剑先帝与紫燕先帝二位,便可禀告罪封先帝,申请一张手谕,这样便可。 凭借各位的身份地位,应该不难办到。 那仙帝,似乎也是怕黄小龙等人乱来,同时也怕自己被扯进去,因此反复地告诫道。 球星外围,有着罪封先帝亲自布置的阵法,还有许多仙人严加把守,密不透风。 好了,我们知道了,请回吧。 黄小龙笑着挥了挥手。 等那仙帝离开后,三太子等,亦是凑了过来。 妹夫,要不,我们去申请一道守谕。 三太子迟疑了一下,问道。 哈哈哈哈,大舅子,你做事,什么时候如此畏首畏尾的辣? 黄小龙大笑道。 无妨,不需要什么守谕,天黑之后,我们直接去那求情便是。 主人,谷荒愿意开路? 为主人肃清一切障碍,杀尽仙人。 谷荒眼中闪过一抹利益。 好了,我自有分寸。 黄小龙毫不在意地说道。 当下,大家伙便是在这山庄内,随意地游玩了起来,也享用着许多绝美仙女的伺候,并品尝了一顿最为地道的仙界美食。 还真别说,仙界的生活,还是非常优先自在的。 夜。 黑夜,笼罩了仙界。 仙界,本可永远地保持白天,但日月交替,乃是自然规律,天道规则,因此仙界也并不刻意地制造出永恒白日的氛围。 诺,我念一段隐身咒,咱们这就隐匿身形,直接去求星,倘若被发现了,也无关紧要,咱们到时候再说。 黄小龙跃跃欲试地道。 三太子等,自然不会有什么意义。 是我连累的万贱先帝与紫燕先帝,因此呢,嗯,这一次,我会负责到底的。 嘴封先帝,有什么事情,可以冲着我黄小龙来,嘿。 黄小龙轻松惬意。 当下,强大的隐身咒加持,黄小龙,古荒,三太子,七公主,九公主,白蝉,泽辉,尽数都是变得透明如无物,就连生机都掩藏了起来。 哪怕是先帝的神念,都根本无法扫到他们的存在了。 到达如今的实力之后,黄小龙随随便便的一句咒语,便能遮掩天机了。 就这样,大家伙非常轻松地跨越着仙界的重重岗上,在巡逻的仙兵眼皮子底下,随意地传说,大摇大摆。 直接前往球星,球星,一颗极为阴暗的星球,散发着肃杀凋零的气息。 在这颗星球上,几乎是没有灵气存在的,就好像一颗死去的星球。 这样的一颗星球,便是为了关押囚犯而存在的。 此时,在球星的外部,有着一重重的阵法,宛如铁桶一般,将星球各封锁了。 无数的奥妙晦涩的仙子,符文,在其中酝酿,绽放,游动,忽明忽暗,显现出来了一种极端的威严。 另外,还有连绵起伏的军营,驻扎在球星之上,其中也散发出一些强大如先帝般的气息。 球星的东部,有着一些宫殿群。 此时,在一个最大的宫殿之中,还亮着灯火。 殿内,万剑仙帝,紫燕仙帝,坐在上手。 数十名悬仙,在下方分左右坐好。 此时,这些当初进入视天世界,进行寻宝的仙人,都一脸的灰白之色,眼中隐含着憋屈与不满。 他们的仙力,尽数都被屏蔽了。 如今,哪怕是普通的金仙,都能让他们吃瘪了,借助法宝,甚至可以打穿仙帝的仙体。 真是窝囊。 万剑仙帝,极为不甘地低吼了一声。 旋即,奋力一挣,似乎是想要挣脱束缚。 但都是徒劳的。 好了,万剑仙帝,不要挣扎。 这是最封仙帝亲自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封印,将我们的力量完全封闭住了。 只有最封仙帝本人,才能打开封印。 哪怕是大龙王与大妖王这等级数,都无法在不伤及我们的情况下,打碎封印,令我们恢复实力。 紫燕仙帝,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这个时候,万剑仙帝,也放弃了挣扎。 骂了,真是丧气。 万剑仙帝,隐忍吧,这个时候,我们万万不能够泄露什么。 必须替小龙隐瞒秘密。 紫燕仙帝凝重地说道。 而且,我们仙界,很可能有间隙,神族的间隙。 如果我们说了实话,小龙危险,而且,整个宇宙都危险了。 那神族,太可怕了。 万剑仙帝与其他的玄线,也都是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 当然,必须要守口如瓶。 万剑仙帝身以为然地道。 不过,话又说回来,倘若小龙在此,应该能够轻而易举,打开我们的封印吧。 哈哈哈哈,那是当然。 小龙,俨然这个宇宙,最为强大的圣灵,连醉风仙帝,恐怕都不是他几招之敌。 他可是要诛杀神族的存在啊,多么的伟大,多么的耀眼。 说话之间,紫燕仙帝的脸上,都渲染出来了一种自豪的神色,就好像,能够成为黄小龙的朋友,是多么光荣,引以为傲的事情。 哈哈哈哈,这次去试天实界中冒险,能够与小龙结交,可真是我们的福分,也是我们的造化。 万剑仙帝,也是乐呵呵的道。 小龙带着我们一起冒险的经历,可真是让我回味无穷啊,那就是一段传奇,一段不朽的传奇。 以后,我要将这段传奇,谱写成自传,千古流传,永恒不朽。 万剑仙帝,脸上放过。 你说,醉风仙帝,会怎么对付我们? 紫燕仙帝笑了笑,杀我们,应该不可能。 毕竟想要从我们这里,得到秘密。 万剑仙帝沉吟了一下,估摸着,会想方设法,对我们进行搜魂。 强行搜索我们的记忆,哼,听到这里,紫燕仙帝与诸多的玄仙们,脸色都是发寒。 搜魂,一旦施展搜魂之术,我们大脑会遭到不可修复的创伤,不就成白痴了,岂有此理。 紫燕仙帝,也是暴跳如雷了。 好了,静观其变吧,小龙说过,回来仙界找我们,共谋大师。 说不定,他很快就会抵达仙界了。 小龙一来,所有的局面,都可以控制住。 万剑仙帝眼中,闪过一抹膜拜之色。 这个时候,在场所有的仙人,内心竟然都在祈祷,黄小龙,你来救我们脱困吧。 这祈祷,十分的微妙,竟然让黄小龙第一时间感应到了。 哦,黄小龙隐身状态,急速飞行。 貌似,老友们十分想念我了,哈哈哈哈,不急,不急,很快就到了。 大家见了面,再好好喝酒,叙旧吧,哈哈哈哈。 妹夫,到了。 三太子突然停了下来,前方便是球星了,近在眼前。 果然,小龙,这星球外围,防御阵法太多了。 七公主促眉道。 主人,强行打破这些阵法吧,直接冲进去。 鼓荒恶声恶气地说道。 黄小龙明眸看向球星上的阵法,旋即笑道。 这些阵法,也就一般般,看我破之。 在得到了仕天先帝的全部真传之后,关于阵法一道,黄小龙太在寒了。 仕天先帝对布阵,就极为的惊善,而那醉风先帝,在此道,甚至连当仕天先帝的徒弟,都没有资格。 因此,在黄小龙看来,保护球星的阵法,简直就是破绽百出,像小孩子的玩具似的。 要破,是很简单的。 当下,黄小龙口中念诵一段咒语,双手直接挥舞出去。 一个个字符,随之宣泄而出。 破! 保护球星的重重阵法,竟是被凿出了一个祸口。 而且,黄小龙处理得十分隐秘,竟是没有让守卫球星的先兵发掘。 耶,小龙你真厉害。 九公主雀跃道。 走吧,我们上去,我已经感觉到了老友们的气息了。 黄小龙散然一笑。 旋即,大家伙儿直接通过那个祸口,稳稳当当地落在了球星之上。 其料,刚刚一踏足球星。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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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角声嘹亮冲天。 那连绵起伏的军营之中,竟然有一尊尊鲜兵,鱼冠而出。 狄袭,狄袭,善闯球星境地,罪该万死。 秋阳先帝果然料事如神,有敌人会暗中闯入球星。 这个时候,一道道光华闪耀不停,照耀在黄小龙等身上,破掉了隐身的状态。 让得黄小龙等,显现出来了真身。 哦,黄小龙置了一下,旋即满不在乎地笑道。 有意思,原来,在星球上,放置了一些可以破掉隐匿之术的仙气法宝。 我倒是只注意到了星球表面的那些防御阵法,以至于疏忽了。 嗯,无妨,既然被发现了,那就只能采取强硬一些的措施了。 黄小龙眼中,闪过一抹杀鸡。 事实上,并不是黄小龙疏忽大意了,而是说,他也没有把闯球星当作一回事。 哄,一道鲜光,冲天而起。 光芒之中,一尊长袍男子,双手背负,眼眸之中,尽数仇恨与怨毒,他的目光,隔空看向了黄小龙。 好,很好,你们终于来了,黄小龙,本帝等你很久了。 哦,你是谁? 黄小龙笑眯眯地道。 本帝秋阳,再次恭候多时。 那长袍男子,赫然便是对黄小龙恨之入骨的秋阳先帝。 你潜入仙界的一举一动,本帝都严密监视,你以为,你能瞒天过海,你擅闯禁地,哪怕是大龙王的女婿,都必死无疑,哈哈哈哈。 秋阳先帝,发出义德至满的大笑之声,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第1435章 来吧,痛痛快快一战。 就在黄小龙与三太子等,刚刚踏上球星,便是触发了机关陷阱,让得早已埋伏在此的秋阳先帝等,包围了上来。 此时,豪笑声震天,大量的先兵,铠甲先鸣,杀气滚滚,将黄小龙等,团团地包围住了。 他们一个个手持仙气,凶神恶煞,似乎是在秋阳先帝一声令下后,便要冲上来搏杀。 在秋阳先帝的身旁,也是站立着不少的玄仙心腹,以及镇守着球星的先帝。 可以说,埋伏在此的仙界人马,还是兵强马壮,阵容鼎盛的。 放肆,一名镇守球星的先帝,发出了嘶吼之声,直指黄小龙。 不管你们是什么身份,擅闯我仙界禁地,就是大罪,死罪。 另一名镇守球星的先帝,眼珠子咕噜噜一转,宁笑道。 好了,据说是龙族的太子,公主,还有大龙王的女婿,按理说,以你们的身份,还是应该享有一些特权的。 不过擅闯禁地还是不能轻饶,这样吧,你们不要反抗,束手就擒,暂且关押起来,等到大龙王前来仙界,再做处置,放心,不会伤害你们的。 说着,那先帝,放出一条条巨大的锁链,锁链之上,明刻着巫术的仙闻。 妹夫,这是捆仙绳,用来捆绑先帝的,一旦被捆住,一身实力,半点也发挥不出来。 三太子在黄小龙耳边低声道, 这些仙人,可真是狡猾,识骗我们束手就擒,我敢保证,一旦我们被捆绑住了,肯定就要遭到炮制。 妹夫,不要和他们啰嗦,直接抢人,把万剑先帝与子燕先帝等抢出来。 黄小龙,邱阳先帝的情绪,最为激动,满目的癫狂与怨毒之色。 你可知道本地。 呃,黄小龙愣证了一下。 你在地球,将本地的妾室杀死,你该当何罪? 邱阳先帝气泻嘶吼。 这一说,黄小龙立马知晓了。 哦,我知道了,那鼠山女性老祖,貌似是攀上的一名先帝,因此在我面前装逼,还企图出卖地球,将地球生灵,视为蝼蚁。 黄小龙根本无视邱阳先帝的威压,云淡风轻地侃侃而谈。 所以我将他杀了,对,是我杀的,真是痛快,哈哈哈哈。 听到黄小龙的话,邱阳先帝简直就要气得爆炸了。 他原本以为,在陷入众围之后,黄小龙会认怂,服软,直接求饶,像是一只可怜虫一样趴在自己的面前瑟瑟发抖。 可万万没有想到,黄小龙依旧是如此的桀骜不驯。 黄小龙,对,你的确屠杀过不少的仙人,但这并不是你嚣张的理由。 大约,你还以为,这里是地球,这是仙界,任何一名仙人,都不会受到空间壁垒的排斥。 任何一名仙人,都会如鱼得水,本地要镇压你,亦如反掌。 邱阳先帝呲牙咧嘴。 顿了一下,目光看向三太子等。 各位龙族的朋友,仙界与黄小龙之间的仇怨,想必,你们也清楚。 况且,今日是黄小龙擅闯禁地。 行了,别说了。 三太子不耐烦地打断了邱阳先帝的叙叙叨叨。 三太子知道黄小龙准备自己来应付,因此就双手环抱,一脸隔岸观火的态度,不过,也是有着一些幸灾乐祸。 我们不会管的。 好,邱阳先帝大喜。 在他看来,黄小龙之所以如此地嚣张,无非就是仗着龙族的势力,现在三太子亲口承诺,他们不插手此事,那就太好办了。 哈哈哈哈,黄小龙,没有了靠山,你比泥巴还软。 邱阳先帝自意狂笑,眼中完全就是一种猫系老鼠的表情。 好了,看在大龙王的面子上,我倒是不会对你如何,不过,你先要接受捆绑,怎么样? 原来,邱阳先帝是想先把黄小龙给捆起来,然后带回去,慢慢地折磨,一点一点地折磨,将仙界最残酷,最原始的刑罚,统统都加持在黄小龙身上,让他受尽痛苦折磨。 好吧,既然如此,我接受捆绑,不过,你们看不许伤害我。 黄小龙强行忍住不笑,故作一脸无奈的表情。 七公主,九公主,包括古荒等,脸色都憋得极为辛苦,想笑,却又怕打扰了黄小龙的恶趣味。 捆了,邱阳先帝,一声令响。 嗖嗖,嗖嗖嗖,嗖嗖。 一条条捆线绳,就好像灵动的蟒蛇一般,朝黄小龙缠绕了上来。 捆。 刹那之间,黄小龙就被捆成了一个粽子。 而捆线绳,也是极快地渗入到了黄小龙的体内。 原来,这捆线绳的奥妙之处,就是炼入被捆绑着的体内,将五脏六腹经脉,甚至神魂,尽数都捆绑起来。 这样,哪怕再厉害,也只能够任人宰割了。 这一下子,几乎就是有几十上百条捆线绳,钻入黄小龙的体内,将黄小龙捆绑得严严实实。 哈哈哈哈。 见状,邱阳先帝着实是忍不住,便是仰天狂笑了起来。 黄小龙,黄小龙,你终于是彻底落在了本地的手中,这就叫做天网灰灰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和未到。 黄小龙却是略微活动了一下筋骨,脸上笑嘻嘻的表情,似乎是很好玩一样。 站在邱阳先帝身旁的一名先帝,黄喜道。 邱阳先帝,通常捆绑一尊先帝,只用十条捆线绳就够了。 如今,我们在这捏处黄小龙身上,用了几十上百条捆线绳,他再也跑不掉了。 哪怕是当初的仕天先帝,被这样捆住,也就是个砧板上鱼肉的命运。 哈哈哈哈。 秋阳先帝,再度狂笑了起来。 好了,黄小龙,现在,你就随本帝走吧,本帝会好好招呼你的,哈哈哈哈,会殷勤款待你的。 秋阳先帝的话,讽刺的意味,真是太浓烈了。 等等。 黄小龙极为慵懒地打了个哈欠。 你们这些什么捆先生,也简直太垃圾了, 根本捆不住我,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 话音刚落。 哼。 在黄小龙体内,直接传出络绎不绝的爆炸声。 紧接着,一条条锁链崩飞了出来。 不过,这些锁链,统统都是支离破碎。 碎了。 打入黄小龙体内的所有捆仙绳,统统都爆碎了。 什么? 得意的狂笑,在这群仙人脸上凝固了起来,使得他们的表情都变得极为难看,就好像是死了爹妈一般。 这怎么可能,足以将是天仙帝都捆劳的捆仙绳,居然被禁术的正碎了,就好像是一个顽童,把一堆玩具给拆碎掉了。 秋阳仙帝,就是你吧,当年提出了地球灵气大复苏的计划,将我们地球人,当成猪狗牛羊来喂养,肥胖之后,便会宰杀,你最该死。 赫然,黄小龙瞳孔剧烈收缩,眼中感光一闪,右手闪电一般抓出。 快! 速度之快,宛如宇宙风暴。 咔! 半空之中,秋阳仙帝就连反应都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抓住了。 好像是一只小鸡,被黄小龙直接射取了过来,拧在手里。 秋阳仙帝的一身仙力,也是完全地被压制住了,发挥不出来。 黄,黄小龙,你,你,你想做什么? 秋阳仙帝魂飞魄散,尖声叫道,双脚乱瞪,却是根本就挣脱不了。 我想做什么? 当然是一把捏死你啊。 黄小龙非常愉快地说道,我们之间的恩怨,应该做一个了结了。 虽然,我从来没有涉足过仙界,但是呢,我能够感觉到,你对我的仇恨,哈哈哈哈,恐怕,你是宇宙之中对我恨意最深的人了吧。 你恨我,我不在意,不过呢,心中也是有些不舒服,既然如此,我就把你干掉,省得我心烦。 秋阳仙帝狂叫了起来,全身吓得筛糠般抖动着。 不要杀我,黄小龙,我修行到今天的地步,也十分的不容易,我死了,对仙界是一个损失,而且,仙界不可能放过你,难道你想和整个仙界为敌? 好了,我答应你,我再也不恨你了。 我和你之间的恩怨,就这样一笔勾销,如何,我可以发誓,不再恨你。 四周的仙兵,仙帝,也是惶恐大叫起来,不过,投鼠忌气之下,也是不敢动手,也不敢去抢救秋阳仙帝。 够了,一把至尊威严的嗓音,从天而降。 然后,就是一尊先锋盗鼓的中年男子,羽毛一般飘了下来。 辉煌仙帝。 求欣上,所有的仙人,都单膝下跪。 看来,这个先锋盗鼓的仙帝,在仙界的地位,是很高的。 黄小龙,你不要自悟。 和整个仙界为敌,非常的不理智啊。 那被称之为辉煌仙帝的家伙,对着黄小龙,用一种警告的语气训斥道。 你又是谁? 黄小龙饶有兴致地问道。 妹夫,这是辉煌仙帝,在仙界十大仙帝之中,排名第二,据说得到过许多奇遇,掌控着仙界最厉害的仙气法宝。 三太子在旁边说道。 哦,十大仙帝之中,排名第二,仅仅在那最封仙帝之下,不错,这个排名蛮高的。 黄小龙戏谑地点了点头。 黄小龙,不如,我们一战,如何? 倘若我战胜了你,那么,你就彻底放过邱阳仙帝,与他的恩怨也一笔勾销,怎么样? 辉煌仙帝,眼中战意争腾。 不得不承认,你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手。 行。 黄小龙点了点头。 我们一战吧。 不过,他依旧是拧着邱阳仙帝,没有放手的意思。 辉煌仙帝双眉一簇,却没有动手。 哦,我知道了,你是投鼠机器对吧? 你怕在战斗之中,误伤了这个邱阳仙帝,对吧? 黄小龙一本正经地道。 行,我就免掉你这个顾虑,这样,我们就可以通通快快地一战了。 说到这里,邱阳仙帝终于是松了一口气,免掉投鼠机器的顾虑,这就是放了他的意思。 这小子,也是不敢与我仙界为敌的,辉煌仙帝,得意地笑了笑。 他根本不相信,黄小龙还会当众杀死邱阳仙帝。 嗯,现在我就免掉顾虑。 说着,黄小龙直接一用力。 哼,邱阳仙帝的脑袋炸开了,粉碎,变成了一具无头的尸体。 懵逼了,傻啊,目瞪口呆了。 包括辉煌仙帝在内,都尼玛大脑一片空白。 哦,对了,我说的免除顾虑,不让你投鼠机器,不是说要放了这个什么邱阳仙帝,而是直接把它解决掉。 黄小龙一脸天真无邪的表情。 这样,我们就能痛痛快快地一战了。 哈哈哈哈,来,战吧。 第1436章 第一先帝出手 黄小龙一把就将那邱阳先帝给捏死了。 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手软与姑息。 就像是捏死了一只小鸡。 譬如这种家伙,对黄小龙恨意太深了,虽然也掀不出什么浪花来,但这种人,还是趁早灭杀了好。 免得心烦。 邱阳先帝的脑袋被捏爆之后,他的残魂,也是迅速地鸟鸟飞了出来,魂魄凝聚成为一张张凄惨的鬼脸,用怨毒气泻的眼神,看着黄小龙,并且大声咆哮道。 畜生? 你也出,你敢杀本帝,你真的敢杀本帝,你,你,你啊,救我,救命,把我的魂儿搜集起来,可以将我复活,快救命,我不想允命,不想灰飞烟灭,我是先帝,我正道长生,在未来的岁月里,我还可以尽情地作威作福啊。 我不能够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呀,黄小龙,我要报复你,我要喝你的蟹,吃你的肉,我要诅咒你啊,我要生生世世,和你纠缠不休啊。 傻叹,黄小龙心念一动,地府之力放出,直接将秋阳先帝的残魂搅得粉碎。 如此,秋阳先帝,便算是死得偷偷彻彻的,哪怕是黄小龙自己出手,也难以将他复活了。 这算是烟消云散了。 秋阳先帝,从此,也就只能存在于历史之中了。 而后,黄小龙便是直接将秋阳先帝那软哒哒的无头尸体,扔在了一边,就好像是随手扔掉了一坨垃圾。 静,整个球星,安静地可怕。 仙人们,都怀疑自己是在做一场噩梦。 十大先帝之一的秋阳先帝,就这么死了。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陨落了。 死得一点都不悲壮,也不伟大,更加没有什么曲折的过程。 死得憋屈啊。 同时,这群养尊处优的仙人,在看着黄小龙的时候,终于是发怵了。 这个弱贯少年,屠杀先帝,只是在谈笑之间。 太举重若轻了。 就像吹灰尘。 也就是说,黄小龙的杀伐之狠辣,心性之残忍,就连这些仙人都心计了。 只有三太子等,与黄小龙熟悉的,才并不感到什么意外。 黄小龙就是这种性格,对待朋友与亲人,如春风一般温暖和煦,对待敌人,他就是一个魔鬼。 终于,在这些仙人,都鸦雀无声的时候,那十大仙帝之中,排名第二的辉煌仙帝,仰天爆发出来了震怒的咆哮声。 这剧烈的咆哮,让得整个仙界,都为之震动。 而且,改变了天下,仙界开始暴雨倾盆,电闪雷鸣。 整个仙界都怒了。 七风苦雨,像是在为秋阳仙帝开了一场追悼会。 辉煌仙帝,歇辞敌礼。 啊,你,你,黄小龙,你,你太盛气凌人,桀骜不驯了,你居然敢在仙界屠杀仙帝。 万古以来,你是第一个,你难道不懂得做人留一线的道理?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一出手,就已经把自己的后路,彻底地截断了,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你已经把自己的退路,完全地封死了。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可以救你,哪怕是大龙王,也保不住你了。 大龙王也不可能为了你,与仙界开战的。 此时此刻的辉煌仙帝,简直恨不得发疯。 谢斯底里,这就是仙界的奇耻大乳。 从来都只有仙帝去镇压其他生灵的。 但是今天,在自己的地盘上,仙帝被反杀。 这是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 说时迟那时快,辉煌仙帝,直接祭出一把仙剑。 吃! 这仙界陡然变大,遮天蔽日,其上面浮显出一层层的光环。 不知道多少的攻击阵法,加持在了仙剑之上。 当真就是杀神灭魔,一念之间。 而且,这仙剑的攻击速度,比瞬移,还要快了许多。 这就是辉煌仙帝,最厉害的仙气法宝。 这口仙剑,号称仙界第一仙气,乃是镇压仙界气韵之物,非同小可。 诸魔剑,诸杀你这魔头。 辉煌仙帝狂笑。 三太子也是不由地叫道。 美夫小心,这口诸魔剑,在上古时期,杀过一些上古巨龙。 诸魔剑一出,顶定乾坤。 周遭的仙人们,都是松了一口气,吾不咬牙切齿。 好,这黄小龙死定了。 诸魔剑一出,哪怕是剑气的余怨,都能将他的生机,完全地毁灭。 只是可惜,秋阳仙帝殉命了。 哎,这样的一个孽畜,砸碎,哪怕是死一百次,一千次,都不足以替秋阳仙帝偿命了。 必须要将地球上的所有生灵,都屠杀干净,为秋阳仙帝陪葬才行。 这诸魔剑一出,辉煌仙帝,心中大定。 他认为,黄小龙再也没有机会了,必死无疑。 毕竟,哪怕是醉风仙帝,都难以正面硬生生抵挡这一剑的锋芒。 这是镇压仙界国运,气运的法宝。 赫然,黄小龙也直接动了,他并没有直接去面对那口袭杀过来的珠魔剑。 只见,黄小龙右手成手刀状,直接一劈。 扑。 一块空间,就被黄小龙直接地切开了。 仙界的空间壁垒,本身是非常坚固的,但黄小龙凝聚一击,竟然把一块空间壁垒给剥离了出来。 而珠魔剑,就处于这一块被剥离出来的空间壁垒中。 也就是说,连同那一块空间壁垒,珠魔剑被屏蔽在了另外一个空间。 一个平行的空间,被黄小龙生生砍出来的空间。 处于这样的一个空间内,哪怕珠魔剑再厉害,也无法伤及黄小龙, 亦或者是伤及这个宇宙中的任何一名生灵呢。 什么? 那辉煌仙帝,万万没有想到,黄小龙居然还有这么骚的操作, 他下意识地,便是直接伸手,去抢夺自己的珠魔剑。 珠魔剑,万万不能够落在黄小龙手中吧, 这可是仙界第一仙界啊,镇压气运的法宝。 不过,辉煌仙帝连抓了几下,都难以渗透到那个单独的空间之中。 够不着啊。 哈哈哈哈,你也死吧,你们仙界,就是一群土鸡娃狗,还想在我面前蹦打。 黄小龙冷笑了一声,他右拳直接打向了辉煌仙帝。 这一拳,几乎是打出来了灵驾诸天的力量,以及角度,还有规则。 这几乎是圆满的一拳。 眼看,辉煌仙帝就要被这一拳打中。 够了,天外,一把威严至极的声音响起。 黄小龙,你闹够了吧,住手。 随着这陈雄的声音,一尊土黄色的巨手,直接朝黄小龙的拳头握了上来。 这巨手的手掌之上,缠绕着无数的符纹,五指之间,不断地传来星辰解体的声音。 扑斥,扑斥,扑斥,恐怖至极。 就好像,天微覆盖了下来。 又好像,宇宙都要破灭了。 美副孝心,仙界第一先帝,最封先帝出手了。 三太子双眸一宁。 看来,黄小龙一系列狠辣的杀戮,将如龙折服,轻易不会现身的罪封先帝,都击了出来。 罪封先帝出手了。 以无敌的姿态,镇压向了黄小龙。 他不得不出手。 如果他迟了片刻,那么,辉煌先帝必死无疑。 看到罪封先帝来救,辉煌先帝算是缓过一口气。 他厉声咆哮道。 罪封先帝出手,大家一起上,一定要将此子击杀在当场,一起上,杀了他。 随着辉煌先帝的号令,球星上的所有先人,先帝,都恶向胆边生,用杀意凛然的眼神,瞪向了黄小龙。 气氛剑拔弩张。 而转瞬之间,那土黄色的巨手,那可以捏爆星辰的手掌,终于是覆盖在了黄小龙打向辉煌先帝的拳头之上。 黄小龙的拳头,被包裹住了。 第1437章 黄小龙必须死啊。 号称仙界第一先帝,是天先帝之后最强大的存在,仙界的实际掌控者,罪封先帝,在关键的时候,终于是悍然出手了。 一尊超级恐怖的大手,直接捏住了黄小龙打向辉煌先帝的拳头。 这手掌,可以将无数星辰都笼罩住,也可以一把捏碎无数的星辰。 哄。 在罪封先帝的恐怖大手,捏住黄小龙的拳头之时,爆炸出来了宇宙毁灭般的恐怖声音,并爆出浩瀚星空的图案,各种神秘的咒语,随之响起。 罪封先帝发威,这一下,一定捏死黄小龙,我们一起上。 在辉煌先帝的怂恿之下,处于求星的所有先人,先帝,都一起朝黄小龙冲了上来。 主人,鼓荒大吼一声,战意狂飙。 而三太子,也是一脸冷笑。 贤界可真是不要脸至极啊,单条也就罢了,现在居然是群起围攻,想要以多为胜,我们也上。 几条巨龙,纷纷幻化出来本体,呈现出来了太古洪荒,神话战场般的一幕。 眼看,混战就要拉开帷幕。 而这个时候,黄小龙眼神如火炬,嘀吼一声,碎。 在黄小龙的拳头之上,立刻爆发出来了各种法则,光芒。 什么六字真言,万鬼豪哭,昆蓬之威,地府的邪恶,是天地黄斩,统统地爆发了出来。 噗,噗,噗,金光如树,直接将握住拳头的恐怖巨手,刺了个对穿,就好像是被刺成了马蜂窝一般,光芒从密密麻麻的洞孔之中,照耀了出来。 下一刻,卡,卡,卡,巨手开始爆碎,分解,炸成了巫术的陨石碎片。 黄小龙拳头伸的笔直,好一派渊庭越式的风范,就好像是屹立在天地之间的神灵,偏偏在他脸上,却又是一种云淡风轻的表情。 噗,一口金色的鲜血,直接从天空之中,喷洒了下来。 什么,醉风先帝受伤了? 辉煌先帝等,本玉趁火打劫,扑杀黄小龙。 但这一下,竟是被吓得魂飞天外,完全地呆滞住了。 这群仙人不进攻,古荒与三太子等,亦是按兵不动。 好你个数字啊。 那醉风先帝的声音,失去了一如往常的冷静从容,儒雅大方,而变得暴怒如狂,就好像是一只受伤气泻的野兽。 他的仙力,凝聚而出的恐怖巨手,可以破灭一切,但是却被黄小龙的拳头打碎了。 这样使得,醉风先帝受伤不轻。 以至于,都吐了一口血。 这一战,几乎是足以颠覆仙界,震惊宇宙,仙界最强仙帝,与大龙王,大妖王平起平坐的超级强者,居然败了。 一击之间,就被打得吐血。 几乎可以说是完败,惨败。 下一秒,醉风先帝当机立断,直接吼叫道。 此子在世天先帝宝藏之中,得到了逆天的奇遇,已经成长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 可恶,世天先帝乃是仙界的先帝,一般传承,居然落到了一个卑劣的地球人手中,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罢了,我们走,暂避锋芒。 在醉风先帝的话语之中,充斥满了明显的极度之意,渡火狂烧。 哦,一股飙风刮了下来,席卷求星。 将辉煌先帝等人,直接带走,宛如瞬移。 当然,这事黄小龙没有去阻止,否则,定然可以将辉煌先帝等土鸡挖狗,尽数地留下来,并一一击杀。 黄小龙还不想暴露自己的全部底牌。 譬如,最为强大的,昏蓬本体。 在带走了辉煌先帝等仙人之后,一层层的封印,如天罗地网一般地撒了下来。 请客之间,整个求星,便是被密密麻麻强横的封印,包裹了一个水泄不通。 让得,黄小龙等,无法直接离开求星。 等于是将黄小龙等,生生地囚禁在了求星之上。 不过无妨,黄小龙将这些封印打碎便可。 黄小龙,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哪怕你是大龙王的女婿,哪怕你得到了是天先帝的意外传承, 你也要死,我先见,从此以后,与你恃不罢休,永恒地纠缠下去,至此方休。 醉风先帝那怨毒至深的声音,悠悠传来。 旋即,醉风先帝便是带着一群仙人,落荒而逃。 安静,求星周围,立刻安静了下来。 这些家伙,居然想用封印,把我们囚禁起来,真是幼稚得可怕。 古荒冷笑了一下。 这等封印,我们自然可以打碎。 说起来,古荒乃是龙族万古以来的第一天才, 觉醒了浓郁的上古巨龙血脉, 其战斗力与大龙王相当, 久战之下,是可以击败大龙王的。 而大龙王又与醉风先帝,在伯仲之间, 因此,古荒也可以与醉风先帝分庭抗礼。 古荒都能做到这般地步, 更遑论轻易击败古荒的黄小龙呢? 古荒都能打破这些封印, 黄小龙自然是轻而易举半道了。 仙界第一,不过如此。 黄小龙理所当然地冷笑了一下, 旋即又显得有些落寞了。 看来,在这个宇宙, 能够让我热热身的, 也就是有那神族了。 顿了一下,黄小龙笑道, 好了,该去见我们的老友了, 我感觉到了他们的气息,走。 当下,黄小龙等, 飞到了关押万剑先帝 与紫燕仙帝等仙人的宫殿之前。 万剑先帝等, 早就已经被这一战震撼住了, 也是从宫殿里跑了出来。 小龙兄弟, 在看到了黄小龙之后, 万剑先帝与紫燕仙帝 都狂喜大叫了起来。 诸多的玄仙们, 也都是感慨万分。 降落到老友们面前, 黄小龙也是满脸笑容。 怎么样, 你们被关押起来, 有没有遭到揉虐与折磨呢? 哈哈哈哈。 黄小龙仿佛又回到了 当初与这些同伴, 在视天实戒中探险的时候, 忍不住开玩笑道。 气氛立刻变得轻松起来。 那倒是不至于。 万剑先帝笑道。 不过, 小龙兄弟, 你若晚来一些, 情况恐怕有变。 罪封先帝, 已经怀疑我们, 迟早会搜我们的魂。 听到你们被软禁的消息, 妹夫立刻带着我们, 前来营救。 你们知道的, 妹夫最讲义气了。 三太子笑着走过来, 拍了拍万剑先帝 与紫燕先帝的肩膀。 你们的千里都被封印了吧? 黄小龙微微一笑, 旋即屈指连弹, 扑扑扑, 一道道神力, 直接送入万剑先帝等的体内, 将醉风先帝留在他们体内的封印, 尽数打碎。 吼! 重获先帝, 这些先人, 都忍不住仰天长笑了起来。 尽数都是有了一种龙龟大海, 鸟降苍穹的酣畅淋漓。 小龙兄弟, 现在你击杀了秋阳先帝, 又打伤了醉风先帝, 仙界一定不会与你们善罢甘休, 况且在仙界, 也极有可能出现神族的奸细。 万剑先帝皱眉道, 罢了, 先进去, 我们从长计议。 顿了一下, 万剑先帝继续说道, 放心吧, 小龙兄弟, 三太子, 从此之后, 我们就是一条绳子上的门掌了。 毕竟, 咱们共同经历了患难。 再说了, 你直接击伤醉风先帝, 这就代表, 你在视天时界中, 获得了逆天奇遇, 我们的隐瞒, 也是隐瞒不下去了。 罪封先帝等, 会认定, 我们与你勾结, 将我们视为仙界的叛徒。 哈哈哈哈, 连累你们成为仙界的叛徒, 我还真是有些过意不去。 黄小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 那无妨。 紫燕先帝挥了挥手道, 如今危机四伏, 神族窥伺, 不仅仅是仙界, 哪怕是整个宇宙, 都将重新洗牌, 无所谓背叛不背叛了。 小龙兄弟, 你是强者, 我们从此跟随你, 前途也比现在要光明。 对,小龙兄弟, 从现在开始, 背叛仙界也无所谓了, 咱们各几个, 就跟着你混了。 万剑仙帝, 亦是一本正经地说道, 嘿, 事实上, 我告诉你们。 这时, 三太子沉生道, 仙界不是有可能隐藏着神族的奸细, 而是, 绝对有奸细。 文言, 万剑仙帝等, 都是倒抽一口凉气。 果真如此, 好, 那咱们就更应该商议一番了。 仙界, 仙宫, 最封仙帝的宫殿。 此时, 在宫殿的上手, 坐着一名脸色略微有些苍白的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 看起来浑身上下, 没有丝毫的先例波动, 十分的儒雅, 就好像是一个世俗的教书先生, 但他的眼眸之中, 却是闪烁着浩瀚的宇宙星河图案。 他的右手手掌, 缠绕着一些符传, 仙子征腾, 正在疗伤。 此人, 便是仙界第一仙帝, 最封仙帝。 此时此刻的最封仙帝, 脸上有着一种老羞成怒的表情, 眼神中时不时地渗透出来仇恨怨毒之色。 坐在下方的, 有辉煌先帝, 另外, 还有五名先帝。 也就是说, 除了已经陨落的秋阳先帝, 以及背叛仙界的万剑先帝, 紫燕先帝之外, 剩下的七大先帝, 已经聚集在了一起, 挤挤一堂。 如何对付黄小龙, 我们现在必须拿出一个章程来, 否则, 祸在旦夕, 黄小龙必须死, 必须死啊。 最封仙帝, 喉咙之中, 发出咕噜噜的声音, 就好像野兽在咆哮。 与黄小龙的一战, 已经杀得最封仙帝胆寒。 顿了一下, 最封仙帝继续吼道。 本地设置的封印, 一定无法困住黄小龙, 所以, 必须马上想出诛杀他的计策。 是的, 黄小龙必须死, 否则我们寝食难安。 辉煌先帝, 也是一脸利器。 第1438章 杀死黄小龙的办法。 此时, 在仙宫大殿内, 以最封先帝为首的七大先帝, 都在不停地发出气血的诅咒, 咒骂黄小龙千刀万寡, 乃是该死之物, 与仙界已经不共戴天。 可以说, 万古以来, 仙界都没有如此的恨不得弄死一名异族。 黄小龙实在是已经多次地触碰到了他们的底线。 当然, 还有一点, 黄小龙身上, 背负着世天先帝的宝藏, 这对于仙界来说,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不过, 咒骂归咒骂, 说实际的, 总是要拿出一个对付黄小龙的章程来, 否则一切都成为了纸上谈兵, 惹人痴笑。 醉风先帝, 辉煌先帝, 你们两位, 都是与那黄小龙正面交过手的。 秋阳先帝, 也陨落在他手中, 他的实力, 究竟如何? 一名先帝, 发出问题。 温言, 辉煌先帝, 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他的珠摩剑, 最大的底牌, 已经被黄小龙收取了, 如今几乎就变成了断翅之鸟, 不敢谈勇了。 非但如此, 一提起黄小龙的名字, 他就是惊弓之鸟, 瑟瑟发抖。 哼, 醉风先帝, 冷哼一声, 旋即沉声倒。 非常非常的强大, 说实话, 这黄小龙的真实年龄, 是非常年轻的, 他能够战败我等, 足以证明, 他的力量, 以及匪夷所思的潜力。 顿了一下, 醉风先帝陈寅道, 黄小龙之所以这么强大, 就是因为, 他得到了世天先帝的宝藏, 以及世天先帝的全部一般传承, 本帝可以这么说, 如今的黄小龙, 就等于是当初全盛时期的世天先帝。 如今的黄小龙, 等于巅峰时期的世天先帝。 这群先帝, 根本没有想到, 醉风先帝, 对于黄小龙的评价, 会如此之高。 四, 一个个先帝, 都是倒抽良气。 你们不要如此惊讶, 事实如此, 倘若黄小龙只是掌握了 世天先帝一临半爪的力量, 根本不足以一招击伤本帝。 醉风先帝脸上, 有着浓浓的恨意。 他就是又一个世天先帝。 沉默? 先帝们尽数都是沉默了。 哎, 辉煌先帝, 发出一声无力的叹息, 满脸都是苦涩。 怪不得, 怪不得, 怪不得本帝寄出珠魔剑, 都无法杀他, 原来, 他拥有世天先帝的力量, 那怎么办? 另一名先帝, 也脸色正重。 如果说, 黄小龙拥有巅峰世天先帝的力量, 那我们就根本没办法报仇了。 大家想一想, 世天先帝重生, 我们如何杀他? 杀不了, 哪怕是用人海战术, 都杀不了他。 是的, 不要说我们仙界的力量了, 哪怕是聚集仙妖龙三界的力量, 也杀不了巅峰时期的世天先帝, 也就是杀不了黄小龙。 又一先帝, 语气就好像是咬碎了苦胆一般。 杀不了他, 也就罢了, 讲和也不容易, 黄小龙此子, 就是一尊绝代凶人, 性格有些宁为玉碎不为袜全, 现在拥有了毁灭仙界, 横扫星空的力量, 必然不可能善罢甘休的。 恐怕, 他还会大开杀戒, 最终一统妖仙龙三界。 宫殿中的气氛, 阴沉得像是能滴出水来。 几尊先帝的目光, 都同时看向了第一先帝, 最封先帝, 等待着他的号令。 最封先帝的脸色, 忽明忽暗, 眼中闪过各种计谋。 弹河是不可能的, 此仇必报, 而且, 是天先帝的宝藏, 终归是属于我们先界的, 不能让一族得到。 最封先帝, 将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 赫然, 他眼中, 闪过一抹奇光, 就像是做出了某个决定。 好了, 黄小龙必死, 本帝已经有针对他的计划了。 最封先帝冷笑道, 什么计划, 什么计划可以杀死黄小龙这凶徒? 辉煌先帝, 立刻发问。 最封先帝酝酿了一下情绪, 整理了一下措辞, 脑海中, 走马观花似的, 闪烁出来一些画面。 哼, 你们都想不到吧? 本帝, 也是有一些奇遇的。 在许多年以前, 当世天先帝, 横扫星空万界, 成为宇宙第一强者之后, 本帝是心灰意冷啊。 不过, 在那个时候, 一名强大的存在出现了, 他比世天先帝还要更加强大, 他神秘, 他伟大, 他无所不能。 这位大人出现, 召见了本帝, 并告诉本帝, 宇宙, 不止一个, 对, 我们所在的宇宙, 只是万千宇宙之一。 当时, 本帝简直就惊骇的大脑都一片空白。 那位大人, 在临走之时, 交给本帝一件非同小可的东西。 万界图, 这万界图可以使用一次, 其作用是打通几个宇宙的壁垒, 制造出来一个战场, 让这几个宇宙的顶级强者进入这个战场进行厮杀, 而后可以争夺一些宝物。 那位大人曾说过, 这些宝物的品质远远要超过世天先帝的宝藏, 两者有着天壤云泥之别。 大人说, 在我万岁生日的当天, 可以召集我们这个宇宙最顶级的强者, 然后打开万界图, 让他们进入其中, 与其他几个宇宙的强者进行厮杀, 竞争, 争夺, 抢夺宝物。 呼, 是时候, 要打开万界图了, 将黄小龙送进万界战场, 让他战死。 如今, 黄小龙太强了, 我们这个宇宙几乎已经找不到对手了, 那位大人又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么, 唯一能够杀死黄小龙的, 或许, 就只有其他宇宙的顶级强者了, 罢了, 借刀杀人吧。 醉风先帝, 您在想什么? 看到醉风先帝在发呆, 几名先帝都连忙问道。 好了, 计划, 现在本帝说出来。 醉风先帝回过神来。 听着, 接下来, 本帝所说的话, 十分的震撼, 你们不要惊讶, 也不要失态。 几名先帝都屏息, 竖起耳朵聆听。 是这样的, 本帝早年, 得到一件宝物, 经过了数千年的参悟, 终于是掌握了这件宝物的奥妙。 醉风先帝编造着谎言。 那么, 这件宝物, 是一次性消耗品, 就连使用的时间, 都已经是规定好的。 本帝与这宝物有缘, 恰好, 在本帝万岁生辰的这一天, 就是应该使用宝物的一天。 啊, 还有这等奇遇? 辉煌先帝忍不住大叫道。 明白了, 醉风先帝, 在你生辰那天, 直接使用宝物, 可以杀死黄小龙, 对吧? 并非如此。 醉风先帝摇头解释道, 这宝物, 并不是攻击性的法宝, 而是类似于一个空间类的法宝, 在本帝万岁生辰当天, 使用宝物, 可以传送一批生灵, 进入一个单独的空间。 这空间, 不在我们这个宇宙之内。 不在我们这个宇宙之内。 贤弟们, 果然是一脸懵逼, 这是什么意思? 好了, 废话不啰嗦, 事实上, 我们所处的宇宙, 只是万千宇宙之中, 平凡的一个。 对, 还有其他的宇宙, 在其他的宇宙中, 也有强大的生灵, 有的比我们强大, 有的比我们弱小, 有的与我们相当。 震撼啊。 其他的先帝, 震撼得难以说话。 你们都安静, 现在听本帝说。 本帝的计划便是如此, 距离本帝的万岁生辰, 还有一小段时间, 这段时间, 我们对黄小龙, 进行怀柔, 对, 我们故意去笼络他, 甚至于放低姿态, 向他低头, 哪怕是受到他的羞辱, 也是无妨, 我们因忍, 忍, 等到本帝生辰当天, 便使用那宝物, 将黄小龙, 以及妖界与龙界的一些强者, 统统送入那个独立的空间, 那个空间, 被称之为万界战场, 传送进去之后, 就会遭遇其他宇宙的强者, 血腥厮杀, 我们就借那些强者的力量, 毁灭掉黄小龙, 也不用担心其他, 那宝物是一次性消耗品, 其他强者也不可能降临我们这个宇宙, 而且, 只有本帝参悟透了, 在战斗之后, 如何从万界战场, 返回我们这个宇宙, 黄小龙进去了, 不管他死没死, 本帝都可以让他, 永远也回不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第1439章, 事出反常必有妖, 关于这, 万界战场, 的说法, 直接让他辉煌仙帝等, 目瞪口呆, 哪怕是以他们的眼界见识来说, 此时听到最疯仙帝的说话, 一时之间, 也完全地接受不了, 其他宇宙, 其他宇宙的强者, 蒙逼, 一脸蒙逼, 好了, 你们现在, 也不要去胡思乱想了, 有些事情, 想破了脑袋, 也是想不通的, 总而言之, 万界战场一打开, 就匡骗黄小龙进去, 然后呢, 本帝会故意保留不说, 那离开万界战场的方法, 如此一来, 便是一劳永逸了, 只不过呢, 说到这里, 罪封仙帝沉吟了一下, 据说, 在万界战场中, 有着无穷无尽的宝物, 甚至连视天仙帝的宝藏, 与之相比, 都有着天壤云泥的差别, 那么, 我们仙界, 肯定是要燃止一番的, 我明白了, 辉煌仙帝点了点头, 罪封仙帝, 你有顾虑, 万界战场的宝藏, 非常的诱人, 一旦得到, 我们可以超越当年的世天仙帝, 但是, 要得到宝藏, 就必须冒险, 必须面对所谓的, 其他宇宙的超级强者, 是的, 这是一次赌博, 罪封仙帝咒美苦思, 不谈黄小龙死不死, 万界战场, 本就是一次机缘, 不过, 要想得到这个机缘, 就必须拿命去赌了, 而罪封仙帝, 这等仙界领袖, 其实骨子里还是有些贪生怕死的, 毕竟,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有的荣华富贵, 都是过眼云烟, 有时候, 越是身居高位, 越是养尊处优, 就越怕死, 越怕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罪封仙帝, 抬起目光一扫, 但凡接触到他目光的仙帝, 都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风险太大了, 我们根本都不清楚, 那万界战场是什么情况, 也完全不知晓, 其他宇宙的强者, 是何等的实力, 况且, 到时候黄小龙要进去, 不谈其他宇宙的强者, 单单一个黄小龙, 若是想杀戮我们, 我们也很难抵挡, 罪封仙帝瞳孔微微一缩, 心说, 一群没有骨气的东西, 不过他自己也不敢以身犯险, 忽然, 他眼中灵光一闪, 猛拍了一下额头, 有办法了, 这样, 那万界战场中的宝物, 我们一定要得到, 但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 我们本体就不进去, 对, 分身进入万界战场, 让分身去冒险, 贤弟们, 眼睛都是一亮, 对, 分身进去, 尽量不要去和其他宇宙的强者正面冲突, 该服软的时候就服软, 也尽量选择避开黄小龙, 运气好, 可以拿到宝物, 哪怕就是一两件宝物, 都足以让我们整个仙界的势力, 得到提升, 一旦遭遇无法抵挡的危险, 本地知晓离开万界战场的方法, 可以提前一步, 让分身脱险, 退一万步说, 分身殒灭了, 只要本体还在, 大不了就是修炼一段时间, 耗费一些天才地宝, 咱们还是可以让本体恢复到巅峰状态的, 罪封先帝滔滔不绝地说道, 留得青衫再不愁没柴烧, 好办法, 真是好办法, 罪封先帝, 你可是算无一策呀, 智际之高, 堪称宇宙第一呀, 其他先帝, 纷纷拍马屁, 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赶紧弄一尊分身出来吧, 分身也不能太弱小了, 这样, 分身的实力, 取本体的一半。 罪封先帝吩咐道, 其他先帝, 也没有什么意义。 当下, 这些先帝都盘膝而坐, 进入了一种物我两望的境界, 从他们的身上, 分闭出来淡淡的先例波动。 大殿之中, 先物腾腾。 很快, 每一尊先帝的头顶上方, 都飘出一团虚影, 一团与他们的本体, 形态神情相差无几的虚影。 而且, 每一团虚影, 都颇具灵气, 活生生的, 就好像是一尊尊出生的生命体。 这些虚影, 接受了先帝们能量的补育, 正在慢慢地壮大, 凝食。 这就是分身了。 再说求星, 黄小龙与万剑先帝, 紫燕先帝等, 正聚集在大殿内, 聊得热火朝天。 一群出生入死过的伙伴, 续说着旧事。 聊了好一会儿, 龙王三太子才说道, 好了, 咱们说正经事吧。 妹夫, 现在从古荒那里, 得到的讯息来讲, 神族是肯定安排了奸细在仙界的。 是谁, 妹夫, 你与那醉风先帝, 辉煌先帝, 都交过手, 这两位先帝, 有没有问题? 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黄小龙回忆了一下, 便是摇头道, 无论是醉风先帝, 还是辉煌先帝, 亦或者秋阳先帝, 我在他们身上, 都没有发现神族的气息。 黄小龙万万没有想到, 第一先帝, 醉风先帝, 便是奸细。 醉风先帝与古荒不同, 神族留在古荒体内的, 是一道封印, 沾染着纯粹的神族气息, 因此, 黄小龙可以直接看出扩展。 而偏偏, 神族并没有在醉风先帝身上, 留下什么气息, 而是送给了醉风先帝一张万界图。 现在我也不敢肯定那醉风先帝没有问题, 况且, 我将他积伤, 与他已经是不死不休之举。 黄小龙笑了笑, 希望, 他收敛一些, 否则, 等不到他的生辰受淡, 我就要他喜事便丧事。 顿了一下, 黄小龙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万剑先帝与紫燕先帝道。 两位老友, 不如, 我将醉风先帝击毙, 让你们成为先界之主, 去当第一先帝与第二先帝, 如何? 万剑先帝与紫燕先帝, 都是汗颜。 就在这时, 哄, 哄哄哄, 暴响声络绎不绝。 嗯, 黄小龙神念微微一扫。 那醉风先帝, 布置在球星上方的封印, 竟然尽数都爆开了。 一把明显带着谗媚的声音, 从高天之上传来。 哈哈哈哈, 各位, 本地奉醉风先帝之命而来, 要与黄小龙小友, 进行一番谈判。 各位请放心, 醉风先帝, 是很有诚意的。 之前的事情, 都是误会, 一场误会。 呃, 这是什么意思? 龙王三太子也是一脸懵逼。 这就来讲和了, 误会, 妹夫, 逆杀秋阳先帝, 抢夺辉煌先帝的珠魔剑, 击伤醉风先帝, 无论哪一条, 仙界都不可能和你和解的, 古怪, 古怪得很啊。 黄小龙无所谓地笑了笑, 有什么好奇怪的呀, 试出反常必有妖, 仙界这么做, 肯定是有阴谋诡计的。 不过呢, 哈哈哈哈,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的阴谋诡计, 都是虚妄。 走, 我们出去瞧瞧, 看看这些仙界的无耻之徒, 会怎样演戏, 哈哈哈哈, 真是拙劣, 拙劣啊。 当下, 黄小龙带着三太子, 万剑先帝, 紫燕先帝, 以及其他人, 试试然地走出了宫殿。 外面, 早就有一群仙人在等待了, 一个个的, 都是低眉顺眼的, 就好像是欠了黄小龙的钱, 专程上门赔礼还钱的。 第一千四百四十章, 今天, 摊牌, 这时, 黄小龙便是在审视着过来的一群仙人, 他的目光中, 也是充斥着一些戏谑, 三太子等, 亦是似笑非笑地站在黄小龙身后。 来者, 乃是两尊仙帝, 带领着一群悬仙。 在这群悬仙的手中, 都是捧着浴室托盘, 托盘之上, 放满了各种仙气腾腾的丹药, 以及保光异异的仙石。 你们这是啥意思啊? 黄小龙笑嘻嘻地问道, 那两尊仙帝, 突然惊骇地看着万剑仙帝与紫燕仙帝, 失声叫道。 你, 你们, 你们打破封印, 恢复, 恢复了仙力。 怎么, 有意见? 黄小龙冷笑了一下, 眼中寒芒一闪。 那两位仙帝, 似乎是早就听闻了黄小龙的凶名, 被吓得一哆嗦, 赶紧摇头道。 不敢, 不敢。 顿了一下, 其中一名仙帝, 极为诚恳地说道。 黄小龙笑有, 我等奉罪奉仙帝之命而来, 特来赔礼道歉。 哦, 黄小龙都差点笑出声了。 得了呀, 杀死一尊仙帝, 还把醉风仙帝打伤, 现在, 居然跑来道歉了。 仙姐, 可从未如此服过软啊。 阴谋, 阴谋的气息很浓烈啊。 事才, 醉风仙帝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 是秋阳仙帝, 咄咄咄逼人, 无中生有, 触怒了黄小龙小友, 他的确该死。 那仙帝, 一脸坦诚, 这些, 都是醉风仙帝, 送来的礼物, 还望黄小龙小友你笑纳。 哈哈哈哈, 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啊, 早知道, 就多打死一些仙帝了, 这样, 岂非能够收获更多的礼物。 黄小龙咧嘴一笑, 这, 这, 这两位仙帝, 都尴尬得要命。 好了, 礼物呢, 我收下了, 醉风仙帝有什么阴谋诡计, 我黄小龙, 也是一并的照单全收。 黄小龙一挥手, 将那些悬仙手捧的托盘, 尽数都收了。 一名仙帝尴尬得道, 黄小龙小友, 这件事情, 希望你不要计较太多, 一笔勾销吧, 在醉风仙帝生辰寿宴当天, 希望你可以来观礼清赫。 哈哈哈哈, 当然, 我会去的。 我一定会去的。 黄小龙羽带双关的道。 寒暄几句, 那两名仙帝, 便是带着玄仙们离开求星。 妹夫, 醉风仙帝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三太子不解, 很简单, 他在拖延时间。 黄小龙眼中金光一闪, 他怕我这段时间闹腾, 因此不惜服软, 赔偿, 也要拖住我, 在他生辰寿宴的当天, 他一定会放大招, 搞大事情。 黄小龙非常肯定。 小龙, 既然你都算准了, 那就不必给醉风仙帝机会了, 直接杀上门去吧。 七公主狠声道, 不必。 黄小龙摇了摇头, 我就偏偏要看他, 能够搞出什么花样来。 说不定, 到时候, 那神族的奸细, 也会来浑水摸鱼, 趁机露出马脚。 听黄小龙这么一说, 大家伙儿, 眼睛都是一亮。 接下来的日子, 便是万剑仙帝与紫燕仙帝等东道主, 带着黄小龙等, 在仙界随意地游山玩水, 好不惬意。 醉风仙帝, 乃至于整个仙界, 果然都不再来干涉黄小龙的任何行动, 不再寻仇。 就好像是, 黄小龙在仙界闯下来的 弥天大祸, 已经烟消云散。 但黄小龙等, 都是明白, 醉风仙帝卧心尝胆, 正在酝酿杀招呢。 距离醉风仙帝生辰寿宴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这一日, 大龙王也是带着龙母, 十二长老, 尽数地来到了仙界。 可以说, 龙族的高层, 尽数到来。 在仙界, 黄小龙与大龙王碰头。 哈哈哈哈, 贤婿, 你提前来到仙界, 感觉如何? 大龙王热情洋溢地对黄小龙笑道。 还不错吧, 杀了一个仙帝, 抢夺了仙界的珠摩剑, 把那醉风仙帝打伤了。 不过醉风仙帝乃是大气之人, 落落大方, 不但没有追究, 反而好吃好喝把我们攻着呢。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大龙王和十二长老, 都被震得一脸懵逼。 贤婿, 你, 你这是在开什么玩笑啊? 大龙王骇然。 父王, 妹夫所说, 都是千真万确。 三太子一本正经地道, 这, 这也, 这也太能惹事儿了。 大龙王无语地摇着头, 旋即问道。 贤婿, 流落在仙界的那颗龙珠, 又下落了吗? 暂时没有。 黄小龙摇了摇头, 旋即慵懒地道。 不过应该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了。 在醉风仙帝生辰的当天, 很多谜底, 都将一一地揭开。 见黄小龙如此说, 大龙王等, 亦没有多问。 大家对于醉风仙帝的生辰寿淡, 越来越期待了。 在距离醉风仙帝生辰寿淡还有两天之时, 妖族的大妖们, 也都一一地道来。 带队的, 乃是大妖王。 至于黄小龙的老朋友, 妖王魁与妖王后, 黄小龙亦是感觉到了他们的气息, 降临仙界。 在大妖王体内, 有着一股与黄小龙本源的气息, 十分相近的气息, 昆蓬气息。 只不过, 大妖王的昆蓬血脉, 太不微弱了。 与黄小龙这种纯血的昆蓬血脉相比, 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说起来, 黄小龙算是大妖王的仇人。 毕竟, 黄小龙将大妖王的后裔, 直接给吞噬掉了。 只不过, 大妖王如论如何, 都难以想到这一点。 妖王魁与妖王后, 已经对黄小龙, 十分的敬佩, 甚至于臣服, 这次也定然不会将视天十戒的探险过程, 尽数都告诉大妖王的。 关于那枚被黄小龙吞噬的卵, 两位妖王, 自然也是要隐瞒下去的。 妖仙龙三戒的高层, 如今, 便都是聚集在了仙界。 终于, 最封先帝万岁生辰寿淡的正日, 来临了。 仙公之中, 传来令人如灯极乐世界的仙乐之声。 无数的仙人, 已经提前抵达仙宫, 将仙宫布置得美轮美奂, 庄重而又体面。 整个仙宫, 云征霞位, 寸寸空间, 都充斥着祥云锐气。 贤许, 我们现在就去往仙宫吧。 大龙王招呼道, 黄小龙点头。 当下, 龙族这边的人马, 与黄小龙一起, 飞入仙宫。 仙宫, 矗立在仙界最庞大的一颗星球之上, 整体宛如一尊神兽, 盘踞在这颗星球, 风水最好的区域。 仙宫通体是用极品的仙石雕琢而成, 价值无可估量。 在仙宫的大殿门口, 有着斜斜的一排石阶, 由上而下地延伸着。 石阶的数量, 足有上千。 只见, 每一条石阶上, 都站着一名仙人, 或是仙帝之境, 或是玄仙之境。 这些仙人, 都手持仙气法宝, 目不斜视, 一个个的, 都散发出来了渊庭月式的气息。 就好像是一座座万古神山, 矗立在了石阶之上, 让任何生灵, 都难以逾越。 而且, 这些仙人, 隐隐约约, 布置出来了一个极其可怕的仙阵。 此仙阵, 能够将每一条石阶上的仙人, 其力量, 都连接在一起, 并且放大, 发挥出来伟岸的攻防之力。 这时, 仙宫大殿门口, 放置了十张座椅。 最靠中间的一张座椅, 微微靠前, 鹤立鸡群。 毫无疑问, 这是十大仙帝的座席, 最中间那一张, 是属于第一仙帝, 也就是今天的寿庆宫, 最封仙帝。 在仙宫正对面, 有一个恢弘的广场。 广场之中, 也是放置了不少的座席, 并分为两大区域。 各有仙人, 在垂手势力着, 招呼客人。 黄小龙与龙族的人马, 进入广场之后, 立刻就被安排在 左边区域的座席之上。 黄小龙不动声色地坐了下来, 眼睛微微眯缝, 看向了石阶之上的仙宫殿门。 醉风仙帝等, 还没有到来。 万剑仙帝, 紫燕仙帝, 坐在黄小龙身旁。 嘿嘿, 小龙兄弟, 十大仙帝的坐席, 如今, 倒是要空置出来三席了。 万剑仙帝笑了笑。 秋阳仙帝被你击毙, 我与紫燕仙帝, 也已经判出仙界。 无妨, 说不定, 今天, 这些坐席上, 再也不会安安稳稳地坐着仙帝。 黄小龙眼中, 闪过一抹杀鸡, 喃喃自语。 今天, 便是摊牌的日子。 文言, 万剑仙帝与紫燕仙帝, 心中都是一寒, 他们知道, 今天将会是血腥的一天, 黄小龙, 很可能大开杀戒, 血洗仙界。 妖族大妖王, 帅个妖王到来。 有仙人高呼了一声。 下一刻, 一股股蛮荒的气息, 排山倒海的席卷而来。 黄小龙目光微微一斜, 便是看到一尊身高接近两米的中年男子, 气势霸道, 买着雄剑的布姿, 践踏而来。 就好像是有一尊骨兽, 一尊巨妖, 轰隆隆走来。 这中年男子, 体内有鲲鹏血脉气息, 赫然便是大妖王了。 在大妖王身后, 是一排妖艺的男女, 都散发出来了雄霸蛮荒的气息, 便是大妖王麾下的各大妖王了。 其中, 黄小龙的老友, 妖王魁, 妖王吼, 赫然在列。 老友自然也都是发现了黄小龙。 妖王魁与妖王吼, 眼中都蹦闪出来了一丝丝兴奋之色, 老友重逢, 自然是喜不自胜, 不过, 他们很快就转开目光, 故意不去看黄小龙, 情绪也不再产生波动。 似乎, 他们也是怕大妖王发现什么。 哈哈哈哈, 大龙王, 你们龙族, 可来得真是早啊。 大妖王率众, 坐在了另一边的区域, 与龙族分庭抗礼。 那是自然。 大龙王不嫌不淡地应答了一声。 妖族与龙族, 自古以来, 并是不太和睦, 这牵涉到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 因此, 大妖王与大龙王一见面, 就有一种互掐的味道。 不过, 今日乃是最封先帝大喜的日子, 因此, 这两大种族的掌权者, 也没有深入的撕逼。 黄小龙淡淡地看向了妖族的阵营, 脑中只有一个念头。 妖族也有神族安排下来的间隙, 是谁呢? 会不会是那大妖王? 这个念头刚刚落下, 在仙宫大殿内, 便是传来一把庄重的嗓音。 有请最封先帝。 哈哈哈哈, 各位, 欢迎各位赏脸, 来到仙界, 本地真是受宠若惊啊, 仙界蓬壁生辉, 欢迎, 欢迎之至, 荣幸之至。 大殿内, 传来最封先帝, 那豪迈的大笑声。 嗯? 黄小龙目光看向仙宫殿门, 瞳孔微微一缩。 妹夫, 你发现了什么? 三太子见帽变色, 立刻问道。 分身。 黄小龙低声道。 先帝分身, 有意思, 最封先帝的本体并没有现身, 而是分身前来。 第1441章 是, 神族的气息。 此时, 今日的寿性宫, 万岁的醉风先帝, 终于是现身了。 这见, 醉风先帝走在最前方, 龙行虎步, 一举一动, 都颇有先帝的风范。 辉煌先帝等六大先帝, 一字排开, 走在醉风先帝身后。 天空中, 霞云之上, 无数奇年玉帽的仙女, 手持各种乐器, 正卖力地吹奏。 仙乐渺渺, 飘渺如雾, 将仙宫净化得如诗如歌如梦。 欢迎各位好友。 最封先帝, 站在了仙宫殿门之外, 那最高的一级石阶上, 双手抱拳, 四面客套着行了一礼。 有趣喝。 黄小龙瞳孔微微一缩, 面上泛起一抹淡淡的嘲讽之色。 七大先帝, 居然本体都藏匿了起来, 只是弄出七尊分身来剑客, 这, 恐怕亦是阴谋的一部分吧。 因为黄小龙神念太过强大了, 稍微一扫, 对于任何的事物, 都是动若烛火, 所以才能够一眼看穿, 最封先帝等, 并非本体现身。 诸如大龙王, 大妖王等, 却是一时半会儿, 发现不了这玄机。 黄小龙并没有当场道破, 而是一脸戏谑, 不动声色地观察着。 不过, 神念来回仔细地扫查, 黄小龙却是没有发现神族间隙, 这倒是奇怪, 难不成神族间隙, 隐藏得这么深, 躲藏起来, 密不试人, 亦或者, 他已经来了, 但黄小龙却是发现不了。 先帝的分身们, 都是落座。 很快便有诸多的仙女, 奉上各种的仙界美食, 穷江玉叶, 还有不少倾国倾城的仙女, 穿着薄如禅意的沙衣, 在仙乐声中再歌再舞, 卖力于宾。 而龙族与妖族方面, 也是宋上的价值不菲的贺礼。 最封先帝神态儒雅, 言谈举止, 妙语连珠, 倒是将气氛, 推升至一种欢愉的局面。 大龙王, 大妖王等, 也是不停地寒暄客套。 不过, 鬼才知道, 他们是否真心实意。 从始至终, 那醉风先帝, 以及辉煌先帝等, 都没有刻意地去找黄小龙谈话。 只不过, 黄小龙还是偶尔感觉到, 一道道怨毒刺骨, 充满了深深仇恨的眼神, 会朝着自己投射而来。 黄小龙神念强大, 能够清晰感受到醉风先帝等人的情绪波动, 他们明明都已经对黄小龙恨之入骨了, 但却一直在隐忍, 隐忍不发。 哼, 都不知道你们想出了什么报复我的方法, 本体藏起来, 驱使分身来召开这宴会, 或许, 是你们阴谋的一部分吧。 但是, 难道你们还不明白, 在绝对的, 足以碾压的实力面前, 一切阴谋诡计, 都是虚妄。 九过三巡, 醉风先帝赫然站了起来, 明显就是有话要说。 刹那间, 那些歌舞于宾的仙女, 都失了一礼, 天然退下。 仙音也戛然而止。 场面安静, 龙族与妖族的人马, 尽数抬头, 明眸看向了醉风先帝。 黄小龙摸了摸鼻子, 心说, 来了吧, 肉气来了, 应该, 是要最后摊牌了, 酝酿已久的阴谋诡计, 也是要浮出水面了。 好, 很好, 黄小龙等待这一刻, 已经是有些不耐烦了。 大龙王, 也显得略微有些紧张, 毕竟, 龙族至宝, 七颗龙珠之一, 便在仙界, 他今日来到仙界, 已经是下定决定, 哪怕是开战, 也要带走属于龙族的宝物。 各位好友, 醉风先帝, 语众心长地说道, 感谢的话, 本帝已经说过太多了, 在此, 就不赘述了。 那么, 今日, 其实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呵, 各位, 所谓的特别, 并不单纯地指本帝的万岁生辰, 而是, 好吧, 本帝就开门见山地讲吧, 在数千年之前, 本帝得到过一件宝物, 这件宝物的价值, 呵呵呵, 非常非常的高, 本帝打个比方, 试天先帝, 各位都知晓吧, 试天先帝的宝藏, 号称宇宙第一宝藏, 而本帝所得到的那个宝物, 也是一个宝藏, 哈哈哈哈, 其价值, 要比试天先帝宝藏, 高出十倍, 百倍, 乃至于千倍, 此言一出, 一片哗然, 龙族与妖族的人马, 尽数都是不屑地锅造了起来, 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有什么宝物, 能比试天先帝的宝藏, 高出千倍, 罪封先帝, 你这样吹嘘, 简直就是在羞辱我等的智商, 倘若, 真有这样的宝物, 你们仙界起飞早就凌驾宇宙, 成为霸主了, 妹夫, 这罪封先帝, 可真能忽悠啊, 龙王三太子, 也是在黄小龙耳边, 发出了讥笑的声音, 这个, 先听他说完, 黄小龙情绪不见丝毫波动, 极其淡定, 罪封先帝, 你这可就是有些言过其实了, 大妖王, 朗声笑道, 仙界怎会有如此宝物, 真如你所言, 你们仙界早就将我妖界与龙界给灭了, 要知道, 鄙视天先帝宝藏, 珍贵千倍, 这, 哈哈哈哈, 这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 说实话, 极为荒谬, 无稽之谈, 不知道, 罪封先帝你说这番话, 是有什么目的, 倘若, 是想要设计一个陷阱, 针对我妖族与龙族, 那么, 今日, 我妖族, 不惜一战, 大妖王也不再给罪封先帝面子, 全身上下, 每一个毛孔细胞之中, 都爆发出来了绝世胸义, 其他的妖王, 也不是善类, 此时也都是战意昂扬, 大龙王, 现在, 似乎醉风先帝想要算计我们, 将我们一网打尽, 你怎么说? 大妖王嬉笑着对大龙王问道, 该战便战, 三界之战, 提前到来, 也还不错, 大龙王也不含糊, 他说话之所以如此应激, 乃是因为, 今日黄小龙与古荒, 两大强者都在龙族阵营中, 真要站起来, 龙族可以直接横扫一切, 好, 好, 趁此机会发难, 一战称雄, 有贤婿在, 仙界和妖界, 必然灭亡, 哈哈哈哈, 难道, 我龙族, 今日就要称霸宇宙了, 大龙王心中, 一片火热, 各位, 稍安勿躁, 请听本帝详细说来, 最封先帝却是丝毫也不动怒, 侃侃而谈, 的确是有这么一件宝物, 大妖王的问题, 非常的犀利, 为何有如此宝物, 我仙界并没有因此而强大起来, 哈哈哈哈, 很简单, 那件宝物的使用, 乃是有时间限制的, 说明白一些, 那件宝物, 只能够在今日, 本帝万岁生辰, 才能够使用, 那么, 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宝物呢? 大妖王根本不相信, 调侃道, 拿出来咱们瞧一瞧吧, 不急, 醉风仙帝笑眯眯地道, 小龙兄弟, 咱们在仙界这么多年了, 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件宝物啊, 万剑仙帝纳闷道, 那醉风仙帝, 继续说道, 这件宝物, 其实, 就是一张藏宝图, 通过这张藏宝图, 可以进入一个单独的空间, 一个从咱们这个宇宙, 切割出来的空间, 在那空间之中, 便是有着无穷无尽的宝藏, 当然, 要寻宝, 自然是有一些风险的, 因此, 本帝便摒弃了门户之鉴, 邀请各位前来, 一同进入那空间内, 然后, 探险, 夺取宝物, 醉风仙帝的话,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他隐瞒了最为重要的两点, 其一, 这单独的空间内, 会出现其他宇宙的顶级强者, 也是进入其中, 争强宝物的, 其二, 只有他, 才知道, 如何从那个空间中逃脱, 不过, 这话说出来, 又是引来妖族和龙族的一番嘲笑, 哈哈哈哈, 醉风仙帝, 你继续编造, 哈哈哈哈, 大妖王似乎都快笑叉气了, 真是没有想到, 醉风仙帝, 你的口才, 居然如此的厉害, 简直就是蛇惨莲花了, 醉风仙帝, 本王似乎明白了, 大龙王蔫须一笑, 你是想将我们, 混入一个特殊空间, 再来个瓮中捉鳖, 是吧, 哈哈哈哈, 各位好友, 本地知道, 无论怎么说, 你们也不会相信的, 那么, 罢了, 眼见为时耳听为虚, 就让你们瞧瞧, 这一张神异的地图吧, 醉风仙帝, 眼角肌肉微微一抽, 下一秒, 直接一挥手, 哄, 一张充满着无比神秘气息的卷轴, 被记了出来, 这卷轴, 长石杖, 缓石杖, 四四方方, 当卷轴刚刚一出现, 无论是妖族, 义或者龙族, 甚至于仙剑, 还有黄小龙等, 都完全地震惊了, 只见, 这卷轴之中, 的确封印着一个大千世界, 江山湖海, 星辰万物, 静在其中, 卷轴之中, 蕴含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内, 散发出来了混沌的气息, 并且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气息, 从那空间内, 隐隐约约, 浮现出来了各种的能量, 这些能量, 太过强大了, 比仙帝的仙力强大, 比龙族的龙力强大, 比妖族的妖力强大, 不仅仅是强大而已, 乃是, 强大了太多太多了, 就好像是萤火与日月正辉, 这个宇宙的任何力量, 与这等力量相比, 都是那么的卑微, 那么的渺小, 除了强横无匹的能量之外, 还有宝光, 恐怖, 神秘, 品质高得不可思议的宝光, 宝光就代表着宝物, 从宝光的品质来看, 其宝物, 一定是极品中的极品, 无法用语言去形容, 不可思议, 辉煌先帝, 忍不住发出吼叫的声音, 哪怕是随意的一缕宝光, 都要比我们仙界最强大的法宝, 珠魔剑, 品质高出百倍千倍, 啊, 这些, 这些都是什么宝物, 果然, 在本地万岁生辰的这一天, 万界图开启了, 哈哈哈哈, 最封先帝, 也是第一次看见了万界图中, 隐藏的空间, 万界战场, 他莫名地亢奋了, 妖族与龙族的人马, 惊骇得魂飞天外, 思维都停止了运转, 随风先帝的话, 一字一句, 都不是夸张, 而是真的, 千真万确的, 而这一刻, 黄小龙脑中, 也是出现了一个念头, 并且是一个百分之百可以肯定的念头, 是神族的气息, 神族的能量, 那空间内, 绽放出来的高级力量, 是神族的力量, 这个空间, 是神族缔造的, 这张神秘的卷轴, 也一定是神族之物,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神族安排在仙界的间隙, 就是, 最封先帝, 真相大白了, 第1442章 拿捏本体 黄小龙一看那醉风先帝, 记出了万界图, 便完全明白了, 醉风先帝就是神族间隙, 只不过, 与古荒不同, 神族留给古荒的, 是力量, 而神族留给醉风先帝的, 是这样一个空间, 一个由神力构架出来的空间, 正如醉风先帝所说, 这空间之中, 肯定有不少宝物的, 是神族的宝物, 神族的宝物, 的确, 超过世天先帝的宝藏, 太多太多了, 两者, 也并不是一个层面的, 这一点, 醉风先帝并没有刻意去贬低世天先帝, 他说的是实话, 骇然, 惊悚骇然, 在场的, 哪怕是醉风先帝本人, 也都呆若目击, 能量, 这能量的浓度, 比仙界妖界龙界, 高出千倍, 甚至于万倍不止啊, 这是一个更高级的世界啊, 大妖王, 发出语无伦次的尖叫声, 彻彻底底的失态, 黄小龙心中一动, 观察大妖王的神态, 料想, 他应该不是神族的奸细, 万界途中, 甚发出来了浩浩荡荡的神光, 这神光稍微一照耀在人身上, 就会让人感觉到一种自残行贿的味道, 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 醉丰仙帝, 这, 这个空间, 我们, 我们果然可以进入其中探险, 大妖王结结巴巴地问道, 醉丰仙帝, 亦是吞咽了一口口水, 强行按捺住机动, 是, 是的, 不过, 唯有本地, 才知晓, 如何进入这个空间的方法, 怎么样, 本地没有欺骗你们吧, 你们看, 万里江山, 尽在其中, 这其中的宝物, 根本不是我等能够去想象的, 也从来没有见过, 现在, 你们有没有相信本地的话? 妖族与龙族, 所有的来客, 都是连连点头, 眼见为实啊, 况且, 张图, 这个堪比高级世界的空间, 也并不是醉丰仙帝可以去制造出来的, 的确是奇遇, 奇迹, 妹夫, 现在我们怎么弄? 龙王三太子, 连忙对黄小龙低声问道, 古荒也是一脸骇然, 是神族的气息, 小龙, 那个神族, 会不会隐藏在那空间之中呢? 九公主一时好奇不已, 黄小龙脑中, 各种念头, 分之踏来, 沉吟了片刻, 这才沉生道, 这的确是一次机遇, 但毫无疑问, 是神族针对我们的陷阱, 那空间内, 有神族宝物, 是千真万确, 但必定隐藏巨大的杀机, 说不定, 有神族在里面守株带兔, 等着我们一进去, 就杀死我们, 可是, 三太子满脸狐疑之色, 妹佛, 有点不对劲, 神族那么强大, 要灭杀我等, 就如碎鸡粉, 何必特意地制造出来一个空间, 慌骗我们进去呢, 神族可以强杀我们呢, 三太子的疑问, 的确有些道理, 黄小龙也是想到了这一点, 神族要消灭各个宇宙中的癌细胞, 直接动手杀就行了, 没必要这么弯弯绕绕, 多此一举啊,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 那醉风先帝, 继续说道, 这是个古老而神秘的空间, 有着许多的上古遗迹, 以及我们这个宇宙中, 从没有出现过的奇迹, 现在, 本地邀请各位, 一起进入其中, 探索, 拿到宝物, 大家也都感受到了, 这空间内, 哪怕随意得到一件两件宝物, 回来之后, 也是可以无敌, 这个, 话虽如此, 不过, 大龙王眉头紧簇, 嘴封先帝, 有这种好事, 你们仙界为何不独吞, 拉上我们, 白白给我们便宜占, 这个, 不符合逻辑, 此言有理, 对, 是这个道理, 大妖王冷笑了一下, 莫非, 其中有诈, 罪封先帝脸色微变, 不过, 他在此之前, 已经想好了许多的说辞, 说实话, 这个空间, 本地亦不知情, 或许, 在这个空间内, 也是存在风险的, 本地邀请妖族与龙族的朋友, 一共前往, 主要也是考虑到, 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共同承担风险, 三界联盟, 可以将风险, 降低不少, 仙界单独行动, 呵呵, 的确太冒险了, 这个说法, 又是虚虚实实, 但也合情合理, 大龙王与大妖王, 也都是默默点了点头, 怎么样, 诸位考虑一下吧, 如果同意, 那么, 事不宜迟, 立刻进入空间, 醉风先帝有些催促的道, 当下, 大妖王与大龙王, 便是分头与属下商议了起来, 此事非同小可, 不能够盲目草率地做出决定, 大妖王一脸严肃地看着手下的妖王们, 你们如何看, 大妖王, 那醉风先帝所言, 恐怕有所保留, 这样去冒险, 有些, 有些不可测, 妖王葵一本正经的道, 说话见, 妖王葵与妖王侯, 都不约而同, 用眼角余光, 看向了黄小龙, 在这一刹那, 他们脑子里, 不由地回忆起来了, 当初与黄小龙一起, 在视天世界中探险的经历, 而他们也同时拿定主意, 只要黄小龙愿意进入这个空间探险, 他们一定舍命相随, 你们的顾虑, 本王也知晓, 大妖王沉生倒, 但是, 倘若错过了这次机会, 龙族与仙界的人马, 进入那空间, 得到了宝物, 安全返回, 我们妖族, 必然被吞并, 本王可以肯定, 只要从那空间内, 略微拿到一两件宝物, 就足以扫平妖界了, 众妖王文言, 尽数都是点头, 所以, 咱们是非去不可, 大妖王咬牙道, 而龙族这边, 嫌叙, 叙, 还是不去, 大龙王直接对黄小龙问道, 现在, 整个龙族隐隐约约, 都有一种为黄小龙马首是瞻的味道, 图, 是这醉风先帝拿出来的, 图中的空间内, 有什么危险, 他应该知道一些, 黄小龙一边思考一边说道, 而且, 醉风先帝对这张图, 应该是有掌控权的, 有可能我们刚刚进入其中, 醉风先帝, 立刻就会翻脸, 贤婿, 你的意思是, 不去, 大龙王的神色中, 还是有些不甘心, 他的本意, 还是愿意去冒险的, 呵呵呵, 去肯定是要去的, 这是一次机遇, 黄小龙笑了笑, 你们也看见那空间里的宝物神器了, 对于我们这个宇宙的生灵来讲, 只要你想变强, 便是无法抵御的诱惑, 可是, 危险, 极其危险, 不可测的危险, 龙族大长老慎重道, 很多时候, 风险与机遇是并存的, 甚至可以说, 风险越大, 机遇也就越大, 黄小龙看似慵懒, 但眼中却是闪烁起来了一抹决心, 当初, 在进入世天十界之时, 也摆明了是十死九生之局, 也是面对妖仙龙三界的围剿, 但黄小龙依旧是去了, 并且, 大胜而归, 这一次, 黄小龙也不会畏惧什么, 既然, 迟早要与神族正面一战, 那又何惧神族构架的世界? 去吧, 虽千万人无往矣, 那好吧, 大龙王也是点头, 不过, 就怕醉风先帝等, 处心积虑, 安排下来杀鸡, 贤许, 等到进入那空间之后, 还是在第一时间, 控制住仙界的人马, 以防万矣, 嘿嘿嘿, 我不怕醉风先帝搞鬼, 忽然, 黄小龙一脸成竹在胸的笑容, 笑得很愉快, 笑得很贼, 妹夫, 你的意思是, 三太子疑惑, 大家都搞不明白, 黄小龙为何会如此的淡定, 镇定, 从容, 似乎, 他已经拿捏住了醉风先帝的软肋, 无论如何, 不管是什么阴谋诡计, 我都能应付, 黄小龙又是一笑, 小龙, 你就别卖关子了吗, 气公主大吉, 这时, 黄小龙的面部表情, 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并且, 不再开口说话, 而是灵魂传音, 黄小龙的声音, 出现在了大龙王, 三太子等的脑海中, 现在, 听我讲, 见黄小龙如此的郑重其事, 大龙王等, 亦是平息凝神起来, 不敢轻慢懈怠, 你们所看见的醉风先帝, 以及其他先帝, 近数都是分身, 他们的本体, 并没有现身, 我已经观察过了, 他们的分身, 只是拥有本体一半的实力, 大龙王, 你与十二长老, 不必进入那空间探险, 现在看起来, 醉风先帝等的分身, 会进入那空间, 本体则留在仙界, 听着, 你们要做的是, 当我们禁数进入那空间之后, 便去找到醉风先帝等人的本体, 直接控制起来, 只要拿捏住了他们的本体, 无论他们耍弄什么阴谋诡计, 都是徒劳, 什么, 这些都是分身, 大龙王等, 禁数都是一愣争, 嗯, 看来, 是他们的本体, 也不敢进去冒险, 这恰好, 给了我们机会, 嘿嘿, 分出一半的实力, 凝聚出分身, 那么, 本体会很虚弱的, 大龙王, 你们应该可以轻易地控制住先帝们的本体吧, 黄小龙发出了冷笑的声音, 激动, 龙族的人马, 都激动了起来, 这一波, 这一波, 恰好可以将计就计, 将仙剑拿下, 只要控制住了最风仙帝等巨头的本体, 基本上就等于是镇压住了仙剑, 可以控制, 如果这些仙帝的本体, 仅仅还存留下来一半的实力, 那么, 可以控制住, 而且会比较容易, 大龙王激动地发颤, 古荒, 你也留下来, 协助大龙王, 一定要控制住这些先帝的本体, 黄小龙安排人手, 是, 主人, 古荒领命, 有古荒在, 基本上计划会圆满完成, 毕竟, 古荒太过强大, 哈哈哈哈, 诸位, 考虑得怎么样? 最风仙帝发出催促的声音, 再提醒各位一句, 这张宝图, 乃是一次性消耗品, 也就是说, 进入这个空间探宝的机会, 只有一次, 失去了这次机会, 便永远也不可能再获得。 好, 大妖王首先站起来, 肃然道, 这一次, 我们妖族, 愿意冒险, 进入其中。 大龙王, 你们龙族呢? 最风仙帝不由地用眼角余光, 看来看黄小龙。 这次的阴谋计划, 主要是针对黄小龙的。 如果黄小龙不愿意上当, 那可就是有些竹篮打水的意思了。 因此, 最风仙帝终究还是忍不住, 对着黄小龙笑道。 黄小龙小悠, 你英雄无敌, 在宇宙之中, 已是顶级的强者, 想必, 你也不会不敢进军冒险吧。 第1443章 哈哈哈哈, 你们上当了。 那最风仙帝, 唯恐黄小龙不肯就范, 因此实在是按捺不住, 对黄小龙激将道。 黄小龙不由地冷笑了一下, 心说, 真是傻叉, 区区一个分身, 也敢在老子面前装逼。 嗨嗨, 本王与十二长老决定, 不进入那空间内冒险。 大龙王按照黄小龙的安排, 主动说道, 什么? 醉风仙帝一惊? 哦, 大龙王, 你如此的懦弱, 不敢冒险。 大妖王讽刺地看着大龙王, 哈哈哈哈, 贪生怕死啊。 不过, 得知大龙王放弃探险, 大妖王亦是心头一阵轻松。 这一次探险, 妖族只要得到神器宝物, 功成身退, 那么就一定能灭掉龙族。 龙族, 太保守了呀。 哼, 大龙王脸色一沉, 不过亦没有太多争辩, 冷笑道, 本王只是不愿意去冒险罢了。 龙族, 乃是宇宙之中最为高傲的种族, 屹立在宇宙之巅, 没有必要去赌博。 龙族, 永远是宇宙中的贵族。 哈哈哈哈, 这优越感, 哈哈哈哈, 与父腾腾, 与父腾腾啊。 大妖王又是一顿冷嘲热讽。 醉风先帝, 龙族不愿意冒险。 大龙王对着醉风先帝, 斩钉截铁地道。 这, 这, 你们, 你。 醉风先帝简直就是猝不及防。 处心积虑安排的阴谋轨迹, 居然落空了。 这就好像是, 蓄力一拳打出, 却是打在了软绵绵的棉花上面。 哈哈哈哈, 醉风先帝对吧, 你无非, 就是想让我进入这空间内探险, 你别急, 我是要去的。 黄小龙啼笑皆非地道。 瞧你这师太的表情, 真是犹如先帝的威风, 得了呀, 大龙王与龙族长老们不去, 我确实要去耍一耍, 看看你能耐我何。 听到黄小龙的话, 醉风先帝与其他的先帝, 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嗯, 醉风先帝摁下激动之情, 表情故作清淡。 黄小龙, 如今你乃是龙族女婿, 由你代表龙族, 前去探险, 也是合情合理。 那么, 各位, 好好准备一番吧。 这空间的开启, 也是有时效的。 一个时辰之后, 咱们一同进入其中。 你就是黄小龙, 大妖王, 也是将有些凝恶的目光, 看向了黄小龙。 本王属下的魁鱼猴两位妖王, 进入世天世界探索, 并未带回太多宝物, 并且, 说你也是空手而回, 但如今, 你却成为了大龙王的女婿, 这可是有些耐人寻味了。 究竟, 魁鱼猴, 有没有说谎呢? 哈哈哈哈, 不急, 不急, 既然, 你要去那空间中探险, 本王倒是要与你好好亲近亲近, 哈哈哈哈。 大妖王的话语之中, 不乏威胁之意。 妖王魁和吼, 也是微微低头。 黄小龙倒是一脸无所谓, 哈哈哈哈, 好说, 好说。 当下, 妖, 仙, 龙三界, 便是在决定, 派哪些人手, 进入万界战场。 本地率领六大先帝, 带五百精锐悬仙, 进入其中。 罪封仙帝宣布道, 随后, 便是去安排同行的五百名悬仙。 这些悬仙, 就是本体进入其中了, 不过死了也就是死了, 罪封仙帝丝毫不在意, 这些就是炮灰。 只要从那空间中, 稍微拿到点宝物, 就足以弥补这个损失。 妖族方面。 本王这次, 只是带了十大妖王前来仙剑, 罢了, 就本王与十大妖王, 一起去探险吧。 大妖王双手环抱。 这次他带过来的十大妖王, 都是强横凶霸的妖物, 本体都极为厉害。 大妖王相信, 就凭着自己与十大妖王, 一起变化出本体的话, 基本上是不惧仙界人马的。 龙族这边, 大龙王、龙母、十二长老, 以及古荒, 都选择了留下。 黄小龙、三太子、 七公主、九公主、 白蝉、泽徽、 万贱先帝、 紫燕先帝, 以及从视天时界的探险中, 幸存下来的一部分玄仙, 尽数代表龙族, 进入万界战场探险。 人员便是很快地决定了下来。 既然, 已经决定好了探险的名额, 那么, 事不宜迟, 咱们就一起进入其中吧。 罪封先帝云地亢奋地催促道。 好, 大妖王也是越越欲吃。 贤婿, 你要多加小心啊。 大龙王故意对黄小龙叮嘱道, 本王这便带着长老们, 返回龙界, 在龙界, 等候贤婿你归来。 三儿, 七儿, 九儿, 你们也小心。 大龙王又朝着自己的子嗣们交代一番。 走, 这时, 罪封先帝念诵出来一段傲口的咒语, 一道道音波, 直接打入万界图中。 哄。 万界图之中, 立刻绽放出来了一条深邃奥妙的空间通道。 大妖王, 黄小龙, 你们先请。 罪封先帝笑道。 哼, 本王倒是不怕什么, 我们进去, 抢先一步进入其中, 恐怕还能得到契运, 直接获得宝物, 哈哈哈哈。 大妖王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率领麾下十大妖王, 飞向那空间通道, 眨眼间, 便是是进入途中, 从外面, 也是再也看不到他们。 在临走之时, 妖王魁与妖王后, 意识飞快地扫了黄小龙一眼, 并且送来了灵魂传音。 小龙兄弟, 咱们先走一步, 到了那空间之内, 再联系。 黄小龙, 有请。 醉风仙帝皮笑肉不笑地对黄小龙道, 哈哈哈哈, 一起吧。 黄小龙咧嘴一笑, 可以。 醉风仙帝率领六大仙帝, 以及甄选出来的五百名精锐玄仙, 陆陆续续地进入那空间之中。 黄小龙也不含糊, 帅众走了过去。 贤婿你放心, 我们立刻就会去找到这些仙帝的本体, 直接拿捏住, 让他们动弹不得。 大龙王对黄小龙灵魂传音, 黄小龙微微点头, 他几乎是与醉风仙帝, 并肩跨入了空间通道, 进入万界战场。 顷刻之间, 黄小龙就感觉到了一种 不染世俗之中污秽之意的气息。 有神光照耀在身上, 别有一番滋味。 同时, 在通道中, 便可察觉到, 空间内有着一股股回天灭地, 爆炸宇宙, 让万物都颤抖的力量, 深深地折服着。 不过, 一旦进入这条通道, 就不能够退出了。 终于, 黄小龙与醉风仙帝等, 都已经尽数进入到了图内。 那万界图, 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 呼, 希望, 都平安。 大龙王祈祷着, 主人一定没事。 古荒笑了笑, 主人宇宙无敌, 甚至于是凌驾, 超脱这个宇宙, 而且气运加深, 任何的劫难, 都可以逢凶化吉的。 那么, 大龙王, 各位长老, 现在, 你们可以返回龙界了。 一名先帝, 走了过来, 毕恭毕敬地说道, 本地恭送各位贵客, 返回龙界。 大龙王笑了, 哈哈哈哈。 嗯, 那先帝, 眉毛微微一跳。 是啊, 最封先帝都已经前去探险, 大龙王, 您还不离开。 哈哈哈哈, 谁说, 我们要离开了? 骨荒爆发出残忍的狂笑声。 你们, 太幼稚了, 哈哈哈哈。 什么, 你们想做什么? 在场的仙人, 都是惊悚不已。 废话, 当然是, 干掉你们仙剑, 哈哈哈哈, 滚开。 骨荒爆发出来了滔天的力气, 直接一伸手, 将那先帝的脖子抓住了。 嗨嗨, 放肆, 你, 你们, 放肆呀。 那先帝失魂落魄的骇然叫道。 糟糕了, 龙族有阴谋, 龙族想要趁着醉风先帝等离开, 将我仙剑, 一举, 一举地吞并, 阴谋啊。 你知道的太多了。 骨荒直接一把, 便将这先帝的脖子捏缩, 对了。 哼, 龙族一放, 将那先帝直接镇成鸡粉。 哈哈哈哈, 醉风先帝, 你们的本体, 还不现身。 骨荒简直就是猖獗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仰天狂吼。 耍弄阴谋的, 是你们这群弱智, 不过, 你们的阴谋诡计, 早就被我主人看透了。 现在, 你们的本体, 若是不现身, 那么, 就将仙界全部毁灭, 所有仙人, 全部杀死。 哈哈哈哈。 骨荒非常的变态, 手段, 简直就是令人发指。 铺天盖地的龙力, 爆炸了出去, 周围不少的仙人, 连反应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震碎了。 鲜血染红的长空, 大龙王, 我们。 大长老询问道, 大龙王眼角肌肉, 微微跳动, 淡然道, 杀。 一边寻找罪风仙帝等的本体, 一边杀。 如果他们没有现身, 亦或者, 没有找到他们, 那么, 就把仙界的仙人, 全部杀死, 杀到他们现身为止。 杀戮开始了, 仙界, 陷入到了恐慌之中。 再说黄小龙, 还有罪风仙帝, 以及妖界的人马, 此时, 已经是彻彻底底地进入到了万界战场中。 这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空间壁垒之坚固, 完全不是黄小龙他们所在那个宇宙可以媲美的。 这是由神力构架出来的空间壁垒, 哪怕是目前的黄小龙, 都很难破坏掉。 这个空间, 也是有山水河流, 海洋, 城池。 站在这空间内, 黄小龙只觉得进入到了一个十分古老的地方, 空气之中, 流动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沙发意念, 耳朵里, 似乎隐隐约约, 可以听到金戈铁马, 战鼓轰鸣的声音。 就像是来到了一个战场。 黄小龙身边, 站着三太子等自己人, 醉风先帝等站在一边。 大妖王与麾下十尊妖王, 站在另一边。 三大势力, 三方阵营, 可以说是壁垒分明, 丝毫也没有要团结起来, 同心协力探险的打算。 就在这一时, 醉风先帝忽然发出狂笑的声音。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各位, 你们, 你们, 哈哈哈哈, 上当了, 哈哈哈哈, 笑死本地了, 哈哈哈哈, 各位上当了, 哈哈哈哈。 第一千四百四十四章, 进来了就出不去, 果不其然, 在刚刚进入万界战场之后, 那醉风先帝便是暴露出来了爪牙, 大呼, 黄小龙等人是上当了。 嘿, 黄小龙倒是极为沉得住气, 他早就料到如此。 而大妖王那边的妖族们, 骤然之间也是色变。 醉风先帝,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妖王立声问道。 嘿, 什么意思? 醉风先帝心念一动, 直接抛出一团物品, 这物品, 仙气腾腾, 似乎是一个渔网的形状。 哼, 渔网炸开, 化为天罗地网, 将七大先帝, 以及五百名玄仙, 完全地笼罩住了。 如一个流利罩子, 上面的仙字符传, 不停地流动, 如浮光, 如掠影, 缤纷闪耀。 这些仙字符传, 都是按照着一种特殊的规律在组合。 排列, 由此, 组成了一个又一个防御的仙阵。 可以说, 这样的一件物品, 至少是有几万, 几十万, 甚至于上百万个纯防御的仙阵组成。 要维持如此繁多, 如此庞大的仙阵, 其耗费的能量, 也是非常恐怖的。 但这件物品上, 囤积的能量, 是非常庞大的, 足可以维持其上面的仙阵运转, 不但能维持, 倘若有仙阵遭到破坏, 也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修复的。 防御太强了, 这是一件超级强悍的防御仙气法宝。 处于这种坚不可摧的防御之中, 罪封仙帝也是充满了底气。 哈哈哈哈, 妖族, 龙族, 黄小龙, 你们, 都上了本地的大。 罪封仙帝, 自然是有恃无恐, 他早就计算过了。 只要计出这件防御仙气, 哪怕是任由黄小龙与大妖王等攻击, 甚至于是承受其他宇宙的强者攻击, 都可以支撑较长的一段时间。 这一段缓冲的时间, 可以让他们从容地逃顿, 甚至于是直接离开这个万界战场, 都轻轻松松。 可以说, 完全地立于不败之地了。 罪封仙帝, 本王宰了你。 大妖王满脸凝饿, 声色俱力地嚎叫了起来。 这等防御, 牢不可破, 你们就算是昼夜不停地攻击, 也攻不破的。 罪封仙帝老神在在地道。 都说仙界品质最高的仙气, 乃是珠魔剑, 其实不然, 整个仙界, 最珍贵的法宝, 其实就是这无数防御阵 叠加起来的超级防御。 非, 事实上, 我罪封仙帝, 就是依靠防御起家的。 论防守, 本地甚至比当年的试天仙帝, 还要强大。 呵呵, 罪封仙帝, 你说我们上当了, 不知道, 我们是上什么当? 黄小龙眼皮子微微咪封, 哈哈哈哈, 也没什么。 其实呢, 这个空间被称之为万界战场。 何为万界战场, 那就是容纳了诸多宇宙的顶级势力, 共同参与的一个战场。 这里, 没有什么宽恕, 没有仁慈, 没有道理可讲, 有的, 只是血腥, 残暴, 杀戮, 在我们这个宇宙, 你们算是很强横的存在了, 但是, 面对其他宇宙那食物链顶端的存在, 你们, 或许会变得非常弱小。 哈哈哈哈。 罪封仙帝洋洋得意。 文言, 黄小龙一下子就明白了。 原来如此, 原来这是神族开辟出来的一个单独的空间, 打通了许多宇宙的壁垒, 可以让不同宇宙的强者聚集于此。 并且, 以神器法宝作为诱饵, 引诱其他宇宙的致强者。 目的, 无非就是为了一举歼灭。 怪不得, 神族那么强大, 却要拐弯抹角地弄出这样一个空间, 原来是为了让各个宇宙的强者, 自相残杀。 而妖族那边, 除了妖王魁与妖王吼之外, 其他的妖王, 包括大妖王在内, 都还是第一次听到。 其他宇宙, 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 他们亦不知道神族是怎样一回事? 最封先帝笑得像一只老狐狸。 嘿, 倘若真有其他宇宙的无敌强者, 那么你们仙界的人马, 也难保周全。 黄小龙无所谓地笑了笑。 不要以为, 你们这样的一个龟壳, 能够支撑多久。 真是白痴。 最封先帝不屑地笑道。 本地自然是掌握了全身而退, 离开万界战场的方法。 大不了, 咱们仙界就是不染者万界战场内的任何宝物。 但活着出去, 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们就难说了, 哪怕你们不被其他宇宙的强者杀死, 但, 只要本地不带你们出去, 你们就永远只能够被困在这万界战场之内了。 就在这时, 哄隆隆, 哄隆隆, 大地震动。 空间壁垒, 也是在剧烈地摇晃的。 寸寸空气之中, 都有惨烈的战斗气息, 传递了过来。 时不时, 还有毁天灭地的爆炸之声。 这, 这, 果然是有志强者, 在, 在战斗啊。 大妖王与手下的诸多妖王, 都是面面相去。 这等战斗的波动, 有一些, 已经让大妖王等, 产生了惧怕。 因为, 战斗的双方, 其战斗力, 是绝对要凌驾他们的。 小龙, 七公主与九公主, 都有些惧怕地朝黄小龙这边靠拢着。 妹夫, 真是有狠角色在战斗。 三太子的面容, 也是有些变化。 好强, 真的好强, 这, 这就是来自其他宇宙的志强者吗? 在有些发出的同时, 三太子也是充满了好奇。 黄小龙也好奇啊。 来自其他宇宙的生灵, 到底长成个啥样啊? 会不会是三头六臂啊? 当然, 作为这个宇宙, 最强大的生灵, 黄小龙也不至于就怕了什么, 大不了, 就是一战。 一道道宝光, 在远处冲天而起, 散发出来太阳一般的光芒, 十分的神圣, 珍贵。 显然, 是有强者在抢夺万界战场中的神器法宝。 你们应该感觉到了吧? 最疯先帝又是兴奋, 又是惶恐。 是不是很强大? 是不是比我们这个宇宙的生灵更强大? 好了, 废话不要多说了。 现在, 本地给你们一次机会。 哈哈哈哈, 给我们一次机会, 什么机会? 黄小龙依旧是从容不迫。 本地掌握着随时可以离开万界战场的方法。 现在, 你们献出心头之血, 让本地炼化。 这样, 本地可以控制住你们, 使得你们, 成为本地的奴隶。 罪封先帝, 奸笑不已。 放心, 成为了本地的奴隶, 进入这防御大阵中, 大家伙一起去探险, 寻宝, 一起战斗, 应该是可以得到逆天宝物的。 再不计, 直接走人就是, 毫发无损。 哈哈哈哈, 怎么样, 考虑一下, 不过, 给你们考虑的时间, 似乎是不多了。 再说仙界, 古荒, 大龙王, 以及十二长老, 正在大开杀戒, 大肆搜寻着醉风先帝等的本体。 整个仙界, 简直就是狼烟四起, 圣灵涂炭, 乌烟瘴气。 群龙无首的仙人们, 被杀得哭爹喊娘, 抱头鼠窜。 绝大多数仙人都是不敢抵抗的。 古荒等, 近数都是变化出来了本体, 如飞龙在天, 还祭出龙族法宝。 但凡遇到抵挡的小部分仙人, 直接就快速地屠杀掉了。 仙界产生了一种随时有可能覆灭, 被吞并的气象。 终于, 十几条巨龙停留在了一座古殿之前, 这古殿中, 折服着仙帝的气息, 一共是七道气息。 哈哈哈哈, 醉风仙帝, 我的老朋友, 你居然躲藏在了此处, 怎么, 还不现身? 你的仙界, 已经快要被毁掉了, 赶紧现身吧。 大龙王发出机窍的大笑声。 不要藏了, 老朋友, 我们明争暗斗几千年, 你的气息, 本王我可是熟悉得很啊。 古荒变化出来的巨龙本体, 最为威猛, 狠力得到。 再不现身, 一口龙溪, 让你们死无苍身之地。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啊。 终于, 在古殿之中, 爆发出来了 醉风仙帝那气息败坏的叫声。 哄。 以醉风仙帝为首, 七大仙帝的本体, 从古殿之中冲了出来。 不过, 他们一出来, 就被大龙王等巨龙的威压给震慑住了, 丝毫地动弹不得。 醉风仙帝, 你万万没有想到吧? 我贤婿, 早就算计到, 你们只是分身进入那空间探险, 而本体, 却是藏匿在了仙界。 你与我贤婿斗志, 简直就是自取其辱。 大龙王脸上满是自豪之色, 对于黄小龙更是敬佩不宜。 现在, 本体都被我们拿捏住了, 你们的分身还敢造刺。 哈哈哈哈, 黄小龙。 醉风仙帝, 嘶声咆哮了起来, 恨意滔天。 这次, 他是输了, 大败亏输, 没想到, 处心积虑安排下来的算计, 反而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一招错, 满盘皆输。 万界战场内。 此时, 醉风仙帝脸上的得意的笑容, 完全地凝固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骇然与惊恐。 辉煌仙帝等其余的六尊仙帝, 也完全地懵逼了。 糟糕, 我们的本体, 我们的本体被包围了, 仙界遭到龙族的进攻, 危险了, 我们的万事基业都在动摇了。 辉煌仙帝, 发出惨烈的嚎叫声。 哈哈哈哈, 黄小龙大笑了起来。 看来, 我这老丈人办事还挺利索的, 这么快就找到各位仙帝的本体了。 醉风仙帝, 只要你本体被毁掉, 就等于是废了你一半的道行, 这可是需要耗费千年, 以及无穷资源, 才能弥补回来的。 怎么样, 你还想威胁我们? 说起来, 真正上当的, 并不是我们, 而是你。 黄小龙, 你有种, 罢了, 最终还是你们会葬送在这万界战场中, 现在, 我等立刻回去救驾, 也还来得及, 你们就被永生永世困在这里吧。 醉风仙帝宁笑了一声, 旋即, 开始念诵咒语。 傲口的咒语, 当初神族传授的, 据说, 念诵这咒语, 就可以十分安全地从万界战场中全身而退。 可是, 当醉风仙帝将咒语完全念完之后, 却发现, 回不去了。 他们依旧在原地不动, 周围的空间, 风停浪静, 没有一丝的波动。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们也回不去了。 黄小龙冷笑道, 但凡进来了, 谁也出不去。 第1445章 其他宇宙的天才 这个时候, 黄小龙便是用一种戏虐的目光, 看向了手足无措的醉风仙帝。 任凭醉风仙帝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的咒语, 但周围波澜不起, 他根本没法子传送出去了。 呵呵呵, 真是幼稚得很。 黄小龙早就想通了事情的关键, 那神族要消灭的, 乃是这个宇宙中, 所有的癌细胞, 认识也是无法幸免的, 就好比, 当初他在骨荒的体内, 留下了力量的封印, 但同时, 这封印在一定时间之内, 也会爆炸的。 狡兔死, 走狗烹, 不外如是。 哈哈哈哈, 醉风仙帝, 怎么了, 进来了, 还想出去, 你都这把年纪了, 怎么还如此的幼稚呢? 黄小龙满脸都是幸灾乐祸的表情。 哎, 可惜啊, 仙界就要葬送在你手中了。 这边, 醉风仙帝简直就要快崩溃了, 事情完全地颠覆了他的认识, 他的心态都崩了。 事实上, 他已经证明了, 那位大人, 留给他的秘咒, 根本就无法助他安然返回仙界。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本地, 本地, 完了, 回不去了。 醉风仙帝, 完全地失态了, 这一次, 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且不说本体被龙族拿捏住了, 他以本体实力一半的分身, 进入万界战场, 一旦回不去, 他将会变得极为脆弱, 毕竟, 只有一半的实力啊, 那防御仙气法宝, 哪怕是再强大, 也是消耗不了多久的。 惨了, 惨了, 醉风仙帝, 我们现在惨了。 其他的仙帝, 以及五百精锐玄仙, 都是哭天抢地了起来。 算计来算计去, 倒是把自己给算进去了。 哈哈哈哈, 打妖王, 现在也是弄清楚了究竟是咋回事, 便是发出狂笑的声音。 害人害己, 哈哈哈哈, 害人害己呀。 等等, 妹夫, 连仙界的人马, 都难以全身而退, 那我们岂非也是, 回不去了。 龙王三太子, 脸现忧虑之色。 黄小龙淡然道, 总归还是有破绽可循的, 这空间, 至少是打通了不少宇宙的壁垒, 我相信, 会找到出去的方法。 再说了, 神族宝藏为诱饵, 我要是不进来闯闯, 自己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大家就安心吧, 既来之则安置, 没什么大不了。 有黄小龙在, 身边的同伴们, 精神都是一阵, 不再为民。 哈哈哈哈, 好, 好, 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在视天时界的热血探险, 小龙兄弟, 你有什么吩咐, 一句话交代下来便可。 万剑先帝热血沸腾的道, 就在这时, 哄, 一道剑光, 似乎是从千里之外, 隔空展来。 这剑光, 亮如繁星, 哪怕是这空间的壁垒, 乃是由神力构架而成, 但同样, 也是被剑光, 切割出来了一道浅浅的剑痕。 这剑光, 几乎是有一种撕裂苍穹, 切割万物, 划分阴阳的味道。 剑光直接就斩杀在了仙界人马的超级防御阵之上。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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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法不断地破碎, 发出破败的声音。 不过, 阵法之上, 囤积的能量, 也是第一时间发作, 开始修复了起来。 谁, 是谁? 罪封仙帝, 吓得魂飞魄散, 他深深知道, 这样犀利的剑光, 不用实践, 就能将仙界引以为傲的防御, 彻底地切割开来。 而他们如果没有这等防御, 三两剑就要被杀死了。 可怕, 太可怕了。 小心点, 敌人出现了。 那边, 大妖王也是神色凝重。 就在这时, 一尊少年, 从虚空之中, 凌空踏步而来。 这少年, 身穿一袭麻衣, 身材瘦削, 高达两米左右, 背上背着一口剑, 不过, 他的五官样貌, 倒是与地球人种, 相差无几。 黑发, 阴沟鼻, 眼珠子, 亦是黑色的。 在他的体表, 蒸腾着一股股暴虐犀利的能量, 有点类似于先例, 但仔细辨别, 却又好像并不是。 他身上, 有着剑气在飞腾。 而整个人的身躯, 也像是一口利剑, 在天空之中, 随便地行走, 空气就被切开, 空间壁垒上面, 也是被切割得嘎吱嘎吱爆鸣。 这是无上剑道, 以剑和身, 以身和道, 以道和天, 以天和命。 哟, 这便是来自于其他宇宙的强者了吗? 黄小龙倒是兴慰盎然地看向了这个蚂蚁少年。 略微还是有些兴奋和激动的, 但更多的, 就是新鲜。 是的, 黄小龙感觉到了一种从所未有的新鲜感。 这尼玛可是来自于其他宇宙的生灵啊, 比杀大熊猫杀神兽还特么稀罕啊。 那蚂蚁少年, 在看向黄小龙等人的时候, 亦是感觉到了非常明显的好奇, 他眼神玩味, 时不时地流露出来了一种暴虐, 就好像是在看一群畜生蝼蚁。 黄小龙神念极其强大, 这时候, 稍微一扫, 也是叛变出来了。 眼前这个少年, 真实的年龄, 应该就是不足千岁, 而实力, 却是在最封先帝, 大龙王, 大妖王等之上。 大约相当于古荒那种实力。 不足千岁, 便拥有巨龙古荒的实力, 足以见得, 这少年, 非常的厉害。 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 少年玩味一笑, 你们, 就是来自其他宇宙的存在了吧? 哈哈哈哈。 看来, 你们那个宇宙的生灵, 总体来说, 是比较弱小的。 哈哈哈哈。 这少年, 说出来的话语, 黄小龙等人, 本应该不懂的。 毕竟, 已经是跨越宇宙的种族了。 但很奇怪, 处在这个神族创造出来的空间内, 好像所有的语言, 都可以互通。 无论来自什么宇宙, 都能听懂彼此的话语。 这非常玄妙。 你, 你是谁? 醉风仙帝发出干涩的声音。 哦, 我是来自另一个宇宙的生灵。 嗯, 我的名字, 叫做竹日, 嘿嘿, 是不是感觉到了一种非常荣幸的味道? 本来, 以你们的实力, 是没有资格, 知道我的名字。 但今天, 我非常的惬意, 也就开恩, 将名字告诉你们这些低级宇宙的垃圾。 麻衣少年竹日, 滔滔不绝地说道, 在我们那个宇宙, 我, 竹日, 乃是名副其实的万族第一天才。 哈哈哈哈, 热, 热, 第一天才, 一个宇宙的第一天才。 醉风仙地脸色发苦。 大家, 大家素不相识,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攻击我们? 太愚蠢了, 哈哈哈哈, 难道, 弱者, 都是这般愚蠢的吗? 竹日狂笑了起来, 说不尽的意气风发。 此地, 为万界战场, 自然是以杀戮为主, 强者生存, 弱者灭亡, 你们弱小, 本少爷攻击你们, 甚至于杀死你们, 又有什么问题? 只有垃圾, 才会问出这等白痴的问题。 看来, 你们那个宇宙的生灵, 智商也是极为低的。 失望啊, 本少爷非常的失望。 话音刚落, 那竹日, 就好像是心之所致, 又是随手的一滑。 恐怖剑王, 绽放而出, 硬生生地斩在了 醉风仙帝等撑起来的防御仙阵护罩上。 破碎之声, 再度传来。 护罩上的仙阵, 不断地崩碎与修复, 但能量的消耗, 也是极大的。 不, 不, 不要再攻击了。 罪风仙帝惨毫了起来。 你们难道不知道, 一旦传送进来了万劫战场, 就出不去了吗? 大家都是落难的, 为什么要彼此轻压? 停下攻击吧, 停止吧, 无冤无仇, 为何要如此啊? 哈哈哈哈, 愚蠢的东西了, 我们所在宇宙的精锐强者, 包括我父亲母亲, 都已经进入了万劫战场, 凭借我们的智慧, 总归还是可以找到出去的办法。 好了, 现在, 本少爷就要炮制你们。 逐日宁笑了一下, 然后目光一转, 突然, 就看到了站在黄小龙身边的七公主与九公主。 刹那间, 逐日的眼神之中, 就充斥满了贪婪之色。 你们, 嗯, 看你们的气质, 应该不是普通的声明。 好, 太好了, 现在, 你们出来, 跟本少爷走。 本少爷要玩弄你们, 不得不说, 这是你们的福气, 在本少爷那个宇宙, 能够有资格, 被本少爷玩弄的女子, 都是福气。 逐日眯封着眼睛, 看着七公主与九公主。 放心, 我会将你们的宇宙, 进入万界战场的蠢货, 统统杀死。 而你们, 好好伺候本少爷, 有机会成为本少爷的女奴, 可以活命, 不用死亡。 以后, 本少爷也会带着你们离开万界战场, 回到本少爷的宇宙, 好好地享受荣华富贵。 什么? 明目张胆, 要黄小龙的老婆做他的女奴。 七公主与九公主, 当场便是面色如寒霜, 龙眸之中, 杀鸡爆闪。 哈哈哈哈。 黄小龙怒急狂笑了起来, 活动了一下筋骨, 慢条丝里的道。 呵呵, 他们是我老婆, 你的意思是, 要带走我老婆, 玩弄他们。 哦, 逐日的目光, 转移到了黄小龙的身上, 其眼神中, 明显便是有些不屑, 嘲讽, 甚至于一些亢奋。 你老婆, 哈哈哈哈, 太好了, 赶快感谢本少爷吧, 本少爷于尊降贵, 肯玩玩你老婆, 也是你的福气。 这样吧, 你把你的两个老婆带过来, 送给本少爷, 本少爷也就索性放过你的一条狗命。 哦, 对了, 还有她, 一起带过来, 本少爷都要了, 说话间, 逐日便是将手指头指向了白蝉, 他连白蝉也看上了。 哈哈哈哈, 黄小龙仰天狂笑了起来。 杂种, 你笑什么? 逐日嘴角立刻擒起来了凶残的冷笑。 本少爷允许你笑了吗? 哎, 从来没杀过其他宇宙的畜生, 今天, 倒是要杀一杀, 看看好玩不好玩。 黄小龙眼底, 一抹血色的光芒, 一闪而逝。 杀? 第1446章 奉我为主。 黄小龙俩然已经对眼前这来自其他宇宙的超级天才竹日, 动了必杀之心。 此人, 胆敢羞辱自己的老婆, 那是必死无疑, 无论是在这万界战场, 亦或者是在其他什么地方, 黄小龙都要杀他。 而逐日的怒火, 甚至比黄小龙更加赤裂。 你也出我, 你竟敢辱骂本少爷, 本少爷看上了你的女人, 你居然敢忤逆, 死吧, 本少爷赐你一死。 逐日暴怒不已, 反手拔剑, 直接一挥。 一道雪亮的剑光, 划破苍穹, 直取黄小龙的大好头颅。 这道剑光之中, 蕴含着不朽的剑椅, 奔腾九天, 破灭万古, 如神如圣。 在耀眼的剑光深处, 甚至还出现了一道时间的长河。 也就是说, 这一道剑光里面, 明显地蕴含着时间的法则。 因此, 这一剑, 看起来是比较慢的, 但实际上又快到了极致。 快与慢, 这两种矛盾的结合, 是那么的突兀, 但此刻又显得那么的融洽。 诸如醉风仙地等, 不要说去抵挡这一剑了, 哪怕就是看到剑光, 大脑都是一下子混乱了起来, 快与慢, 他们根本捕捉不到, 心中顿时憋屈抑郁, 想要吐血。 这一剑,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 基本上都已经是超过了 黄小龙那个宇宙的最强剑术。 不过, 黄小龙依然无惧, 心头更是腾生起来了 一丝丝可怕的战役。 来到这万界战场之后, 黄小龙的一身战役也是被勾动起来的。 虽然这是神族布置下来的一个陷阱, 但毫无疑问, 此处战争的味道非常浓烈, 可以引发任何强者争夺与厮杀的欲望。 逐日这种对手, 十分难寻, 比全盛时期的醉风仙地, 还要强了不少, 可以激发黄小龙战斗的欲望。 否则, 总是和一群弱者私混, 黄小龙的爪牙都会顿的。 说时迟那时快, 黄小龙神念, 完全爆发, 直接捕捉到了这一剑中, 最为厉害的时间法则。 说时迟那时快, 黄小龙一道心魔之术, 直接轰了出去。 心魔无形, 心魔无孔不入。 当初, 与古荒一战, 古荒强势霸道, 黄小龙一时靠着心魔之术, 占据到了仙机。 心魔之术, 直接轰入逐日的大脑之中。 刹那间, 逐日的脑子, 就变得混沌了起来, 杂念丛生。 说时迟那时快, 黄小龙催动了速度的奥义。 纯血昆蓬的速度, 冠绝一个宇宙。 黄小龙的速度, 也是站在一个宇宙的巅峰, 没有什么生灵, 可以去超越的。 苏。 残影一闪, 黄小龙几乎就是来到了逐日的身前。 而饱受心魔纠缠的逐日, 几乎是没有躲避开去。 哈哈哈哈哈哈, 来自其他宇宙的超级天才, 在我看来, 也就是土鸡娃狗呢。 黄小龙嘴角, 泛出一抹邪义的冷笑。 一拳打出。 黄小龙的攻击, 没什么花上, 就是一拳。 这一拳, 蕴含了巨大的龙力, 昏鹏之力, 道力, 地府之力, 以及从神族那里汲取的一丝丝伟力。 可以说, 这一拳, 就是纯粹的力量, 一力破万法。 一拳就打得山河动摇, 群星陨落, 全意贯穿一大片空间, 无可匹敌。 一拳打出来, 醉风仙帝, 以及大妖王等, 都是心胆剧烈。 他们知晓, 这一拳, 如果是打在了他们身上, 一定没有什么好说的, 直接暴提。 哼。 主日硬生生挨了一拳。 只见, 在他的身躯之上, 骤然爆出一片光芒, 在这团光芒之中, 隐隐约约浮现出来了一件铠甲的雏形。 看来, 竹日还是穿了一件极品的铠甲法宝, 在生死一线, 关键的时刻, 就会激发。 但是这铠甲, 一下子就被黄小龙的拳头打爆了, 四分五裂。 铠甲打爆之后, 全力畅通无阻地涌进了竹日的体内。 龙卷风一般, 大肆地破坏着竹日的身体内部。 刹那间, 在竹日的身体内部, 传来了络绎不绝的坍塌之音。 啊! 磅礴的剧痛, 让得竹日, 爆发出来了撕心裂肺的惨嚎声。 他口鼻歪斜, 扑得吐出一大口鲜血, 整个人像是风筝一般, 抛飞了出去。 而后, 重重地跌落到了地上。 他想要爬起来, 却是反复不停地挣扎如动着, 最终是爬不起来。 黄小龙缓缓地落在了竹日的身前, 站着,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就像是在看一条死狗。 你, 你, 竹日重伤, 如果不是那件铠甲, 替他抵挡了一下, 他现在已经四分五裂了。 他的目光之中, 终于是显现出来了惧怕。 话说, 你不是很看不起我们这个宇宙吗? 嘖嘖, 现在, 还不是一拳被我打爆了? 什么超级天才, 我看, 也就是个废物。 黄小龙实话实说, 逐日感觉到了滔天的羞辱与怨毒。 而醉风先帝, 大妖王等, 现在都差点忍不住 为黄小龙喝彩叫好了。 虽然, 他们与黄小龙, 并不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甚至于, 譬如醉风先帝, 还与黄小龙有着不死不休之仇。 但当黄小龙重伤逐日的时候, 他们还是感觉到了荣耀, 自豪。 这就是因为, 在万界战场中, 来自同一个宇宙中的生灵, 自然而然的, 都会站在同一个阵营中, 羞其相关。 集体荣耀感就出来了。 好了, 到此结束。 逐日恶狠狠地看着黄小龙。 我现在不再轻视你们那个宇宙的生灵, 也不再觊觎你的妻子。 的确, 你很强。 你击败了我。 从现在开始, 我就将你视为我的追赶的对手。 你放我走, 我和你打赌。 三年之后, 我们再战一场, 我会赢你。 如果在三年之后, 你再度击败了我, 我才算是对你心服口服。 那么, 我们就可以平起平坐, 做朋友了。 逐日说的一本正经, 大意凛然, 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 黄小龙都懵逼了。 你妈, 这也太扯了吧。 都到了这个份上, 居然还说出这等厚颜无耻的话来。 脑残了, 这家伙。 嗨嗨。 黄小龙干咳了几声。 倘若, 我实力弱, 你击败了我, 你就要杀我, 还要亵渎我的老婆, 让受尽屈辱。 只不过, 你比我弱, 如果我如此恳求你, 你会给我一个苦练三年的机会吗? 这, 逐日治了一下。 从他的反应来看, 他显然不可能给黄小龙什么三年之约的机会。 所以说呢, 你完全讲的就是废话, 我会宰了你的。 黄小龙吹了个口哨, 什么狗屁的三年, 你简直就是个傻叉, 嘿嘿。 不, 你不能杀我。 逐日尖叫了起来。 我实话告诉你, 这一次, 我们那个宇宙的顶级强者, 尽数都已经来到了万劫战场, 我的父亲与母亲, 强大到了你根本不可能去抗衡的地步。 还有, 我们那个宇宙, 有数万强者, 听命于我父母, 尽数来到万劫战场, 你杀我, 就是自寻死路。 逐日倒也还算是有恃无恐。 他没有说话, 在他那个宇宙, 他的父母, 就是巅峰的强者, 控制着整个宇宙中的生灵, 手掌全柄。 如今, 逐日的父母, 的确也是率领几万强者, 来到了万劫战场, 这可是一股庞大的势力啊。 黄小龙这边, 邀先龙三界的强者, 尽数加起来, 满打满算也就是几百生灵。 真要是遭遇战, 黄小龙这个宇宙的生灵, 一定是被围而兼之啊。 白痴, 黄小龙忽然懒得在说什么呢? 他隔空一拳, 将那逐日的脑袋打爆了。 死。 然而, 咻。 在逐日死亡的刹那间, 直接爆出一团血光, 冲向天际。 这血光, 在虚空之中, 炸开了, 显现出来了密密麻麻的符文, 似乎是在昭告什么。 哦, 死了还会传讯给族人。 黄小龙瞳孔微微一缩。 糟糕了, 他通知, 通知了他, 他的同伴。 醉风先帝, 骇然不已。 大妖王, 脸色也是发沉。 小龙兄弟, 现在我们怎么弄, 你给个章程出来, 大家伙都听你的。 万剑先帝说道, 暂且不及。 黄小龙笑了笑, 目光看向醉风先帝。 现在, 我们的事情, 先来一个了断。 了, 了断? 醉风先帝, 心态完全崩了, 他本体已经被擒拿住了, 留下个分身在万界战场, 只有本体一半实力。 这是非常危险的。 动辄就会被其他宇宙的强者, 随意地杀死。 而现在, 似乎, 黄小龙还要和仙界人马, 做一个了断。 所谓的了断? 不, 在见识了黄小龙的手段之后, 醉风先帝, 崩得彻彻底底的。 不要杀我们, 请, 请保护我们, 保护我们, 你非常的强大。 大家, 大家现在是同一个宇宙的, 应该互相地扶持, 不要杀戮, 请保护我们。 哈哈哈哈, 互相扶持, 醉风先帝, 做人, 不, 做仙人, 可不能那么无耻啊, 这是你给咱们下的一个套, 想要将咱们一网打尽, 现在你失算了, 就想要我保护你了, 这世界上, 可没有这么好的事。 黄小龙冷笑了一下, 不, 饶命, 饶命, 醉风先帝也是不想死的。 好吧, 现在呢, 小爷我就以德抱怨, 给你们一次机会。 黄小龙沉吟了一下, 笑眯眯地道, 醉风先帝, 听着, 现在, 放开你们的神念, 让我度化你们,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奉我为主。 这样, 我自然会保护你们。 倘若, 你们不愿意, 我也犯不着亲自动手, 大不了舍你们而去, 自然会有其他宇宙的强者来杀你们。 顿了一下, 黄小龙目光看向大妖王。 你们妖族也是一样, 给你们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奉我为主。 第1447章 纳命来 在这万界战场之中, 对于同宇宙的生灵, 黄小龙潜意识里, 并不想杀戮。 但是这醉风先帝等, 又是仇人。 不杀还真是说不过去。 思前想后, 黄小龙还是想到了一个折中的法子, 那就是, 受为奴隶, 将仙界与妖界的人马, 受为自己的奴隶, 成为自己的傀儡, 那就不用杀了。 是, 是。 文言, 醉风先帝, 以及其他的先帝, 眼中都是闪过了天人交战的表情。 非常的纠结。 堂堂仙界霸主, 现在要臣服, 成为一个少年的奴隶, 的确, 有些残酷, 也太屈辱了。 哼, 大妖王, 眼中立刻浮现出来了浓浓的暴虐阴狠。 黄小龙, 你这就是在落井下石, 成人之威了呀, 不可能, 我们妖族, 不可能臣服于你, 我们妖族, 自古以来, 都是桀骜不驯的。 哈哈哈哈, 好一个桀骜不驯。 黄小龙笑了笑, 就在这时, 远处, 一道宁为实质的利器, 冲天而起, 化为一尊狂暴邪恶的逆龙, 张牙舞爪, 似乎是要责人而逝。 这利器之中, 蕴含了太多太多的怨毒, 仇恨, 诅咒, 杀鸡, 与之相伴的, 是一把极为嘶哑的声音。 儿子, 我的儿子, 是谁, 是什么宇宙的畜生, 竟然将我的儿子逐日杀害。 我, 我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 掘墓鞭尸啊。 那声音狂吼着, 浓浓的微压, 震得方圆一大片区域, 空气都在瑟瑟发抖。 就好像是折服着的一头红荒骨兽, 就要窜出来吃人。 这明显, 就是那死去的逐日, 其生负, 所发出来的声音。 与之同时, 一道道丝线般的杀气, 也是在那声音的周围, 声腾了起来。 密密麻麻的, 足有上万道杀气, 交织成为了天罗地网。 每一道杀气之中, 都闪烁出来了贪婪, 凶残, 暴力, 血腥, 杀戮, 仇恨。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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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上万生灵, 同时嘶吼。 看来, 那逐日并没有撒谎, 他的父母, 的确是带了数万强者, 一同来到万界战场。 这简直就是一支军队, 一支单兵作战能力, 极为强大, 无可匹敌的军队。 如此的一支军队, 简直就是可以绞杀一切。 令人胆寒。 远远地感受到了这等磅礴的杀气, 醉风仙地等, 那本就崩掉的心态, 更加的恐慌了, 颤颤巍巍地咕弄着。 晚了, 晚了, 如此多的强者, 如何抵挡, 关键, 杀人的, 并不是我们啊。 切, 你们以为, 你们还能够独善其身, 哈哈哈哈。 黄小龙倒是一脸无所谓。 好了, 废话不要再说了, 继续耽误下去, 仇人便要蜂拥而至了。 最后给你们一次考虑的机会, 臣服, 亦或者死。 事到如今, 醉风仙地等, 也是无话可说了, 哪怕是做傀儡, 也比彻底身死盗销好了。 我, 我等, 愿意臣服? 醉风仙地, 终究还是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 其他的仙帝, 以及五百玄仙, 自然也是无话可说。 本王不想做你的奴隶, 本王宁可死。 大妖王怒吼道, 嘿, 那好。 我也不屑于去杀你们, 你们妖族, 不愿意留下来的, 统统都走吧。 黄小龙懒洋洋地道, 说话间, 直接甩出一张张扶转, 布置成为了一些阵法, 笼罩在此地, 将逐日的死气, 完全地屏蔽了起来。 也是将黄小龙等人的生机, 尽数屏蔽, 让得仇人, 不至于立刻就寻找过来。 我们走。 大妖王大手一挥。 手下十大妖王, 魁与吼, 则是纹丝不动, 其他几尊妖王, 脸上显现出来了犹豫的神色。 大妖王, 我和吼, 愿意与小龙兄弟一起留下来。 魁直接说道, 叛徒, 你们两个, 好好, 你们有种, 走。 大妖王用极为怨毒憎恨的目光, 弯了魁和吼一眼, 然后带着八大妖王, 飞天而去。 速度极快, 就好像是丧家之犬。 哎, 给你们机会, 你们偏偏要去作死。 黄小龙摇了摇头, 旋即, 直接看向醉风先帝等。 放开你们的神念, 配合, 让我度化。 不要试图耍花样, 否则就是诉词。 当下, 醉风先帝等, 也是老老实实地将神念放开了。 度化之光, 就像是机枪扫射一般, 照耀着他们的灵魂。 心甘情愿地接受度化, 那自然是很快的。 只见, 醉风先帝等的眼神, 一个个地, 开始了变化, 从起初的挣扎与怨毒, 变成了一种极端的忠诚, 驯服, 就像是家养的宠物。 主人, 奴才拜见主人。 醉风先帝为首, 一群仙界的人马, 尽数都是朝着黄小龙跪了下来, 服服帖帖, 大称主人。 好, 很好。 黄小龙点了点头, 杜化这群仙人, 也是省时省力, 轻而易举的。 这个时候, 龙王三太子, 忽然祈祷, 妹夫, 你看。 他指着被黄小龙打碎的, 那逐日的尸体。 黄小龙目光一扫, 只见, 逐日的尸体, 竟然正在消无声息地分解。 尸还分解为一颗颗金黄色的粉尘。 嗯, 黄小龙的神念, 直接覆盖了过去。 旋即, 也是一惊。 神族的能量, 神力, 怎么会这样? 这逐日的尸体, 竟然开始转化成为了神族的力量。 对于神族力量, 也就是所谓的神力, 黄小龙并不陌生。 在黄小龙的体内, 就融合着一些神力。 有一部分是从那神族的攻击中, 直接提取的, 还有一部分是从古荒体内的神族封印中汲取的。 就在黄小龙百次不得其解的时候, 他的神念, 再度扫查。 居然发现, 在场的, 诸如三太子, 亦或者最封先帝, 还有七公主, 九公主等, 体内, 都是积累下来了一些神族的能量。 当然, 并不是说, 大家伙都获得了神族能量, 而是, 神族能量, 莫名其妙地就渗入到了他们的体内。 就好像是吃进了一些不能够消化的食物。 黄小龙的脑子, 飞速运转了起来, 各种念头, 分之踏来。 看来, 我们这些, 各个宇宙的生灵, 一旦来到了万界战场, 那么, 体内, 自然而然的, 就会顿机起来一些神族的能量。 当死亡之后, 这些神族能量, 就会发酵, 将尸体分解为能量颗粒。 心念一动, 黄小龙的神念, 扫向了不远处的一座山峰。 这山峰, 高达千丈, 通体呈现出来一种金黄的色泽, 就好像是黄金铸造的神山。 但黄小龙很清楚, 这金山的构成, 并非是什么黄金翼或者矿石, 而是, 神力, 神族能量。 赫然, 那逐日的尸体残骸, 在不断分解成为金黄色颗粒之后, 竟如蒲公英一般, 纷纷扬扬, 朝着那金山飞去。 似乎, 是要融合到金山之中。 我明白了。 黄小龙眼睛大亮。 原来, 这个万界战场, 神族处理尸骸的方法, 就是将尸体完全地分解成为细小颗粒, 然后, 构成一座座山川, 一条条河流。 也就是说, 神族缔造出来的这个空间, 这个万界战场, 事实上, 就是靠着无数尸山古海, 构架而成。 这样处理尸体, 一点血腥都没有, 干干净净的, 还特么能废物再利用。 也就是说, 这万界战场内, 山巒起伏, 绵绵不绝, 山河壮丽, 其实都是无数生灵的生命, 构筑而成。 美丽的表面下面, 充斥满了残忍与杀鸡, 绝望与消亡, 等等。 忽然, 又是一道灵光, 闪入黄小龙的脑子里。 下一刻, 他直接伸手一抓, 便是将那逐日的尸海所分解出来的神族能量颗粒, 抓在了手中。 炼化。 黄小龙炼化过神族能量, 也就是神力, 此时, 直接炼化手中的颗粒, 亦是老马师徒一般, 十分的娴熟。 能量颗粒, 被炼化成为一丝丝精纯的神族能量, 被黄小龙纳入体内。 他体内的神力, 又是增进了一丝丝。 在这万界战场, 居然可以得到神力, 神力, 可是凌驾任何宇宙, 至高无上的能量啊。 就在这时, 远方, 乌云盖顶。 在乌云之上, 有着数万铠甲鲜明的生灵, 手持各种兵器, 布置出来了一个庞大的阵法, 正在嘶吼呐喊。 在乌云的中间, 端坐着一名青袍中年男子, 气息庞大如深渊, 眼睛里面, 全部都是铭心刻骨的仇恨。 血光闪烁。 聂处, 竟敢杀我儿猪日, 那命来, 那命来啊。 中年男子, 气血嘶吼。 周边还有其他宇宙的强者, 但是看到这中年男子, 率领数万强者, 大摇大摆的, 谁也不敢上去招惹。 这个时候, 黄小龙已经把那逐日尸骸中, 分解出来的神族能量颗粒, 完全地汲取干净了。 爽! 神力增加了一些。 赫然, 一种近乎诅咒的气息, 隔空投地, 将黄小龙锁定住了。 远处, 那乌云之上, 青袍男子, 赫然站起, 就好像是一尊巨山, 朝着黄小龙直接压他而来。 叶处, 畜生, 砸碎, 赶杀我儿, 你, 你要死, 你这个宇宙的所有生灵, 都要遭到血洗, 全部都要死, 死, 给我的宝贝儿子陪葬。 被发现了。 虽然黄小龙有过一些遮掩的措施, 但终究还是被逐日的父亲发现了。 主人, 咱们, 咱们被发现了, 追兵, 追兵包围上来了。 醉风先帝吓得脸色都白了。 纳命来, 纳命来, 纳命来。 乌云之上, 数万强者, 齐声呐喊, 生振九天, 坑枪无二。 第1448章 这真是个好地方啊。 这时, 那逐日之父, 率领他那个宇宙中, 最为顶级的数万强者, 掩杀而来。 聂处, 乌尔逐日, 乃宇宙第一天才, 你能将他杀害, 一定是耍弄的阴谋诡计。 逐日之父, 满脸仇恨, 不死不休。 本座这就将你擒拿, 而后, 你会后悔来到万界战场。 不振, 一声令下, 轰隆隆, 轰隆隆隆。 数万强者, 一起施法, 一座翻天覆地的大阵, 朝黄小龙等, 直接覆盖了下来。 上古阵法, 锁星大阵。 这是逐日之父那个宇宙中最奥妙, 也是最复杂的一个阵法, 一旦布置下来, 就连一颗颗星球都会被锁住。 星球之上的任何生灵, 都会被榨干生机, 最后干枯而死。 逐日之父, 便是用这个大阵, 硬生生地将几百颗星球上的乌尽生灵, 同时炼成灰飞。 黄小龙得到了 是天先帝的所有传承, 对于阵法意图, 也颇有研究。 不过, 这是其他宇宙的阵法, 是黄小龙从没有涉猎过的, 对方人多势众, 尤其是那逐日之父, 更非拥手。 黄小龙评估, 哪怕是以他如今的实力, 变化成为昆蓬的本体, 恐怕也就仅仅只能够稍微压制 逐日之父一头。 如果真的站起来, 逐日之父完全可以牵制住黄小龙, 让数万手下剑缝插针, 群起围攻黄小龙, 倒也麻烦。 当下, 黄小龙神念直接一卷, 将三太子, 妖王魁, 万剑先帝等, 统统是卷入了 醉风先帝撑起来的超级防御护罩之中。 随后, 傲掘宇宙的昆蓬速度发作, 防御护罩, 宛如一团光球, 顺风飞走, 就像是一个空间大挪移。 这样的, 逐日之父发动的上古阵法, 堪堪落空。 岂有此理? 逐日之父, 骇然狂叫, 简直就是暴跳如雷, 伸手一抓, 之前黄小龙所处的地面, 立刻被抓出一个恐怖的坑洞, 沉烟慢卷。 父君, 那些砸碎跑了, 追, 一定要为我们的儿子报仇。 一名美妇, 站在了逐日之父的身侧, 眼镜如蛇蝎, 气势熏天, 把他们统统杀光, 虐杀。 这美妇, 便是逐日的亲生母亲, 其实力, 也是不容小觑, 仅仅只是比逐日之父逊色一些, 但也差不了多少。 这夫妻两个联手, 黄小龙便是不敌。 我们自然一路追杀过去。 逐日之父恨声道。 不过, 也顺便清理一下其他宇宙的生灵。 如今, 我们在这万界战场中, 似乎暂时也出不去了。 但是无妨, 大约, 所谓的万界战场, 战争是主旋律, 我们一定要杀伐抢掠, 以战养战, 说不定, 杀死其他宇宙那些生灵, 可以让我们窥破万界战场的玄机。 是的, 夫君真是至极无双, 对, 要离开这万界战场, 还是要杀, 不断地杀, 杀个血流成河。 美副的眼中, 也是掠过一抹泄色的光芒。 很快, 这团巨型的乌云, 便是滚滚涌动, 朝着黄小龙顿走的方向追杀过去。 沿途, 但凡遭遇到其他宇宙的生灵, 不问青红造白, 上去就是无情轰杀。 再说黄小龙, 急速地飞行了片刻, 便已是逃脱地追杀。 妹夫, 你这速度, 可真是无敌了。 不要说在咱们宇宙横压一切, 哪怕是与其他宇宙的生灵相比, 也是巨大优势。 刚才那群杂鱼, 拍马也是赶不上妹夫你啊。 三太子松了一口气。 不过, 大家伙都是极为警惕, 神念放出, 到处扫茶。 这万界战场中, 可不仅仅只有来自逐日那个宇宙的强者, 还有其他宇宙的至强者。 可以说, 危机四伏。 不过, 有黄小龙在, 大家心中也算是安稳了不少。 不要大意, 黄小龙的神色倒是郑重得很, 少了极取轻狂。 刚才, 虽然我没有与敌人交手, 但我可以肯定, 敌人强势。 那个宇宙的生灵, 的确, 比我们这个宇宙, 强大不少。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当然, 一定要战, 我还是能做到将那首领, 也就是那逐日之父杀死, 随后逃走, 但我很可能要受伤。 而你们, 只能藏进地府。 黄小龙并非盲目自大之辈, 有时候, 必须承认对手的强大。 身边的同伴, 尽数都是沉默了。 哎, 最封先帝, 慧然叹息。 以往, 在自己的宇宙, 称王称霸, 总是以为, 仙界就是强大无敌的, 能够与之分庭抗礼的, 也就是龙界与妖界了。 而今日, 到达了万界战场, 才知道, 井底之蛙是什么意思。 说不定, 还有比逐日那宇宙, 更加强大的宇宙, 所以呢, 万事小心是对的。 小心使得万年传, 黄小龙还是笑了起来, 摒弃了负面的情绪, 整个人变得乐观起来。 无论如何, 黄小龙还是有着其他宇宙强者, 无法比拟的优势。 那就是, 对于神族力量的熟悉。 在这个万界战场, 事实上, 处处都充斥着神族的能量。 哪怕是进入其中, 任何一个宇宙的生灵, 体内, 也会自然而然地种植下来神族的能量。 而黄小龙, 恰好, 吸收过这等能量。 吸收神族能量, 唯我所用, 这, 何其的霸道。 可以说, 黄小龙完全是立于不败之地的。 只要给他时间, 吸收足够神族的力量, 他, 与神族相比, 岂非也没有了区别。 黄小龙可以肯定一点。 这万界战场中, 充斥着的神族能量, 远远要比一名单个的神族, 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神力浓郁了不知道多少倍。 这是个好地方。 黄小龙咪封了一下眼睛, 深深地吸了一口夹杂着神族能量的空气, 由衷地赞叹道。 这的确是一个好地方。 呃, 好地方。 身边的人, 都是一头雾水, 满脸懵逼。 这还好地方。 近来就出不去了, 而且强敌还刺。 一个不小心, 恐怕就是万劫不复之举。 小龙, 这也不是啥好地方吧。 七公主捏如道。 哈哈哈哈, 和你们说, 你们也不懂。 总而言之, 我能在这里修炼。 甚至可以成长到神族的高度。 黄小龙咧嘴一笑。 嘶。 大家伙都是倒抽一口凉气。 好了, 先找个地方休息一番, 再从长计议。 黄小龙神念一扫, 发现, 在前方不远处, 有着一座拔地而起的神山。 呃, 所谓神山, 便是由神族能量, 堆砌成的一座巨山。 当下, 黄小龙率领大家伙, 飞到了神山的山脚之下。 山是雄奇, 飞鸟难度, 隐匿在山脚, 也不容易暴露。 醉风仙帝。 黄小龙眼皮则微微一掀, 看向醉风仙帝。 主人, 奴才在。 醉风仙帝连忙垂手而立, 头颅低垂, 好一副奴颜碧膝的模样。 据说, 你们仙界, 有着一颗龙族的龙珠, 有这回事吧。 黄小龙顺口问道, 三太子, 七公主等龙族成员, 文言都是心弦紧绷。 是, 主人, 仙界的确藏了一颗龙珠, 据说, 龙珠乃是龙族至宝, 一共七颗, 一旦集齐七龙珠, 便可召唤祖龙, 制霸宇宙。 醉风仙帝恭恭敬敬地道, 我们仙界, 将那颗龙珠藏匿得稳稳当当, 根本没有泄露出来一丁点风声, 不要说龙族不知晓了, 就连仙界十大仙帝, 知晓这个秘密的, 也就是有限的两三位仙帝。 哼, 有意思。 龙珠呢?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主人, 奴才恰好将龙珠携带着, 醉风仙帝赶紧从储物灵界中, 取出一颗珠子。 赤红色的珠子, 蕴含着九天神龙的意志, 一道道活灵活现的真龙, 在珠子内游动着, 翻江倒海。 龙珠? 一颗龙珠? 是我们龙族的宝物, 龙珠? 三太子惊声叫道。 哈哈哈哈, 给我。 黄小龙一把将龙珠, 从醉风仙帝手中夺了过来, 把玩一翻, 便放入地府中。 淡定, 都淡定, 如今, 我手中一共才有两颗龙珠, 还差足足五颗, 才能集齐呢。 那么, 大妖王手中, 一定也有一颗。 我们倒没听大妖王谈及过龙珠之事。 妖王魁与妖王吼, 同时说道。 妖族也有神族安插的间隙, 不知道这次, 有没有随大妖王一起, 进入万界战场。 黄小龙玩味一笑。 好了, 龙珠的事情, 现在不要去管了。 在这万界战场中, 谈论龙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还是想办法活下去, 并掌握生杀大权, 获得可以对其他宇宙的强者, 直接碾压的资本, 实力。 旋即, 黄小龙神色一素, 目光看向身侧拔地以天的神山, 食指大动。 神力? 这些都是神族的能量啊。 我特么得吸收这些能量啊。 黄小龙亢奋了起来, 就好像是饕贴看见了绝顶美食。 如此庞大的一座神山, 蕴含的神族能量, 太过庞大了。 黄小龙估算了一番, 一旦吸干这座神山中, 蕴含的所有能量, 那么, 他仅仅凭借神力, 便可与当初那位神族, 直接抗衡。 换言之, 如此的一座神山, 其能量, 相当于一名神族。 好, 好, 非常之好。 吸, 勿要吸干这座神山中蕴含的每一滴神力。 黄小龙兴奋地叫唤了出来。 下一刻, 盘膝而坐, 放出神念, 如当初汲取神力那般, 直接吸收神山。 第1449章 神器 黄小龙有自己的如意算盘, 他暂且不会去与其他宇宙的强者厮杀。 他需要做的, 就是默默地吸收万界战场之中, 充斥着的神力。 因为, 这万界战场, 对于其他生灵来说, 或许是噩梦, 但是对于黄小龙来讲, 绝对是不可多得的机缘。 除非, 有其他宇宙的强者, 如黄小龙一般, 可以吸收神力。 当然, 黄小龙并不希望如此。 等到他, 体内积蓄的神力足够了, 黄小龙就能横扫一切, 说不定, 还可以从而找到离开这万界战场的方法。 吸, 不过, 嗯, 吸不动, 黄小龙略微一致。 旋即, 一股排山倒海的反噬之力, 直接扑杀了过来, 似乎是要将黄小龙的神念, 灵魂, 都直接粉碎。 电光火石之间, 黄小龙连忙收回神念, 但, 即便如此, 他还是遭到了一些反噬。 噗, 一口阴红的鲜血, 吐了出来, 脸色, 也是有些苍白。 小龙, 你怎么了? 七公主和九公主, 两个老婆, 立马紧张兮兮地冲上来, 搀扶住黄小龙。 而奴隶们也是慌忙地大叫主人, 其他同伴, 亦是万分担忧。 无妨。 黄小龙略微调气一番, 便是挥了挥手。 我只是想吸收这座巨山中, 蕴含的海量神力, 但是我太低估神力了, 不愧为凌驾巫术宇宙的神奇力量, 桀骜不驯, 让我根本无从入手。 也对, 之前黄小龙吸收的神力量还是比较小的。 而这一次, 面对的神山, 那可是相当于一名全胜的神族啊。 肯不动? 当然, 我会想办法的。 放心, 我没事。 渐渐地, 黄小龙那病奄奄式的脸色, 逐渐地恢复了积蓄红润。 同时, 他的狠劲也上来了。 尼玛, 这可是一座宝山啊。 可以让黄小龙完成逆天改命的宝山。 入宝山, 怎能空手而回? 黄小龙之所以能吞噬神力, 还是基于那一门秘术妖魔寄生爵, 此秘术拥有着恐怖的吞噬之力。 依靠这门秘术, 黄小龙在将生机射入昆蓬弹之后, 还没等孵化出来, 就吞噬过那名神族的一次神力攻击。 我得再好好地研究一下这妖魔寄生爵, 另外, 再配合一些符传与阵法, 将这座巨山化整为灵, 徐徐地吞噬, 黄小龙心中也是渐渐地有了主意。 把神山给肢解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岂非便能吞噬了? 在此之前, 你们体内也是染上了一些神力, 量比较小, 而且, 你们也无法使用这等力量, 这样, 我来给你们吸了。 黄小龙忽然一笑, 虽然暂时吞不了这座神山中蕴含的神力, 但同伴们体内囤积起来的些微神族能量, 它还是能够笑纳的。 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当下, 黄小龙便是小心翼翼, 将同伴们体内蕴含的神族能量, 一一地吸了出来, 炼化到自己体内。 为己所用? 如此, 两天过去了。 在这两天, 整个万界战场, 的确是在不停地发生大小规模的战争。 空气中, 阴晕着从远方飘来的血腥味, 沙发气息, 还有死亡的气息。 仅仅两天的时间, 这万界战场中, 就不知道云落了多少强者。 当然, 他们的尸骸, 也必然如那逐日一般, 粉碎为神族能量颗粒, 融入山海河流之中。 同时, 在战斗最为惨烈的地方, 也伴有神光冲天而起。 这是, 争夺神器。 在这个万界战场里, 散落招不少神器, 宝光盈盈, 各宇宙的强者, 为了神器, 自然是要以死相拼了。 对于神器, 黄小龙不能说完全没有兴趣, 甚至他都有冲动, 也去抢夺神器。 不过, 如何吸收庞大的神力, 才是黄小龙的重中之重? 神器终究是外力, 自身强大, 才是关键的。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 黄小龙将同伴们体内囤积的神力, 尽数地吸收炼化了。 如今, 就神力而言, 他评估了一番, 大约是相当于当初那名神族, 十分之一的力量。 换言之, 黄小龙依靠神力, 可以爆发出, 那位神族, 十分之一的攻击威力。 这已经是了不得的力量了。 哪怕只是十分之一, 也可以横扫各个宇宙中, 不少的顶级强者了。 当然, 还不足以纯粹靠神力, 去击杀那逐日的父母。 接下来, 黄小龙便是尝试着, 在神山的山体上, 刻画各种的阵法, 粘贴各种的福转。 他呕心沥血, 他绞尽脑汁, 他搜尝刮肚。 同伴们, 自然也是不会去打扰黄小龙的, 当然也不敢离开黄小龙半步。 这万界战场的危险程度, 超过了他们以往的认知。 日子倒也算是平静, 大家都是适应了下来。 不过, 宁静的日子, 终究还是被打破了。 一名身穿铠甲的男子, 发现了黄小龙等。 这男子, 身高足足达到三米, 人形, 金发, 闭眼, 其样貌, 有点像是地球上的欧美人种, 但是要壮硕太多。 男子全身铠甲, 只是露出了一张邪恶凶残的面庞。 这铠甲, 乃是暗色, 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锻造的, 上面布满了鬼秘的花纹, 非常强大, 与人一种无坚不摧的感觉。 结结结, 一群弱者, 居然躲藏在了这里。 那铠甲男子, 发出胸利的宁笑之声。 怎么, 以为躲藏起来, 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野性, 黄霸的气息, 震慑的醉风先帝等, 都是不敢说话。 哦, 你想怎么样? 黄小龙淡笑了一下。 观察一番, 他可以肯定, 眼前这个铠甲男子, 其实力, 应该是与那逐日之父, 相差不多的。 也算是超级强者了。 铠甲男子的气息之中, 凝聚了太多的怨气, 死亡之气, 由此可见, 他在这万界战场之中, 是杀过不少生灵的。 哈哈哈哈, 你们, 弱者, 本座自然是要屠杀你们。 铠甲男子, 戏血发笑, 非我族内, 其心必诛, 在这万界战场之中, 除族人之外, 一切生灵, 既也可为敌。 再说了, 万界战场的真谛, 就是杀, 只要杀到一定程度, 相信, 可以打开门户, 让我们重回家园。 好了, 废话就不要说了, 你们, 一个个的, 都受死吧。 本座呢, 给你们一个机会, 都自杀吧, 如果不愿意, 那么, 本座会用最残酷的方法, 将你们虐杀, 杰杰, 真不知道, 你有什么勇气, 可以如此自信? 黄小龙爆发出来了 纯雪昆蓬的气息, 他不再隐藏什么, 面对这等墙底, 也没有藏桌的必要。 恐怖的昆蓬羽翼, 从黄小龙的身后, 延伸了出来, 每一次山洞, 都能带起风雨雷电, 宇宙风暴。 嗯, 那铠甲男子的瞳孔, 骤然收缩, 他万万没有想到, 看似平凡弱小的黄小龙, 竟然一下子爆发出如此恐怖, 蛮荒的力量。 这等力量, 已是让他忌惮, 心忌。 怎么样? 黄小龙也是杀鸡爆气, 知道说大话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了吧? 呃, 铠甲男子先是一愣, 旋即, 仰天狂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原来这么强, 还真是出乎意料呢。 哈哈哈哈, 又去, 又去, 虐杀弱者, 本没有什么好玩的, 就好像是踩死蝼蚁一样简单。 可是, 本座最喜欢杀死那些比本座还强的存在。 哈哈哈哈, 刺激, 刺激啊。 说话间, 铠甲男子右手在左手拇指上佩戴的一枚戒指上, 直接印抹。 下一刻, 在他的右手中, 便是握着了一口弯刀。 圆月弯刀, 这口刀的造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其通体都是一种金黄的颜色。 这种金黄之璀璨, 绚烂, 完全是可以让烈日都暗淡无光。 在这种金黄之中浮沉着一个个尊贵的让人窒息的文字。 庞大的神力阴晕在其中, 铠甲男子轻轻一挥刀, 一道浅浅的刀光闪了一下。 咖擦。 那坚固的空间壁垒之上, 直接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 触目惊心。 神气, 黄小龙双瞳, 微微一缩。 哈哈哈哈, 对, 这就是一口神气宝刀, 有着斩杀一切的威力。 本作试过了, 有几个实力与你相差无几的生灵, 一刀都抵挡不了, 直接一斩, 灰飞烟灭。 哈哈哈哈, 现在, 你来试试, 能不能挡住, 这神气的一斩。 铠甲男子宁谋, 森冷的杀机, 直接锁定住了黄小龙。 第1450章 抢夺 黄小龙没有想到, 这个铠甲男子, 居然在万界战场之中, 得到了一口神气宝刀。 一刀在手, 天下我有, 自然是无所顾忌。 黄小龙的瞳孔, 已经是微微地收缩。 对方, 也就是那铠甲男子, 手中的神气宝刀, 的确太恐怖了, 还没有交手, 仅仅看到那淡淡的金色刀光, 黄小龙也就知晓了, 这口神气宝刀, 比任何的仙气妖气, 以及龙族法宝, 都要恐怖了百倍, 千倍, 万倍。 比如, 仙界的最强攻击仙气, 那珠魔剑, 和这神气宝刀相比, 简直就像是小孩子的玩具一般, 那么的幼稚, 可笑。 无语了, 早知道, 神气, 如此的厉害, 我恨不如去弄几件玩玩, 黄小龙也是有些无语。 虽然知晓这万界战场中, 有不少的神气, 但黄小龙没想到, 神气的力量, 是如此的强大无比。 而此时, 在这神气宝刀的压迫力之下, 除了黄小龙之外, 其他的同伴, 心脏都是在抽搐。 无形的威压, 简直让他们快要疯狂了。 哪怕是, 躲藏在了那仙界最强的防御中, 也都是瑟瑟发抖。 哼, 所谓的仙界最强防御, 根本就无法承受着神气宝刀的一次攻击。 哈哈哈哈。 铠甲男子发出了戏谑的嘶笑声, 眼神中充满了怜悯。 可怜, 可悲, 可惜, 这便是神气, 在这万界战场之中获得。 他似乎是掌握住了黄小龙的生命, 所以, 在杀戮之前, 他还慢条斯理地讲话。 而且, 他所讲的内容, 其目的, 就是要把黄小龙的信念, 精神完全地摧垮。 在黄小龙心态完全崩溃之后, 他再杀。 这样, 就是双重的灭杀。 爽! 他要让黄小龙, 在不甘于绝望之中, 慢慢地消亡。 哈哈哈哈, 可惜, 有什么好可惜的? 譬如, 你手中有神气, 我们不是你的对手, 被你杀了, 也就是杀了, 何谈可惜。 黄小龙也非常地淡然自如, 从容不迫。 哈哈哈哈, 你还冲入不惊起来了, 好, 好, 很好, 不过, 本作希望, 你在听完本作的话之后, 还能, 如此地淡定。 那铠甲男子, 嘴角琴起来了一抹邪义的冷笑。 我说过, 你很强。 或许, 在你的那个宇宙, 你是第一强者。 嗯, 黄小龙并不否认。 不使用神气, 哪怕是我有诸天铠甲在身, 也不是你的对手。 这一点, 本作是承认。 铠甲男子的语态, 非常的真诚。 继续说。 黄小龙乐呵了。 像你这种强者, 如果一开始, 就去参与, 抢夺神气, 那么, 你一定可以得到神气。 而且很有可能, 得到比我这把神气宝刀, 品质更高, 威力更大的神气。 铠甲男子又是一笑。 一开始进入万界战场, 不惜一切代价, 去抢夺神气, 成功的概率, 很大。 对。 黄小龙也是点头。 你说, 我比你强, 既然你都拿到了神气, 那我, 必然也会得到, 或许一件, 或许两件, 或许更多。 是的, 倘若, 你现在有神气在手, 我不敢找你的麻烦, 也不可能杀你。 铠甲男子耸了耸肩, 但是可惜, 你没有, 你本不应该死了。 对了, 我提醒你一下, 现在, 要想获得神气, 就非常的困难了。 以你的实力, 一开始可以得到神气, 而如今, 却是再也不能够染指了, 因为, 绝大多数神气, 都已经名花有主。 而且, 竞争越来越惨烈了。 之前获得神气的强者, 利用神气的优势, 抢夺起来, 更加的容易, 轻松。 你, 没有神气, 哪怕是你发现了神气, 你也无法得到了, 因为, 你已经落后了一步。 铠甲男子, 故作惋惜地笑了笑。 黄小龙明白了, 这万界战场, 经过了几天的洗礼, 基本上有不少的强者, 得到了神气, 利用神气再去抢神气, 就太容易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浅显的道理, 钱生钱, 永远是赚得最多的, 而且, 是最不费力的赚钱方法。 好了, 现在是不是非常的后悔, 后悔错过了黄金时期? 铠甲男子, 残忍地笑了, 不断地打击着黄小龙。 可惜, 没有后悔药, 你现在, 必死。 带着遗憾与不甘, 死去吧。 哈哈哈哈。 他以为黄小龙听到了这些, 必然悔恨欲死。 不过, 听完这些之后, 黄小龙却依旧是满脸笑容, 并没有丝毫的怨念。 嗯, 铠甲男子, 愣住了, 他发现, 自己根本没法打击黄小龙似的。 下一秒, 黄小龙心念直接移动, 刹那间, 便是将所有的同伴, 奴随, 尽数收入到了地府之中。 要战了, 这一战无可避免, 必须要将同伴们藏起来, 否则, 这神器宝刀的鱼波, 就能收割同伴们的生命。 躲得了吗? 铠甲男子怒急, 挥舞神器, 一刀砍出, 直取黄小龙的大好头颅。 哄, 金色的, 蕴含着神力的刀芒, 催枯拉朽般地斩了出来。 密密麻麻的神文, 加持在这记刀光之上, 而后, 无数的天外星光, 一起地陨落了下来。 金色, 纯金色刀光, 是实质? 这一刀砍出, 就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因为, 这是神的力量, 不容亵渎的力量, 毁灭一切的力量。 凌甲于任何的宇宙, 在刀光展出来的途中, 略微地, 出现了一丝丝凝滞。 哄, 密密麻麻的福传, 阵法, 出现在了黄小龙身前。 原来, 在那铠甲男子 与黄小龙啰啰啰嗦嗦 讲个不停的时候, 黄小龙已经在自己的身体周围, 无声无息地布置下来了 各种的阵法, 福传。 一念成阵。 黄小龙现在完全可以做到, 一个念头, 就摆出几万个阵法, 贴出几万张福传。 那铠甲男子, 根本不曾想到, 黄小龙会有如此的手段。 但, 没有用。 刀光只是略微地阻碍了一下, 然后就将黄小龙布置的所有防御, 统统地斩碎, 鬼神一批砍杀黄小龙。 但是, 这一点点的时间, 哪怕是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刹那的时间, 对于黄小龙来讲, 也已经足够了。 够了。 黄小龙早就变化出来了鲲鹏的本体。 野性的气息, 狂霸易散。 一声嘶吓, 一声嘶吼, 黄小龙的速度, 还来不及砍第二刀, 黄小龙已经绕过斩向他的第一刀, 冲到了铠甲男子的身前。 五步之内? 其实, 我变化出来本体, 战力会更强, 你低估我了。 黄小龙那邪魅的声音, 在铠甲男子脑海中响起。 你说那些, 我一点也不在意, 因为, 虽然如今, 得到神器的可能性, 越来越低, 但是, 我可以抢, 哈哈哈哈, 譬如, 你这把刀, 就是我的了。 不, 铠甲男子尖叫了一声。 下一秒, 哼, 昏蓬那巨大的爪子, 直接将那铠甲男子的头颅抓爆了。 他的头颅, 恰好没有包裹在铠甲之中。 很脆弱, 一下子就爆了。 灵魂如烟雾般飞出, 又被黄小龙催动地府能量, 将其灵魂都搅碎了。 死, 彻底死亡。 无头的尸体, 坠落了下去。 黄小龙也迅速变化回本体, 一伸手, 将那神器宝刀, 夺取了过来。 在干净利索地干掉了这个家伙之后, 黄小龙将同伴们, 从地府之中, 放了出来。 看到敌人已经云命, 而他依仗的神器, 在黄小龙手中, 同伴们都是大声欢呼了起来, 精神极度地振奋。 我就知道, 妹夫就是无敌的。 三太子大肆吹捧, 万剑先帝与妖王魁等, 也是含笑点头。 果然厉害, 神器, 果然太厉害了, 这能量, 强悍的一匹呀。 黄小龙把玩着神器, 如果用这把刀, 直接对着仙界一斩, 恐怕, 连整个仙界都要坍塌。 黄小龙也是不敢乱挥刀, 怕控制不了, 驾驭不住, 忽然, 心念一动, 以一滴惊血, 滴在刀身上。 赫然, 这刀宛如拥有生命一般, 直接将黄小龙的血吸干了。 刹那, 黄小龙与这口神器宝刀之间, 便是建立起来了一种非常玄妙的感觉, 就好像是血脉相连。 这一刻, 黄小龙算是真正拥有了这件神器。 小龙, 有了这把刀, 你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战力强大了太多太多。 七公主欣慰不已, 对, 有了她, 我现在一刀就将砍死那逐日的父亲。 黄小龙深以为然地点头, 不过, 很快又摇了摇头。 现在的局势分析, 拥有神器的强者, 越来越多了, 那逐日的父母, 应该也是抢夺到了神器, 或许, 不止一件。 以后, 这万界战场的战斗, 强弱会比较悬殊, 拥有神器的, 将会完全地碾压手无寸铁的。 局势, 逐渐地明朗化了。 万剑先帝, 也是点头。 主人, 您不是要吸收这座神山中, 蕴含的神力吗? 那个, 您可以用这把神器, 砍山, 将神山, 化整为灵, 一点一点地吸收啊。 罪封先帝, 八戒讨好。 呃, 黄小龙一愣, 旋即, 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好, 好, 罪封先帝, 你还挺机灵的, 哈哈哈哈。 第1451章, 大家都来吸神力, 那罪封先帝的一句话, 倒是点醒了黄小龙。 呃, 眼前这座神山, 虽然神力磅礴, 可浑然一体, 黄小龙也是无法去吸收的。 哪怕, 黄小龙想了很多办法, 譬如, 用阵法去切割, 用符传去化整为灵, 但是, 收效甚微。 不过如今, 却是有了这口神器宝刀。 好, 你们躲开点, 我来劈衫。 黄小龙咧嘴一笑, 跃跃愈痴。 众人都是嘻嘻哈哈地散开。 黄小龙持刀, 小心翼翼地砍出一刀。 他不敢抬梦浪了, 毕竟是神器, 哪怕是余波, 也能将任何宇宙的生灵搅碎。 哄! 神力炸出, 劈砍在了庞大的神山之中, 那固若金汤的神山, 顷刻之间, 便是被斩出一块裂痕, 旋即, 咔嚓爆响, 一块树密剑方的山体, 金黄色的山体, 便是被硬生生地斩落了下来, 滚滚而落。 黄小龙面色一喜, 伸手抓射, 将那块山体, 抓在手中, 神念一动, 用那妖魔寄生诀, 进行吞噬, 吸收。 这一次, 黄小龙般能够极为容易地, 从山体之中, 汲取到神力了。 神力宛如涓涓细流, 一丝一缕, 渗入到了黄小龙的体内。 练化。 直接的练化, 成为黄小龙所掌握的力量, 完美驾驭。 感受到, 自己体内的神力, 正在欢呼雀跃, 在流淌, 温润滋养着黄小龙的身体, 黄小龙整个人, 也是涌起了一种快美难言滋味。 嗯, 我的身体, 竟然, 正在, 慢慢地改造。 黄小龙骇然。 没有想到, 吸收了一些神力之后, 他的身体, 缓缓地再改造了起来。 这是如何的一番改造? 原本, 黄小龙在拥有了纯血鲲鹏体魄之后, 他的身体, 就已经是所在宇宙至尊了。 比龙体、仙体、妖体, 都不知道强横了多少倍。 放在其他宇宙, 这等的身体, 俨然也是顶尖了。 但是这一次的改造, 居然, 是将黄小龙的身体, 推升到一种更高层次, 更高级别的行列。 这是, 神族的, 神体。 黄小龙骇然。 难道说, 吸收了足够多的神力, 我的身体, 也会被改造成, 当初我所见过的, 那一尊恐怖神族的身体, 那岂非说, 我, 我, 沃特马, 也会变成, 变成神族。 黄小龙还是心惊的, 不过很快, 就将所有的杂念, 耗住脑后。 也对, 现在想太多也没有用, 重中之重, 就是提升实力, 然后找到方法, 离开此处。 当然, 离开之前, 要大肆抢夺, 搜刮一番, 将那些宇宙强者, 手中的神器, 统统抢过来。 有了这批神器, 在未来, 与神族的战斗之中, 才有还手之力。 他专心致志地开始砍起山来。 一刀一刀, 越来越熟练。 对于这件神器的掌控, 也是愈发地从容, 随心所欲, 收发自如。 神器威力大, 仅仅也就是几个小时, 便是将这座拔地以天的神山, 给彻底地肢解了。 一坨坨山体, 零散地堆砌成一座座小山。 呼, 终于搞定。 黄小龙松了口气。 旋即, 将所有的山体碎块, 都暂且地存放入地府之中。 如此, 这一片区域, 便是空旷了起来。 没有了神山的遮蔽, 远处便是时不时有凶猛的杀伐之意, 血腥之气, 以及惨叫之声, 随风传来。 令人, 非常的惊悚。 我们先找个地方隐匿起来, 现在, 我需要时间。 黄小龙也不想去争夺什么神器了, 总而言之, 先将砍下来的这些山体, 其中蕴含的神力, 统统都汲取了再说。 当下, 黄小龙将同伴们, 再度地纳入地府之中, 然后, 他神念放出, 覆盖一片区域, 悄无声息地飞行而起, 寻找适合修炼之地。 飞行之中, 黄小龙会刻意地避开, 战火封烟之地。 他的速度非常快, 哪怕有其他宇宙的致强者, 发现了他, 冲略过来, 他也能够提前一步地绕开。 低调, 非常的低调。 偶尔, 有一些致强者, 与黄小龙正面对峙, 黄小龙只要一亮出神器宝刀, 最终, 对方也会心照不宣地离去。 如今, 在这万界战场之中, 神器, 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拿到神器的存在, 轻易没有人敢来招惹。 倘若, 双方都有神器, 大家也会尽量不拒一战。 不过, 等到万界战场中, 所有的神器, 分配完毕, 没有神器的生灵, 就会被陆陆续续地清理。 最后, 剩下的, 大家都有神器, 终究还是会火拼。 那便是最后的决战了, 一决刺雄, 决定最后的赢家。 只是目前, 还未到最后清场的时刻。 黄小龙找到了一处绝好之地, 那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区域, 对, 四面都是神山, 中间, 有着一块绿草如荫的平地。 敬礼, 清雅, 或许, 是太过优僻了。 方圆万里之地, 没有神器存在的痕迹, 因此, 并没有招惹来, 其他宇宙的生灵。 此地, 恰好给了黄小龙, 一个闭关苦修的完美环境。 哼, 希望, 不要有谁来打扰我。 黄小龙笑了笑。 随后, 黄小龙便是降落在, 那空地之中, 将同伴们放了出来。 此处很安全。 万剑先帝喜悼。 现在, 我要开始修炼。 黄小龙微微一笑, 旋即, 脑中又是灵光一闪。 对了, 你们听着。 嗯? 大家伙, 都是宁谋看向黄小龙, 竖起耳朵聆听。 现在, 我用通灵之术, 直接将一些吞噬吸收神力的方法, 种植在你们大脑中, 你们也可以尝试着, 缓缓吞噬神力。 当然, 不一定会成功, 相反会有风险。 比如, 承受不住神力, 暴体而死, 但是, 事实也是无妨。 倘若, 倘若, 我们大家都能够炼化神力, 那么, 无异于, 可以提升, 我们这个宇宙的整体实力。 黄小龙一本正经地说道, 不再遭受其他宇宙强者的欺凌。 听到这里, 大家伙都是喜不自胜。 来到万界战场之后, 这些本宇宙的顶级强者, 才清醒地意识到, 自己是多么的弱小。 在与其他宇宙的强者, 抗衡之中, 完全地处于了一种下风。 这很憋屈。 毕生的骄傲, 都被踩在了脚底。 因此, 提升实力,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 各自都迎来了天花板, 瓶颈。 要提升实力, 必须另谋他法。 那么, 能够吞噬神力, 自然便是最佳的途径。 也是最为了不得的途径。 当下, 黄小龙酝酿了一番, 便将妖魔寄生诀中, 一些吞噬部分的奥妙, 纷纷地种植在了众人的脑子里。 可以说, 这是弱化版的吞噬。 毕竟, 妖魔寄生诀, 其恐怖的吞噬之力, 是以昆蓬本体为基础的。 因此, 黄小龙才能够将这等吞噬之力, 发挥到极致。 而同伴们, 有的是仙人, 有的是龙族, 有的是妖族, 他们肯定不能够掌握妖魔寄生诀的精髓。 黄小龙依靠自己的智慧, 弄出一个弱化版, 乞丐版的吞噬能力, 传授给他们, 也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当下, 黄小龙又是挥舞神器宝刀, 在周围连绵的神山之上, 砍下来更小了的一些碎屑。 大约便是拳头大小的碎片吧。 现在, 你们按照我所传授, 小心地吞噬一下, 看看能否吸到神力, 千万不能够贪功冒进。 不过, 也不要太过紧张害怕, 有我在这里护法, 一旦发现你们的身体, 无法容纳神力, 我会在第一时间, 替你们吸走那些神力, 避免你们暴体而死。 黄小龙叮嘱道, 好, 小龙兄弟, 我先来试试, 有劳你给我护法。 紫燕先帝最为急切, 直接粘起一块最小的碎片。 我来吞噬, 吸收, 看看, 我能否如小龙兄弟你一般, 掌握神力, 这等至高无上的伟力。 第1452章 凝炼神体 紫燕先帝, 催动黄小龙种植在他脑中的秘法, 也就是乞丐版的妖魔寄生觉吞噬功能, 开始如履薄冰地吸收着一小块山体碎片中, 蕴含的神力。 黄小龙在一旁, 也是严阵以待。 只要紫燕先帝, 稍微出现一点意外, 他就会出手相助。 只见, 那一小块山体中, 果然是被剥离出来一丝丝金黄色的, 极为纯净的能量, 旋即便是渗透到了紫燕先帝的体内。 炼化, 关键的一步, 神力入体, 炼化。 黄小龙目不转睛地看着紫燕先帝, 只见, 他的神色并不显得任何的痛苦之状, 反而有一种愉悦, 惬意, 十分痴迷的样子。 就好像是, 是一个隐君子, 正在过瘾。 而黄小龙的神念, 也是观察到了, 紫燕先帝, 正在缓缓地吸出神力, 然后, 炼化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嗯, 他拥有神力了。 他成功了。 成功了。 黄小龙点了点头。 紫燕先帝, 现在, 你试试自己的神力。 是的。 紫燕先帝收敛情绪, 然后, 伸出手指, 微微地一点。 扑吃。 一道金黄色的纸芒, 十分地细小, 但色泽如烈日阳光, 洞传力可怕, 在空间壁垒之上, 留下一丝浅痕。 这力量太强了, 这就是神力, 不可思议, 品质, 完全的灵甲先力太多太多了。 万剑先帝, 一脸骇然。 其他同伴, 也是心摇神痴, 不由的, 一个个, 都想如那紫燕先帝一般, 得到神力。 好了, 太好了。 黄小龙, 不仅仅是欣慰, 他还兴奋不已。 事实证明, 黄小龙的构想, 是正确的, 是可行的。 他, 绝对是个天才。 他那个宇宙的生灵, 可以得到神力。 神力, 无上之力, 被窃取。 或许, 这是所有宇宙中, 唯一的特例。 得天独厚。 很好,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宇宙, 可以诞生一些, 所谓的神族, 哈哈哈哈。 黄小龙笑道, 好了, 都不要急, 一个个的, 都有份。 这里的神力能量, 观宝。 如今, 黄小龙所选择的这块区域, 四面环山, 而这些山, 尽数都是由神力构成的神山。 现在, 神力可以吸收, 不亚于, 黄小龙等人, 都是处于一个巨大的藏宝库中, 几乎是可以说, 取之不竭用之不安。 自艺地, 享受着, 比世间任何宝物, 都更加珍贵的神力。 外面, 战场之中, 无数的宇宙强者, 正在以命向活, 而黄小龙率领他这个宇宙的生灵, 正在窃取神力。 爽! 神族设下这样一个陷阱, 要将无数宇宙的强者聚集起来, 自相残杀, 最终尽数湮灭。 没想到, 他们千算万算, 是算错了一个环节。 给黄小龙, 做了一件太过华丽的嫁衣了。 当下, 黄小龙又拔出神器宝刀, 在四面神山之上, 砍下大量的细小碎屑, 让同伴们, 尽情地享受, 吸收。 黄小龙也没有闲着, 他也是将之前存放在地府中的神器碎片, 尽数取出, 开始饕餐一般的吸收链花。 黄小龙吸收链花神力的速度, 就要比同伴们, 快了不少, 大概, 每一个呼吸, 都要比同伴们, 多吸收数十倍, 乃至百倍。 在一边吸收神力的同时, 黄小龙也是念头纷飞, 在这一片区域, 布置下来了密密麻麻的阵法。 有迷阵, 防御阵法, 攻击阵法, 幻阵法, 幻阵, 确保, 倘若有敌人来到, 不至于很快就发现黄小龙等。 哪怕是发现了, 也需要一些时间来破掉迷阵幻阵, 各种阵法。 黄小龙是在争取一切的时间, 他现在, 已经找到变强的企机, 也能够带领同伴们, 一起变强, 但他需要时间。 如果被打扰, 黄小龙将不惜一切代价, 将对方杀死。 随着体内的神力, 越来越多, 黄小龙的炼化速度, 也是越来越快。 半个月? 不知不觉之间, 半个月的时间, 过去了。 在这半个月之中, 黄小龙与同伴们, 是在滋滋不倦, 不眠不休的炼化。 当然, 以他们的修为来讲, 哪怕是一万年不睡觉, 不休息, 不进食, 那也是等前。 终于, 黄小龙是将之前砍伐下来的一座神山, 其中蕴含的全部神力, 尽数地吸收干净, 捐滴不剩。 一座神山, 相当于一尊神族的力量。 这时的黄小龙, 变化了。 彻彻底底地变化了。 吸干这些神力之后, 黄小龙的身体, 也得到了一次全新的凝炼。 向涅槃重生。 完完全全地脱胎换骨。 好, 好, 哈哈哈哈。 黄小龙站起身来, 发出狂笑, 他的眼神, 完全地变成了一种金黄色, 那是一种凌驾任何宇宙, 任何苍生, 高高在上, 如帝如王的眼神。 纯粹, 伟大, 超脱一切。 一个眼神, 似乎就能够毁灭一颗星球。 而他的身体, 在毛孔的深处, 也绽放出来了金黄的眼神。 雷霆, 围绕着他的身躯旋转, 瞳孔中, 显现出来了日月星辰, 宇宙银河的图案。 每一个毛孔之中, 都是云蒸霞味, 有神光在喷勃, 有神气在盎然蒸腾。 各种的异象, 出现在了黄小龙的头顶上方。 在这一刻, 黄小龙感觉到了一种不朽, 不灭, 永恒的味道。 不灭? 事实上, 在黄小龙融合了 纯血昆蓬之体后, 他就已经不灭了。 但是, 那种不灭, 指的是与天同兽, 与宇宙同兽。 也就是说, 黄小龙所在的宇宙不灭, 他就不会灭亡。 可, 宇宙毁灭呢? 答案是毫无疑问的, 黄小龙也会随之湮灭。 而如今的不灭呢? 那就是, 宇宙灭, 而我不灭。 哪怕黄小龙所在的宇宙彻底的毁灭, 他也是存在的。 换句话说, 他是凌驾于他所在的宇宙了。 进化了。 黄小龙完全进化成了一种全新的生命体, 生命层次得到了跃迁。 同伴们在看着黄小龙的时候, 竟然感觉到了一种恐怖的压迫之力。 这种压迫力, 对于龙王三太子, 龙王九公主, 以及万剑先帝, 妖王魁等, 太太太熟悉了。 那就是, 神族的压迫力。 当初, 在视天世界的最后一个世界, 所见识过的一种让他们彻底绝望的压迫力。 妹夫, 三太子发出来了颤抖的声音, 完全地骇然, 难以置信, 不可思议。 是的, 黄小龙的情绪, 也根本地难以再保持平静了。 你们的感觉, 没有错, 从现在开始, 我, 黄小龙, 就凝念出来了, 神体, 我的体内, 充斥满了神力。 如果, 我乔装打扮一番, 那么, 我就是一尊, 标准的, 名副其实的, 神族。 黄小龙眼眸之中, 金光暴闪。 现在的我, 如果, 遇到当初那位神族, 我可以, 比较轻易地杀死他。 因为, 我有神体, 我有神力, 我有神气, 我还有鲲鹏之体, 地府之力, 无敌, 我真正地感觉到了一种无敌的味道, 一根指头, 破灭万古。 主人威武, 主人无敌, 主人无敌啊! 醉风仙帝等, 带着数百精锐玄仙, 跪了下, 不停地磕头。 好了, 这次的奇遇, 绝对非同小可, 我现在, 也更加有信心, 带领大家, 从这个万界战场之中, 突破出去了。 黄小龙收敛了情绪, 笑道, 不过, 我还能够继继续吸收神力, 哈哈哈哈, 你们, 也有了不俗的根基, 加把劲吧, 希望, 在场的每一位, 都能够, 凝炼出来神体。 同伴们, 振奋了精神, 又开始吸收炼化神力了。 时间如水, 匆匆而过, 又是半个月, 过去了。 第1453章 全部成神, 杀出去。 这些日子, 黄小龙与自己同宇宙的同伴们, 在这僻静之处, 安安心心地吸收着神力, 颇有一种乱中取经, 岁月静好的味道。 而黄小龙, 他俨然已经是, 非常轻松, 非常容易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凝炼出神体了。 而且, 随着时间的流逝, 吸收神力的速度越来越快。 又过了半个月, 黄小龙居然可以做到, 第二次的凝炼神体。 是的, 第二次凝炼。 二次凝炼。 打个比方, 就好像是淬炼刚才一样, 第一遍, 去掉了不少的杂质, 去无存经, 凝炼出雏形, 而第二遍的凝炼, 将更深层次的杂质, 也一并地剔除了, 使之这个雏形, 更加地完美。 我知道了, 神体, 居然还可以进化。 在黄小龙的脑子里, 便是迅速地闪过了一抹灵光。 如今, 他的神力, 比当初所战的那名神族, 至少强大一倍。 他的神体, 亦要比当初所战的那名神族, 强大一倍。 再遭遇那神族, 黄小龙可在极短的时间内, 将其密杀。 而且, 不再是如以往那般, 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的两败俱伤。 而是, 轻易诛杀。 哈哈哈哈, 好, 很好, 这次的万界战场之旅, 收获太大太大了。 黄小龙谋若清晨。 别的不说, 倘若, 我们那个宇宙, 便只有那么一尊神族, 那么, 我可以直接弄死他。 然后呢, 我们那个宇宙, 不说一劳永逸, 总而言之, 会长时间地处于一种安全, 稳定的状态中。 这一波的冒险, 着实是太值得了, 一点也不会亏。 因为, 黄小龙的战斗力, 体魄, 生命层次, 提升了太多太多了, 比一般的神族, 还要强大了。 不过, 略微担忧的便是, 神体, 居然是可以进化的。 这就意味着, 大千世界, 无穷神族, 也是有着等级高低区别的。 譬如, 之前与黄小龙交过手的那尊神族, 大约应该就是最低层次的神族了。 也就是说, 有更加强大, 等级更高, 拥有更多神通的神族。 这就难办了吗? 黄小龙摇了摇头, 不过, 很快便是将负面情绪抛开。 总而言之, 我也不管那么多了, 至少, 我们那个宇宙, 还没出现特别厉害的神族呢。 只有那么一个。 不过, 在接下来, 二次凝炼神体之后, 黄小龙再度去吸收那些神山中蕴含的神力, 便是, 没有效果了。 对, 能吸神力, 但已经不能够再淬炼神体, 也不能够转化为切实的力量。 二次凝炼, 就是一个极限, 目前, 我的一个瓶颈。 黄小龙沉思, 不是说不能继续淬炼神体了, 而是, 这个万界战场中, 神族能量, 已经匹配不上如今的我了。 嗯, 品级太低了。 要继续地淬炼, 需要更加高级的神族能量, 明白了, 极限就在这里了。 当下, 黄小龙也没有急着离开, 因为, 同伴们, 也是在昼夜不停地吸收炼化神力, 他们的目标, 非常简单, 就是完成第一次的淬炼神体, 最终成神, 哪怕是最低级的神族, 这也是足够了。 大家不要慌, 慢慢地炼化, 现在, 有我在这里护发, 无人可以打扰, 哈哈哈哈。 黄小龙意气风发得很, 其他宇宙那些蠢货, 哪怕持有神器, 只要赶来, 我也让他们站着过来, 躺在这里, 哈哈哈哈。 现在, 同伴们, 都是精神大振。 虽然说, 大家还不太清楚, 目前黄小龙成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但亦能感觉到, 他越来越浩渺, 越来越宏大, 越来越无敌了。 有时候, 黄小龙站在你面前, 你若闭上眼睛, 便会产生一种错觉, 自己翱翔在浩瀚的宇宙星空之中, 波澜壮阔, 无比深邃, 无比深邃, 深不可测。 对, 黄小龙一人的气息, 就已经相当于一个宇宙, 不, 准确地说, 是凌驾于宇宙。 这, 就是神。 黄小龙也没有闲着。 虽然不能够再度地得到神力, 淬炼神体了, 但, 黄小龙还是在苦心孤意地钻研, 看看, 如何完美地屏蔽住, 体内神力地波动。 他不想将这些, 主动地暴露出去。 这是底牌, 最大的底牌, 也是最大的秘密, 必须要藏起来。 如今的黄小龙, 事实上, 外貌, 与之前, 并无两样, 不像他所战过的那尊神族一样, 金色的眼睛, 金色的头发。 当然, 黄小龙催动神力, 也还是可以变得, 与那神族的外形气质特点, 全无分别的。 经过了连续的实验之后, 终于, 黄小龙发明了一种福传, 一种临时创造, 书写出来的福传。 这种福传, 露刻在玉石上, 打入自己身体内部之后, 可以将那一部分神族的特点, 完美地藏匿起来。 不要说普通的宇宙生灵了, 哪怕是真正的神族, 只要不是等级比较高的, 一时间, 都难以察觉。 而这种福传, 只要不破碎, 便能够一直地使用下去, 不存在消耗的问题。 除非被打伤, 让它体内福传碎裂。 当下, 黄小龙便是制作出来了一枚福传, 融入身体。 请客之间, 它的气质大变。 凝炼神体之后, 那等凌驾宇宙的王霸之气, 那种超脱的味道, 完全地屏蔽起来了。 是的, 它就和以前, 一模一样。 接下来, 黄小龙批量地制作这等福传, 在场的同伴, 每人都有份。 弄完这些, 黄小龙就在周边游异, 将蕴含神力的物质, 统统都取走, 纳入地府。 呵呵, 虽然黄小龙自己不能够吸出这种过低的神族能量了, 但这等能量, 亦是凌驾各个宇宙的高级能量, 超级能量, 拿回去, 可以在自己的宇宙之中, 培养出来, 越来越多的神族。 黄小龙回了地府一趟, 将自己的老婆们, 都统统烧集了起来。 另外, 还有诸多的奴隶, 心腹, 比如徐福, 比如建卒太子, 比如玄仙江源, 比如林子聪, 亲朋好友, 齐聚一堂。 黄小龙振奋地宣布道, 历史性一刻, 到来了, 大涅槃到来了, 现在, 大家伙, 都有机会, 成神。 随后, 便是将乞丐版的妖魔寄生诀, 其吞噬的秘法, 统统种植在亲朋好友的脑子里, 让大家都吸收神力, 淬炼出神体。 地府轰动了, 黄小龙的妻子们, 心腹们, 奴隶们, 都发出了欢叫的声音, 这是一次, 生命层次的跃迁, 神体一成, 宇宙无敌, 再说地府之外, 终于, 哄, 首先, 是龙王三太子, 全身爆发出来纯金色的光芒, 宛如一轮大日, 在他的头顶上方, 也是冲出神光, 成啊, 三太子, 完成了神体的第一次淬炼, 他成神了, 三太子激动万分, 恍如隔世, 又仿佛是回炉再造了。 妹佛, 我成了, 太强大了, 我现在, 几乎一滴血液, 就能毁灭一颗星球。 三太子震撼不已, 一个呼吸, 可以刮起宇宙风暴。 当然, 大舅子, 你已经是神族。 嗯, 这块玉佩, 上面刻印了屏蔽阵法, 我打入你体内, 让你低调。 黄小龙将事先制作好的玉佩福传, 打入三太子体内, 让他不暴露出什么。 我也成功了。 万剑先帝, 站了起来, 神光溢溢。 我也成了, 咯咯咯, 小龙, 我成功了。 七公主与九公主, 同时成神。 同伴们, 开始接二连三地成神。 功夫不负有心人了。 只不过, 在经过了第一次神体的凝炼之后, 他们就遭遇到了目前无解的瓶颈。 他们的资质, 潜力, 似乎比黄小龙差了不少。 同样的神族能量, 他们耗费的时间, 比黄小龙多了不知道多少倍, 但他们的极限, 就是以此凝炼神体。 但, 也是足够了。 终于, 所有的同伴, 包括醉风仙帝等仙界的分身, 也都是尽数的, 凝炼成功。 黄小龙分发出玉佩福传, 将大家伙都完美地伪装了起来。 妹夫, 现在, 我们该做什么? 三太子活动了一下筋骨。 是否, 应该出去热热身, 教训教训, 其他宇宙那些所谓的至强者? 同伴们, 跃跃欲试。 走吧, 出去玩玩。 嗯, 抢夺神器, 还有就是搜集各种蕴含着神族能量的山石江河, 这些能量, 我们用不上了, 但是呢, 我们那个宇宙, 有太多太多, 需要进化的生灵了。 这个万界战场之中, 所有神族能量, 全部, 统统带走, 不留下一丁点, 我们给他来个, 鸡犬不留。 黄小龙笑道, 同时, 再寻找一下, 看看有没有离开这万界战场的方法与途径。 走, 杀出去, 让其他宇宙的那些家伙知道, 我们这个宇宙的生灵, 是他们招惹不起啊。 傻傻傻, 杀出去。 第1454章, 我也给你们两个选择。 现在, 大家都成神, 都大功告成之后, 自然是憋坏了, 想要出去发泄一番。 刚刚进入万界战场, 被那些其他宇宙制强者羞辱的一幕, 简直就是历历在目。 好, 我们也应该离开此处。 黄小龙微微点头, 走。 当下, 黄小龙率领的同伴们, 飞了起来, 凌空虚度, 在万界战场中, 游荡扫荡着。 但凡遇到那些由神族能量, 堆砌而成的山体石块, 便是会直接搜刮, 放入地府中。 呵呵呵,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 最好最好的东西。 于是乎, 黄小龙等所过之处, 简直就如同蝗虫过境, 寸草不留。 差点就尼玛绝地三尺了。 妹夫, 这万界战场中, 战斗似乎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尾声了。 龙王三太子四处观察一番, 旋即沉声道。 死亡的气息很浓郁, 但, 万界战场中存活下来的生灵, 应该是不多了。 看来, 弱小的都已经被杀死了, 惨烈, 着实是惨烈啊。 各个宇宙中顶级的强者, 聚集于此, 竟然, 陨落, 再也无法回家了呀。 大家都是有些唏嘘, 这一切都是神族的阴谋诡计。 神族, 应该是所有宇宙, 任何生灵, 共同的敌人啊。 只是可恨, 依旧有一些愚昧无知的蠢货, 还将神族, 视为供奉的神知。 不知道大妖王他们, 是否还活着。 妖王魁, 也是摇了摇头。 他知道, 大妖王等, 错过了毕生最大的一场造化。 当然, 或许还有挽救的机会, 那就是, 跪舔黄小龙, 奉黄小龙为主, 那是他们唯一的机会了。 就在这时, 前方, 乌云盖顶, 乌云之上, 又有神光在闪烁, 当然, 那并非是神族散发出来的光芒, 而是, 神气的光芒。 哦, 来了, 似乎, 有熟悉的感觉啊。 黄小龙的瞳孔, 微微一缩, 浮现出些许细血之色。 乌云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黄小龙这边, 飘飞了过来。 成千上万, 凶恶残忍的一年, 如同天罗地网一般, 将黄小龙等牢牢地锁定主。 主人, 是敌人, 来者不善。 醉风先帝阴策策地笑了笑。 主人, 您可以不必出手, 交给奴才吧。 等等, 先瞧瞧再说。 黄小龙嘻嘻一笑。 终于, 那大片的乌云, 是飘至黄小龙眼前。 只见, 乌云之上, 站立着一对中年夫妻, 这中年夫妻的手中, 都持着品质极高的神器。 也都穿着神光璀璨的铠甲, 披风。 在他们身上, 流传着一串一串的神族文字。 太威风了。 太霸气了。 在中年夫妻的身后, 有着成千上万, 气息强横的存在, 有一些特别强大的, 手中, 也有神器。 这, 就好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被不少的神器, 武装起来的军队。 而他们的身上, 渗出来的煞气, 十分的浓烈, 有一些, 衣甲之上, 还沾着烟红之血。 由此可见, 这一支军队, 经历了不知道多少的杀戮, 血腥, 掠夺。 恰好, 这一支军队, 便是黄小龙的仇人。 那逐日所在宇宙的全部强者, 那对中年夫妻, 便是逐日的父母。 不过, 令黄小龙等, 没有想到的是, 在逐日的身旁, 居然, 还站着, 打妖王。 以及他挥下的几尊妖王。 此时, 打妖王手中, 也是持着一件长枪形状的神器, 脸上, 颇有自得之意。 打妖王, 竟然, 竟然是与其他宇宙的强者, 组成了联盟, 真是可恨。 妖王魁和妖王后, 也是感觉到了不迟。 说是迟哪是快? 哄。 神光一闪, 一声巨响, 在黄小龙等头顶上方, 直接爆炸开来。 就如同宇宙中最为绚烂的烟火。 下一刻, 无数的神光丝线就像是珠网一般覆盖了下来。 层层叠叠叠叠, 将黄小龙等尽数的都是围困, 禁不住了。 好吗? 就如同一座牢笼, 将黄小龙等关押起来。 而这牢笼之中, 有着无数的神族蚊子在飞旋, 就像鱼龙蔓延一般, 微微奇观。 小龙, 这神器倒是奇怪, 居然是一座监狱, 将我们都囚禁了起来。 九公主在黄小龙耳边, 唧里咕噜地道。 自然, 这等神器, 其实是困不住黄小龙等的, 只要他们都爆发出神力, 三无两下, 便能将这牢狱给撕裂。 不过, 黄小龙不急, 他寒而不露, 隐而不发, 笑嘻嘻地看着敌人, 就好像是一头恶龙, 潜伏在深渊之中, 做假魅状, 暂且, 并没有露出爪牙。 哈哈哈哈。 赫然, 那逐日之父, 爆发出来了 猙獰恐怖至极的狂笑之声。 天网灰灰疏而不露啊, 哈哈哈哈, 你们, 谋上我儿, 以为, 还能蒙混过关吗? 这次, 看你们, 还如何逃亡? 大妖王等, 亦是一脸幸灾乐祸之状。 竹天老兄, 你的爱子, 便是被那黄小龙所杀。 大妖王宁恶不已。 现在, 你用神器, 将其困住, 可以尽情地凌辱, 虐杀, 为爱子报仇的。 黄小龙眼中, 闪过一抹杀意, 旋即, 冷淡地问道。 哟, 大妖王, 你可真是奇怪了。 现在, 居然联合其他宇宙的生灾, 黄小龙一脸懵逼。 这可是不讲道理了。 大妖王, 大妖王, 你可真是过, 不得不说, 本王万万不是你的对手。 不要说本王了, 在我们那个宇宙, 妖仙龙三界, 所有的强者加起来, 都不够你杀的。 而且, 你还是大龙王的女婿。 如今, 罪封先帝等, 亦是沉浮于你。 你已经制霸我们那个宇宙了, 因此, 我们妖族, 迟早是要被你吞并的。 你狼子野心, 之前, 居然威胁, 要本王, 做你的奴隶。 看来, 你早就心存不轨了吧。 因此, 本王选择, 与竹天老哥合作, 将你杀死。 合作, 黄小龙的目光, 渐渐地冷冽得起来。 似乎, 你还不配, 和你身旁的这些家伙合作。 本王, 自然是有筹码的。 作为回报, 本王会带路, 将竹天老哥, 带到我们的宇宙, 然后, 将我们那个宇宙, 一半的领土, 汇赠给竹天老兄。 大妖王滔滔不绝地道, 原来, 这家伙是要将自己宇宙的一半, 瓜分给其他宇宙的强者。 这, 简直就是引狼入室, 包藏祸心, 叛徒, 彻彻底底的叛徒。 当下, 黄小龙身旁, 立刻响起各种口诛笔伐的声音。 大妖王冷笑不已。 与其, 全部都被黄小龙夺取, 还不如, 与竹天老兄平分天下。 节节节, 黄小龙, 黄小龙, 今日, 你必死无疑, 没有什么悬念。 从此之后, 本王与竹天老兄成为盟友, 自然也不会惧怕, 其他宇宙的那些蠢货。 哈哈哈哈, 自然如此。 那逐日之父, 逐天, 啼笑肉不笑地道, 黄小龙对吧? 嗯, 你杀我儿, 此仇不共戴天? 你也不要试图反抗挣扎了。 这一次, 我们这个宇宙的强者, 在万界战场, 屡获机缘, 得到了大量的神器。 如今, 我们俨然已经成为, 这万界战场内, 最庞大的一股势力。 我们, 拥有数量最多的神器, 也拥有, 数量最多的人马。 逐天, 十分地得瑟。 万界战场的战斗, 也差不多, 该结束了。 我们将会进行最后的清理, 将所有的异族, 全部杀死, 然后, 寻求离开万界战场的方法。 听完逐天的话, 黄小龙微微点头。 看来, 逐天那宇宙的生灵, 已经成为, 万界战场中, 最大的赢家。 可惜了, 他们遭遇了黄小龙, 以及, 黄小龙的伙伴。 他们根本不可能想到, 他们要面对的, 是一群神族。 黄小龙, 还有, 你这些该死的同伴, 现在, 跪下。 逐天, 用一种发号施令的方法, 立后道。 我, 给予你们, 两个选择。 第一, 跪下来, 忏悔, 然后, 自杀。 第二, 本人亲自出手, 将你们全身的骨骼, 经脉, 全部捏碎, 一点一点地捏碎, 记住, 两个选择。 扑。 黄小龙真是忍俊不禁了, 身旁的同伴们, 也都是啼笑皆非。 他们, 就好像看到, 一群小蚂蚁, 在一头蛮荒巨兽面前, 不停地蹦地, 叫嚣。 如果我都不选择呢? 黄小龙真是差点忍不住爆笑出来。 你没得选。 竹天的嘴角, 琴起一抹残酷的冷笑, 并且, 十分的戏谑。 我们阵容鼎盛, 神气加持, 你们呢? 一群可怜的垃圾, 说不定, 连神气都没有。 说实话, 本人是心情不错, 才给你们选择的机会, 否则, 哼。 哈哈哈哈。 终于, 黄小龙再也忍耐不住, 发出了狂笑的声音, 笑得几乎眼泪都快飙出来了。 好了, 好了, 我也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 站着死。 第二, 跪着死。 哈哈哈哈, 你们选择吧。 顿了一下, 黄小龙看向的大妖王, 脸上, 竟是惋惜遗憾之色。 你们真的不后悔, 投靠其他宇宙的畜生, 我也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 跪下来, 忏悔, 认错。 第二, 死。 第1455章, 催枯拉朽, 砍瓜切菜。 黄小龙的话, 直接将那竹天语大妖王, 激得怒急而笑。 紧接着, 他们的手下, 也尽数都是私生狂笑了起来, 笑得前仰后合, 几乎是将眼泪水都笑出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是, 真是, 脑残, 白痴。 大妖王擦了把眼泪。 黄小龙,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就你们这些弱小的家伙, 根本不用竹天老兄动手, 就是他的手下, 使用神器攻击, 就能将你们尽数虐杀, 你们, 根本就没有还手的余地。 哈哈哈哈, 容我再笑一会儿, 黄小龙, 你这是在威胁我们了, 还给我们两个选择。 哈哈哈哈, 疯了, 你真是疯了, 哈哈哈哈。 竹天笑得直抽搐, 那竹天之妻, 也就是竹日的母亲, 凝望着黄小龙的眼神之中, 满满的, 都是怨毒与仇恨, 咬牙倒。 老爷, 何必多说, 动手吧, 我要这小子死, 为我们的儿子报仇, 死。 说话间, 竹天之妻, 一步跨出。 他除了穿着神器铠甲之外, 手中还握着一张神器弓, 一把神器羽箭, 一张弓, 一支箭。 这是成套的神器, 威力之大, 简直就是堪称恐怖。 一箭射出, 能够将星辰都射落。 利用这一套神器, 在这万界战场中, 竹天之妻, 简直可以说是万战不败, 哪怕是遭遇到, 同样拥有神器的对手, 也能够一箭射爆。 说时迟那时快, 报仇心切的妇人, 将弓拉满, 神光如树。 哄, 一箭射出。 黄金色的神器羽箭, 运接着风云雷电, 滂沱神力, 以超过光的速度, 朝黄小龙射来, 直取黄小龙的心脏。 神剑, 这神剑所过之处, 寸寸空间都在剥落, 并且伴随着神的叹息。 叹息之剑, 呵呵呵, 死了。 这样杀死他, 也算是便宜这小子了。 大妖王, 十分地笃定。 黄小龙再强大, 这一剑, 也是万万躲不过去的呀。 从此之后, 我们的宇宙, 就以本王为尊了, 再也没有谁, 可以对本王, 构成什么威胁了。 哪怕是大龙王, 本王也能用神器, 直接秒杀他。 呵呵呵, 终于, 称霸宇宙了。 那竹天, 也是含笑点头。 不过, 在黄小龙等的视线中, 快如光束的一支剑, 速度却是缓慢了下来。 嗯, 原因无他, 如今, 黄小龙等, 都已经凝练出来了神体了。 他们的肉身强度, 神念运转速度, 目光之力, 神经的反应, 俨然已经真达到了一种崭新的层次。 说穿了, 其实他们就是神族。 因此, 神器攻来, 他们是可以较为从容地做出反应。 嘿, 这套神器, 弓与剑, 还是不错的。 呵呵呵呵, 黄小龙笑了笑, 旋即, 一伸手。 噗, 握住了。 将疾风掠草般攻来的羽剑, 直接捏住了。 蒙逼。 竹天那边, 所有人, 尽数都是蒙逼了。 这, 怎么可能? 单手将蓄满神力的羽剑给握住了。 事实上, 黄小龙的神体, 是经过了二次凝练的, 所以呢, 可以随心所欲地拿捏住公来的神器。 比如三太子与万剑先帝这种只凝练过一次神体的, 他们要应接羽剑, 那就是不可能, 接住了, 都难免会受伤, 他们只能躲避开去。 黄小龙握住羽剑, 那羽剑, 还在不停地挣扎, 但是, 就好像是相看在了黄小龙手中, 根本难以挣脱了。 不可能的, 我的神器, 品质极高, 怎么可能失手呢?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那妇人, 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尖叫声。 这, 这, 朱天的瞳孔, 居然收缩, 他终于预感到, 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一种凶恶不祥的预感, 直接掘住了朱天。 哈哈哈哈, 黄小龙仰天大笑, 来而不枉非离也, 嗯, 还给你。 下一秒, 黄小龙反手将那羽剑, 投掷了出去, 恰好, 是摄像的妇人。 我。 黄小龙是凝聚全身神力, 这么一致, 与剑的速度, 竟然是比刚才, 还要快了几分, 鬼魅一般。 啊。 那妇人, 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身体, 便是被神剑洞穿了。 从前胸, 穿透, 从后背, 飞出。 扑。 一大片血花, 夹杂着碎肉, 喷薄而出。 她的身体, 也是被轰飞了, 往后面撞了过去。 而, 神剑的力量, 还没有耗尽, 穿过妇人的身体之后, 继续朝后面射去。 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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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是羊肉串一般, 数十名强大的生灵, 身体都被冻穿了。 哪怕是穿有神器铠甲护体的生灵, 也被射穿了, 无法幸免。 一时间, 血腥味, 与死亡的气息, 弥漫了开来。 这一切, 只不过是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等到竹天反应过来的时候, 她的妻子, 已经殒命。 数十名精锐的手下, 也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什么情况? 这, 这是什么情况? 那, 那黄小龙的随手一抛, 神剑的威力, 竟然, 竟然比, 比用神功射出, 还要, 还要强大, 强大了不知道, 不知道多少倍。 她, 她究竟是, 究竟是什么人? 连神器都杀不死。 大妖王也是肝胆剧烈。 这个时候, 黄小龙一声令响, 大家伙都是飞了起来, 双手运神力, 将那困住他们的法宝, 生生地撕裂, 撕烂了。 几百名神族, 要毁掉一件牢狱类型的法宝, 简直不要太容易。 脱困之后, 黄小龙等, 凌空踏步, 走向了竹天。 一个个, 脸上, 尽数都有戏谑的表情。 我说过了, 给你们两个选择, 偏偏, 你们不珍惜, 现在, 也罢, 就将你们统统杀死吧。 呵呵呵, 一群蝼蚁, 自以为得到了一些垃圾的神器, 就可以蹦跚了。 可悲啊, 真是可悲。 黄小龙发出了叹息。 这个时候, 在竹天看来, 迎面走来的, 就好像是一群蛮荒巨兽, 一群连万界战场, 都无法束缚住的恐怖生灵。 崩了。 竹天的心态, 完全地崩了。 不, 不要过来, 你们,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你们。 竹天惨叫。 下一秒, 嗖嗖, 嗖嗖, 嗖嗖。 黄小龙身后的同伴们, 动了。 一个个, 都发出金色的神族气息, 暂时不再屏蔽什么了, 他们的身体, 急速地破空, 朝敌人, 掠了上去。 空间都被划拉出一道道触目惊心的痕迹。 只见, 金光一闪, 黄小龙的同伴们, 就已经冲到了敌人的阵营之中。 快, 无法捕捉得快。 以至于, 敌人手中哪怕是有神器, 也根本无法锁定, 进行攻击。 噗, 噗, 噗。 一个个敌人, 被撕成西瓦烂, 将头颅, 一个又一个地拧巴下来。 杀戮, 恐怖的杀戮, 并不恐怖, 因为, 这是一面倒的杀戮, 而且, 就像是一群精壮的成年人, 在揉碎一些婴儿的玩具。 那么的轻松, 那么的摧枯拉朽。 有时候, 神光一扫, 一片敌人就已经身手易处, 抑或着原地爆炸了。 仅仅是十个呼吸, 或许, 不到十个呼吸。 黄小龙的同伴们, 便是尽数退了回来, 重新地站在了黄小龙的身后。 就好像, 他们并没有离开过, 也没有去收割过生命。 乌云之上, 只剩下竹天与大妖王, 其他的, 死了, 统统死绝了。 刚才的杀戮, 时间非常短暂, 但很完美地诠释了, 砍瓜切菜的含义。 软了, 哒啦啦。 竹天和大妖王, 瑟瑟发抖, 木然地看了看身边, 都是碎裂的尸骸, 就像是身处于一个充满了血腥味的垃圾苦。 死了, 全部都死了。 这, 这? 嗯, 你们先跪下, 黄小龙笑了, 就好像是一个魔鬼。 第1456章 神族出现 此时此刻, 竹天与大妖王, 简直就是惊心动魄, 心里落差大到了极点。 就好像是从万丈的高空, 一下子跌落到了尘埃。 数万的精锐, 还有神器作为依仗, 居然在十个呼吸不住的身体, 居然在十个呼吸不到就遭到了团灭。 这种事情已经完全超过认知, 也超过想象了。 他们就像是做梦一般, 噩梦, 跪下。 黄小龙的魔鬼似的声音, 再度飘入了他们的耳中, 震慑着他们的灵魂。 噗通, 噗通, 竹天与大妖王, 都朝着黄小龙, 跪了下来, 全身瑟瑟发抖, 如孱弱的鸳唇。 嗯, 早跪, 不就皆大欢喜了, 非要让我动手。 黄小龙摇了摇头, 大妖王, 你后悔了吗? 后悔。 大妖王颤抖了一下。 他抬眼, 看了看黄小龙身后的罪封先帝, 万剑先帝, 妖王魁, 妖王吼。 他们, 他们怎么变得如此强大, 强大到无法理解。 大妖王将心中最大的疑问, 说了出来。 很简单, 跟着我, 便能变强, 便能逆天。 黄小龙理所当然的道。 你, 本也有变强的机会, 可惜了, 你没有把握住。 啊, 巨大的悔恨, 就好像是浪潮一样, 席卷着大妖王的每一根神经, 如果可以重来, 他发誓, 他一定会主动去当黄小龙的奴隶, 他不会再犹豫什么。 大妖王痛恨自己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 变强, 逆天的机会。 我错了。 大妖王嚎啕大哭起来。 黄, 黄小龙, 不, 主人, 主人, 我, 愿意做您的奴隶, 主人。 黄小龙笑了笑。 据说, 妖族有一颗龙珠。 是的, 主人, 是, 妖族有一颗龙珠, 不过, 奴才并没有随身携带, 这颗龙珠, 就, 就放在妖界, 奴才的宫殿中。 这个时候, 那竹天, 也是嚎叫了起来。 我竹天, 愿意成为您的奴隶, 奉您为主, 永不背叛, 您杀死奴才的儿子, 妻子, 族人, 那是他们该死, 他们活该, 奴才不会记仇, 也不敢提报仇。 呵呵呵呵, 有时候呢, 机会只有一次, 稍纵即逝, 错过了, 那就是真正的错过了。 黄小龙摇了摇头, 旋即, 隔空一挥手, 一道纯由神力组成的金色刀刃, 以横扫一切之势, 斩杀而出。 扑, 竹天与大妖王, 被斩至暴碎, 魂飞魄散。 如此, 黄小龙等, 便是歼灭了万界战场中, 迄今为止, 存活的, 最为庞大的一股宇宙势力。 打扫一下战场。 黄小龙对着最封先帝道, 是, 主人。 最封先帝, 率领麾下先帝, 以及数百玄仙, 飞了过去, 将掉落的神器, 一一地收了起来, 交给黄小龙。 这个时候, 不远处, 还有一股宇宙势力, 人数几千, 也掌握着不少的神器, 正兜兜索索地在旁边窥伺。 嗯? 黄小龙的目光, 隔空扫了过去。 啊, 不, 不, 我们没有冒犯之心, 不要杀戮我们, 念在大家都在这万界战场中 落难的份上, 放过我们, 不要杀我们。 这股宇宙势力的首领, 发出气泻哀嚎声。 黄小龙笑了笑,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黄小龙倒是不想去杀戮与掠夺, 毕竟, 他已经是万界战场中的最大赢家。 那股宇宙势力, 如获黄恩大赦, 气滚尿流地跑了。 主人, 我们现在何去何从? 最封先帝问道, 我用神念覆盖了整个万界战场。 黄小龙沉吟了一下。 如今, 黄小龙是二次凝炼神体的超级强者, 神念之强大, 也是超出以往太多太多。 妹佛, 你发现了什么? 龙王三太子问道, 没有破绽。 黄小龙的神色, 也是有些严峻了。 就目前来看, 我无法找到这个万界战场的任何破绽。 也就是说, 黄小龙瞳孔收缩。 纵然, 我们都已经成神, 但我们也无法离开这里, 我们被困住了, 与其他宇宙的生灵一样, 出不去了。 沉默。 这话是黄小龙说出来的, 自然没有任何的疑问。 小龙, 你的意思是说, 就连你也找不到, 回家的办法。 九公主嘟囔着嘴, 我有点想回龙界了, 这里也不太好玩啊。 暂时没什么口序。 黄小龙也是苦恼得很, 旋即, 很快就是重振旗鼓。 现在, 我们也别闲着, 不要自暴自弃, 先将这万界战场中, 所有蕴含着神族能量的物质, 统统收集起来。 嗯, 放心,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打破这个牢笼的, 我们, 终究是可以回家的。 当下, 黄小龙便是率领大家伙, 在这万界战场中, 大肆地搜刮了起来。 玉山跋山, 玉河西河, 哪怕是蕴含着神族能量的土壤, 都给巴拉了出来, 一并地纳入地府之中。 黄小龙也是抽空, 去地府看了看。 嗯, 自己的老婆们, 譬如林静, 宋宇如, 迎奥山等, 都已经成神了。 江源, 徐福, 建卒太子等奴隶, 也成神了。 原龙岛的诸多下属, 瞻堂与东方先生等, 也成神了。 原滨海市的朋友们, 林子聪等, 也是成神。 地府之中, 神光万道, 每一天, 都会有亲朋好友成神。 这是好的预兆。 如果, 不考虑到, 难以离开这万界战场, 那么, 这一次的冒险, 无疑是绝对绝对成功的。 一年? 就这样, 黄小龙等, 足足在这万界战场, 逗留了一年。 这一年的时间里, 几乎是将万界战场中, 蕴含着神族能量的物质, 统统地洗劫一空。 万界战场, 变成了荒地一般。 而这一年之中, 黄小龙也依旧没有找到, 离开的方法。 枯燥, 乏味, 无奈, 甚至于, 有些绝望了。 如果不能离开, 那么, 成神也没有用了。 其他宇宙的某些强者, 在绝望悲愤之中, 自我了断,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一日, 黄小龙与同伴们, 盘膝坐在一个广袤, 寸草不生的平原中。 妹夫, 一年过去了, 你也使用过很多方法, 窝门, 还是出不去。 龙族三太子, 苦涩地笑道。 难道, 真的要永远地逗留在万界战场内? 诶, 不知道, 我们的宇宙, 现在是什么情况? 也不知道, 那神族, 有没有出手, 毁灭仙妖龙三姐? 小龙, 希望你的地球, 不要有事情。 七公主促眉? 不会的。 我们一定可以出去的。 既然, 神族创造出这个单独的空间, 那就一定有离开的方法。 黄小龙内心坚韧不拔, 依旧是没有放弃。 就在这时, 呵呵呵, 各位, 你们想离开吗? 一把淡笑的声音, 在黄小龙等人头顶上方响起。 谁? 黄小龙惊悚, 的确是惊悚不已。 要知道, 他如今是二次凝炼神体的存在, 强大的不可思议, 没有什么生灵, 可以瞒过他的神念, 他的耳目, 悄无声息地接近。 可是, 这把笑声, 直到出现, 黄小龙才发现, 是强者, 超级强者, 至少, 比目前的我, 更加地强大。 黄小龙心中十分肯定。 抬头一看, 一名全身包裹在黑色斗篷, 连眼睛都遮住的人形生灵, 仿佛前庭信部一般, 在虚空中夺步走来。 你是谁? 黄小龙沉声问道。 嗯, 我可以带你们离开万界战场。 那斗篷中的生灵, 笑了笑。 然后, 唏嘘道。 我呢, 其实我的身份, 你们应该不难猜出。 如果, 连我的身份都猜不到, 你们就是真的愚蠢了。 你, 你, 你是一尊, 神族。 黄小龙脑中灵光一闪, 极为艰难地开口道。 第1457章 神族的等级划分。 你是神族? 黄小龙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眼前, 这个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 透发着神秘气息的家伙, 是神族。 原因很简单, 毕竟, 如今的黄小龙, 已经二次凝炼神体了, 算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存在了。 可以说, 是凌驾任何宇宙强者的。 而现在, 这神秘的家伙, 居然瞒过了黄小龙的耳目, 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 唯一的解释, 就是, 他比黄小龙更强, 而比黄小龙更强存在, 又是什么呢? 嗯, 神族。 只能是神族了。 神族之下, 黄小龙是无敌的, 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一点。 那么, 眼前这家伙, 便是至少凝炼过三次神体的神族。 哈哈哈哈。 听到黄小龙的答案, 那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神秘存在, 发出了大笑的声音, 在这笑声之中, 也是蕴含了一些赞赏之意。 不错, 不错, 少年, 你很有意思, 非常的有意思。 是神族。 龙王三太子等如临大敌, 一个个的都摆开了战斗的架势。 最封先帝, 带着数百玄仙, 俨然已经是慢慢地包围了上去。 神族是所有宇宙的公敌。 宿敌。 现在, 发现了神族, 绝对就是要不死不休的。 一战定生死。 虽然说, 这一尊神族, 看起来是非常强大的。 但, 黄小龙这边, 大家伙都是成神了。 哪怕只是凝念了一次神体, 最为低级的神。 但是呢, 蚂蚁多了, 也是可以咬死大象的, 对吧? 不过, 黄小龙却是沉生倒。 大家不要冲动, 他, 没有敌意。 对, 黄小龙完全没有在这尊神族的身上, 察觉到一丝敌意。 相反, 他很和平。 对, 如果他有敌意, 早就对我们动手了。 何必主动地暴露? 九公主点了点头。 哈哈哈哈, 少年, 我们不妨谈谈。 那神族, 骤然将身上的斗篷扯掉。 顿时, 显现出来了庐山真面目。 那是一名身材极为完美, 无可挑剔的金发男子, 其五官的轮廓, 就像是刀销斧凿一般, 那么的有层次感, 那么的立体。 不可否认, 神族, 的确是完美到近乎没有缺点的种, 比起之前在视天实戒中, 遭遇的那尊神族, 眼前这尊, 神力肯定是更强的。 而且, 气质不那么的冷漠, 不那么的残忍, 不那么的漠视生死。 和善了很多。 你, 一时间, 黄小龙也不知道如何开口。 这万界战场, 是你创造的。 嗯, 坐下谈吧。 你们也应该可以感觉 我是没有恶意的。 否则呢, 你们现在, 早就已经灰飞烟灭了。 哪怕你们得到了神力的脆体, 也抵挡不住我的一击。 那神族, 非常认真, 非常坎诚地说道, 一击都挡不住。 黄小龙等, 尽数都凝练出神体, 但却抵挡不了一击。 这听起来很是荒谬, 但黄小龙深知, 对方并没有说谎。 三太子等, 也没有丝毫地怀疑。 当下, 那神族, 从空中, 降落了下来, 随意地走到了黄小龙的身旁, 笑道, 谈一谈吧。 可以。 黄小龙点头。 大家伙, 都随意地坐定了。 那神族, 便是坐在了黄小龙的身旁。 神族, 用审视着目光, 反反复复地打量着黄小龙等, 越看越是满意, 连连点头。 很不错, 你们凝练出来的神体, 虽然等级很低, 但也算是纯粹了, 与我们真正的神族, 相差无几。 顿了一下, 神族对黄小龙道, 你是所在宇宙的首领, 对吧? 这, 黄小龙顿了一下, 可以这么说, 你很有才华。 我很欣赏你。 神族笑道, 你要知道, 哪怕是在神界, 能够得到我这个评价的, 都不多。 神界。 黄小龙心中一动, 又知道了关于神族, 更多一些的情报。 那我应该说一声谢谢了。 黄小龙笑了笑, 神族道, 关于神族, 你知道多少? 放心, 我并不是你们的敌人, 你, 尽可以说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这尊神族, 黄小龙潜意识里, 还是极为信任的。 当下, 黄小龙便是将自己所知, 统统讲了出来。 嗯, 看来, 你们知道的, 也比较有限。 那神族, 笑了笑。 好了, 你们都听好, 现在, 我来告诉你们, 更多关于神族的事情。 此言一出, 黄小龙等, 都是屏息, 数耳聆听起来。 的确, 神族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消灭你们。 因为, 有一个说法, 你们的存在, 会最终导致, 一个又一个宇宙的枯竭。 那神族坦然道, 我们真的很无辜。 黄小龙耸了耸肩, 我们既然在宇宙中诞生, 我相信, 是有意义的。 每一种生灵, 无论多么的弱小, 都有生存的权利。 那神族点了点头, 思考了一下, 玄机笑道, 先给你们, 讲一讲神族的等级之分吧。 正如黄小龙所料, 神族的确是有等级的。 严格意义上讲, 你们都已经凝练过神体了, 还很成功的。 这个, 我倒是要佩服你们了。 在宇宙中, 能够提取神族能量, 凝练出神体, 这无穷年月以来, 我真还没听说过, 你们是开了仙河。 神族笑道。 不过, 神体久练, 目前, 你们基本上都处于一练的低级阶段。 神体久练? 黄小龙愣证了一下, 对, 神体, 必须经过九次凝练, 才能诞生神格, 拥有了神格, 才算是获得了神位的神。 那神族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起来。 一次凝练神体, 便是被称之为一级神, 二次凝练神体, 便是二级神。 以此类推, 九次凝练神体, 为九级神。 九级神, 有机会领悟奥义, 拥有属于自己的神格。 拥有了神格的神, 又分为下位神, 中位神, 上位神。 上位神的上面, 便是主神。 这神族的表情, 变得严峻了起来。 主神只有一个, 唯一的一个。 凌驾一切。 我, 我知道了。 黄小龙脑中, 忽然灵光一闪。 我完全明白了, 主神, 就是创造你们这些神族的存在。 对, 那神族, 眼中金光一闪。 少年, 你的却非常的聪明。 黄小龙脑中, 梳理着头绪。 一级神, 九级神, 一次又一次地凝练神体。 而后, 诞生神格, 下位神, 中位神, 上位神。 主神, 相当于皇帝, 是唯一的霸主。 神族的等级, 便是如此地清晰, 简单。 那么, 换算成神族的等级, 黄小龙呢, 就属于二级神, 同伴们, 基本上便是一级神。 当初被黄小龙击伤的那个, 也是一级神。 眼前这家伙呢? 几级神? 亦或者说, 是, 获得了神位的神。 少年, 其实, 在神族内部, 分为两派。 那神族, 郑重其事地说道, 占据主流的一派, 他们的宗旨, 便是将各个宇宙中的生灵, 全部杀绝。 主神, 天相于这一派。 反之, 另一派, 便是被称之为极端派, 也是异端, 叛逆。 这一派的看法, 是, 不必要杀戮, 众生是平等的。 你们这些生灵的存在, 虽然在不断地破坏宇宙, 消耗宇宙的能量, 但是, 你们也为宇宙, 提供了火力。 假如, 每一个宇宙的生灵, 都被消灭殆尽了, 那么, 这些宇宙就成为了一潭潭死水, 再也没有了生机。 空有其表霸了。 呃, 你这看法, 很是清奇啊。 黄小龙忍不住赞叹道, 你是极端派, 代表了和平。 第1458章 杀死图身 黄小龙等, 与那神族的交谈, 越来越顺畅了, 彼此之间, 似乎已然是完全没有了戒心。 当然, 这只是暂时没有戒心了。 对, 我, 就是所谓的极端派, 我反对杀戮。 我们极端派, 统统都厌恶杀戮。 不喜欢生灵涂炭。 那神族, 微微一笑。 你们, 可以称我为云。 云, 黄小龙微微点头。 你好, 很感谢你, 没有将杀戮带给我们, 以及, 每一个宇宙。 不过, 既然是极端派, 不符合那主神的观点, 被视为神族的异端, 那么, 你们, 岂非是公敌, 整个神族的公敌, 就连主神, 也会杀你们而后快。 是的。 神族云点头道, 神界的极端派, 终究是少数的。 在面临诸杀时, 很难抵挡, 因此, 我们这些极端派, 落荒而逃, 隐匿了起来。 亦或者, 是伪装成主流派。 至于主神, 他经常处于深度的沉睡之中。 黄小龙等, 完全听明白了。 主神, 经常处于深度睡眠之中, 所以, 这些极端派, 才得以苟延残喘, 倘若, 主神出手, 恐怕, 极端派, 将很快被熄灭, 连根拔起, 赶尽杀绝。 主神, 太残暴了。 呼嘚, 那蕴叹息了一声。 少年, 正如你所说, 任何宇宙诞生的生灵, 哪怕渺小如尘埃, 都有着生存的权利, 他不应该杀戮的, 不应该。 哼, 你们极端派的神族, 还真是胆大包天, 居然连主神都要数落。 哈哈。 黄小龙哑然失笑。 嗯, 少年, 这些年, 我们极端派, 一直在宇宙中, 寻找有潜力的生灵。 那运的情绪, 骤然变得有些亢奋, 看向黄小龙的神谋之中, 也是闪烁着火光。 可惜, 有潜力的生灵极少极少, 事实上, 我藏匿在这万界战场中, 就是在等待, 等待着, 有潜力的宇宙生灵出现, 等了太久太久太久, 本来, 我已经准备放弃了, 但是, 终于, 等到了, 那就是, 你们。 黄小龙不动声色, 但心念, 却是飞快地运转了起来。 这云, 应该是要利用我们, 做一些事情。 他的情绪, 表现得太过于激动。 要知道, 他是强大的神族, 就连心魔都没有, 他遇到任何事情, 都不应该如此激动的, 一定有事情, 非同小可大事情。 念头至此, 黄小龙也并没有说破, 只是静静地看着云, 默默倾听。 他相信, 既然, 这云主动现身, 主动地要求交谈, 那么, 他迟早都会自己讲出来的。 事实上, 云沉吟了一下, 似乎是略微有些犹豫, 不过, 他很快, 也是拿定主意的样子, 下意识地压低嗓音。 我们这些极端者, 希望, 寻找到有潜力的宇宙生灵, 让他们, 去杀, 死, 逐身。 哄, 震惊了, 乌雷轰顶了。 黄小龙身旁的三太子等, 简直就是被震得七昏八速, 魂不守舍。 哪怕是黄小龙, 也是差点被震撼地晕厥过去。 杀主神? 尼玛, 真敢想啊。 按照这蕴的说法, 主神是什么? 那可是绝对绝对绝对无敌的存在。 这个无敌, 没有丝毫的局限性。 比如黄小龙, 他也可以称之为无敌, 但是这种无敌, 指的是他在自己所在的宇宙中无敌。 离开了自己的地盘, 到了其他宇宙, 凭借目前的二级神的能力, 也可以横扫无敌。 但是, 到了神界? 小虾米啊! 不是黄小龙自卑, 轻见自己, 他到了神界, 就尼玛土鸡瓦狗一般。 主神则是一切一切一切的无敌, 而且是永恒的无敌。 现在, 这永, 居然怂恿黄小龙, 去杀主神, 他没疯吧? 当然, 话说到这个地步了, 黄小龙也清楚永的意思, 亦或者说, 极端派神族的意思了, 借刀杀人。 杀主神? 这, 或许是为了夺权, 其目的, 黄小龙不想去深究, 但, 这就是在借刀杀人。 这, 是不是搞错了? 黄小龙摇头, 我们太过弱小了, 哪怕是你, 云, 也可是在弹指间, 让我们灰飞烟灭, 云, 你在神族中, 是什么等级? 中卫神, 云丝毫也没有隐瞒。 丝, 中卫神啊, 拥有神格的神, 主神之下, 仅次于上卫神。 黄小龙脑中闪过许多的比较, 中卫神, 是个什么概念? 如果, 将主神, 比喻成一国之君, 那么, 上卫神, 应该便是宰相国师之流。 而中卫神, 再差, 都相当于一省提督。 嗯, 上层人物。 云, 你这么强, 不去杀主神, 却让我们去, 这, 不可能的。 黄小龙直接拒绝。 不, 少年, 你还没明白。 你听我说。 云一脸严肃地道, 我们这些神族, 乃是主神制造出来的, 因此, 我们无法杀他。 我们想杀, 也杀不了, 这与实力无关, 这是规则, 这是限制。 而你们不同, 你们, 并不是主神制造出来的, 你们不受到限制。 虽然说, 你们汲取了神力, 凝炼成神体, 成为神族, 但是, 你们的本质, 并不属于神族。 你们去杀主神, 有希望。 主神, 在沉睡之时, 便是最薄弱的, 那时候, 倘若, 你们接近, 在极端派神族的安排下, 有机会, 杀死主神。 黄小龙不以为然, 不过, 这时候, 黄小龙必然不可能把话说得太绝了, 他必须虚与为疑, 否则, 这众位神一怒, 黄小龙和同伴们, 可就是死无藏身之地了。 沉默着, 黄小龙并没有接话, 任由那众位神员, 在叠叠不休地诉说着, 我们极端派的计划, 便是在各个宇宙中, 寻找有潜力的生灵, 然后, 想办法, 将这些生灵, 安排到神界, 再寻找机会, 刺杀主神。 但是, 这非常非常非常的难,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 任何宇宙的生灵, 都不可能混到神界去。 不过, 你们, 可以。 允的面色, 因为激动而完全地战红了, 甚至可以说, 它是激动的失态了, 难以自持了。 怎么样, 嗯, 你们不要误会, 这, 并非是在利用你们, 这是在自救。 对, 你们在自救。 呃, 黄小龙感觉自己遇到了一个大忽悠。 其一, 你们目前, 被困在万界战场中。 不用想办法, 你们根本出不去。 除非, 你们能够诞生出神格, 至少成为下位神, 才能打破空间的壁垒。 但是, 这万界战场中的能量, 已经不足以让你们晋升了。 不过呢, 我, 能够让你们出去, 回到你们的宇宙, 让你们回家。 其二, 主神与神界的主流派, 坚定地要灭杀你们这些宇宙生灵的决心, 你们所在的宇宙, 会陆陆续续地降临神族, 让你们不得安生, 永远, 永恒地持续这种状况。 想要斩杀一切的后患, 只有一个办法, 杀死主神。 主神死了, 你们这些宇宙生灵, 便再也不用担心, 神族的怒火与追杀了。 云的眼睛, 微微眯封, 所以说, 我们之间, 并不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而是合作关系。 呵呵, 黄小龙笑了笑, 他现在, 真是有点头大, 倘若不答应, 要么就是被老修成怒地运杀死, 要么, 就是永远地被困在这里, 他还必须得答应才行。 云, 就算你说的, 全部都对, 可是, 如今我们的实力, 哪怕是混入到了神界, 哪怕是找到机会, 接近了沉睡中的主神, 恐怕, 我们都难以得手吧。 忽然之间, 黄小龙似乎也是拿定主意。 好吧, 我也不说废话了, 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去杀主神, 似乎也有必要, 不过, 我需要好处, 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我要巨大的好处。 第1459章 回家 既然无法推诿拒绝, 那么黄小龙自然是要将利益最大化的, 直接对这运, 索要报酬, 极高的报酬。 无论以后是什么情况, 亦或者,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黄小龙都必须要争取眼前能够争取的利益。 而且, 黄小龙也相信, 这运, 是不会拒绝自己的。 毕竟, 自己还是有很大利用价值的。 甚至可以说, 自己是谋杀主神这个计划中, 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除非, 在其他的宇宙, 能够诞生, 如黄小龙一般, 可以吸收神力的声明。 一个中卫神, 给予的好处, 那, 想想都是有些怦然心动啊。 嗯, 云果然没有动怒, 他反而十分欣赏地看着黄小龙。 少年, 看来, 你是想明白了。 我最喜欢与你这种聪明的生灵合作。 嗯, 好处, 我会给予你的。 这万界战场中的能量, 只能够, 让你进行第二次淬炼神体。 这些能量, 太低级了呀。 不过, 我会给你更加高级的能量, 让得你, 与你那个宇宙的生灵, 突破枷锁, 不断地淬炼神体。 甚至于, 诞生神格, 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 只有你们的实力变得强大了, 刺杀主神的可能性, 才会更大。 实力弱小, 成功混入神界, 也是去送死。 而且, 会导致我们极端派的计划, 彻底失败, 功亏一篑, 满盘皆输。 顿了一下, 云眼睛微微眯缝。 这样, 我先送你们, 回到你们所在的宇宙, 相信, 你们在自己的宇宙中, 也还有一些事情, 需要去处理。 而我的宝物, 藏在一个极为隐秘之地, 我现在, 要动身, 去将宝物, 尽数都取出来, 然后, 来你们宇宙, 找你们, 并将宝物, 统统给你们, 所有的宝物, 都可以给你们。 宝物, 黄小龙也是一眯眼睛。 嗯, 神器, 以及, 让你们更加强大的神族高级能量。 允极为笃定地说道, 我收藏的神器, 其品质, 肯定是要超过这个万界战场中的神器。 事实上, 万界战场, 就是一个猪圈, 十分肮脏的猪圈, 将各个宇宙的生灵, 聚集起来, 让它们厮杀。 那好吧, 黄小龙点头。 那么, 请送我们, 离开这万界战场, 回到我们的宇宙。 小问题, 举手之劳。 允笑了笑。 至此, 黄小龙的同伴们, 脸上便是浮现出来了一种如是重负的表情。 终于, 终于可以回家了。 无论如何, 能够回到家, 就是最最最最幸福的。 在这万界战场中, 已经被困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 简直就是度日如年了。 忽然, 内蕴瞳孔微微收缩。 等我将宝物带到你们宇宙之后, 你们便可以准备, 进入神界了。 你带我们去神界? 黄小龙随口问了一句, 神界在何处? 黄小龙不知晓, 那里是高于一切宇宙的一个空间。 换言之, 就是一个高纬度的空间, 黄小龙也是无门而入啊。 不, 你们自己去。 云似笑非笑。 什么? 黄小龙一惊? 同伴们, 也是骇然不解。 自己去神界, 这, 怎么去? 哈哈哈哈。 云大笑了起来。 你们可以打通一条, 通往神界的通道。 嗯, 黄小龙一致? 我, 身为极端派, 已经被神界通缉了, 我要混入神界, 难度非常大。 因此, 只能由你们, 自己打开一条通道, 进入神界。 不过, 你们放心, 去了神界之后, 你们非但不会露出马脚, 而且, 还会有我们极端派的高阶神, 接纳你们, 为你们安排下来最为合理的身份。 云极为认真的说道, 怎么样, 才能打开通往神界的通道? 黄小龙不得不问道, 你们有钥匙? 打通神界通道的跃迟。 云笑了笑, 钥匙, 我们怎么可能有钥匙? 黄小龙有些无语了。 我们这些宇宙生灵与神界, 根本就没有丝毫的交集。 云没有直接回答黄小龙的话, 他看向的龙王三太子, 七公主与九公主等。 你们, 你们便是所谓的龙族吧? 是的, 我们是龙族。 三太子点头。 嗯, 祖龙, 你们知晓吧。 云笑了笑, 是, 那是我们龙族的先祖。 三太子道, 在神界, 也有龙族。 云咧嘴一笑。 不过, 并不是你们这种血脉很杂, 很淡薄的, 神界的龙呢, 都是你们所谓的祖先, 也就是祖龙。 而祖龙在神界, 存在的意义, 便是, 坐骑。 神族的坐骑。 一般拥有了神格的高级神族, 都拥有祖龙坐骑。 啊? 祖龙, 居然是神族的坐骑。 对于这样的身份, 三太子等, 也不觉得丢脸, 反而, 在隐隐约约之中, 有一些荣耀。 也对, 神族是凌驾一切宇宙的种族, 而龙族的祖先, 居然也是生活在神界, 是神族的坐骑, 这代表, 龙族呢, 其实也是凌驾任何宇宙的存在, 只是比神族的地位更低。 想不到呢, 你们那个宇宙, 也有祖龙下界, 并且, 繁衍出来了一个种族。 允笑了笑, 每一条祖龙, 在下界之后, 都会保留一条回到神界的通道。 而这条通道, 刹那间, 黄小龙脑中, 灵光一闪, 龙珠, 七龙珠, 及其七龙珠, 就能打开那条, 通往神界的通道。 聪明, 允赞欲地点头道, 是的, 你们的任务, 便是回到你们的宇宙, 寻找那条祖龙, 失落在这个宇宙的龙珠, 及其七龙珠, 可以哨缓出祖龙, 并且, 打开通道, 直接飞升神界。 七龙珠的秘密, 终于水落石出了, 原来如此, 原来是可以飞升神界。 哦, 怪不得, 去我们那个宇宙的一级神, 也是在寻找七龙珠。 他似乎, 也很重视七龙珠。 黄小龙恍然大悟, 那自然, 区区一级神, 在神界, 就是垃圾, 蝼蚁, 跑腿的存在。 倘若, 可以得到一条祖路, 黄小龙回到神界, 也可以出售, 换来大量的机缘。 云理所当然地道。 现在, 黄小龙明白了。 他们回到家, 也还是有事情要去做的, 那就是寻找七龙珠。 目前, 黄小龙手头上, 只有两颗龙珠, 腰界还有一颗。 明白了吗? 云耐心地询问道。 完全明白。 黄小龙点头。 那好, 那么, 现在, 我就打开通道, 让你们回家。 记住, 在你们的宇宙, 安心地等待, 我会来找你们的。 给予你们宝藏。 你们要做的, 是竭尽全力, 寻找失落的龙珠。 云郑重其事地吩咐道。 黄小龙等, 都是点头。 当下, 云直接站起来, 一挥手, 一条条时空重动, 便是出现在万界战场的空间壁垒中。 哪一条通道, 可以回家, 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 云笑了笑。 自己的家园, 宇宙, 其气息, 黄小龙等, 也绝不会陌生。 他们很快就从密密麻麻的时空重动之中, 找到了通往家乡的那一条。 我们走。 黄小龙也不啰嗦, 带着自己的同伴们, 飞入了那条时空重动。 最终, 尽数都是进入时空重动, 传送回家。 空间壁垒上, 所有的时空重动都关闭了起来。 呵呵呵。 云看向天空, 笑了笑, 这笑容充斥着一些英质的意味, 与之前那何去的状态略微有些出入。 你们好好成长吧, 希望你们可以杀死主神。 第1460章 去妖界 黄小龙与同伴们经历了一番跋涉, 终于终于回家了。 回到了熟悉的, 属于自己的宇宙。 那熟悉的, 堪称亲切的气息, 简直让人着迷, 也让人感动。 呼, 终于回家了。 黄小龙唏嘘不已。 虽然说, 后面的事情, 还难以预料, 但是, 回家, 回家真好。 黄小龙也是有些感动了, 心中, 也是踏实了不少。 大家伙, 恍如隔世, 差点就回不来了。 龙王三太子脸上除了狂喜的表情之外, 也是有一些后怕, 心有余悸。 此时, 仙界出现在了眼前。 辉红浩荡的仙界。 黄小龙等, 是从仙界进入万界战场的, 因此, 返回的时候, 也是回到了仙界。 不过, 现在的仙界, 俨然已经变了模样。 仙界被一种压抑, 恐慌, 惶惶不安的气氛, 笼罩了起来。 大量的巨龙, 变化出本体, 在仙界外面游荡, 巡逻, 但凡要是有些不妥, 有仙人要造反, 巨龙便是会血腥镇压。 哈哈哈哈, 看来, 仙界已经被龙族霸占了呀。 黄小龙笑了起来, 那醉丰仙帝等, 也是不敢多说什么, 毕竟, 如今是黄小龙的奴隶。 把你们的本体, 都融合了吧。 黄小龙笑了笑, 是的, 主人, 奴才的本体还在, 没有被杀戮, 只是被大龙王囚禁了起来。 醉丰仙帝奴言必息地道, 主人, 贤婿, 这个时候, 两条巨龙飞出, 一是古荒, 一是大龙王。 很快, 在他们的身后, 龙族的长老们, 也是尽数飞了出来。 他们在黄小龙面前, 变化回本体, 都极为地感慨。 显婿, 你们终于回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一年多的时间了, 你们终于回来了, 贤婿, 你不在, 本王就好像是被抽了主心骨似的, 每天都心神不宁, 也担忧不已啊。 大龙王十分地诚恳, 主人, 一切都安好吧。 古荒也是赶忙问道, 还行。 黄小龙笑了笑, 大龙王, 看来, 你是完全控制住仙界了。 怎么样?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妖族有没有来过躁挑衅? 还有, 没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吧? 黄小龙在万界战场中, 其实也很担心, 那个神族在这个节骨眼上, 突然来攻。 倘若真是如此, 那么, 三界都要毁灭, 这个宇宙的任何生灵, 都逃脱不了被清洗的厄运。 那倒是没有。 大龙王摇头。 嗯? 神族没来。 黄小龙咕弄了一句。 站在黄小龙身旁的三太子低声道。 妹夫, 说不定, 那神族正在寻找七龙珠。 对, 之前允说过, 极其七龙珠便能召唤祖龙, 打通神界通道。 而对于潜入这个宇宙的一级神来讲, 祖龙还是一笔莫大的财富。 呵呵, 不能让他先找到七龙珠。 黄小龙笑了笑。 黄小龙笑了笑。 不过无所谓, 他手头上, 也是有几颗龙珠的。 先去, 我们先去仙宫大殿吧。 大龙王一脸快意。 主持大局的人回来了, 他心中的包袱, 也是尽数地放下了。 当下, 黄小龙带着同伴们, 与大龙王等一起, 飞入了仙宫大殿。 金碧辉煌的仙宫大殿。 醉丰仙帝等的本体, 也是被压到了大殿中。 因为分身已经成神, 强过了本体, 所以说, 主导权, 也由分身控制。 主人, 这些本体, 尽数都是跪在了黄小龙的面前, 不停地磕头。 贤婿, 这, 你竟然已经, 已经。 见状, 大龙王与长老们, 简直就是骇然欲绝。 黄小龙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朝着醉丰仙帝, 递了一个眼神。 很快, 醉丰仙帝等, 便是控制本体, 融入到了自己的分身之中。 宇宙将会大变。 黄小龙目光严峻地看向了大龙王。 大龙王直接打了个哆嗦, 颤声道。 贤婿, 这些日子, 本王也感觉到我们的宇宙与以往相比, 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至于说什么变化, 本王奴顿倒是说不上来, 嘶, 难道说是你们进入那个空间之后发现了什么? 其他宇宙的强者, 古荒也是猜测到, 比这更加复杂。 黄小龙摇了摇头, 当下, 黄小龙也不藏着掖着, 将神族, 神界这一概念, 宣布了出来。 一时激起千层浪。 呆了。 懵逼了。 傻啊。 哪怕是古荒, 曾经在体内, 被神族布置下来了封印, 他也是一脸骇然, 毕竟, 他不知道, 还有一个神界, 是超脱各个宇宙, 诸天万界的。 尤其是, 当初那神族, 在古荒看来, 就已经是无敌了, 可是, 现在得知, 那位神族, 在神界, 只是, 都已, 瞎兵蟹将。 那, 那我们, 岂非, 岂非根本抵挡不了, 神族来攻, 我们只能覆灭。 大龙王满脸死灰之色。 倘若是其他宇宙的强者来攻, 大龙王还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大家可能都相差无几, 可如今, 他得知, 神族才是最大的敌人, 他也是无助到了极点。 各个宇宙, 最为强大的生灵, 在神族看来, 都是一些细菌的, 若到一口气就能吹死无数的细菌。 哼, 比如我们在万界战场中遭遇到的, 可是中卫神, 不夸张地讲, 他一口气, 能把我们这个宇宙吹成一片混沌, 所有生灵, 尽数灭绝。 黄小龙正测道, 龙族的长老们, 都是吓得瑟瑟发抖了起来。 顿了一下, 黄小龙继续说道, 不过呢, 你们也不要太过绝望, 事情还是有回旋余地的。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极其七龙珠。 当下, 黄小龙从怀中, 取出两颗龙珠。 一颗是龙族世代传承下来的, 还有一颗是从最封先帝手中得到。 古荒, 除了这三颗龙珠, 剩下四颗, 你只有一颗, 不知道下落, 对吧? 黄小龙看向古荒。 是的。 主人, 古荒连忙道, 在此之前, 寻找七龙珠对于黄小龙说, 并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而如今, 却是不能够轻视了。 太重要了。 七龙珠, 关系到了飞升神界的通道。 虽然说, 黄小龙明知道, 是被内允利用, 可是呢, 他又不得不被利用。 毕竟, 他也要杀死主神才行。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了, 到达最后, 那些神界的极端派, 也是绝对不能够信任。 呵, 谢莫杀驴, 狡兔死走狗烹, 也不新鲜。 总而言之, 与允和合作, 与神族极端派的合作, 就是与虎谋皮。 古荒, 等会儿, 我会传授你一些秘法, 让你突破生命的枷锁, 达到一个全新的层次。 黄小龙看向古荒, 此后, 便由你带着我们, 去寻找龙珠。 黄小龙是要给予古荒神族能量, 让他成神了。 在万界战场的一年多时间内, 黄小龙也不是闲着白吃干饭的, 他已经将万界战场中, 所有的能量, 尽数都搬运以空。 如今在地府中, 还囤积着不少的神族能量呢。 而且, 地府中, 成神的, 也是很多, 这是一股可以征战, 并扫平任何宇宙的庞大实力。 当然, 黄小龙不会圣母道, 造福这个宇宙的所有生灵, 只是有选择性地给予一些生灵, 成神的机会吧。 大龙王, 说起来, 你是我老丈人, 龙母, 是我的丈母娘, 因此, 你们二位, 我也给你们机缘。 黄小龙笑了笑, 那, 那可就多些贤叙了。 大龙王与龙母, 都是颤声道歉。 他们隐隐约约也知晓, 从万界战场回来之后, 黄小龙势必带回绝好的机缘。 在交谈了一会儿之后, 将不相干的人等尽数地摒退。 大殿中, 便只剩下黄小龙, 古荒, 大龙王, 龙母。 就连三太子与最封先帝等, 亦是暂时退出宫殿。 我让你们, 也成为神族, 这样, 要保护我们这个宇宙, 倒是多了一些本钱。 黄小龙随口道, 什么? 成神? 骇然? 大龙王, 古荒, 龙母, 尽数都是骇然欲绝, 连眼镜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一时之间, 他们都难以消化黄小龙的话。 黄小龙也不想浪费时间, 直接用通灵之术, 将炼化神力的简化板方法, 种植在他们的大脑中。 然后, 便是提供了足以让他们淬炼一次神体, 成为神族的能量。 你们闭关吧。 黄小龙淡然道, 是, 是, 主人。 多谢主人的再造之恩啊。 古荒激动得难以自持。 大龙王与龙母, 也是感激涕零。 古荒, 我现在会去邀界一趟, 在我回来之时, 希望, 你已经成神, 到时候, 你便带路, 我们势必, 要将七龙珠, 尽数集齐。 黄小龙命令道, 次日, 古荒, 大龙王, 龙母, 已经进入到了闭关的状态。 黄小龙留下最封先帝, 以及那五百名玄仙, 守护仙界。 他们都已经成神, 哪怕那神族来侵略, 也绝对是找死的。 龙界方面, 黄小龙是从地府之中, 放出林子聪, 以及当初滨海的一些头面人物, 让他们去镇守。 而且, 这些负责留守的, 黄小龙还分发了不少神器给他们, 简直就是武装到了牙齿。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黄小龙下令, 去妖界。 去将存放在妖界的一颗龙珠, 拿到手再说。 妖王魁与妖王吼带路, 大队人马, 极为低调地朝妖界进发。 如今的妖界, 恐怕早就乱了。 大妖王, 与几名强大的妖帝, 都死在了万界战场中, 被黄小龙所杀。 现在妖界是群龙无首的局面。 要得到妖界的龙珠, 简直就是探囊取物。 第1461章, 让他见见世面。 黄小龙率领着大队人马, 浩浩荡荡地前往妖界。 逝取龙珠。 而且, 在妖界, 还藏匿着一个奸细, 一个如古荒与醉风先帝一般, 被神族安插的奸细。 这一次, 一定要将这奸细给揪出来, 就地正法。 不过, 如今黄小龙, 以及一部分同伴, 都已成神, 要扫平妖界, 的确是不费吹灰之力。 至于奸细什么的, 也不怕他掀起什么风了。 妹夫, 到了妖界, 咱们直接抢夺吧。 龙族三太子笑道。 是啊, 小龙兄弟, 没必要磨磨叽叽的, 事实上, 你都根本不必出手, 我们就能拿到龙珠。 万剑先帝, 也是笑了笑。 黄小龙淡然地点了点头, 希望, 不要有一些不长眼的东西, 出来过躁。 经过一段时间的宇宙飞行, 终于, 在前方, 出现了一棵巨大的古树。 那古树, 高达万万丈都不止, 枝繁叶茂, 每一根枝头上面, 都修建了各种的宫殿, 洞府。 可以看到, 大量的妖族, 出现在宫殿之外, 或是打坐修炼, 或者在首达梁棚地 眺望远方。 那巨树, 通体都散发着浓郁的妖气。 那是最为纯粹的妖气, 妖族能量, 滋养着亿万的妖族。 小龙兄弟, 那便是妖界。 事实上, 所谓的妖界, 就是一棵巨大的妖树。 妖王魁在旁说道, 嗯, 明白了。 黄小龙点头, 在妖树的最顶端, 有着一座连绵的宫殿, 这宫殿的造型, 便是一尊昆蓬。 昆蓬殿, 大妖王的宫殿。 妖王吼介绍道, 想必, 龙珠就是放在昆蓬殿中, 我们直接上去去吧。 黄小龙笑了笑, 当下, 大家伙直接就飞高, 朝那昆蓬殿飞去。 谁? 狄西, 狄西, 拦住他们。 奇了, 还没有接近昆蓬殿, 那妖树便是剧烈地颤动了起来, 枝鸭狂抖, 发出呜呜的嚎叫声, 像是巫术妖兽在嘶吼, 又像是狱警。 刹那间, 密密麻麻的妖族, 从各枝鸭的宫殿内, 飞了出来, 手持妖气, 将黄小龙等人, 团团地包围了起来。 朽得无礼, 妖王葵与妖王后, 直接站了出来。 耳等退下, 妖王葵, 全身妖气滂沱。 哦, 葵, 你回来了, 大妖王呢, 其他妖王呢? 一把充满了狐媚的声音响起, 一名身穿华丽衣袍的女子, 直接跃中而出。 这女子, 全身上下的妖气, 浓郁得几乎快要燃烧了起来。 小龙兄弟, 这是大妖腕的妻子, 在妖族中的地位, 与龙族的龙母相当, 她的本体, 乃是一尊九头蛇。 在妖族中, 也属于一种。 妖王吼在黄小龙耳边介绍道, 呵, 蛇妖嘛。 黄小龙也就是随意地笑了笑, 大妖王与其他的妖王, 在万界战场之中陨落。 如今, 整个妖族, 本王与妖王吼, 便是等级最强的大妖, 你们, 还不退下。 妖王魁, 发出厉声的咆哮。 啰啰啰。 奇了,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那蛇妖, 居然笑得无比坦然, 无比的淡定, 就好像, 大妖王的陨落, 丝毫与他无关, 甚至于, 还有一些幸灾乐祸。 结结结结, 结结结结, 笑了。 所有的妖族, 都笑了。 按理说, 大妖王没有活着回到妖界, 对于妖族来讲, 那是一个类似于末日的重磅消息。 这个消息, 一旦引爆之后, 应该会掀起渲染巨波, 朝野震动才对啊。 可是, 所有的妖族, 都混若无事。 那蛇妖, 笑得更加甜, 更加魅, 也更加的阴冷了。 会, 吼, 你们居然还敢返回妖界, 而且, 还将一族, 带到了妖界, 看来, 大妖王就是被你们害死的。 呵呵, 妹夫, 事情有点不对劲。 三太子双手环抱, 在黄小龙耳边低声道, 不过呢, 一群土鸡娃狗, 妹夫, 你不用动手, 我用一件神器, 就能将这妖界巨树, 连根拔起。 不急, 黄小龙也就是笑了笑。 女王, 请下令, 立刻处死这两个妖族叛徒。 女王, 将这些一族, 也统统地杀死吧, 碎尸万段。 姐姐姐, 还真是敢回来啊, 不过, 死定了, 你们都死定了, 哪怕, 这次大妖王和其他妖王, 尽数都活着回来, 也都是难逃一死啊。 妖族, 已经是属于女王大人, 女王大人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们, 都已经是女王殿下最忠诚的仆役。 无数的妖族, 仿若打了鸡血似的嚎叫了起来。 呃, 黄小龙等人, 都是面面相聚。 女王大人, 好嘛, 原来, 妖族变天了。 在大妖王, 率领十大妖王离开妖界之后, 这大妖王的妻子, 便是叛变, 自立为王。 哈哈哈哈。 妖王魁, 不怒返笑。 贱人, 你这是背叛大妖王了? 哈哈哈哈。 大妖王乃是一个废物, 这么多年月以来, 碌碌无为, 不能够带领我妖族, 一统三界, 吞并龙界与仙界, 这种废物, 何得何能为王。 蛇妖阵阵有词地说道, 旋即, 瞳孔微微一缩。 你们今天回来, 就是刺头罗王, 干掉你们, 再将仙界与龙族, 一王打尽, 妖族, 将成为万界霸主, 一同宇宙, 嘎嘎嘎。 蛇妖发出了歇斯底里的狂笑之声, 笑得都极为病态了。 真是搞不明白, 你这贱人, 有什么底蕴, 敢背叛, 自立为王, 还扬言, 要率领妖族, 吞并仙界与龙族。 妖王吼, 发出嘲讽的声音。 蛇妖的双瞳, 变得血红, 并充满了机窍。 对, 你们应该感觉到一些荒诞, 是的, 论实力, 本王的确不如你们这些妖王。 本王凭什么控制妖族, 又凭什么自立为王呢? 结结结。 蛇妖笑得极为阴森, 可不。 好了, 你们即将灰飞烟灭, 不过, 本王仁慈, 在你们死之前, 就让你们知道一些事情吧。 说话间, 蛇妖直接从怀中, 取出一把短剑。 这短剑, 是金黄色的, 散发着神族的能量气息。 十分的神圣, 但又犀利地可以随意将这个宇宙的空间壁垒, 切割成碎片, 就像切豆腐渣一般。 神器。 蛇妖手中, 掌控着一件神器。 神器的威压, 顷刻之间, 便是弥漫了处具, 笼罩了方圆万里, 而那妖界巨树, 因此也被渲染成为了神国一般。 啊, 女王万岁, 女王万岁, 女王万万岁。 所有的妖族, 都跪下去了。 包括那巨大妖树上, 任何一个宫殿与洞府内的妖族, 都深深地跪倒, 瑟瑟发抖。 一件神器, 的确可以震慑任何一个宇宙中, 任何一个种族, 这是毋庸置疑的。 手握神器, 就是无敌。 原来, 蛇妖就是依靠着这样一件神器, 成功地策反, 成为了妖族新一代的王。 而无数的妖族, 也是相信, 蛇妖依靠这一件神器, 足以荡平仙界与龙族, 几乎会是碾压的局面。 完成制霸宇宙的千秋伟业。 我终于知道了, 呵呵呵, 原来, 那神族安排在妖界的间隙, 就是这只可怜的蛇妖。 黄小龙嬉嬉一笑, 话说, 你就凭借这神器, 便想镇压一切了。 妖王魁倒是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黄小龙身边的同伴也都忍俊不禁。 这蛇妖装逼的样子还真是严肃得很呢。 黄小龙摇了摇头, 这是神器。 蛇妖历声咆哮, 现在都给本王跪下。 捕, 九公主发出银铃一般的娇响声, 好了, 好了, 本公主实在是忍不住了, 话说, 你手里的这玩意儿, 所谓的神器, 咱们也有啊。 七公主补充道, 神器嘛, 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普普通通, 不算什么了。 闭嘴, 你们可真是会信口开河呀。 蛇妖不屑得很, 当初,神族给他这件神器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凭借神器,可以横扫一个宇宙。 只不过,在此之前,这神器是一直封印起来的,最近才解开封印,他也亲自验证过神器的威力。 因此,他可不相信,所谓的神器,会是什么烂大街的马路货。 嗯,让他见见世面。 黄小龙淡笑了一下。 第1462章 我儿子他 如果说,没有去万界战场中历练,没有获得那等逆天的奇遇,说不定,这篡夺妖族王位的蛇妖,会给黄小龙等,制造巨大的麻烦。 毕竟,神器的威力,也是莫大的。 不过现在嘛,就只能说一声呵呵了。 死。 那蛇妖,倒是抢先动手了。 手中的神器短剑,就轻轻一划。 咔。 一道,一道惊天伟地的光芒,运借着神族特有的能量,直取黄小龙的大好头颅。 这一剑,这一剑斩出蛇妖那邪魅的双瞳之中,闪过一抹酸淋漓的快意。 他似乎,他似乎已经看到,黄小龙被这一道代表了神的光芒直接轰杀成渣的画面。 不过,骤然,那璀璨的光芒一下暗淡了。 只见,黄小龙伸出了右手的时钟二指,将那金黄光芒给夹住了。 稳稳当当地夹住了,就好像是夹住了一只苍蝇。 什么?蛇妖脸上,那快意绝伦的笑容,漠然地凝固了,僵硬了,就好像是,是佩戴了一张拙劣的小丑面具。 他的眉眼之间,满满的都是惊骇与不可思议。 战无不胜,功无不克的神器,所发出的夺命之光,足以摧毁一颗星球,可如今,却是被黄小龙,轻描淡写地夹住了。 整个妖族,原本都是欢乐的海洋,而现在,却是死寂死寂的一片。 啰啰啰,得让你们好好见见世面。 九公主嬉笑了一声,一步走出,一挥手。 啾啾啾,大量的神器,直接被他抛了出来。 刀枪剑戟,盾牌,弓箭。 足足十几件神器,悬浮在九公主的头顶上方,微微奇观。 要知道,黄小龙在万界战场中成神,大杀四方,几乎所有的神器,都被他席卷一空了。 而跟随黄小龙的同伴,自然每人都分润到了不少的神器。 是啊,神器,有什么稀罕的? 七公主也是抛出大量的神器,围绕着她的身体,不停地旋转。 为什么,为什么,神器,不,不应该是,不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吗? 蛇妖心态彻底崩了。 就好像是坐了一趟过山车,她引以为傲的神器,现在看来,真的就是太过寒震了。 嗯,九公主,送这位妖族女王上路。 黄小龙也不予浪费时间了。 不,不,你们,你们不能杀我。 蛇妖发出歇斯底里的狂笑声,眼泪鼻涕横流。 那位大人,赐予我神器的那位大人,在,在我的体内,留下了一道印记。 一旦,我死亡,抑或着垂死的状态,那位大人,都会感知到,然后,会直接大摩移过来。 你们虽然有神器,可是,你们,你们远远不是那位大人的对手啊。 不要自悟,杀我,就等于是自杀。 说到后来,那蛇妖,愈发地有恃无恐起来。 他并不是在空口说白话,的确,他算是那神族,安插的一个重要棋子,在他体内,也得确有印记。 他死,印记破碎,神族将会赶来。 闻言,黄小龙的眼睛,直接亮了起来。 同伴们,心中,也是狂喜不已。 那神族会亲自过来。 太好了。 简直太好了。 除了寻找七龙珠之外,黄小龙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便是将当初所遭遇的那尊神族,直接杀死。 这样,他们的宇宙,才算是暂时没有后顾之忧。 而那神族,飘渺无定,也不知道隐匿在宇宙哪一个角落,寻找起来,也颇为麻烦。 现在,蛇妖的死,能够将神族召唤过来,就等于是替黄小龙省去了许许多多的时间。 一劳永逸啊。 看到黄小龙等迟疑了起来,那蛇妖,总算是松了口气。 咯咯咯咯,怎么,终究还是怕了吧,实话告诉你们,你们虽然有神器,但是,在那位大人面前,你们脆弱的就好像瓦片一样。 好了,现在,本王就不杀你们了,你们统统跪下,献上神器,臣服本王吧。 呵呵。 黄小龙咧嘴一笑,旋即,一挥手。 他夹住的那道金色神光,以更快的速度,朝着蛇妖,反斩而去。 吼。 蛇妖连哼都没哼一声,便被拦腰斩断,旋即,整个尸体,被焚成虚无,渣都不剩。 咔嚓。 在蛇妖神魂俱灭的刹那间,他的体内,似乎有什么东西破碎了。 然后,一道神光,冲天而起,在虚空中,炸出几个神族文字,定格了几秒钟,这才烟消云散。 希望,你,快到碗里来吧,哈哈哈哈。 黄小龙玩味着看了看虚空中,消失的神闻。 与之同时,整个妖族都被震慑住了,万妖跪地,瑟瑟发抖,心神聚碎。 妖王魁,妖王吼,你们,收拾局面吧。 黄小龙随意地道。 小龙兄弟,你们放心,这里交给我们,你呢,去找龙珠吧。 妖王魁笑了笑,黄小龙微微一凝神,神念扫出。 很快,他就察觉到了龙珠的气息,不在那昆蓬殿中,又在何处? 好的。 黄小龙纵身飞起,几乎是瞬移一般,闪进了昆蓬殿。 同伴们,一些帮助两位妖王,收拾残局,而另一些,则与黄小龙一起,进入昆蓬殿堂。 黄小龙在宫殿群中,准确地找到了大妖王的藏宝库。 藏宝库中,点藏了妖族历代的珍宝,以及无数的妖术,秘法。 在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放着一颗,龙珠。 这是第三颗龙珠。 黄小龙心中微喜,一顺手,将龙珠给收了。 另外,这藏宝库中,所有的妖族宝物,都被黄小龙搜刮一空。 呃,蚊子再小也是肉嘛。 好了,搞定了,现在呢,我们就在妖界盘缓一段时间, 等着那神族过来。 黄小龙眼中,寒光微闪。 老伙计,上次在视天时界,我们一战,两败俱伤,你顿走之后,再无下落。 这一次,嘿嘿嘿,咱们得好好站一站。 一级神,抱歉,我现在是二级神, 关大一级压死人,看看我怎么镇压你。 哈哈哈哈 就在这时, 哈哈哈哈 一群蝼蚁,竟然敢杀本座留在妖界的眼线,找死,彻彻底底地找死。 罢了,本座开始清洗这个宇宙中的细菌吧, 就先从,这妖界开始吧。 灭亡,妖界,从现在开始,走向灭亡,没有任何悬念。 紧接着,便是妖族,仙界。 一把浩浩荡荡,十分的神圣,伟大的声音,当空镇压而来。 这声音,简直就是不容任何人武力,也不容任何人亵渎。 而这声音,黄小龙再熟悉也不过了。 不是当初在视天时界中,大战过一场的神族,又是谁? 来了。 居然真的来了。 而且,也来得太快了些吧。 直接顺移过来的。 好,好,太好了,非常之好。 妹夫,她来了。 三太子也是舔了舔舌头。 好,很好,上次,将我们逼迫到了绝路,生死一线, 这次,非得虐死你不可,恐怕,你还不知道,我们,都已经成神了吧? 你在我们面前,再也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 哈哈哈哈。 嗯,等会儿,玩死她。 黄小龙也是玩心大旗。 第1463章 我们都是神族。 顷客之间,整个妖界便是被一种神圣,不容亵渎的气息,给完全地笼罩住了。 这是,神族的气息。 妖界,本是阴暗之地。 毕竟,中年是被妖气熏染着的。 可是现在,随着那神族的降临,妖界的阴暗与邪恶,很快就被净化掉了,而变成了一个近乎于朝圣之地。 哒哒,哒哒,哒哒。 虚空之中,传来一把脚步的声音,这脚步声,让妖界变得死寂了起来。 似乎,天上地下,偌大无边的一个宇宙,所有的声音都凭空消失了,只剩下这脚步声。 不点很诡异,落足之处,就好像是踩在人的心肩上。 所有的妖族,都近乎崩溃掉了。 他们都涌起一种清晰的预感,这脚步声,都能将他们屠杀,毁灭。 不过,黄小龙与同伴们,倒是不受到什么影响,毕竟,他们也是神族啊。 甚至于,黄小龙还是二级神呢。 此时,黄小龙与同伴们,都已经将神力封印得死死的,至少,那尊神族是完全无法察觉的。 妹夫,现在,我们直接杀出去吗? 龙王三太子,简直就是有些跃跃欲试了,大有一种要抱一剑之仇的味道。 嗯,出去,和他慢慢玩。 黄小龙也是笑了笑,非常灿烂。 当下,黄小龙率领着同伴们,从昆蓬殿中,飞了出去。 妖界巨树之巅,宇宙星河,浩渺。 那一头金发,俊尾,体型全然没有瑕疵的神族,悬浮在虚空之中,长发飞卷,眼神邪魅。 正是在世天实界中,所遭遇到的那尊神族,差点把黄小龙等寻宝者,直接弄死的家伙。 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不过,此时此刻,黄小龙,以及他的同伴们,只是静静地站在着神族的对面。 呵呵,又见面了。 黄小龙笑嘻嘻地问道。 你风采依旧哈,嘿嘿嘿。 那神族,显然也是记得黄小龙等人。 印象极为的深刻。 又是你们? 神族怒吓。 真是想不到,又是你们这群蝼蚁。 正是这批在他看来,极为渺小的生灵,害得他,吃了大亏,身负重伤,落荒而逃。 他十分地憋屈,阴郁,怨毒。 就好像是,一个坐在金鸾宝殿上的皇帝,被街边上的一群乞丐,直接拉下了宝座。 你们这群蝼蚁,低贱的玩意儿。 神族冷漠地道。 嗯,神族根本不知道,他所面对的,是一群,与他一样的存在,甚至于,超过他的存在,他还被蒙在鼓里。 嘿嘿,又来了,和当初一样,优越感十足吗? 黄小龙摇头失笑,侃侃而谈。 对,在你看来,我们是挺渺小的。 当初呢,在视天世界,你一个眼神就能弄死我们,强,太强了,强到到了灵驾宇宙万界。 不过呢,你的伤好了吗? 你的伤好了吗? 你 黄小龙是故意拿话,去戳着神族的痛处,或有点伤口上撒盐的意思。 怒了。 神族,直接怒了。 被黄小龙击伤,乃是他毕生最大的耻辱,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在提及这件事的。 更遑论,是当着他的面说。 吼,神族,发出了低吼,他的怒气,竟然直接将附近的空间壁垒,都震出丝丝的碎纹。 仿佛,空间都要爆开了。 不过很快,这神族的怒气,便是逐渐地收敛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怜悯,一种俯视,一种机窍。 很好,你们都很好,你们这些细菌。 神族眼睛眯封。 相比,你们在世天先帝那家伙的世界中,已经找到答案了吧,关于神族,关于这个宇宙的一切。 是的,非常的震撼。 黄小龙十分诚恳地点了点头。 原来,还有一个神界。 既然知道了答案,你们这些渺小的灰尘,细菌,为什么还不知道怕呢? 神族冷笑。 你们迟早是要被消灭的,不,是很快就会被消灭。 本座,会亲自动手的,将你们彻底地覆灭之后,本座也可以回到神界了。 在这种肮脏的地方,待了这么多年,也早溺位了。 你们这个宇宙,最强的种族,所谓的妖先龙,很快,就会彻底地烟消云散。 而且,本座可以保证,你们这个宇宙,将不会剩下,任何一名活着的生灵。 所有的细菌,所有的细菌,都要被消灭掉。 在这神族的双童之中,蒙动着真切的,几乎是要转化为实质的杀技。 他是真的动了杀念了,要覆灭这个宇宙的所有生灵。 还主神一个,干干净净的宇宙。 嘿,黄小龙又是一笑。 我说,你哪来的这么强大的自信呢? 上次在视天世界,咱们好歹也是个两败俱伤吧。 哈哈哈哈,你还吹嘘,要毁掉我们这个宇宙。 话说,你先过我这关啊。 文言。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笑了,狂笑。 那神族,笑得前仰后合,几乎是笑出了眼泪,连内伤都差点笑出来了。 黄小龙也是一脸玩味,任由他笑。 娄姨,你,你还真是,真是搞笑啊。 好吧,好吧,本座说说吧。 神族喘了几口粗气,这才滔滔不绝地倒。 上次呢,是本座被视天先帝的孽畜,封印了起来,在封印打开之时,恰好遭遇了你们这群垃圾,而你们这群垃圾,尤其是你。 说着,神族将怨渎仇恨的目光,移向了黄小龙,并将黄小龙锁定住了。 的确,你很强,在各种宇宙生灵之中,你算是极强极强的,强大到了,可以伤及本座。 只是可惜,现在,你没有机会了。 神族嘴角,擒着一抹讽刺的笑语,你没有任何的机会。 本座在负伤之后,立刻远顿,回到了本座,在这个宇宙之中的老巢。 神族一笑,对,本座在你们这个宇宙,也建立起来了一处老巢,在老巢中,有本座的各种宝物。 回到老巢之后,本座闭关疗伤,在神体恢复如初之后,本座取了老巢之中,所有的神器,再度出山。 这一次,本座杀你,便如碎鸡粉一般,简单,容易。 上次,本座刚刚解脱封印,状态并不算好,而且,手中没有神器,才被你们羞辱。 这一次,你们没有机会了,本座,已经准备好了,要大开杀戒了。 哦,明白了。 黄小龙和同伴们,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 原来啊,这神族在受伤后,逃回来自己的巢穴,然后将自己所有的神器都带过来了。 不过,从以上种种来看,这神族似乎还不太清楚,此前在龙界与仙界发生的事情。 或许,他还不知道,醉风先帝,已经开启了万界战场。 也不知道,黄小龙等人,已经在万界战场中,赚了个盆满锅满了。 他还特么一无所知,真是可怜。 真是太了。 他还幼稚地认为,自己拿出老巢中的一些神器,就能顽虐黄小龙,并毁灭这个宇宙的所有生灵。 哎,黄小龙摇了摇头,旋即,耸尖道。 算了,不玩了,我们也让这可怜的家伙知道真相吧。 说完,黄小龙略微地松开,体内的封印,一丝丝纯粹的神力绽放了出来。 与之同时,同伴们也都各自地放出神力。 哄哄哄哄,神光冲天。 一道道神光,从黄小龙以及同伴们的头顶上方冲了出来。 扶摇直上九万里。 什么? 刹那间,那神族脸上的表情,便是僵硬万分。 眼珠子瞪大到了极点。 他的表情,就好像是突然见到了永远都不可能想象得到的事情。 你,你们,你们。 神族像是老年痴呆一般。 呃,抱歉,我们啊,都是神族。 黄小龙笑得比春花还灿烂。 和你一样。 第1464章 召唤员军。 黄小龙和同伴们,尽数都是绽放出神力,全身上下,金碧辉煌。 如今,站在这神族面前的,便不再是一群被他视之为低级的宇宙种族, 土鸡娃狗,而是,一大群同类。 特别是黄小龙,他拥有二级神的威压与实力。 此时,气息直接震慑那神族,将那级别生生矮了一级的神族震得几乎是快要窒息了。 而此刻,这神族内心掀起的波澜,简直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为什么,为什么会如此? 这些家伙,为什么,为什么会,会,都是神族? 不可能的呀,他们明明就是闯入是天仙帝那家伙的宝库中,为了一些垃圾玩意儿舍命探索的蝼蚁啊。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神族都快成傻子了。 呵呵,你从老巢中拿来了多少神器,都取出来吧,看看能不能把我们杀死。 黄小龙发出玩味的笑声。 狗杂碎,当初,在视天时界,差点就被你给轻易地秒杀了,你也没有想到吧,时过境迁,我们不再怕你。 龙族三太子,这时也是猙獰得很。 阴谋,你们不是神族,而你们,你们,这些都是阴谋。 那神族,瑟瑟发抖了起来,随之也爆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声。 哈哈哈哈,废话少说,跪下。 黄小龙一声怒吼,二级神的威压,滚滚散散地释放了出去。 管打一级压死人。 那神族,那神族,根本就是承受不住啊。 他的本意,是绝不会下跪的,可是,身体,却是非常的诚实。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双膝,迸发出令人心颤的摩擦声音,向下弯曲,而整个身子,也是朝着黄小龙方向,前倾,欲要跪下去。 不,不,我不能跪你,你根本不是神族,你们都不是神族,你们是冒充的,你们都是假的,你们非常的低贱。 神族,神族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嚎声,他的任何手段,神器,都已经无法使用了。 因为,在境界上,他被黄小龙死死压住了。 不仅如此,黄小龙这么多同伴,级别都与这神族伯仲之间,大家的气息放出来,一起压制,使得,这神族丝毫动弹不得。 就好像是,一个成年人,带着一大群小孩,一起联手,压着一个落单的小孩。 终于,那神族,在黄小龙的面前,双膝下跪,低下了他那高贵的,不可一世的头颅。 跪了。 呼。 万见先帝,十分的唏嘘。 在当初,我们面对这家伙的时候,根本就是蚂蚁似的,一丁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他一个念头,就足以抹杀我们一千次,一万次。 而如今,他却跪了。 哈哈哈哈,事实变换,也太快了,太快了,哈哈哈哈。 爽。 黄小龙和同伴们,都感觉到了十分爽快。 说,你们,你们究竟是,是怎么变成,变成神族的? 那神族还在嚎叫。 你不觉得,你的话太多了吗? 现在,你只不过是接下球,你还敢过躁。 黄小龙面色一寒,一巴掌抽了出去。 啪。 那神族的右边脸颊,被黄小龙抽了个正兆,抽巴掌的声音,简直就是震耳欲聋。 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个阴红的巴掌印记。 不,你们不能羞辱我,我是神族啊。 神族几乎都快要将自己的牙齿给咬碎掉了。 好了,现在你来回答问题,我问,你答。 如果你想活命,那么,我奉劝你最好合作。 如果你还一味地装逼,我就只好亲手解决掉你了。 呵呵,神族,我还没有杀过。 黄小龙笑了笑。 休想,那神族眼神之中,满是怨毒。 你在寻找龙珠,对吧?你找到了几颗龙珠? 黄小龙问道,我不会告诉你的,白痴。 不过,你们听着,神族咬牙切齿。 我可以随时哨唤我的同伴,打通壁垒,降临到这个宇宙。 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说话间,这神族,似乎也是变得有恃无恐了起来。 在相邻的许多宇宙,都有我们神族的存在。 在清理各个宇宙之中的细菌,虽然,平时,我们互不干涉。 但是,只要我发出讯号,他们,就能降临。 怎么样,怕了吗? 好了,不要再装枪做事了。 你们应该不是真正的神族,但生命的结构,已经接近神族。 这样,你们现在臣服我,我可以带你们,一起去神界。 从此之后,你们就做我的奴隶,我可以关照你们。 死到临头,这神族,依旧是如此的凹张跋扈。 黄小龙心中微怒,反手,又是一巴掌。 啪,这一巴掌,着实打得不轻,直接将这神族,另外一边的脸颊抽肿了,甚至于,连他的牙齿都打掉了一些。 吼,这神族,发出了野兽一般的低吼声,看着黄小龙的眼神,就好像是索命的厉鬼。 你,你,你,你死定了,你真的死定了,你们这个宇宙的所有生灵,都死定了,好吧,不相信我,现在,我打通壁垒,少换同伴,你们。 这神族说话,十分的决绝,根本没有回旋于地。 黄小龙也无奈了。 看来,从这个神族口中,是无法套吻出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还不如,趁着他召唤所谓的同伴,先下手为强,将其虐杀了再说。 杀机一动,黄小龙便付诸实践。 当即,一拳轰杀而去。 拳头,迅速地转化为了金色。 金光堪比太阳。 二级神的力量,尽数地抱拥,没有丝毫地保留。 你们不得好死。 神族咬牙嘶吼一声,头顶上方,直接爆出一道神光。 黄小龙的另一只手,要去拿捏这道神光,但却是无法掌握。 哼。 一拳,将那神族的心脏打穿。 拳头直接撕裂了他的身体。 拖。 神族吐出一大口金色的,圣洁的神血。 他那璀璨的眼神,一下子就暗淡了下来。 瞬间便是没有了光泽。 不过,在他生命消失的一刹那,他的嘴角,也是扯出一抹邪意浓浓的鬼像。 你们活不了多久的,你们会被神族讨伐的,你们这群,这群,砸碎。 神族的尸体,软哒哒地倒下了。 与之同时,他在宾死时,爆发出去的那一道神光,直接将这个宇宙的空间壁垒,捅破了一个大窟窿,形成了一个虫洞。 并且,有密密麻麻的神族文字,被卷入虫洞,飘逝到了远方。 妹夫,这家伙终究还是传递出去了信息。 三太子神色略微有些凝重。 哎,看来,我们这个宇宙,再也难以安生了。 万剑仙帝等,也是摇头。 怕什么,兵来将荡水来土掩罢了。 黄小龙直接将神族的尸体,扔进地府之中。 走,我们先返回仙界。 有了这个虫洞,随后,就不知道有多少的神族,会来到黄小龙这个宇宙。 第1465章 搜魂 黄小龙将那神族的尸体,真而重置地收好了。 呃,这是黄小龙第一次屠杀神族这种存在。 也是第一次得到,所谓神族的尸体。 那么,黄小龙也是准备好好研究一番的。 通过这具尸体,说不定,能够了解到,这样的一个种族,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当下,刘妖王魁与妖王吼在妖界,稳定局面。 黄小龙带着其他同伴,回到了仙界。 此时,大龙王,谷荒等人,依旧是在闭关,炼化神族能量,力求成神。 所有的一切,都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我准备去地府研究那神族尸体,你们便镇守此界,一旦发生意外情况,便可燃烧这张符传,那样,我便能在第一时间出来,掌控全局。 黄小龙将一张符传,交给三太子等。 当下,黄小龙独自进入地府。 地府中,神光熠熠。 由于,诸多的老婆,还有亲朋好友,都已经成神,被他们的气息一熏染,整个地府居然就有些神圣,堂皇的味道。 就好像,这里不是地狱,而是天堂。 小龙。 老婆们,立马过来,将黄小龙众星拱月般地簇拥起来。 成神之后的他们,他们的气质,也变得更加地尊贵,脚脚不群,凛然不可侵犯,巨人于千里之外。 当然了,这种巨人于千里之外,主要还是针对的其他圣灵。 在黄小龙面前,老婆们依旧是那么的温柔浅全,那么的似水柔情,那么的千一百顺。 黄小龙将地府的时间调整。 在地府中,度过漫长的岁月,也只是相当于外面时间的极短时间。 因此,在地府中,黄小龙便更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了。 与老婆们缠绵了一小段时间,黄小龙便是将自己封闭了起来。 独自,在一间宫殿中。 浴室台子上面,放着那一具神族的尸体。 依旧是那么的俊美,那么的完美无瑕,只不过,身体被黄小龙一拳打穿了。 尸体的头部五官,极为地扭曲,猙獰,还未闭眼。 可以说是死不瞑目了。 眼睛里面,依旧残存着临死之前的惊骇,难以置信,以及仇恨,怨毒。 不知道神族,这样一个特殊的种族,存在着怎样的秘密呢? 黄小龙徐徐地展开神念,一寸一寸地渗入到这神族的尸体之中。 他必须要偶心沥血地研究神族。 因为,在日后,黄小龙将要面对的敌人,便是神族。 如今,黄小龙自己也算是一个神族的,但与真正的神族,也还是有差别的。 再说了,论等级,黄小龙只是二级神,上面还有三级神,一直到九级神。 更有下位神,中位神,上位神。 以及,黄小龙将要去刺杀的,主神。 想想,就是头大呀。 神念,渗入到了神族尸体的每一个毛孔之中。 嗯,这神族的尸体之中,不,准确地讲,是神族的神体之中,的确是蕴含了一方天地啊。 黄小龙首先发现,神族的体内,有一种非常浩渺,宏大的味道。 也就是说,神族的体内呢,是自成空间的。 举个例子,一个神族的体内,并没有什么五脏六腑,什么经脉血管,什么骨骼啥的。 而是,宇宙,星辰,银河。 神族的身体构造,可真是不简单,虽然,我与之神族,乃是敌对的关系,但是呢,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种族,是有资格,凌驾宇宙万族的。 我们与神族相比,就好像,呃,低纬度生命与高纬度生命的区别。 黄小龙完全地进入了一种苦心钻研的状态。 神族的身体构造,内部核心,乃是宇宙的形态。 这一点,就与黄小龙这种,靠汲取神力成神的,有很大区别了。 比如黄小龙,以及他的同伴们,现在身体内部的状况,依旧是血脉经络内脏。 严格意义上讲,称不上神族。 继续研究,因为体内,是宇宙形态,空间弱大,因此呢,便可以处放大量的物品。 就这尊神族的尸体内部,便是漂浮着一些神器,以及一些丹药,姑且称之为神丹。 黄小龙心念一动,用意识,凝化为首,将尸体内处放的神器,神丹,通通取出。 接下来,黄小龙便是发现,在这尸体的内部,还有不少的神族文字。 这些神族文字,在阐述着一些奥妙。 我知道了,黄小龙的眼睛,骤然大亮。 神族身体的内部,之所以是宇宙的形态,是基于,这些神族文字的,一个个神族文字,组合起来, 就形成了,类似于符传一样的东西。 而一张张类似于符传的东西,不只成为了一个个类似于阵法的东西, 再由一个个阵法,最终,形成了宇宙一样的生命形态。 黄小龙的悟性,也是超强的。 在研究了一番之后,黄小龙便是悟出真谛了。 嗯,神文成符,符成阵,一个个大阵勾结,形成奇特的神体。 倘若,我可以理解明白这些神族文字,那么,我就,嗯。 黄小龙的内心,完全地狂热了起来。 读懂神族文字,可以让黄小龙的研究,一日千里。 但是,悬傲晦涩的神族文字,黄小龙一个也不认识。 神族文字,已经超出黄小龙的知识范畴了。 马蛋,不懂神族文字,那中卫神允,还让我混入神界。 这,这你马,他太特么异想天开了吧。 黄小龙无语。 至少来说,得让人能读懂神族文字吧。 否则,混入神族,也是文盲啊。 由于,不懂得神族文字,这也导致,黄小龙的研究,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瓶颈。 哪怕黄小龙才智高绝,悟性逆天,也是毫无作为。 甚至可以说,如果黄小龙不弄懂神族文字的话,那么,他的研究,可以就此终止了。 妈的,神族文字,我应该怎样去学习呢? 等内云来找我,然后,我再向他请教。 黄小龙有些无语,他心仰难挠,似乎已经等不及了。 想要立刻针对这具尸体,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 再说了,黄小龙也并不彻底地信任那个云。 与虎谋疲吧。 等等,从这尸体中,我能否掌握神文呢? 黄小龙脑中,忽然闪过一道灵光,就好像是隐隐约约,把握住了一些东西。 倘若是一个人,在死亡之后,三魂六魄就会离体,灵魂脱离皮囊,变成鬼。 而搜索鬼的记忆,是可以掌握鬼生前的诸多事情。 黄小龙眼中精芒闪烁。 这神族死后,我一直存放在地府之中,倘若他也有灵魂,那么,我用搜魂便可以搜集到他灵魂之中的一些残片,了解到他的记忆。 那么,有可能,便能如愿以偿,掌握神闻的奥秘。 心念至此,黄小龙的眼睛,完全地亮了。 熠熠生灰。 下一秒,搜魂。 黄小龙一挥手,右手变得如漆黑如鬼爪,在那神族的尸体上方,直接抓射。 他要将神族残存的气息,尽数都搜集起来。 如果,这神族在死亡之后,有残念,残魂,那么,也会被黄小龙抓住。 黄小龙的老本行,便是抓鬼,如果是人死,那黄小龙对于各种灵魂的研究,那是非常惊深的。 但是,神族死亡,会留下什么,会不会成鬼,这些,黄小龙一无所知。 说白了,就是讲,他并没有感知。 神族鬼魂,的能力。 当然,前提是神族身死盗销后,有着亡魂的存在。 而这时,他就不惜一世,搜魂。 哄。 一些无形的念头,游离在神族尸体附近的念头,竟然是被黄小龙抓住的。 果然有。 黄小龙脱口而出。 第1466章 转大了。 黄小龙用搜魂之术一抓,果然是抓到不少的。 残魂,这神族身死盗销之后,留下的残魂。 当下,黄小龙念诵咒语,让得这些残碎的魂念,都凝实了起来。 嗯? 黄小龙嘀吼一声,无数的碎片,强行地柔和成为了一个球体。 一个金色的球。 大约便是有着一个足球般的大小。 球体,悬浮在了黄小龙的面前。 而在这个球体里面,就好像是放电影一样,走马观花似的,在播放着许多的画面。 一针一针画面。 在这些画面中,记录了那神族的一生。 幼年诞生在神界一个普通的家庭。 然后成年之后,被派遣下来,到黄小龙所在的宇宙,执行任务,也就是消灭黄小龙这个宇宙中的所有生灵。 然后是与世天先帝,古荒等的交际。 可以说,这神族的一生,并不算十分精彩,也不算复杂。 黄小龙自然不可能去吞噬他所有的记忆,而是用符传,将属于神族文字的一小部分记忆,给小心翼翼地剥离了出来。 对于黄小龙这种阴天子来讲,要从繁琐复杂的一大段记忆中,剥离出来自己所需要的一小部分,并不难。 纵然是属于神族的记忆,黄小龙只要多付出一些苦心,也还是可以获得的。 大功告成,眼前,便是悬浮着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物体,那里面,蕴含的,便是神族的文字。 呃呵呵呵,还是让我得到神族文字这方面的知识了,哈哈哈哈。 黄小龙也是有着几分得意,这一道难关,也算是让他给攻破了。 当下,黄小龙直接催动神念。 强大的神念,就好像是八爪鱼一样,将那个运有神族文字知识的乒乓球给包裹住了,然后,一点一点地吞噬。 神族文字知识,如涓涓细流一般,开始融入到了黄小龙的思想,灵魂之中。 根本不需要学习,就好像是打印机打印出文件一般,随着吸收这乒乓球里的知识,黄小龙简直就是无师自通。 他开始掌握了神族文字。 到后来,这种文字,就像是他的母语一般,非常的纯熟,与生俱来。 不多时,那个乒乓球里的知识,便是被黄小龙完全地吸收干净了。 哼,掌握神族语言了。 黄小龙一得志满,然后一挥手,正准备将神族留下的其他记忆给打碎掉。 毕竟,是神族的记忆,神族的情感,神族是高纬度生命,贸然地去吸收他们一生的喜怒哀乐,得不偿失,有可能造成自己的精神崩溃。 不过,忽然,又是一道灵光,闪入黄小龙的脑子里。 等等。 黄小龙心念微微移动。 一伸手,掌心出现一碗水。 梦婆汤。 所谓的梦婆汤,是阴魂在投胎之前必须要喝的。 喝了梦婆汤,一生记忆,功德业力,恩怨,全部都被抹去了。 阴魂,也变成了最为纯粹的阴魂,干净得很。 黄小龙直接用梦婆汤,拖在了神族的这一团残魂上。 拖。 残魂中的记忆,画面,全部都蒸发掉了。 让得,这一团残魂,也变得晶莹剔透,竟无侠晦。 纯粹的能量,哈哈哈哈。 黄小龙不再犹豫,直接用神念,将这一团被梦婆汤洗过的魂,汲取了。 滋补。 吃什么补什么? 在汲取干净之后,黄小龙打了一个宝格。 爽。 太爽了。 果然不愧为神族的残魂,吞吃之后,黄小龙的神念,有了一个质的突破。 太爽啊,如果能够猎杀更多的神族,将他们的魂玻璃出来,用梦婆汤一洗,吃起来真是美滋滋。 对于我自己的神念,灵魂之力,简直就是颇天的大谷啊。 黄小龙终于找到了一条提升自己的捷径。 对于杀神族上,黄小龙没什么心理压力,他隐隐约约有一种预感,迟早,会与神族展开大战的。 这些念口,暂且不提,现在,掌握了神文,黄小龙更加专注地致力于研究这一具神族的尸体。 神念,再度渗入尸体的内部,开始解读一个个神族文字。 这次能看懂了,研究起来,视如破竹。 果然,这些神族,是在自己的体内,布置出来了浮转,然后浮转成为阵法。 嗯嗯嗯,就是这样。 黄小龙轻而易举便破解了。 不过呢,从浮转本身的技术含量来讲,倒也不是那么的厉害。 黄小龙开始品头论足起来。 因为,黄小龙对于化浮车的,太有研究了,研究得太深入了,所以说,他是以专业的角度去看。 得到的结论便是,从这尸体内部的浮与阵来讲,客观评价,神族化浮与布阵的技术,不太行。 当然了,这个不太行只是和黄小龙这种逆天的行家相比。 就在这时,等等。 既然我掌握了神族文字,而且,化浮和阵法,又是我的老本行,那么。 黄小龙心念电转。 嗯,我用神文,结合自己化浮的知识与造诣,制作出一批浮转来看看。 这完全就是意识灵感。 不过,黄小龙是个勇于尝试的人,说干就干。 当下,取出一张品质极高的空白符纸。 用神文,在符纸上画符。 所画的,也是一种比较基础的符传了,雷符。 一气呵成。 符成。 这张,这张雷符画好之后,符纸之上,竟是神光闪烁,金兮一片。 这张符,并不是用法力画成的。 而是通过神文,用黄小龙体内的神力画成的。 哈哈哈哈,成了。 黄小龙大笑不已,当下,直接跑了出去。 我倒要试试,这张符的威力,究竟如何。 当下,黄小龙选择了地府之中,一片荒芜的大山。 地府在炼化了地狱星球之后,面积广袤,无边,是另一个卫面,另一个世界。 这一片大山,连绵起伏十万里,高也是有万丈。 黄小龙二话不说,直接撕了符传。 下一刻。 哄。 金色的神雷,直接炸了出来。 形成一道金色的冲击波,也就是眨眼间,便将那一片绵绵无尽的荒山,炸成了鸡粉,移为了平地。 这恐怖的爆炸,连地府都摇晃起来。 就连爆炸所产生的余波,威力都是极大。 如果不是黄小龙本人在此,阻止了余波的蔓延,恐怖,会在地府之中,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 太厉害了,哈哈哈哈,这只是一张最最最普通的雷符啊。 黄小龙终是忍不住,狂笑了起来。 仅仅只是一张低级的符传,所爆发出来的威力,简直就可以毁灭一颗巨大的星球。 哈哈哈哈,我转了,我转大了,用神文,神力,结合我符传阵法方面的知识,可以画出威力恐怖至极的符。 我精通几万几十万种符传的画法,几万几十万阵法。 我,我,哈哈哈哈,我特么转大了啊,哈哈哈哈。 黄小龙知道,自己已经打通了一条非常非常光明道路。 以此画幅传,恐怕,在整个神界,所有的神族之中,都找不出来一个。 黄小龙,独一无二。 对于前路,对于未来,黄小龙的信心,也是更加的足了。 第1467章 神族大军到来 如今,黄小龙是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了。 那便是用神文与神力画符。 当然,制作阵法也可以。 用神力画出来的符,便为神符。 用神力布置出来的阵法,便为神阵。 无论是神符还是神阵,都有着轰塌宇宙的恐怖威能。 如今,黄小龙非常的自信,随意地画一张神符,寻杀类型的神符,便可以在动念之间杀死诸多的低级神。 神与二级神,那是随意地杀。 也就是说,黄小龙虽然只不过是二级神,但却是拥有了超过这境界的恐怖杀伤力。 这种战斗力,哪怕是放在神界,也是个艺术。 这都是拜他满腹精伦的画符布阵之学所赐。 呵呵,恐怕,那中卫神云,亦是想不到吧。 哈哈哈哈。 黄小龙不无得意。 当下,黄小龙便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画出了大量的,不计其数的神符。 不过,黄小龙乃是集收神族能量成神,因此,在画符的时候,消耗的神力,弥补起来,极为地缓慢,艰难。 每次消耗过大,黄小龙都会去汲取一些神族能量,亦或者神器中蕴含的能量,这才可以得到补充。 嗯,我还不是真正的神族,不能从冥冥之中的神界,自动汲取神力。 黄小龙潜心思索了起来。 这样就好像是无根之水啊。 如果身边的神族能量,全部消耗殆尽,便是麻烦事。 不过,这难不倒黄小龙。 他按照那神族尸体中,布置出来的阵法,在自己体内鼓道。 用神念,书写神文。 神文再成符传。 一个个符传,开始布置出阵。 一个个阵,再勾结为大型阵法。 黄小龙这是在改造自己的身体。 将自己的身体,彻彻底底地改造成真正的神族。 终于,在经过半个月的改造之后,黄小龙的体内,五脏六腑,经脉血管,尽数都是转化成为了烟波浩渺的宇宙形态。 就等于是说,黄小龙的身体,俨然已经是一个无尽深渊的宇宙。 与之同时,黄小龙能够清楚地感应到,自己与另一个卫面产生的联系,一种骨肉相连的感觉。 而黄小龙的身体,每分每秒,都可以从这个卫面之中,汲取到力量,滋养壮大自己的身躯。 这个卫面,毫无疑问,便是神界。 汲取过来的能量,便是神力。 如此一来,黄小龙哪怕根本不修炼,只靠汲取神力,总有一天,便都可以晋升为三级神。 当然,这个过程,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缓慢。 不过无妨,现在画幅布阵,消耗的神力,恢复起来,便是极快。 在画幅的同时,黄小龙也是将这个宇宙,成神的生灵,其身体内部,统统进行了改造。 一个个的,都改造成为了真正的神族,可以窃取神界能量。 不,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是窃取,而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享用。 古荒与大龙,龙母等,亦是成神。 这一日,黄小龙离开地府。 仙界。 宫营主人出关。 成神之后,并且身体经过改造的古荒,以及大龙王,醉丰仙帝等,尽数都是朝着黄小龙行礼,恭敬得简直不成样子。 那神族开辟出来的虫洞,没有什么异状吧? 黄小龙随意问道。 妹夫,一切都安好。 不过,那虫洞的另一侧,隐隐约约,又莫大的威压,传递过来,似乎是一种预兆。 龙王三太子簇眉道。 嗯,一种大战将至的预兆吧。 黄小龙并不感觉到意外。 既然,那神族在临死之时,已经传递出去了讯息,召唤其他神族来讨伐这个宇宙,那么,战事便是无可避免。 与神族战,呵呵,真是想想就刺激。 黄小龙眼中,竟也闪烁出来了一丝丝亢奋的战义。 他并不怯战。 贤叙,神族之时,三儿,七儿,九儿,已经如数地告诉了我,真是。 大龙王略微有些不安地摇了摇头。 想不到,我们这些宇宙生灵,竟是神族的死敌,当然,我们还不配成为神族的敌人,我们只是单方面被碾压与消灭的对象罢了。 父王,你何必如此自清自荐呢? 七公主小嘴一扁。 有小龙在,我们不怕,而且,我们龙族,与神族也有一些关联。 我们的祖先,乃是神族的坐骑。 嗯,我们龙族也是高贵的,却沦为神族坐骑,这真是一种羞辱。 或许,在神界的祖龙,也不甘于此吧。 我们龙族,受到神族的压迫很深啊。 战是无可避免的。 龙母也是神色紧绷。 鲜许,如今我们都成神了,但按照神族的境界来讲,只是极为低级的存在。 倘若,有高级神来讨伐,那,你们有各种担忧,实处正常。 黄小龙淡然一笑,神族即将大兵压境,我们也得妥善地安排一番。 当下,黄小龙召集宇宙各路强者,一同聚集在仙界。 镇守妖界的妖王魁与妖王侯,以及龙界中的许多巨龙,都抵达仙界。 首先是战前动员。 事实上,也根本也不需要动员,事关生死,屈服也不能够求存,难不成在神族的阴威下自杀? 蝼蚁尚且狗活呢? 想要活下去,唯有战斗。 反抗神族,绝没有第二种可能。 黄小龙将自己在地府中画好的部分神符,分发给同伴们。 随后,便是以仙界为中心,开始布阵。 阵法,大多都是从是天先帝那里,学习到的。 本是仙阵? 这些仙阵,屠杀仙人龙族打摇,都不成问题,但是要诸神,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黄小龙早就将仙阵改为神阵,对于神族是有巨大威胁的。 接下来的日子,黄小龙便在成神那些同伴们的协助之下,以仙界为中心,布下大量的神阵。 这些神阵,都隐匿在宇宙虚空之中,被黄小龙的浮转遮蔽了起来,极不容易被察觉。 一旦厮杀,黄小龙心念一动,便可开启神阵。 终于, 哄哄哄。 在那神族临死前,开辟出来的虫洞中,爆发出来了一缕缕神光。 金黄色的神光,从虫洞的另一端,照耀了过来。 神光所过之处,这宇宙的空间壁垒,都在剥落。 似乎,神光一照,这个宇宙的空间壁垒就像脆弱的玻璃一般裂开了,最终爆炸,形成一个个的可怕黑洞。 莫大的威压,随之而来。 在这等威压的笼罩之下,这个宇宙的巫术星球,无数的生灵,都开始瑟瑟发抖起来。 就好像,这个宇宙已经非常的不稳固,随时有可能崩溃,塌陷似的。 黄小龙,率领同伴们,悬浮在仙界的仙宫之巅,目光与神念,都是锁定的那个虫洞。 小龙兄弟,敌人来了,神族大军来了。 万剑先帝身体发颤,不过,眼中也是略过一抹狠意。 战吧,无论敌人是什么,要侵略我们的宇宙,就要付出代价,死。 下一秒。 嗖,嗖,嗖。 几道金光闪出,在金光中,走出几尊体型完美无缺,满头金发的男子。 是神族。 接下来,更多的神族,有男有女,络绎不绝地从虫洞中走出。 强大的傲气与杀意,在他们踏入这个宇宙的那一刻起,便爆发了出来。 呵呵呵,欢迎来到我们的宇宙,杂粹们。 黄小龙眼睛眯封,瞳孔之中,却是闪出一丝丝圣人之意。 第1468章 同类 眨眼间,便是一尊一尊的神族,踏入了这个宇宙。 黄小龙率领同伴们,灵力在仙界之巅,与之对峙。 嗯,这次过来侵犯的神族,有一级神,二级神,嗯,还有一些等级更高的,三级神,甚至于四级神。 黄小龙神念飞快地运转了起来,不断地评估着敌人的级别。 幸好,这次过来的神族,还是以一级神居多,连二级神都显有,至于更高级别的,就只有灵星几尊了。 站在黄小龙身旁的同伴们,压力也是有,但不至于崩溃,毕竟,同伴们也都是神族了,而且体内也都被黄小龙开辟出来了宇宙。 和对面这群神族,毫无二知。 至于说,其他的宇宙生灵,那可就是岌岌可危了,这么多神族降临过来,那等危压,稍微一扩散,一般的宇宙生灵,哪怕是仙界的仙人,都产生着一种马上就要魂飞魄散的感觉。 黄小龙也是反应极快,在这些神族侵略者现身之时,便已经仙界龙界妖界,一股脑的尽数收入了地府之中。 这样的举动,让得这些神族都意识到,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少年,便是这个宇宙的领袖。 一道道神念,隔空将黄小龙锁定住了。 黄小龙埋在宇宙中的各种神阵,以及体内藏的各种神符,不断地化解着灵体的威压。 终于,在那个冲动之中,不再有神族涌来。 黄小龙数了数,一共降临了九十九尊神族。 可以说是阵容极其庞大了。 这等阵容,足以在动念之间,将这个宇宙毁灭一亿次,十亿次。 哦,想不到,这个宇宙的生灵,居然谋杀了一尊神族。 领头的一位神族,穿着一件金色的披风,是那样冒俊到妖孽的少年模样。 金色的瞳孔中,闪烁出来了源于骨穴之中的傲慢与不屑。 真是没用的家伙呢。 居然无法完成任务,反而被这个宇宙的渺小生灵给逆袭杀死了。 丢人,我们神族历史上,好像,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吧。 另一名神族,气息也很强大,是个女人。 太美了。 那种美,用诸如倾国倾城,风华绝代,都不足以形容万分之一。 那是一种完全没有瑕疵,没有缺陷的美。 比如,黄小龙的老婆,每一位老婆,都是美丽与气质并存, 但是与这神族的女人相比,的确,明显就是有弱点,有缺憾的。 不过呢,这种美,令人产生恐惧。 因为是不真实的美。 世间的美,还是应该有瑕疵,才显得真实,入目三分吧。 物极必反,彻底地完美,有时候就是一种丑陋。 呵呵呵,临死前的召唤,将我们这些,在附近宇宙,执行毁灭任务的神族,尽数都是召唤了过来。 领头的神族,戏谑地看着黄小龙,以及他身旁的同伴。 嗯,你们这个宇宙,还算是可以,至少,谋杀了一位神族。 那么,现在,你们便描述一下,是如何杀死我们那个丢脸的同伴。 说吧,说出来,我们很感兴趣。 他的语气,比命令更加的残酷,就好像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生灵,在对一些蝼蚁与灰尘发话。 呃,黄小龙愣了一下,旋即哑然失笑。 很好奇对吧?那么,如果我告诉了你们,你们会如此处置我们这宇宙呢? 嗯,那神族的首领,微微一笑。 你告诉我们之后呢,我们就会动手,将这个宇宙任何活着的生灵,统统地抹杀。 这是任务。 你们这些卑微的家伙,存在于宇宙中,是一种罪孽。 要清洗罪孽,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你们,毁灭。 不要怨恨,也不要亲存侥倾,这是你们的宿命。 这个神族首领,将杀戮与毁灭,说得非常的平淡,非常的大义凛然,似乎完全站在了正义的一方。 这种说法,让得黄小龙与同伴们,都是恨意滔天。 嗯,说吧,说出来,我们可以恩赐,所谓的恩赐,就是用神力,瞬间将你们这个宇宙的生灵,全部抹杀,这样,你们不会有痛苦。 神族首领,咧嘴一笑,他笑得很残忍。 如果你们还在坚持什么,或者说,太过无礼,那么,你们就会死得比较痛苦了。 威胁。 黄小龙身边的同伴们,此时,也都是显现出来了的杀机。 哪怕敌人强凶霸道,也要反抗。 大家都是神族之体,其实都处于一个层面,只是级别有高低。 不至于连反抗的念头都没有。 黄小龙灵魂传音,告诉大家,不要紧张,一切,他自有主张。 同伴们,自然是为黄小龙马首试瞻了。 好吧,我来说。 黄小龙似笑非笑,眼神之中,有着讽刺的意味。 那些神族,自然不宜有他,他们都认为,黄小龙已经屈服了。 在神族面前,尤其是在近百尊神族面前,任何宇宙,任何种族,任何生灵,都是垃圾,绝对的垃圾。 之所以能够杀那个神族呢,是因为我们有。 说话间,黄小龙一挥手。 嗖,嗖,嗖。 密密麻麻的神器,被黄小龙放了出来。 嗯,那些神族,面部的表情,都是微微一变。 甚至于,连那神族首领,瞳孔都忍不住收缩了几下。 神器,这么多神器。 你们,你们这些,蝼蚁,怎么会有这么多神器? 而接下来,让这些神族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 在黄小龙的示意下,同伴们,尽数都是将自己的神器,放了出来。 要知道,黄小龙和同伴们,几乎是将万界战场中,所有的神器,都洗劫以空了。 因此,他们手头上的神器,数量还是比较庞大的。 不多时,密密麻麻,五花八门的神器,便是悬浮在了黄小龙与同伴们的头顶上方。 金光闪耀,美轮美幻。 一种神圣的气氛,立刻蔓延开来,将这个宇宙,都完全地渲染了。 神器,那些神族,一个个的,眼神之中,都浮现出来了贪婪之意。 毕竟,侵杀而来的这些神族,大多数都是一级神。 而数量如此庞大的神器,自然惹得那些一级神眼红心跳。 不要说一级神与二级神了,哪怕是那神族首领,现在都有些贪恋炙热了。 哦,原来,原来是用神器,这些神器,你们哪儿得到的? 那神族首领怒斥道,玄机眉头一皱? 难不成,是有高级神,曾经来到这个宇宙,将自己的宝藏,留在此处,被你们这些蝼蚁发现了? 那神族女人,立刻点头。 肯定是了,这些低贱的生灵,居然能够发现高级神留下的神器,不过,神器在他们手中,可真是暴天天物了。 大约,你们认为,依靠这些神器,便可抵挡我们,真是,有些可笑呢。 那神族首领,冷冽一笑。 垃圾,哪怕是拿着最强大的神器,终究,也还是垃圾。 是吗?黄小龙眼中,略过一抹狠意。 下一秒。 哄。 黄小龙将屏蔽起来的神之气息,完全地爆发了出来。 一圈圈神圣的光芒,萦绕着黄小龙,将其衬托得凛然不可侵犯。 神族。 黄小龙身后的同伴们,也一个个地爆发出来了神力。 赫然,这群亲来的神族,猛然发现,他们面对的,并不是一群普通的蝼蚁般的宇宙生灵。 而是,他们的,同类。 嗯? 这,这个,这。 那神族首领,脑子彻底地乱了,风中凌乱。 第1469章 全部歼灭 如果说,当初黄小龙与同伴们,在万界战场中,炼化了神力,成神,只是形似的话, 那么现在,在体内用神文布置阵法,将身体结构化为洪荒宇宙,就完成了。 行神兼备? 说穿了,黄小龙等人,现在就是实打实的神族,当然,除了他们的灵魂与心,是与神族敌对的。 你们居然也是神族? 那99尊神族中,级别最高的首领,眼中的杀意与阴质,渐渐地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松懈。 很显然,他,以及身后的神族,已经把黄小龙等,视为同类。 也对,在他们看来,神族是凌驾宇宙的天骄,是独一无二的种族,而且至高无上,其他的种族是断然无法模仿神族的。 于是,99尊神族都放松了下来。 搞什么鬼? 那神族首领嘟嘟囔囔地道。 你们怎么都来这个宇宙了,还发生了内讧吗? 黄小龙似笑非笑。 罢了,既然是内讧,那也就无妨了。 但你们善杀同族,也是大罪。 那首领拿枪捏掉的道。 你们是哪一位大人的属下? 哪一位大人? 黄小龙一掷,旋即便是摇了摇头。 哦,你们上面没有任何大人。 那首领眼珠子转了几下,一丝丝脚筷之意掠过,旋即便是干咳了几声。 板着脸道。 嗯,上面没人,那可是大忌。 不如这样吧,你们都归顺我,做我的手下。 哼,我身为四级神,做你们的老大,你们也不吃亏。 再说了,我背后,可是有一尊九级神在撑腰的。 好吗,这家伙居然想收编黄小龙。 与之同时,黄小龙已经在和同伴们灵魂传音了。 这些神族,一个都不能留下,统统都必须杀死,而且,不能够让他们,再度传递出去任何的信息。 动作要快,听我号令,用我给你们的福转,杀敌,全坚。 黄小龙的杀鸡,早就蒙动。 不但要杀,而且要做得干干净净,只要铲除了这批神族,那么,暂时就不会再有神族的人马,前来这个宇宙捣乱了。 这个,黄小龙故作犹豫,暗暗地,已经准备好了一大堆福转。 什么定身福,雷急福,火福,灭魂福。 各种的福转,尽数都是用神文写出来的,蕴含恐怖威力。 同伴们,也是在紧张与亢奋之中,悄悄捏住福转。 怎么,你还犹豫? 那首领,面色之中,浮显出来浓浓地不满。 这是在给你们这群散兵游泳的机会。 哼,没有背景,你们在神界,就是最底层。 嘿,嘿。 黄小龙干咳了几声,旋即,一本正经的道。 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是神族,与你们这些畜生,也不是什么同类。 呃,现在呢,我就要将你们这群畜生,轰杀成渣。 嗯? 听到黄小龙的话,那神族首领,以及麾下的神族,尽数都是有些懵逼。 错愕。 呆滞。 本来,他们在认定黄小龙等,也是神族之后,便是放松了警惕,将战役与杀鸡都抛开了。 而如今,黄小龙这么一说,使得他们的大脑,有一个瞬间的停顿。 就是现在。 杀? 黄小龙眼中,飞快地掠过一抹冰冷肃杀之意,下一秒,双手一挥。 密密麻麻的福转,尽数都是攻击性的福转,如雪花,如暴雨,朝着对面的九十九尊神族轰了过去。 在就在时刻准备着的同伴们,也是抛出了福转。 数量上千的福转,几乎是将一方空间都填满了。 神兮闪耀。 一个个神闻,争腾而起,畏为奇观。 这是什么? 那四级神,爆发出冰冷而惊骇的尖叫声。 砰砰砰,炸开了。 数千张福转,尽数炸开。 爆发出风、雨、雷、电、火、光、冰。 诸多的攻击,都是运借着神力的攻击,非同小可。 而且,黄小龙还甩出去了不少的定身符。 让得,对面绝大多数神族,都被定死在了虚空之中,动弹不得。 有心算无心,而且,是数千张福转,围剿九十九名神族。 这让得,不少的神族,特别是一级神与二级神,直接便死于非命。 一具具神族的尸体,就好像是下饺子一样,从空中整齐掉落。 这一波攻击过后,九十九名趾高气昂,来势汹汹的神族,仅仅只剩下那首领,四级神,以及那女性神族,估摸着是三级神。 其他的,全部都陨落了。几乎就是全军覆没。 幸存的两尊神族,虽然没有死亡,但一时受伤不浅,身上的神光,都暗淡了一些。 嗯,看来,目前我所画的神符,只能够杀死一级神与二级神,重创三级神,让四级神负伤。 黄晓龙也不忘评估一番。不过,这一战,黄晓龙算是大获全胜了。 吼,你们这群,你们这群畜生。 那神族首领,爆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嚎声,这声音里,充满了怨毒,仇恨,杀戮,以及惊恐。 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从来没有眼睁睁地看着近百的同伴,在自己眼皮子低下死亡。 从来都只有神族杀各种宇宙生灵的,绝对没有神族被反杀的例子。 从来没有。 今天,算是开了仙河。 我们走吧,我们快走。 那女性神族,早就被吓得魂飞魄散了。 这个时候,连忙招呼四级神跑路。 等着,你们都等着,你们这些手段,还杀不了我。 放心,我会请我的大人,九级神,亲自来杀你们的。 那神族首领,放下了一句狠话,旋即,与那女性神族,各化为一道神光,便要冲入那个冲动之中。 要逃顿,回去搬救兵。 不过,黄小龙显然是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打阵,开启。 黄小龙怒吼了一声。 心念一动,黄小龙埋在这片区域的各种阵法,瞬间地打开了。 一条条神光,就好像是蜘蛛网一般,显现了出来。 而这些神光之中,布满了神文,浮转,勾动城镇。 这是一个顶级大镇。 杀伤力,要比单纯的浮转,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一下子,那准备蓄力逃顿的两尊神族,急冲而上的身形,一下子就凝制住了。 好像是昆虫被牢牢地粘在了蜘蛛网上。 大镇的威压,席卷了它们,让它们瑟瑟发抖,就好像是在面对什么无法对抗的庞然大物。 哈哈哈哈,不错,我亲手布置出来的阵法,可以困住等级略高的神族,并且,予取予夺,掌控它们的命运。 黄小龙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极为爽快的微妙感觉。 这一次,被它拿捏住的,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而是神族啊。 灵驾宇宙的神族啊。 不,那两尊神族,终于是完全耸了,爆发出来了惊骇莫名的嚎叫声,心态也是崩了。 黄小龙的同伴们,尽数都是狂喜不已。 精神振奋。 本来,大家伙面对神族,那是非常的绝望,认为,无力抵抗的。 可今天,在黄小龙的率领之下,大家打了一场全奸的战役。 在不损一兵一族的前提下,歼灭了九十九尊神族,甚至还包括如今砧板上的三级神与四级神。 完胜。 太好了,太好了。 贤婿,看来,神族也不是不能杀的。 哈哈哈哈,竟敢侵略我们的宇宙,这就是有来无回。 哈哈哈哈。 大龙王,也是爆发出欣慰的大笑声。 神族,死。 骨荒一脸冷漠。 住手,你们想做什么? 那四级神,慌忙吼叫了起来。 大家都是同族,你们不要乱来,看你们布置出来的这个阵法,你们背后,应该是有巨大靠山的。 只有高级神,才有可能布置出来这等阵法。 或许,你们背后的靠山,是诞生了神格的那些大人。 好了,我说回之前的话,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我道歉,放心,我不会泄露今天的事情。 扑,你特么是龙子吗? 黄小龙哑然失笑。 我早说过,我不是你们的同类了,我怎么可能是神族,神族都是畜生啊。 话音刚落,黄小龙直接开启大阵中的沙阵,将那两尊神族活活地炼死了。 嗯,干得漂亮。 黄小龙咧嘴一笑。 好了,这些尸体,我尽数搜集起来,存放在地府之中,好好地再研究一番,物尽其用。 在那陨前来找我之前,我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争取,在与他谈判之时,掌握足够多的筹码。 第1470章 不找到龙珠,事不罢休。 这一战大获全胜,斩九十九尊神族。 这让整个宇宙的生灵,都如打了鸡血一般振奋了起来。 不过,黄小龙在短暂的喜悦之后,便是收拾情怀,带着九十九尊神族的尸体,一同来到了地府。 在一间大殿中,九十九尊散发着金色光芒的神族尸体,尽数都是横躺在御尸台子上。 整间大殿,都充满了一种死亡与凋零的味道,俨然就是一个停尸房。 这些家伙刚死,他们残存的记忆,应该还是比较完整的。 黄小龙笑了笑,旋即便是用搜魂的秘术,不断地摄取、搜集。 很快,每一尊神族尸体的上方,便是凝聚出来了一个足球般大小的物质。 那是残魂。 一团团的残魂之中,就好像是放电影一般,回放着每一名神族生前的经历。 他们的人生,也还算是丰富了。 尤其是那四级神,他的名字叫做穆,也经历过许多的事情,在神界,比一般的底层要好一些,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正如他所说,他的背后,有一个九级神的靠山。 黄小龙开始去无存经,将这些残魂中,相对比较有用的记忆,都提取了出来,融合在了自己的灵魂神念之中。 如此,半个月过去了,黄小龙融合了一些记忆,对于神界,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 神界,非常的广袤,比一般的宇宙,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在神界之中,神族就好像地球人一样繁衍生息。 有壁垒分明的社会结构,也有三六九等。 总而言之,神族这个群体,与地球人类,其实分别也是不太大的。 至于说,有关主神,还有诞生的神格的神,这些神族的记忆里面,并不多。 可能,他们的层次,终究还是太低了。 但总的来说,黄小龙对于神界,不再是那么的陌生了。 算是心里有苦了。 另外,这些残魂的记忆中,还有少量的神族功法,也就是神族所修炼的玩意儿,黄小龙也一并提取了出来,融合到自己灵魂之中。 当然,只是融合了这些功法的修炼之法,远远不是掌握这些神族功法。 还得靠黄小龙自己脚踏实地的修炼才好。 最后,黄小龙用孟婆汤,把一团团残魂中,蕴含的不太重要的记忆,情感,精力,尽数都洗干净了。 是的,这一团团残魂,变成了最为纯净的能量。 滋养神魂的能量。 呵呵,这可是神族的魂啊。 比任何鬼魂、阴魂,要高级了不知道多少倍。 黄小龙又用炼药之法,将这九九团纯净至极的神族之魂,炼成了九十九粒丹药。 提升灵魂的丹药。 当下,黄小龙开始服药。 闭关。 服药。 现在,整个宇宙都处于一种相对比较安全的状况,暂时也没有神族来滋饶与侵略了。 所以,留给黄小龙的时间,还是很多的。 慢慢地修炼。 每一粒丹药,都会扩展黄小龙的灵魂,提升灵魂的品质。 在地府之中,足足修炼了数年光阴。 终于,黄小龙是将所有的丹药,全部的服用,炼化了。 而黄小龙的灵魂,也变成了璀璨的金色河流,蕴含了神族的气息,河流之中,有着奥妙的神闻在流淌。 在黄小龙的双瞳之中,亦有深邃如渊海一般的金兮在流淌。 他的一个眼神,现在就连一般的神族,都受不了,会直接崩溃。 嗯,现在,我的灵魂品质,大约。 黄小龙琢磨了一下。 嗯,大约相当于五级神,一或者六级神的灵魂。 也就是说,在服用了这九十九名神族灵魂炼成的丹药之后,黄小龙的灵魂品质,直接提升得到了一种极高的,类似于五级,六级神的境界。 黄小龙本身神体神力的境界,其实还是二级神。 但是呢,他的灵魂,相当于五,六级神。 这倒是有些另类了。 灵魂之力,远远超过了神力本身。 当然,这等庞大的灵魂之力,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神力,攻击敌人,但是呢,可以使用心魔一类的招数,杀人无形。 呵呵呵,不错,就目前的灵魂之力,如果遇到那四级神,估摸着,也就是一个眼神,便能让他走火入魔,自杀自残,甚至于神体自焚而死。 黄小龙感觉到了自己肉眼可见的提升,心满意足。 收拾一番,离开地府。 外面,宇宙很安详。 太平, 明镜。 除了那个触目惊心的虫洞之外,其他一切正常。 与同伴们,齐聚于仙界的仙宫之中。 黄小龙坐在原来最封先帝所坐的宝座之上。 下面,尽数都是这个宇宙,成神的精锐。 黄小龙目光闪烁间,神光四溅。 妹佛,你,你的气质似乎有些微妙的变化,我们在面对你的时候,压力非常大,甚至,比那四级神的压力还更大。 龙王三太子一脸惊喜。 莫非,你的境界,提升到了四级神之上,是,是,是五级神吗? 闻言,黄小龙也就是笑了笑。 并没有。 在神力与境界上,我与你们一样,都遭遇到了瓶颈,暂时是难以突破的。 我,仍然只是二级神。 不过,在不依靠任何福转与阵法的前提之下,我可以单挑杀此一名四级神,而且,应该能做到比较轻松容易。 嗯,可以做到秒杀吧。 呵呵。 单挑秒杀四级神。 骇然。 大家伙都骇然欲绝。 好了,现在说正经事。 黄小龙面色微微一沉。 所有人都屏息了,竖起双耳聆听了起来。 接下来的任务,便是由古荒带路,我们去寻找龙珠。 嗯,遗落了其他几颗龙珠。 在找到龙珠之后,才能够打出一条通道,通往神界的通道。 黄小龙面色一速? 通往神界的通道啊。 对此,黄小龙也是有些感慨。 如果说,将这个世界,比喻成一款游戏。 那么,一关一关地通过,而最终的神界,便是最后一道关卡。 打通了这道关卡,那么,这款游戏,就算是彻底地结束了。 嗯,黄小龙收敛情绪,微微点头道。 事不宜迟,我与古荒,再带一些人,一起去找龙珠。 剩下的人马,便是镇守妖龙仙三界。 我在这三界的附近,都布置了一些大镇,而且,给了你们不少福传。 相信,哪怕是有神族来攻,暂且也是守得住的。 有镇法和神福,的确,这个宇宙不算是不堪一击。 如果那中尉神云找来,可暂且将其安顿下来。 黄小龙吩咐着。 好了,古荒,准备出发。 这一次,不找到龙珠,事不罢休。 黄小龙诉容道。 第1471章 开门红 在决定要去寻找失落的龙珠之后,黄小龙便是紧锣密鼓地安排了起来。 首先是将所有的老婆,都放入地府之中,随自己同去。 老婆们自然不能有什么闪失,虽然大概率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但黄小龙依旧是将老婆们随身带着,将风险降到最低。 古荒作为带路党,肯定是要同去的,另外三太子,七公主,九公主,万贱先帝,子燕先帝,以及奴隶则徽风先帝,也一路跟随。 毕竟是去找寻龙族失落的质保,因此,大龙王和龙母,这次也破例离开龙界,与黄小龙同去。 尽数都是已经成神的存在,阵容也算是颇为庞大。 黄小龙画了几张飞行符,载着他与同伴们,在宇宙中翱翔。 飞行符,只不过是道家的一种普通的福传,远远不可能横度布满了空间乱流与黑洞的宇宙。 但是呢,用神力和神文,画出来的飞行符,那可就是高级货了。 就相当于最先进的宇宙飞船吧。 速度还更快。 黄小龙盘膝坐在一张飞行符上,七公主,九公主,两个龙族老婆,小鸟依人似的挨着他坐。 前面一张飞行符上,骨荒正在领路。 小龙,你说这次,我们能集齐七颗龙珠吗? 七公主好奇又期待地问道。 嘿,那还用说? 黄小龙嬉嬉一笑。 现在,我们手头上有三颗龙珠,还差四颗,到时候,会哨缓出你们的祖先。 一条祖龙。 啊,祖龙,血脉最纯的龙族,伟大的存在啊。 在后面一张飞行符上,大龙王与龙母,一脸如木的表情。 黄小龙无语地笑了笑。 什么伟大的存在啊,只不过是神界之中,高级神的坐骑而已。 说是被奴役的存在还差不多呢。 找到七龙珠,召唤祖龙,打通了神界之路,就应该要去神界了,那可是一段未知的旅途。 呵呵,神族中的极端派,把我当枪,要我去刺杀主神。 黄小龙也有很多心事。 神界对于黄小龙来讲,也算是蛮有压力的。 比当初从地球飞升妖仙龙三界,压力更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妖仙龙三界,还算是在黄小龙的掌控之中, 但神界,灵驾万界,并不是目前的黄小龙所能够企及的。 算了,不管这么多。 车到山前必有路,黄小龙振奋了一下精神。 主人,前方即将抵达一颗文明星球。 古荒回过头来,对黄小龙恭敬禀告。 这颗文明星球,名为蓝星,人口有千亿,也拥有着修炼的文明。 在蓝星,有一颗龙珠,不过,被视为星球之宝,要拿到蓝星的这颗龙珠,恐怕是要直接出手抢夺才行。 嗯。 黄小龙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他放在怀中的三颗龙珠,的确产生了一丝丝悸动。 俨然已经有所感应。 前方,一颗巨大的星球,月如眼帘。 蓝星,顾名思义,这颗星球的整体,基本上都是蓝色。 黄小龙用神念扫了出去。 蓝星的面积,比地球大了十倍以上,而科技程度,居然与地球有着极大的相似。 甚至于,蓝星上的土褶,也是人族。 是一种近乎欧美人种的基因。 在蓝星上,高楼大厦之间,也有修炼者,驾驭飞剑翼或者摩坦在穿梭。 灵山大海深处,也有一些洞府,一些宗门。 可以说,这颗星球,修炼的氛围还是很浓。 呵呵呵,这就是以前我们在地球上所发的外星人了。 黄小龙饶有兴致地笑了笑。 这时,几张飞行符,都停留在了距离蓝星不远之处。 呵呵,发现龙珠了。 黄小龙笑了笑。 的确,在蓝星上,最高的一栋建筑物,一栋千丈高的摩天大厦之上,供奉着一颗龙珠。 在这栋摩天大厦的周围,有着大量修者在飞行巡逻,严阵以待地守护着。 嗯,这颗星球,蓝星的修者,其极致的实力,大约相当于仙界的二、三级悬仙。 黄小龙笑了笑,连仙帝的级别都没有达到啊。 这蓝星,也的确够弱小的。 当然,比起灵气复苏前的地球,还是要厉害很多的。 主人,这种文明星球,我们仙界也统治过许多许多。 最封仙帝立马自告奋勇。 对付这种低级星球的土折,嘿嘿,我们有的是经验。 哈哈哈哈,那请。 黄小龙笑道。 那么,最封仙帝,开始你的表演吧。 是,是,主人。 最封仙帝欢天喜地。 当下,最封仙帝昂扬了一下头颅,挺起胸膛,神念笼罩了蓝星,开始发话。 它是昔日的仙界第一仙帝,堪称这个宇宙金字塔顶端的存在。 面对蓝星这种星球,那简直就是一个巨人在面对小孩子嘛。 威严,瞬间爆发了出来。 这颗星球的所有圣灵,你们,听好了,本座,乃是仙界之地,仙界第一仙帝。 哄。 整个蓝星,在最封仙帝的气息与威压之下,几乎都是震动了几下,要偏离星球运行的轨迹。 蓝星之上,所有的生灵,所有的修者,都站立了。 惶恐,绝望,就好像世界末日到来了。 醉风仙帝已经成神了,哪怕是之前的他,都足以一个念头碎灭这颗星球,而如今,呵呵呵,吹一口气,这颗星球就粉碎了。 如此巨大的差距,让得蓝星上,任何的圣灵,几乎都是崩溃了。 现在,本地与伟大的主人一起,来到你们的星球,这是你们这颗渺小星球的福气。 醉风仙帝架子很大,打着官枪。 九公主在黄小龙耳边笑道。 小龙,这家伙还真是狐家虎威啊。 现在,将你们这颗星球的龙珠奉献出来,可以免死,否则,醉风仙帝的声音完全地冷漠了。 这是一种高级生灵对低级生灵漠视的态度。 你们这颗星球,也没不要存在下去了。 灭亡吧。 很快,从蓝星上,飞出几名卑剑,颇为儒雅的男子,领头一人,双手捧着龙珠。 大人,大人。 这些人用灵魂进行传音。 要知道,宇宙中的语言,各有差异。 黄小龙等,未必就能听懂蓝星的图语,但是灵魂传音,便是属于灵魂层面的交流,便不存在文化差异了,都能听懂。 跪下,醉风先帝极为傲慢。 那几名蓝星吐着,不敢啰嗦,当空下跪,手捧龙珠。 各位大人,这便是我们蓝星世世代代镇压气韵的宝物。 龙珠,现在,现在,现在就献给各位大人。 请求各位大人,不要,不要一时之怒,毁灭我们的星球。 几名蓝星吐着,成黄成孔,磕头如捣蒜。 呵呵,还是挺顺利的。 开门红。 黄小龙乐滋滋的一伸手,隔空将龙珠抓摄了过来,在手中把玩。 火针架石,第四颗龙珠了。 顿了一下,黄小龙也是用灵魂进行传音。 你们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宇宙将要变天。 嗯,看你们这么配合的份上,我就将你们这颗星球,以及所有的生灵,都收了。 免得在爆发大战时,你们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菌,被神族抹去。 也不管对方是否能听懂,黄小龙展开大神通,将一整颗蓝星,从宇宙之中拔起。 哄,一颗星球,亿万生灵,尽数都被黄小龙纳入地府之中。 原本,蓝星所在的区域,便是留下了一个恐怖的黑洞。 星球消失了,抓取星球。 呼,小龙,你真是烂好人。 七公主摇头失笑。 哈哈哈哈,现在我决定了,一路寻找龙珠,一路将所有的文明星球,都纳入我的地府之中。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神族一旦攻来,我们这个宇宙的文明星球,将会一颗一颗的碎灭。 既然如此,何不等战事爆发之前,将这些文明星球都保全起来呢? 我掌握了住普通生灵成神的办法,以后我也可以缔造出更多的所谓神族。 黄小龙眼神微微一动。 好了,继续出发。 几张飞行符,继续前进。 寻找,第五颗龙珠。 第1472章。 最后一颗龙珠。 在搜集到第四颗龙珠之后,黄小龙顺便把蓝星也一并收入到了地府之中。 继续前进。 主人,现在我们去找第五颗龙珠。 距离此处,还有些遥远,要飞行一段时间才能抵达。 古荒毕恭毕敬地说道。 古房。 黄小龙盘膝坐在飞行神符上。 他的神念,却是渗入到了地府之中。 蓝星刚刚进入地府,就被黄小龙炼化了。 并不是炼化蓝星上的生灵,而是将这颗星球,炼入地府。 使得地府的面积,扩宽了不少。 而蓝星本身所蕴含的灵气、资源,也一并地炼入地府之中。 这样,地府的品质,也随之提升了。 疆域也更加辽阔了。 原本的蓝星,变成了地府之中的一座座高楼,一栋栋摩天大厦。 无数的蓝星生灵,骇然迷茫地站在原地,惊恐地看着阴气森森,但又充满神圣气息的地府。 这是哪儿? 我们,我们这是怎么了? 听着,黄小龙的奴隶,玄仙江源,以及徐福,悬浮在高天之上,全身放金光,就好像是两尊烈日,惶惶有威,君临天下。 黄小龙的这两名奴隶,早已经成神,自然,在蓝星这些低级生灵面前,便是神智,便是大如天地,高如日月的存在。 跪下,亿万蓝星生灵,尽数都下跪了。 瑟瑟颤抖。 从现在开始,你们成为主人的子民。 不要抱怨,也不要心存怨恨,主人只是有好生之德,在拯救你们这些蝼蚁。 徐福傲然道。 你们恐怕还不知道,大厦将清了吧? 哼,主人是联系你们,才将你们收纳,否则,就是个死字。 现在,接受主人的度化。 江源从怀中,毕恭毕敬地取出了一件物品。 这是一个预制的符传,乃是黄小龙亲手克制,里面蕴含着度化之光,以及黄小龙的气息。 使用这符传之后,可以释放出来度化之光,而接受度化的生灵,会自动成为黄小龙的奴隶。 忠贞不二。 接下来,江源使用,度化浮传。 一道道度化之光,拖洒了出来。 就像是神的荣光。 被光芒照射的蓝星生灵,目光俱变,泛出一种温讯顺从之意。 从这一刻起,蓝星上上下下每一名生灵,俨然已经是黄小龙麾下的奴隶。 再说黄小龙。 这时的他,在赶路的过程之中,但凡发现任何有生命迹象的星球,就会直接抓射。 炼入地府。 然后,度化之光一照耀,这些文明星球的生灵,便都成为黄小龙的奴隶了。 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黄小龙在沿途,一共摄取了564颗文明星球。 在炼化了这些文明星球之后,地府的面积,扩大了数倍,品质也是提升了不少。 如今,地府的品质,哪怕是面对二级神,也能够完美地隐匿,不被攻击。 要知道,当初在视天世界之中,黄小龙的地府,还是很脆弱的,几乎是被那位一级神随意地揉虐,几乎连地府空间壁垒都被打碎,千疮百孔不成模样。 如今,地府防御是不错了。 而黄小龙也索性将不少的神器都粉碎掉了,一并地融入到地府空间壁垒之中,更大力度地提升地府的品质。 这些神器,都是黄小龙从那些神族的尸体中拿到的。 一共杀死了一百尊神族,他们尸体中藏有的神器也多。 如今,黄小龙将这些神器毁掉,一点也不心疼,其神器碎片,如同繁星一般,镶嵌到了地府空间壁垒中。 炼化,融合 一旦炼化这些神器碎片,地府的品质,将会高得可怕。 终于,黄小龙等,来到了又一颗文明星球。 黄小龙明显感觉到了第五颗龙珠的气息。 这颗星球,比蓝星要发达一些,也是以修炼为主,灵气澎湃。 主人,这颗文明星球,叫做天王星。 古荒联盟在旁解释道,黄小龙放出神念一扫。 这天王星上,最强大的修者,已经堪比先帝了,只不过数量并不多。 黄小龙对着醉风先帝打了个眼色。 醉风先帝当下放出狠话。 天王星的圣灵,将你们的龙珠交出来,可免死罪,否则,灰飞烟灭。 其料,岂有此理。 几尊气息较为强大的黑人,从天王星飞了出来。 这几尊黑人,尽数都是有着比肩先帝的实力,面目英质,细窄的眼眸之中,傻机滚动。 都是狠人。 你们是什么东西,居然妄图抢夺天王星至宝,简直就是找死。 领头的一尊黑人,凶暴地嚎叫道。 不要多说废话,干掉他们。 黄小龙轻描淡写地道。 他根本就不屑于在一些垃圾身上浪费时间。 识食物者为俊杰,如果一些蚂蚁不识去,黄小龙根本不介意将其踩死。 就这么简单。 姐姐姐,这些异族的女人,真是细皮嫩肉的呀。 抓住他们,好好享用,为我们诞下后代,一定俊美无匹。 哈哈哈哈,可以改善我们这一族的基因啊。 一名黑人如野兽般嚎叫了起来。 男人都杀死。 不,本座改变主意了。 这些男人,都抓住,去与我族女子交配,改良基因,让他们做种株。 哈哈哈哈。 这些黑人,脸上都溢出来了变态的笑容。 杀,黄小龙冷声道。 说杀就杀。 醉丰先帝和龙族三太子一起出手。 神光爆发,将那几名黑人,直接给蒸发掉了。 瞬间秒杀。 这就是神族的力量。 当下,黄小龙从天王星中,摄取了龙珠,再将这颗星球炼入地府,度化之光一照,全部搞定。 呵呵,第五颗龙珠了。 黄小龙笑了笑。 继续前进。 沿途也没有闲着,依旧是不停地抓取文明星球,炼入地府。 很快,黄小龙的地府,至少已经炼化了超过两千颗文明星球。 至于收编的奴隶,那数量,也是根本难以用数字去描述了。 第六颗龙珠,在一颗名为明王星的星球上。 这颗星球居然是死灵生物栖息,流行着黄小龙以前在小说中看过的。 亡灵魔法。 这非常好玩。 不过,最高级的亡灵魔法师,也就是堪比仙界先帝而已。 直接镇压,明王星的生灵,根本不敢反抗,恭敬惶恐地奉上龙珠。 整个明王星都被炼化,亿万生灵,沦为奴隶。 主人,我们已经拿到六颗龙珠了,七龙珠,只剩下最后一颗。 鼓荒低声道。 不过,奴才也不知道,这最后一颗龙珠的下落。 这个,请主人责罚奴才。 哈哈哈哈,责罚就不用了。 黄小龙笑道。 我手中,已经有足足六颗龙珠了。 那么,第七颗龙珠,也不难找到。 呃,很简单的。 很简单? 大家都用一种疑惑的目光,看向黄小龙。 其实也不简单啊,毕竟,第七颗龙珠的下落,是没有线索的。 茫茫宇宙,文明星球太多了,在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前提下,总不可能忙人骑瞎马似的去撞大运吧。 黄小龙也不解释,直接拿出六颗龙珠,随手抛了起来。 在虚空中,六颗龙珠连成一线,朝着左侧方飞去。 哈哈哈哈,有龙珠带路,一切都不是问题了。 我们走。 黄小龙寻着六颗龙珠的飞行方向,追了上去。 第1473章 坐龙 在集齐六颗龙珠之后,这六颗龙珠居然会带路,似乎是感应到了冥冥之中,第七颗龙珠的位置。 连成一线,朝着茫茫宇宙中,某一个方向飞去。 飞行神符立刻跟上。 六颗龙珠都溢散出来了迷茫的光线,将前路照耀的一片通明。 大量的宇宙物质在接触到龙珠的光芒后,都化为虚无。 原来集齐六颗龙珠便能找到第七颗,那么,也就是说,集齐七颗龙珠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龙王三太子眼睛发亮。 太好了,贤婶,这真是太好了,集齐七龙珠,一直是我们龙族的愿望,多少年了,一直为了这个愿望而祈祷,追寻,一无所获,终于,现在终于。 大龙王简直就是老泪纵横,而且,现在他处于一种紧张忐忑的状态中,全身都在冒汗。 也对,一旦集齐七龙珠,就能召唤祖龙,那是这个宇宙中所有龙族,正儿八经的祖宗呢。 要见祖宗了,龙族们,自然都是忐忑色色发抖。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跟着六颗龙珠一起飞行。 黄小龙等,穿越了宇宙风暴,穿越了陨石雨,穿越了黑洞,穿越了各种宇宙乱流。 看来,第七颗龙珠的所在之地,是一个极为险峻而隐蔽的地方。 再到后来,沿途已经没有任何的文明星球了,显得格外荒芜。 这里应该就是宇宙中的极地了。 黄小龙点了点头,已经不适合任何生灵存活了。 按理说,黄小龙等,在进入这片宇宙极地区域之后,是会很难受,甚至寸步难行的。 但是,他们在各自的身体中,都开辟出来了另一个宇宙,成为了真正的神族。 因此,他们也就可以每时每刻都直接从神界汲取能量,便不会受到这个宇宙的任何束缚了。 黄小龙等,全身神光绽放,在极地的恶劣环境之中,如入无人之境。 终于,在某一天,前方,在黄小龙等人前进之处,出现了一大片阴影。 这片阴影,似乎并不属于这个宇宙,充满了一种深渊的味道。 这阴影,宛如一张巨兽之口,责人而逝,无物不吞。 秀秀秀。 六颗龙珠,居然被那阴影给吞噬掉了。 这些龙珠,与黄小龙接触的时间最长,早已经被黄小龙的气息温雅过了。 而此时,黄小龙就清晰地感觉到了,自己与六颗龙珠的联系,被切断了。 嗯?三太子一惊? 前路断绝,龙珠也消失了。 但是,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生灵的气息,也没有感觉到龙珠的气息,更加感觉不到我们龙族的气息。 难道,这片阴影,宇宙的尽头吗? 龙族,都有些慌乱了。 颇有一种前功尽弃的味道。 不如,直接闯入那阴影之中。 大龙王急忙道, 以我们目前的神体状态,还不至于应付不了。 不急。 黄小龙的轻轻摇手,神念也是覆盖了出去。 要知道,黄小龙的神念,已经是超过了一般的低级神族,而是达到了五、六级神的境界。 神念渗入阴影。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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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黄小龙居然听到了心跳的声音。 等等。 这心跳,并不是阴影内部,某声铃发出来的,而是阴影本身的心跳。 哦,原来如此吗? 黄小龙一脸笃定。 阴影是活物,难不成,便是祖龙,哈哈哈哈。 旋即,浪声笑道。 好了,祖龙,我们已经被六颗龙珠引来了,你那里,一定有第七颗龙珠。 现在,七龙珠集齐,你也应该现身了。 呵呵呵呵,我可是带来了,你的一些后裔。 你们这亲人相见,也不必那么神秘,哈哈哈哈。 说完,黄小龙一个眼神,大龙王,古荒,三太子等龙族,立刻变化出来了巨龙本体,在阴影前方的空间,不停地舞动。 嗯。 赫然,从阴影之中发出一声深沉至极的叹息。 想不到,族人终于找来了。 你们,不对,你们为什么,这是,这是神体。 阴影深渊之中的声音,突然充斥满了惊奇与骇然。 下一秒,哄。 那阴影中,爆发出来汹涌的金色光芒,以及,磅礴浩瀚的生机。 是龙族的气息。 龙族的本源气息。 只不过,要比大龙王等巨龙的气息,完美了不知道多少倍,尊贵了不知道多少倍。 在这种气息的熏染之下,大龙王等,尽数都是如被定格在了虚空之中,龙体筛糠似的乱抖了起来。 龙谋之中,泪水滚滚而下。 如木之情,像是绝体之水,滚滚散散,一发不可收拾。 祖宗,老祖宗。 大龙王声音发颤。 您的子孙后代来了。 您,求您现身。 哄。 那一片阴影消失了。 原本阴影所在的区域,便是出现了一条巨龙。 一条金黄色的巨龙。 它的每一片龙林,都是金黄色的,散发着尊贵的,堂皇的光芒与气息。 这条龙的体型,要比大龙王与古荒等龙族,大约庞大的十倍左右。 而龙体的比例,更加的协调,更加的完美。 龙头之上,有着一个皇冠。 它的每一片龙林,都在阐述着超脱宇宙的一种智力。 这是高级生灵。 它身上散发的气息,有着神力的气息。 黄小龙的神念很强大,自然可以做出一个较为准确的评估。 这条金龙,其境界,大约是相当于神族的五级神。 它似乎刚刚从沉水之中苏醒,在它的头顶皇冠的上方,悬浮着七颗龙珠。 老祖宗。 大龙王等,立刻以最恭敬的姿态,排列在了金龙的身前。 呃,从体型上看,就好像是一个强壮的成年人,面前站了一群婴儿。 嗯,我的族人。 后代。 金龙发出声音,那是一把极有风度的中年男子的嗓音。 不过,你们,你们为什么? 最后,金龙呢充满了沧桑与伟大的龙谋,却是看向了黄小龙。 你拥有二级神的实力,不过,我看不透你,或许,你还有更深的秘密。 呃,祖龙,对吧,终于找到你了。 你该不会是怀疑,我们都是神族吧,哈哈哈哈。 面对庞大的祖龙,黄小龙其实也没有产生什么压力。 他可以从容面对。 不,你们不是神族。 祖龙却是非常坚定的摇头。 你们拥有比神族更加充沛的情感,你们的喜怒哀乐,你们的热爱,你们的悲伤,神族是一个冰冷而刻板的种族。 你们不是,不过,我非常好奇,你们,居然凝练出神体,并且开辟了体内宇宙,与真正的神族,绝对没有区别,好奇怪,好奇怪。 祖龙的表情,非常的精彩。 不过,他并没有太过失态,而是笑道。 好了,既然你们找到了我,用龙珠唤醒了我,那么,欢迎你们,请。 祖龙消失了,那团阴影又出现了。 请进吧。 好,多谢了。 我们进去。 黄小龙首当其冲,直接滤入那团阴影之中。 后面的立刻跟上。 第1474章。 你太狠了,你厉害。 当黄小龙等进入那片阴影之后,他们就好像是进行了一次空间的传送一般,来到了一个宫殿。 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 一根根的石柱上,有着盘龙的浮雕,气象森严。 黄小龙与伙伴们,就站在宫殿下面的一个宽阔广场中。 而阶梯至上,宫殿门口,站着一名身穿金袍的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样貌儒雅,眉毛英挺,眼神深邃,眸子也是金色的,就好像一双眼睛里面藏着两个太阳。 恐怖的生机,从他的体内,自然而然地溢散了出来,形成紫色的气流,直冲上天,这是紫气东来之响。 而这些紫气,在他的头顶上方,最终又凝聚成一尊尊巨龙的虚影。 他的金色袍子上面,也是露刻了不少巨龙。 这就是祖龙,化为人形的样子。 老祖宗,大龙王等,也是化为人形,这时,也是双膝跪地。 不过,譬如古荒,泽辉这等巨龙,本身是黄小龙的奴隶,因此,在他们心中,黄小龙才是最重要的,比老祖宗还重要。 所以,他们并没有行跪礼,而是深深鞠躬。 祖龙目光直接看向黄小龙。 玩卫一笑,看来,你是这个宇宙,最强大的存在。 黄小龙并不否认。 嗯,进来一续吧。 祖龙点了点头,随后,反身就朝宫殿内走去。 黄小龙带着同伴们,也是大踏步走入宫殿。 祖龙坐在了最上面的宝座上,黄小龙带着同伴们,在左右两边的位置坐好。 没想到啊,你们还是集齐了七龙珠。 祖龙眼中,也是有些不可思议的表情。 这是很难的,终于还是被你们唤醒了。 我的青梦啊,就此座罢了。 哈哈哈哈,罢了。 既然你们能够成神,那么,集齐七龙珠,也是理所当然。 黄小龙见貌变色,发现这祖龙,对于被唤醒,还是略微有些不太乐意的。 不过很快,祖龙便接受了这个事实,表现出来了心胸滑达的一面。 祖龙继续说道,既然,你们能够成神,想必,对于神族的事情,你们也是知道了很多吧。 嗯,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黄小龙笑了笑。 哦,比如说,祖龙饶有兴致地看向黄小龙。 比如我们这些宇宙生灵,都是神族所谓的细菌,都必须要被抹杀。 黄小龙也不介意透露一些事情,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这祖龙,根本连一点恶意都没有,十分地友善,甚至于十分地亲切。 我还知道,在神界,神族也分为极端派和主流一派。 看来,你们都知道了。 祖龙点头,旋即,目光一闪。 我们龙族,其实,更偏向于极端派。 嗯? 黄小龙与同伴们,都是一阵? 龙族居然也有反对神族的意思吗? 不必惊讶。 祖龙笑了笑。 在所有的一切,万物混沌初开始,诞生了两大种族。 龙族与神族。 而主神,是所有神族的祖先。 龙神,则是所有龙族的祖先。 主神,龙神。 黄小龙与同伴们,都竖起耳朵,聆听了起来。 神族与龙族,开始了争斗。 最终,神族胜了。 祖龙的眼中,闪烁出来了一抹悲痛的表情。 龙族败了。 龙神陨落,此后,龙族世世代代,成为神族的奴隶,坐骑。 原来如此,黄小龙暗暗点头。 果然,龙族成为神族的坐骑,并不是自愿的,而是战败后的惩罚,迫于无奈。 算是被强迫了。 神族的确很强大。 祖龙悲凉地倒。 我们龙族,本来也是有着许多传承的秘书,可以与神族抗衡。 可是战败后,随着龙神的陨落,这些龙族秘书,基本上都遗落了。 以至于,我们这种后代的龙族,只能够修行一些神族的神力。 黄小龙恍然,怪不得,这祖龙身上的气息,和神族的气息差不多,它相当于五、六级神的样子吧。 在他身上,反而龙族本身的气息,还弱化了不少。 龙族的文明,应该是随着龙神的陨落,出现了一次断层。 在很多年以前,我逃亡了。 祖龙继续讲述。 事实上,在神界,很多的龙族都在逃亡。 只是,有一些成功了,有一些失败了。 失败的龙族被抓回去之后,便被神族当成了食物,他们也吃龙。 啊! 文言,大龙王等立刻尖叫了起来,声音之中充满了恐惧与愤怒。 我算是幸运的,我逃到了这个宇宙,与这个宇宙中的一些女性妖族,结合,淡下了不少的后代,也就是你们了。 祖龙用欣慰的目光,看向了大龙王等。 我的后代们,你们成长起来了,拥有了神力,都是贤虚的功劳。 大龙王看向黄小龙。 嗯,你真的很有意思。 祖龙用赞誉与惊艳的目光,看向了黄小龙。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做到的,我也不想追问,每一名生灵,都拥有着,属于自己的秘密。 顿了一下,祖龙继续说道。 我终于还是惧怕神族的,而且,这个宇宙,迟早是要被神族发现,一旦神族发现这个宇宙,就能发现我。 说句怯弱的话,我不想再被抓回去了,一旦被抓回神界,我将被他们煮着吃了。 祖龙自嘲一笑。 不,不会的。 大龙王等,也是焦急发生。 祖龙挥了挥手。 所以,我沉睡了,我将身体内的几颗龙珠,分散在了这个宇宙的各地,只有极其七龙珠,才能找到我,并唤醒我。 我也可以,帮助找到龙珠的生灵,实现愿望,不过,现在看起来,你们已经非常的强大了,成神了,似乎,也不需要我的帮助。 你们的愿望,一定可以自己实现。 而你们无法实现的愿望,我也无法实现。 你不用担心。 黄小龙嘻嘻一笑。 至少目前来讲,你的苏醒是安全的。 因为,不会有神族发现你。 嗯,祖龙一惊? 他并没有弄懂黄小龙是什么意思? 呃,来到这个宇宙的神族,已经被我们尽数杀死了。 黄小龙微微一笑。 斩草已除根? 什么? 祖龙骇然欲绝,终于是彻彻底底的失态了。 他豁然站了起来,两眼圆瞪,全身发颤。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图神了? 是的,我们图神了,而且,不止一个两个。 黄小龙笑了笑。 古荒,告诉你的老祖宗,我一共杀死多少神族? 是,主人。 古荒也是站了起来,对着祖龙毕恭毕敬地道。 并告老祖宗,我家主人一共杀死了一百尊神族。 一己之力,完美屠杀。 以,以,一百? 祖龙被惊得眼珠子都快跳出来了,下一秒,砰得瘫坐了下去。 你,你的双手,竟然,竟然沾满,沾满了神族的血液。 你,你。 可以这么说吧。 我的双手,的确沾了不少神族的血液。 以后会更多。 那么,现在开诚布公地谈一下吧。 黄小龙的毛子中,锐芒闪烁。 神界通道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我想要一个愿望。 毕竟,你许诺果,极其七龙珠,就能实现一个愿望。 你,你想要什么愿望? 祖龙用一种骇然的目光看向黄小龙。 我要刺杀主神。 黄小龙再度放出一个重磅炸弹。 祖龙差点就从宝座上摔了下来。 他又被黄小龙镇住了,大脑一片空白。 这个,这个,这个愿望,我,我无法帮你实现。 你,你,你真是个狠角色。 想不到,在宇宙中,居然有你这种狠角色。 你太狠了,你厉害。 第1475章 图一百神族,刺杀主神。 你,你。 祖龙双手像是在发鸡道风一样。 你这也,这也太异象天开了。 你杀过神族,但大约应该都是低级神族。 不要说有神格的神族了,哪怕就是八级神,九级神,都绝对能虐杀你。 或许五级神以上,都能够让你喝一壶了。 至于刺杀主神,这不是玩笑吗? 主神强大,连当年,我们龙族最伟大的龙神,都被他击落。 虽然,主神的确会常常,陷入沉睡中。 但即便是在生眠的状态之下,任由你去攻击, 你也杀不死他们。 顿了一下,祖龙继续说道。 罢了,你们还是明哲保身吧。 安安纷纷地留在你们的宇宙, 只要接下来不被神族发现你们的宇宙, 那就相安无事。 我的确是可以打通一条通往神界的道。 但,你们最好不要冒险去神界, 那里很危险,而且,人情冷漠。 祖龙,多谢你的忠告。 黄小龙怂了怂肩。 不过呢,事已至此,总归还是要搏一搏的, 坐以待毙,侥幸心理,从来都不是我的作风。 这时,祖龙算是缓了过来, 他用一种颇有深意的目光看向了黄小龙一眼, 眼神之中,竟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意。 少年,你可真是勇气可嘉, 比我们绝大多数的龙族,还要锋利。 要知道,我们龙族,本与神族, 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那几乎就是灭族之仇啊。 可是,这么多年下来, 在神族的淫威之下, 有不少的龙族,都屈服了, 甘于做那奴隶, 坐骑,忘记了仇恨。 而稍有骨气的龙族, 不肯与神族同流合污, 选择的也不过是逃亡罢了。 比如我, 贤有龙族, 敢于向神族叫板的, 更遑论是要刺杀主神, 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呀。 你很强, 你有一颗真正的强者之心, 比我们龙族强。 黄小龙得到了祖龙最大程度的尊敬。 不过, 黄小龙心里也是有些哭笑不得之一, 去刺杀主神, 这一半是因为黄小龙必须要解决掉这个终极的麻烦, 而另一半的原因, 无非就是受到那极端派众位神远的威逼利诱。 可是, 抱歉, 我无法帮助你, 实现这样的愿望。 祖龙苦涩一笑。 嗯, 祖龙, 你搞错了, 我并非是要你替我刺杀主神, 我的愿望是, 希望, 你能够帮助我们, 提升实力。 黄小龙一本正经地说道, 对啊, 提升实力。 如今的黄小龙, 虽然提升也算是极快, 可是呢, 距离拥有刺杀主神的实力, 亦或者说是资格, 机会, 那还是差之极远。 所以说, 黄小龙要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契机, 提升实力。 黄小龙继续说道, 你曾在神界生存过很长一段时间, 如今, 我们都是神体, 相信, 你有办法, 提升我们的实力。 这, 祖龙醋眉, 他陷入到了思索的状态中。 梁九, 才说道, 虽然, 龙族战败后, 许多的秘书都已经遗落, 但我们每一条龙族, 都有着一种天赋, 我的天赋, 便是阴影。 制造出一片阴影, 可吞噬一切物质。 嗯, 我制造出来的阴影, 可以吞噬八级神。 这是我的天赋。 文言, 黄小龙等, 都点头。 怪不得, 这条祖龙在现身之前, 黄小龙与同伴们, 所看到的, 乃是一片阴影。 你们, 作为我的后代, 我可以让你们, 觉醒阴影天赋。 祖龙看向了大龙王等。 旋即, 又看向黄小龙。 这是我唯一可以帮助你们, 提升实力的办法。 可是, 哪怕我的后代, 尽数都掌握了阴影天赋, 可, 面对拥有神格的神族, 一样是抬手间灰飞烟灭, 被虐杀致死了。 而且, 祖龙无奈地看着黄小龙, 抱歉一笑。 你并非我族, 因此, 哪怕是我竭力助你, 你也无法觉醒我的阴影天赋。 这个, 黄小龙思考了一下。 你在神界生存的年头不短, 难不成, 你连一点提升的捷径都不知晓? 让我再想想。 祖龙闭上眼眸, 陷入了一种冥思苦想的状态中。 他绞尽脑汁。 黄小龙与同伴们也不打扰祖龙。 过了许久, 他终于睁开眼眸, 旋即又摇了摇头。 这个办法似乎不行。 说说。 黄小龙鼓励道。 你想到了什么方法, 尽管说出来。 是这样的。 祖龙缓缓道。 在神界有这么一个地方。 嗯, 灵墓。 灵墓。 黄小龙, 明白, 就是坟, 类似于埋葬死人的地方。 神之墓地。 祖龙说道。 在神之墓地中, 埋葬了不少的神族尸体。 神族也会死亡。 黄小龙大齐。 对, 神族需要渡劫。 渡神劫。 祖龙一本正经的说, 没有神格的神族不需要渡劫, 但是, 一旦拥有神格, 便需要渡神界了。 下位神要想晋升中位神, 要渡过一次神节, 中位神要想晋升上位神, 又需要渡过一次神节。 渡神节是有风险的, 渡过去就是神格品节提升, 渡不过去, 就要死亡。 不过呢, 主神苏醒之后, 可以复活在渡劫中死去的神族。 当然, 主神要复活这些殒命的神族, 也是看心情, 有时候醒来就会立马复活他们, 有时候则会弃之一边, 以后再说。 因此, 陨落的, 没有来得及复活的神族, 就统统被埋葬在一个灵墓中。 当初, 我在神界的时候, 乃是一名九级神的坐骑。 这名九级神, 世世代代, 就是守护众神墓地的, 身为他的坐骑, 我也在众神墓地, 足足待了上万年。 说到这里, 黄小龙的眼睛, 也是亮了起来。 他明白祖龙的意思了。 尼玛, 这是想让我去挖坟? 挖神族的坟? 嗨嗨, 少年, 我可以悄悄地打通一条, 通往众神墓地的通道。 如果你能够窃取一具神族尸骸回来, 最好是上位神的尸骸, 那么, 你可以将其神阁挖出来。 如果你能融合神阁, 呃, 你的实力会飞升。 当然, 这非常非常的难。 首先, 盗取神族尸骸, 这几乎就是不可能, 因为, 守护众神墓地的, 至少有上百九级神。 其次, 哪怕你在一万分之一的机会中, 成功盗走神族尸体, 挖出神阁, 但, 你也几乎不太可能融合。 毕竟, 每一枚神阁之中, 都蕴含了一位神族毕生的经历, 神力, 信仰。 好, 很好, 去挖神族的坟, 这非常符合我的心意啊。 黄小龙活动了一下筋骨, 富贵显中求, 很好。 第1476章, 掌握阴影天赋, 祖龙的话, 的确让黄小龙怦然心动, 众神墓地啊, 停放着许许多多神族的尸体, 而且, 这些神族, 都还是诞生着神格的, 高级神啊。 神格是啥, 黄小龙具体也不太清楚, 但想来, 应该就是一种颇为至极的能量体了。 黄小龙喜欢神族的尸体啊? 呃, 这不是炼尸皮, 这是因为, 黄小龙有孟婆汤, 可以将神族的尸体, 完美地利用, 变成滋补自己的大药。 一百名低级神的尸体, 就让黄小龙的神念, 达到了五、六级神的水准。 由此推知, 众神墓地中, 那么多高级神的尸体, 足够让黄小龙增长到一个较为满意的状态。 好的, 祖龙, 那我的愿望, 就是去众神墓地。 你带我去? 当然, 如果你害怕, 也可以不去, 只要悄悄打通去往众神墓地的通道便可。 黄小龙兴奋不已地说道, 这个, 这个。 祖龙愁出了片刻, 然后一咬牙。 既然你愿意去冒险, 那我便不规劝你了。 看得出来, 你心智坚定, 锋芒毕露, 我, 劝不了你。 但我不敢再回到神界了。 通道, 我可以打通。 那就好。 黄小龙心满意足。 这个时候, 祖龙看向大龙王等。 子孙后代们, 作为你们的祖先, 我的确应该给予你们馈赠。 因此, 现在, 我便替你们, 觉醒天父, 我的天父, 阴影。 大龙王, 古荒, 三太子, 泽辉, 七公主, 九公主等, 尽数都是站了起来, 恭敬地排列成一排。 接下来, 祖龙直接刺破自己的手指, 然后曲指连弹, 将一滴滴血液, 弹到了大龙王等人身前。 这是我的精血, 其中蕴含了天父基因, 你们将精血融合, 温养一段时间, 大概率可以觉醒天父。 祖龙和颜悦色地笑了笑。 黄小龙在一旁看着, 微微点头, 原来, 觉醒一条祖龙的天父, 是他的精血。 现在看来, 祖龙的面容, 也是略显苍白, 整个人憔悴了几分。 呃, 他弄出来这些个精血, 应该也是损耗比较大的。 黄小龙忽然说道, 能否也给我一滴, 我想研究一番。 呃, 虽然这是你们龙族的天父, 不过, 我这个人, 最喜欢研究了。 再说, 我算是龙族女婿, 也不是外人。 可以。 祖龙对黄小龙是很敬佩的。 当下, 他也是奋力挤出一滴精血, 送给黄小龙。 完事之后, 祖龙摊坐, 叹气道。 发累了, 我要休息一下, 你们请自便。 黄小龙伸手抓住那滴祖龙鲜血, 鲜血凝固, 像是一颗珍珠大小的宝石。 黄小龙把玩着, 对同伴们笑道。 各位, 我们就在此处, 密地研究祖龙鲜血吧。 让祖龙好好休养。 大龙王等, 都是迫不及待地点头。 去吧。 祖龙挥了挥手, 脸色越来越憔悴。 我要好好休息, 随后才能打通, 去往神族众神墓地的通道。 黄小龙也不啰嗦, 也没客气, 带着大家伙, 就在这宫殿中逛游了一圈。 找到一些空置的偏殿, 进入其中。 此处也都静谧, 环境不错, 能够让人浮躁的心沉静下来。 黄小龙进了一个偏殿。 盘膝坐在一个蒲团上, 将那滴红宝石般璀璨的祖龙鲜血取出。 神念渗入。 黄小龙神念之强大, 不需赘述, 基本上不会输给祖龙。 而神念, 打个比方, 就好像是电脑一样。 神念弱, 就像是配置很低的电脑, 神念强, 就像是顶级配置的电脑。 顶级配置的电脑, 运算速度自然快, 而运算能力自然也强悍。 黄小龙的神念, 刚刚一渗入祖龙鲜血, 就发现, 这鲜血之中, 自成一方天地。 而且, 是由无数龙族文字, 组成了一个个大阵。 哦, 和神族体内的情况, 相差无几。 黄小龙点了点头, 在与七公主, 九公主, 有过夫妻之时候, 又收了一些龙族奴隶, 事实上, 黄小龙也算是小半个龙族了, 身上其实是有龙气的。 龙族文字, 它不陌生。 而对于这滴祖龙鲜血, 黄小龙也并不感觉到排斥, 甚至于, 还有一些亲切之意。 打个比方, 如果大龙王与七公主等, 与这滴鲜血的关系, 像是父子母女等直系亲属的话。 那么黄小龙与这滴鲜血的关系, 至少也应该是七大姑八大婶之类的旁系亲人。 特么不是外人啊。 呵呵, 我试着融合这滴鲜血, 看看, 能否掌握这条祖龙的天赋, 阴影。 黄小龙跃跃欲试, 他总是喜欢挑战各种不可能。 当下, 黄小龙用神念包裹住祖龙鲜血, 开始慢慢地炼化。 将鲜血内出现的龙族文字, 阵法, 徐徐地炼入自己的体内。 一个个龙族文字, 就好像是拥有生命一般, 排着队, 络绎不绝地进入黄小龙体内。 如果是其他非龙族的圣灵, 是难以将这些龙族文字, 炼入体内的, 强行容纳, 还会暴体。 不过, 对于黄小龙的吸引, 这个龙族文字, 倒也是没有表现出巨人于千里之外。 自然而然, 一个个龙族文字, 被黄小龙炼入体内。 不排斥, 不陌生, 不冷淡。 像是游子归家, 像是亲人的串门造访。 呵呵, 有门。 黄小龙心中笃定, 然后冷静地将这些龙族文字, 按照祖龙经邪里的顺序排列, 在自己体内, 布置了起来。 布置出来一个个准确乌乌的阵法。 而当这个过程, 有点声色之时, 黄小龙便跑去找七公主与九公主, 做一点夫妻方面的事情。 结果呢, 声色瓶颈之处, 居然变得无比的顺畅, 仿佛水到渠成。 十数天过去, 祖龙经邪中的龙族文字, 全部都被黄小龙吸收干净, 并且井然有序地在他体内, 布置成为了一个个的奥妙阵法。 非常的和谐, 就好像是, 这些阵法, 属于黄小龙身体的一部分。 好了, 阴影。 黄小龙眼眸璀璨, 嘀吼一声, 仿若巨龙咆哮。 下一刻, 哄。 一大片阴影, 以黄小龙的身体为中心, 扩散而出, 开始吞噬。 不过, 刚刚将这个偏电吞掉之后, 黄小龙便是收回阴影。 放眼一看, 偏电已经变成一片虚无。 黄小龙盘膝坐在虚无之中, 这条祖龙的天赋, 阴影, 我已经完完全全, 彻底地掌握。 黄小龙嘴角含笑。 他神念一扫, 发现大龙王等, 依旧还在领悟。 现在, 我便准备一番, 为进入众神目的而准备, 这一次, 不能够出什么意外, 也不能空手而回, 哈哈哈哈。 黄小龙大笑。 第1477章 请打开通道吧。 黄小龙倒是第一个掌握那条祖龙与生巨来天赋阴影。 大龙王和古荒等, 还在闭关呢。 接下来, 黄小龙开始筹划进入神界, 众神目的之后的事宜。 偷神族施海, 肯定不能打草惊涉的。 黄小龙鸣思苦想着。 祖龙说, 那众神目的之中, 有着不少九级神在把守, 以我目前的实力, 面对一尊九级神, 恐怕都是个死子, 不行, 只能够智取。 现在来讲, 黄小龙就属于去偷窃了, 偷神族的尸体。 那么, 最有用的方法, 能够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偷到东西的方法, 对于黄小龙来说, 要么就是隐身状态, 要么就是驱使阴魂鬼物去偷。 当然, 前者是更加稳妥的。 好吧, 就试试隐身吧。 以前我画的隐身符, 怕是瞒不过神族这等高级生灵。 不过现在嘛, 是用神力神念神文画符, 有极大的概率, 瞒过神族。 对于自己的符传之术, 黄小龙也是很有自信的。 当下, 便是找来品质最高的符纸, 凝聚神力, 书写神文, 制作隐身符。 当大龙王与古荒等, 领悟了阴影天赋, 破关而出时, 黄小龙已经写好了一百张隐身符。 因为随时随刻都能从冥冥之中的神界, 汲取到神力, 所以黄小龙也还算能应付, 画完符之后, 并没那种虚脱的吃力感。 失去不少精确的祖龙, 在经过了修养之后, 也已经缓过来了, 生龙活虎。 大殿。 什么? 少年, 你, 你居然领悟了我的阴影天赋, 你身上, 根本没有龙族的血脉, 也没有我的血脉啊。 此时, 祖龙目瞪口呆地看着黄小龙, 他自然能够感觉到, 黄小龙体内, 有着非常纯正的阴影天赋。 不可思议。 呃, 或许因为我天赋强吧。 黄小龙哑然失笑。 不可能, 这和天赋没有关系, 这是血脉基因的问题, 继承我的天赋, 至少必须得是龙族, 血脉还得越纯越好啊。 祖龙大脑都快错乱了。 老祖宗, 小龙乃是我们龙族的女婿, 身上也沾染了龙气的。 说起来, 算是半个龙族。 大龙王连忙在旁解释道, 这, 这, 这也不太可能, 罢了, 罢了, 少年, 你真是个怪胎, 你给我的惊喜, 也太多了。 祖龙无奈地摇了摇头。 或许, 你真的可以成功从众神目的中, 盗取神族尸骸。 小龙一定可以的, 老祖宗, 你要相信小龙。 七公主和九公主, 异口同声地叫道, 对于他们的男人, 他们自然是盲目地崇拜。 我, 我相信了。 祖龙郑重地点了点头。 旋即, 那龙眸之中, 略过一抹亢奋之色, 他的语音, 也是完全发颤了。 或许, 或许, 你真的可以, 可以, 可以推翻神族的统治, 甚至于, 击杀主神。 但愿如此。 黄小龙不骄不躁, 他深深知道, 至少目前来讲, 自己面对神族的时候, 还没有骄傲的本迁。 任重而道远啊。 那么, 祖龙, 我已经准备妥当。 现在, 请你打通, 前往那众神目的的通道吧。 黄小龙笑道。 好的, 我会照办。 祖龙点头, 旋即, 目光之中, 也是充满了一种 近乎冷峻的严肃之意。 少年, 你先听我说。 嗯。 黄小龙不废话。 我很清楚众神目的在神界的位置坐标。 要送你上去, 并不难。 不过, 我不想被神族发现这个宇宙。 祖龙还是很忌惮, 甚至说恐惧。 你要知道, 神族一旦发现了我打开的通道, 自然可以推算出这个宇宙的位置, 然后找来, 将我抓捕, 顺便, 将这个宇宙中, 所有的生灵, 都尽数毁灭。 你的意思是说, 不能让神族发现通道。 黄小龙也明白, 对, 大局为重, 不能够因为我的冒险, 将整个宇宙都牵连进去。 那么, 少年, 你听我讲。 当我打开通道, 将你送到众神墓地之后, 我会暂时关闭通道。 祖龙正中说道, 一天, 一天之后, 我会重新开启通道。 而这个通道, 只有一百个呼吸的时间, 一百个呼吸之后, 倘若你没有能够进入通道, 我会关闭通道, 不再开启。 祖龙的意思很明白, 打开通道, 让黄小龙进入众神墓地之后, 立刻关闭, 在一天之后, 再度打开通道, 迎接黄小龙返回宇宙。 但第二次打开通道, 只维持一百个呼吸。 也就是说, 留给黄小龙偷窃神族师孩的时间, 只有一天。 让他回家的时间, 更是只有一百个呼吸。 稍微有一点差池, 黄小龙就不能回家了, 就得被困在神界。 老祖宗, 这样怎么行? 古荒荒芒教导, 这样将会让主人陷于不利的局面呢。 是啊, 老祖宗, 一旦闲逐无法返回宇宙, 我们这个宇宙, 将会陷入一种群龙无首的局面呢。 大龙王也焦急了, 祖龙只是无奈。 没办法, 只能如此, 我必须尽可能地求稳, 绝对不能够让神族, 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祖龙对着黄小龙道, 少年, 想必, 你应该可以理解我的做法。 事实上, 如果你无法盗取神族尸海, 你也可以躲藏起来, 等到一天之后, 返回宇宙。 在众神目的中, 能够不被神族发现, 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了。 我可以理解。 就这样吧。 我会尽量地返回。 黄小龙点了点头。 小龙, 我陪你一起去。 七公主和九公主异口同声地教导。 龙王三太子, 古荒, 还有其他一些奴隶, 也都是表示, 要与黄小龙一起前往众神墓地冒险。 你们就别瞎掺和了。 黄小龙断然拒绝道。 我单独前去, 还有可能成功, 你们陪我一起去。 呵呵, 百分之百被神族发现, 直接虐杀, 谁也别想安然无恙地回家。 顿了一下, 黄小龙目光扫向大龙王等。 你们老老实实地待在宇宙中。 如今, 你们都是一级神的实力, 加上神器不少, 神福也多。 假之, 我在仙妖龙三姐, 还布置了不少神阵。 嗯, 哪怕我回不来了, 日后有神族来攻, 你们大概率也能抵挡住的。 听黄小龙这么说, 就好像是在安排身后事一般。 同伴们心中, 也不是滋味。 缓了一下, 三太子正侧道。 妹夫, 你放心, 你一定可以没事的, 我们等你回家。 倘若你真的暂时不能回家, 那么, 我们一定守护这个宇宙, 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们也一定要等待你的返回。 好, 请打开通道。 黄小龙看向祖龙。 现在, 送我去众神墓地。 第1478章 来到神界了。 在所有的事情, 都安排妥当之后, 黄小龙便已经做好准备, 只身前往神界。 当然, 黄小龙这次不会去神界瞎逛, 他只要去众神墓地里面干一票大的, 那就可以了。 这一票成功与否, 对于未来, 有着深远的意义。 好的。 祖龙郑重其事地看了看黄小龙。 我真是敬佩你, 好了, 希望, 你可以安然无恙地回来, 明天的这个时候, 我会再度打开通道, 在同样的位置, 接你。 说完, 祖龙开始念诵一段傲口的咒语。 他的双手举起, 七颗龙珠直飞而起, 在虚空中并成一排, 似乎是摆出了一个什么阵势。 接下来, 七颗龙珠分别放出光芒, 七道光编制成网状, 然后爆发出绝世神光。 这道光, 将虚空都冲碎了一半。 一个黑油油的时空虫洞出现了。 这时空虫洞的尽头, 散发出来了一种无以伦比的金色光芒, 高不可攀的金色光芒。 少年, 赶快, 赶快传送过去。 祖龙低吼起来。 你传送过去的地方, 是众神墓地内, 一个圈养牲口的地方, 那里很是恶臭, 脏乱, 一般是由低级神来打理, 因此, 也相对是一个安全的着陆点。 快, 当你传送过去, 我就会关闭通道, 绝对不能够让神族发现任何一丁点蛛丝马迹。 黄小龙二话不说, 身形化为一道金芒, 直接钻入那虫洞中。 小龙, 你要小心。 我等一定一定等你回来。 过了数个呼吸, 祖龙点了点头。 他已经传送过去了, 现在, 我暂且关闭通道。 幸好, 幸好, 没有被神族发现。 祖龙显得很怯弱, 立刻地关闭了时空虫洞, 并把七颗龙珠收了起来。 你们或许认为我胆小怕事, 抑或着太过于谨慎了, 不过, 那是因为, 你们根本不了解神族的可怕。 祖龙的瞳孔, 微微收缩。 好了, 不说这些了, 现在, 我就在此等候, 希望, 那少年可以成功。 大家一起等着吧。 大龙王等, 都是坐立不安了起来, 头上直冒虚汗。 黄小龙在进入时空虫洞之后, 还没传送到达神界, 他就往身上, 贴了好几张隐身符, 另外还有一些遮掩天机的符传。 因此, 在他着陆之时, 整个人都是透明的, 一丁点气息也没有泄露出来。 此时, 黄小龙的鼻端, 便是萦绕着一股股浓浓的山臭味。 这是类似于猪圈的地方。 一个又一个的圈内, 趴伏着一些呆蠢无比的兽类。 比如趴在黄小龙身旁不远处的, 就是一头头山羊脑袋, 猪身, 长腿的兽类。 不过, 全身散发着金光, 黄小龙用神念稍微一扫, 就知道了, 这头兽类的肉质中, 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营养。 说白了, 豢养在此处的兽类, 肉质中都有神力。 长期食用, 岂不美滋滋? 不错, 这些牲口, 既然是生活在神界, 就尼玛是神兽, 黄小龙琢磨着。 别看牲口们懒洋洋的, 但战斗力, 肯定还是比各种宇宙生灵, 强大不少的。 妈的, 我终于来到神界了, 空气之中, 都阴晕着富裕的神力啊, 哈哈哈哈。 恐怕, 我是第一个来到神界的宇宙生灵吧。 黄小龙心中涌起异样的滋味, 不过很快, 便是将各种新鲜与紧张刺激的情绪, 收敛了起来, 调整好了心态。 正事要紧, 赶快去寻找那些神族的尸体。 黄小龙大摇大摆地朝着圈养之地外面走去。 隐身符还是很好用的。 这些被圈养的身抠, 有一些, 嗅觉极为灵敏, 甚至于还拥有极强的灵性, 可以感应到冥冥中的许多事情。 可是呢? 黄小龙大摇大摆地从他们身旁走过, 他们居然一点也没有察觉到。 快要离开圈养之地的时候, 黄小龙忽然一顿。 嗯, 这些牲口都不错, 等我离开的时候, 嘿嘿, 全部带走, 哈哈哈哈。 心念略过后, 他才昂首踏步走了出去。 外面, 天空中有九轮烈日。 而天空并不是蔚蓝色的, 而是一种金色。 一种美轮美奂的金色。 天空的颜色, 就代表了一种极致的尊贵。 空气中流动着神的气息。 这就是神界。 其实黄小龙并不是完全陌生。 因为, 他在杀死一百尊神族之后, 阅读过他们的记忆, 对于神界还是有一个浅显了解的。 当然, 了解归了解, 真正的来到了神界, 黄小龙的感觉还是很奇特的。 明眸一看, 不远处, 是连绵的群山。 山中, 似乎折服着一团团强横都爆裂的气息。 山中有陵墓, 便是所谓的众神墓地了。 黄小龙微微点头, 脑中想起祖龙对他说过的话。 就在这时, 身后走来几名微微弯腰, 喋喋不休说着话的神族。 黄小龙转身一看, 几名一级神, 拉着推车, 正在经过。 推车上, 堆满了各种食物, 显然是喂养那些牲口的饲料。 诶, 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城镇中去啊? 在这里养牲口, 真是太没出息了。 我宁愿被派遣出去, 寻找那些宇宙, 消灭宇宙中的各种细菌。 哈哈哈哈, 你想到美, 能够被派遣出去, 猎杀宇宙生灵的, 哪一个没有关系, 哪一个没有过硬的后台, 那可是肥差。 有些宇宙中, 也诞生了不少文明种族, 生活只醉金迷, 哈哈哈哈, 算了, 咱们也别羡慕了, 好好地喂养牲口吧。 听到这几名神族的抱怨, 黄小龙也是哑然失笑。 神界, 虽然灵驾万界, 但神族们, 生活的状态, 社会的构架, 其实与地球也差不多。 都是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 各种视力眼, 各种关系户, 各种勾心斗角。 在距离这么近的情况下, 那些低级神, 都完全没有发现黄小龙, 这让黄小龙的信心, 又增加了不少。 不过, 能不能瞒过镇守众神目的的诸多高级神, 那就不好说了。 呼, 既然来了, 无论如何, 也要试试。 黄小龙深吸一口气, 旋即, 又往自己身上, 贴了一大堆隐身符, 这才迈步, 朝山那边走去。 一座巨大的山体, 挡住了黄小龙的去路。 这山, 金光溢溢, 宛如宝石。 在山体的正中间, 用神文书写了四个字, 众神目的。 一座山门打开着, 山门后, 飘来死亡的气息。 不过, 在山体上, 凿出来了上百个洞穴。 准确来说, 应该是洞府。 每一个洞府之中, 此刻, 都盘膝坐着一尊神族。 而每一尊神族, 都是眼观鼻鼻观心, 肃母, 似乎是在领悟着什么。 虽然, 他们把气息都压制了起来, 显得如古井一般平静无波。 但是, 黄小龙能够感觉到, 他们体内折服着的恐怖神力。 高级神, 黄小龙瞳孔凝聚。 如祖龙所说, 都是高级神, 比我之前杀死的那些神族, 厉害太多太多了, 这就是九级神了吧。 果然, 任中一个, 都可以杀死我。 这还是没有诞生神格的存在, 厉害, 太厉害了。 哪怕黄小龙动用神符神阵, 也斗不过一尊九级神。 那是绝对实力的碾压。 吼! 龙吟声响起。 山体上方, 天空中, 密密麻麻的黄金巨龙飞过。 近数都是祖龙一般的巨龙。 高级神, 祖龙。 祖城的捍卫着众神目的的军队。 现在, 黄小龙就要这么走过去, 走进那道山门里。 呃, 黄小龙忽然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现在, 还有一些距离, 在隐身符的加持下, 还没有被那些打坐养神的高级神发现。 也没有被祖龙发现。 可, 一旦接近了, 这个, 不太好说。 黄小龙现在, 也没有绝对的信心了。 第1479章 李戴桃江 就这样, 黄小龙便是站在众神目的之前, 呈现出来一种僵持的局面。 山体上, 那些洞府内, 高级神在打坐, 冥想, 不动如山, 但可以感觉到, 在他们的身体内部, 爆发着难以描述的威压。 一旦他们发现了, 睁开眼, 对于黄小龙来讲, 就是灾难。 而一头头祖龙也在盘旋。 这些祖龙都是坐骑, 也都拥有着五六级神的战力, 不容小觑。 呼, 呼, 黄小龙竟然是接近全力地稳住心神。 他也没办法, 这是本能的生理反应。 倘若是换做其他的宇宙生灵过来, 早就崩溃了。 就算全身贴满了隐身符, 也得崩了。 差不多过了一个多小时, 黄小龙才算是稳住了 旋即便是一步步地朝前方山门走去 步行而去 不敢飞起来 也不敢跳跃前行 甚至于都不敢加快走路的速度 缓步而行 一小段路程也变得相当遥远了起来 越是往前走 越是距离那些大神越近 压力也越大 举步为奸 度日如年 就在黄小龙走到山门之前 一脚要踏进去的时候 嗯 一名打坐的大神 忽然像是感觉到了什么 睁眼 射人心魄的神芒 立刻滚动而出 就像是十字一样地横扫了出来 黄小龙吓了一大跳 赶紧摒息 口中默念安神咒语 并迅速为自己再贴上几张隐身符 怎么了 旁边几名大神 立刻问道 那睁眼宁眸观察的大神 锁死的眉头 忽然松弛了几分 笑道 没什么 刚刚似乎感应到 有什么生灵在我眼皮子底下活动 不过 应该是我产生的什么错觉 哈哈哈哈 好些大神都笑了起来 不可能的 谁敢潜入众神目的 你太闲了 太无聊了 以至于产生一些幻想 兄弟 放松一些 我刚才用神念扫了一圈 没什么异常 你想太多了 好吧 我是闲得淡疼 那大神自嘲一笑 旋即再度闭眼 收回了神念 险 黄小龙差点就被发现了 不过还好 侥幸瞒过去了 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黄小龙满头满脸满身 都是虚悍 好 不管那么多 继续前进 终于 黄小龙走入了山门 一旦进入山门之后 压力骤然减轻了不少 抬眼一看 山门之内 乃是高低错落的平台 每一个平台至上 都放置着一尊冰棺 还有墓碑 好了 此处就是埋葬众神的地方了 每一尊冰棺中 都躺着一尊大神 外面把守的 最强也不过是九级神 而这众神目的中躺着的 可都是拥有神格的大神啊 有神格和没有神格是两回事 祖龙说过 拥有神格的神 下位神 中位神 上位神 其中 哪怕只是最弱的下位神 抬手之间 也能灭掉一大群九级神 黄小龙默出了一遍 这里的冰棺 有百来尊吧 虽然说 这些大神都死了 不过呢 哪怕也就是尸体 都散发着恐怖而沉闷的威压 好在 这目的之中 便不再有高级神在把守了 隐身之后的黄小龙 可以在这边 自意地闲逛 随意地走上一个平台 冰棺中 躺着一名冰冷而美丽高贵的女子 她安详地闭着双眸 双手垂在脚边 没有生机 但面容栩栩如生 就好像是沉睡过去了一般 在墓碑上 用神文书写着 中位神 真 中位神 呵呵呵 和那个极端派的云一样 厉害啊 黄小龙也是感觉到兴奋 这里躺着的 可都是神界的大佬啊 黄小龙尝试着用神念 扫入这针的神体之内 嗯 很安静 一片死机 的确 已经是百分之百的陨落了 只不过 在其头部 灵魂的位置 封印着记忆情感 也就是 魂魄 魂魄被暂时封印 不至于离开神体 对 魂魄离体 那是真死 绝对的死 而且 在心脏部位 有一块类似于宝石的恐怖能量体 或许 那就是神格 这拥有神格的神族 的确太恐怖了 他们的神格 其中蕴含的能量 简直就是 浩瀚无边的 无边无际啊 太霸道了 黄小龙 嘖嘖感叹 不过 神格之中 蕴含着与之灵魂相应的烙印 印记 好像是专属 得到神格的神族 完美掌控体内的神格 那是他们身体 生命的一部分 几乎是不可能被其他生灵 抑或着其他神族给盗走的 就算盗走了 几乎也没用 毕竟那是专属的 一颗神格 对应一尊大神 至于说 被封印了的灵魂 嗯 不让灵魂消散 那是因为 这些神族 虽然是死了 但严格意义上讲 也不能够说是绝对死了 因为 主神可以复活他们 所以 封住灵魂 以后复活了 就等于是睡了个大觉一般 当然 灵魂湮灭了 就无法复活 而且 灵魂离开了神体 会自动地削弱 以后就算是回归神体 复活了 也会虚弱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 灵魂必须封印在体内 保存完好才行 黄小龙观之 比如 这真的灵魂 目前是处于一种封印 深度睡眠的状态 这些蠢货 就是躺在这里 等待主神的唤醒吧 哈哈哈哈 老子就要把你们全部偷走 黄小龙心中亢奋不已 接下来 随意地逛着 墓地中 大神的尸骸 以下位神居多 剩下的是中位神 但并没有上位神 上位神 主神之下最强的存在 也不需要度什么神节了 因为度过去 也不能成为主神 主神是唯一的 独一无二的 尸体是找到了 的确是一个又一个宝藏 每一尊大神的尸骸 其价值 比一个庞大的宇宙 还要高 黄小龙 琢磨了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 怎么把这些尸体 给带走 也对 要带走 有众神目的的所有尸体 也不是说说而已 不是简简单单地将尸体 给扔进地府 然后就能跑路的 这些尸体 一旦被移动 转移 恐怕 外面的守卫就会发现 尸体 我是要带走的 不过 如何安全地 隐蔽地 神不知鬼不觉地搞定呢 黄小龙 冥思苦想了起来 这个计划 已经成功了一半 黄小龙 已经蒙混过关 在严密的防御之下 进入了墓地 并且看到了尸骸 现在就是如何 带走尸骸了 直接偷窃不行 黄小龙坐了下来 凝神 思考 足足三个小时过去了 黄小龙脑子里面 不知道转过了多少念头 赫然 一道灵光 闪入大脑 替身符 有了 我根据这些尸体的气息 死气 用替身符模拟 然后 用替身符 代替他们的尸体 对了 便是如此 黄小龙眼睛大亮 偷走尸体 用替身符代替 礼带桃江 当然 这个法则 并不是长久之计 会很快被发现 可 那又如何 等被发现 黄小龙早就带着尸体 回到家里了 第1480章 龙神尸体 黄小龙盘膝坐在那女性中 为神针的尸体前 神念放出 默默地研究了起来 主要是获取这针的灵魂气息 生前的一些气质 而且 在其墓碑上 写明白了 他生于 年 死于 年 生辰和死日都写清楚了 更方便黄小龙制作替身符了 入夜了 守卫在外面的高级神 更加地安静了 气息也更加地淡了 似乎是真正的羞气了 一头头祖龙 也是归巢了 事实上 守卫这众神墓地的工作 是十分枯燥的 一直以来 从来没有出过任何的闪失 所以 这边的神族们 潜意识里 还是比较松懈的 甚至说 也是有些敷衍 这个时候 可以说 众神墓地 一下子就冷清了下来 出现了一种防御真空的景象 黄小龙一个人在墓地内忙碌着 他成功地推演出来了真生前的生命波动 气质 开始画符 用神文和神力 画替身符 在替身符上 又写了真的生辰于死日 服一气呵成 关公 此时 这张替身符 散发出来的气息 于躺在冰棺之中 内真的气息 完美 出其一致 就连那种死亡凋零的伤感气息 也是被模拟的 微妙微笑 完美 黄小龙心念一动 小心翼翼地开启了冰棺 并且 将真的尸体 搬运到了地府之中 然后把替身符 放入冰棺内 神念一扫 并无破绽 好 很完美 接下来 继续努力地干活吧 成功了第一次 那么 接下来 成功就成为了一种水到渠成 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黄小龙只花了十分钟的时间 就花好了第二尊中卫神尸体的替身符 偷师 第三局 第四局 第五局 简直就是美滋滋的 这会儿 干起来可真是滑溜得很呢 天还没亮 这众神目的中 所有的尸骸 便都被黄小龙一扫而空了 清点了一番 一共是一百四十二具尸骸 下卫神一百一十二尊 中卫神三十尊 众神目的 实际上已经是空空如也 但因为替身符 激进完美 所以依旧是营造出来了一种 浓浓的死亡的味道 如果不是跨入目的 再细观察 看到冰棺内 已无尸骸 那么 只凭借神念去检查的话 是难以发现的 天快亮了 我现在就偷偷地返回 内幻养牲口的地方 等着祖龙将通道打开 迎接我回家 哈哈哈哈 黄小龙心中大快 爽 黄小龙有理由相信 有了这些神族尸骸 他一定可以借此资源 将自己的实力 完美拔生 临走之时 黄小龙神念随意一扫 赫然 那 他发现 在目的正中的一尊雕像之下 似乎是镇压着什么 还有尸体 黄小龙瞳孔微缩 连忙走了过去 那是一尊通体金色的巨大的雕像 伪神族之雕像 看不清楚五官 但这雕像每一根线条 都无比的完美 似乎是在阐述着超越宇宙的一些道理 在雕像上 还写满了神族的文字 很明显 这雕像是用来镇压什么凶物的 黄小龙微微点头 然后用神念 一点一滴地渗入雕像下面 果然 还有一尊棺材 而且 这棺材非常非常的大 棺材中尸体 也非常非常的大 黄小龙有了惊人的发现 不是神族的尸体 这众神目的之中 居然还有其他种族的尸体 不过 神族那么的骄傲 怎么可能允许一族的尸体 埋葬在他们的墓地里面呢 而且 还用一尊雕像去镇压 黄小龙有些纳闷 不过 赫然 一道灵光 直接闪入黄小龙的脑子里面 灵光照亮了黄小龙的思路 下一秒 他的声音 也是有些发颤的 我知道了 我 我知道了 非同小可 下面这尸体 非同小可呀 应该 应该是 龙神的尸体 龙族之神 所有祖龙的祖先 当初龙族与神族开战 被主神击毙的 龙神 接下来 黄小龙也不再啰嗦了 他赶紧画了一张盾地符传 然后搜的一下 整个人就顿入了地下 地下宫殿 这地下 居然建造起来了一座气势灰红的宫殿 神光闪烁 将宫殿 衬托得极为华美 一股隐晦的威压 折服着 这股威压的来源 乃是宫殿中间的一尊巨大的冰棺 厚明的冰棺内封印着一尊庞大的巨龙 金色的巨龙 体型之完美 无法用言语来描述 每一张林片之上 都演绎着传奇 只不过 这巨龙 显然已经死去多时 他的生机断绝了 也就是一具尸体 但黄小龙能够感受到他的伟大 就好像是在面对一个浩瀚的高级世界 这 一定就是龙神的尸体 没有悬念 黄小龙用神念去查看 与那些神族的尸体一般 龙神尸体之中 也是封印着一团还没有消散的魂魄 转大了 看来 这次我是转大了呀 黄小龙狂喜不已 原来是来偷神族的尸体 没想到 居然发现了龙神的尸体 好 带走 当下 黄小龙抓紧时间 为龙神的尸体 制作替身符 这个过程 就要繁琐和困难许多了 毕竟 龙神的尸体 品质 要比那些神族 高了很多很多 而龙神的身体结构 也远比下位神与众位神要复杂 黄小龙呕心沥血 坏坏坏 必须要抓紧时间 天已经亮了 如果不尽早离开 有可能被守灵墓的高级神发现 而且那条祖龙在规定时间内会开启通道 100个呼吸之后 会关闭 可以说 留给黄小龙的时间 并不多 黄小龙倾尽全力 在符传之上 每一笔 每一滑 都是黄小龙经验 技术 心血 与智慧的结晶 为龙神尸体制作的替身符 足足耗费了黄小龙半个小时 但是 不够 一张替身符 根本就难以模拟出来龙神的全部气息 好吧 多画几张 在替身符没有完美制作出来之前 黄小龙不敢轻易去移动龙神的尸体 毕竟 这地宫上面 有着一尊恐怖的神族雕像在镇压 贸然地移开冰关内的龙神尸体 那会发动机关 届时产生的后果 恐怕就不是黄小龙能够承担的 哪怕是躲藏进入地府之中 在这神界 也总归会被揪出来的 在画好了足足八张符传之后 这些符传拼凑起来 气息连接成一片 终于 是完美地替代了龙神的尸体 成啊 黄小龙大气若狂 将八张提升符 放入冰关中 然后 心念一动 将偌大的龙神尸骸 送入地府 完美地礼带桃江 火 快 还有十分钟左右 回家的通道就打开了 十分钟 我只剩下十分钟 快快快 黄小龙在隐身状态下 化为一道流光 冲出地宫 第1481章 成功 黄小龙窃取了大量神族的尸体 以及意外收获 龙神的尸体 而后便是冲出地宫 它还完全地处于隐身状态 此时 在灵墓中 依旧是那种死气沉沉 散发着隐晦 微压的味道 和平时并没有任何两样 当然 这众神墓地 已然是空空如也 这真是太讽刺了 如果 事后被神族发现 那将会是一个难以启齿的巨大耻辱 这是黄小龙带给神族的耻辱 当然 现在对于黄小龙来讲 他必须攻城身退才行 灵墓外面 依旧是诸多的高级神在阎阵以待 天空之中 盘旋着祖龙 呼 留给我的时间 还有十分钟了 呼 现在已经不到十分钟了 赶快 我必须赶快地回去 黄小龙归心似箭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着 下一秒 黄小龙再度给自己贴上了 微数不少的隐身符 然后 便是朝着外面 冲了出去 飞了出去 他已经顾不得太多了 之前是慢慢吞吞小心翼翼地走进来 而如今却是化为一道光 飞出去 没办法 现在黄小龙不能在那样老台龙中地走下去了 他必须雷厉风行 哪怕是冒着被发现的巨大风险 正所谓时间不等人 羞 将恐惧与不安强行压下 然后清烟式地冲出去了 几道神念朝黄小龙扫来 黄小龙屏息 眨眼间 黄小龙就远去了 不过 山壁上 洞府之中 不少的高级神 却是同时醋眉 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墓地中跑出去了 呵呵 不会吧 你的意思是说 那些家伙的亡魂 哈哈哈哈 不是 的确有问题 刚才 我也感觉到了 有一种生命波动的味道 按理说 不该有什么生灵 闯到众神墓地来 好了 事情非同小可 我们赶紧去查看一番吧 当下 几尊高级神 便是从洞府中飞了出来 然后马不停蹄地朝陵墓内赶去 进入陵墓之后 他们也有些松懈了 看来 并没有发生什么吗 是的 看起来很正常 哈哈哈哈 那些大人的尸体 又有什么意义呢 神格 哈哈哈哈 每一枚神格之中 都会有毕生的灵魂印记 别的神族拿到了 也就只有收藏的价值吧 罢了 既然已经进来了 我们就例行公事地查看一番吧 毕竟 已经有很久没有查看过了 这几名神族 准备 开关 验尸 情况危在旦夕 再说黄小龙 这时已经赶到了他传送过来的地方 那个幻养牲口的肮脏的所在 一群更加低级的神族 在这边为牲口们添加草料 干着最为阿杂的魂 呜 一阵风 无中生有地从他们身前掠过 立刻 便是有几名一级神怒吼了起来 生命波动 有人 是谁 终于 黄小龙还是被发现了 与之同时 黄小龙传送过来的那片区域 空间中 泛起一阵阵隐晦的波动 一圈圈的涟漪 荡漾了出来 那祖龙 果然是在规定好的时间内 要打开空间传送通道了 与之同时 这群未养牲口的低级神 也已经神色慌张与愤怒地冲了进来 哈哈哈哈 黄小龙骤然显现出来身形 是谁 我特么是你们的爹 话音刚落 黄小龙直接扔出一把攻击力极强的神符 足足数百张攻击神符 请客之间 便是贴在了这些低级神的神体之上 爆 爆炸 轰 他们的神体完全地被炸裂了 粉碎了开来 蚊子再小也是肉 黄小龙心念一动 便是将这些神族尸体席卷一空 统统地纳扰到了地府之中 这个时候 空间通道已经彻底地打开了 黄小龙直接跳入空间通道中 临走的时候 心念一动 将这边圈养的所有牲口 全部都带走了 而众神目的中 啊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几把近乎扭曲的惊叫声响起 这叫声之中 充斥满了笔墨难以形容的惊悚 狂怒以及不可思议 快来 出事了 都过来 在哨幻之下 所有镇守灵墨的九级神 尽数都是飞入灵墨之中 尸体 尸体 那些大人的尸体 都消失了 赶快检查 每一口棺材都检查 快 当下 这些高级神 疯狂地检查着 他们发现了真相 每一口棺材 都是空空如也的 里面没有躺着安详的神族的尸体 而是一张张黄纸符传 糟糕了 看 看看龙神的尸体 几名高级神 化为神光 钻入地宫 很快 在地宫之中 也是传来了嘶吼的声音 不见了 龙神的尸体 不见了 乱了 众神目的 完全地乱成了一锅粥 应该还没有走远 追 掘地三尺 也要将敌人找出来 警报拉响了 这些高级神 一个个如同无头苍蝇 四面八方的飞行 用神念搜查起来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 换养牲口的地方 那些低级神死亡之后留下的痕迹 以及所有的牲口都不翼而飞的荒诞事实 洗劫了 毫无疑问 众神目的 遭到了洗劫 查 追 一定要查到底 缉拿 缉拿这 这该死的家伙 事实上 在这些高级神抢来的时候 一百个呼吸已经过去了 也就是说 空间通道也都关闭了 并没有留下丝毫可以寻找的线索 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 黄小龙成功了 他完成了在祖龙看来 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盗取了所有的神族尸体 从众神目的中 全身而退 并且 他没有留下什么线索给神族 对 隐身符 包括黄小龙的生命灵魂气息 都是线索 可是 那么多宇宙 不计其数 哪怕这些神族 拥有黄小龙的气息 他们也找不到 除非是一个宇宙一个宇宙的排查 但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而且 这些神族 也不可能想到 是在他们看来 卑微的宇宙生灵 干出来了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们只会认为 是神族所为 是他们的同类所为 对 一些心怀叵测的同类 众神目的被盗 这终究会成为 神族历史上 一桩无头案 没有真相 再说 时空虫洞中 黄小龙飞快地传送着 他盘膝而坐 脸上洋溢着轻松而畅快的笑容 刚才偷窃的那些牲口 也都统统地放在了地府之中 地府中 有着不少的心腹 都成了神 他们自然可以控制住那些智商并不高的牲口 宇宙 祖龙老巢 金碧辉煌的宫殿 宫殿上方 有着一个近乎黑洞的存在 祖龙 包括大龙王 三太子 七公主 九公主 古荒 等等等等 都在翘首以盼 他们的内心 无比紧张 胶着 简直就是连呼吸都快停顿了 小龙 一百个呼吸的时间 已经到了 你 你 你快回来啊 七公主与九公主 相互握住了对方的手 手心之中 尽数都是冷汗 就在这时 哈哈哈哈 我回来了 回家了 黑洞之中 传来黄小龙的蓝散的嗓音 哇 所有同伴都欢呼了起来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他 他成功了 他竟然成功了 祖龙骇然欲绝 第1482章 研究 这时 黄小龙不疾不徐 好征以侠地从空间通道中走了出来 全身上下 都渲染着斑斓的光运 撞入折迁凌晨 两脚刚刚一落地 同伴们便都尽数地冲了过来 将黄小龙团团围住 妹夫 怎么样了 龙王三太子急不可耐地问道 贤婿 你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我们都快急死了 大龙王也是一脸心叫 老婆们 自然更是情不自禁地将黄小龙的胳膊挽住 让得他一阵温香软玉抱满怀 少年 成功了 祖龙目中金光闪烁 不过 没有成功也不要紧 毕竟 能够去众神墓地走一遭 不被神族发现 毫发无损地返回 已经是极度不可思议了 到现在 祖龙还是不太敢相信 黄小龙取得了成功 呵 性不辱命 成功地窃取了一尊神族的尸体 黄小龙玩味一笑 好像是叫做真的一个女性中卫神吧 黄小龙说话 也是极大的保留了 只是说 自己盗走了一尊尸体 尽管如此 也是朕的祖龙欺婚霸素的 真 中卫神 真 我知道 这尊中卫神 我是知道的 在神界 也是被称之为极为完美的女神 拥有着为数不少的拥顿 追求者 祖龙惊叹不已 嘴角都在抽搐了 黄小龙并没有去过神界 更加没有去过众神墓地 现在 他能够准确地说出中卫神针的名字 就意味着 他没有编造谎言 是真的 是真的成功了 完成了一件困难程度达到史诗级的任务 你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祖龙一脸魂飞天外的表情 呃 如果让他知道 黄小龙是盗走了所有神族的尸体 以及失踪的龙神尸体 那么 祖龙多半会被直接吓死 当然 这是黄小龙秘密 底牌 绝对不能宣之于口 岂是也有侥幸的成分了 黄小龙必中就轻得到 反正 运气因素很大 哈哈哈哈 现在让我再去那众神墓地 我也是畏惧不敢去了 之前就差点被抓住 显之又显 当下 大家伙来到了大殿 坐好 聊了起来 少年 如今 你成功地盗回了中卫神真的尸体 那么 你准备怎么做 祖龙一脸虚心地询问道 事实上 哪怕是有高级神的尸体 也无法帮助你提升实力吧 嗯 黄小龙不知可否地笑了笑 对 拥有神格的大神 在神界 也是极为尊崇的 少年 你将尸体盗了来 强行挖出神格 但是 你不可能融合神格的 祖龙深以为然地道 首先 你自己的级别不高 你 应该就是二级神的境界 不过你的神念很强 大约相当于五 六级神的样子 但是 必须要在神体与神念 都达到九级神的水准 然后感悟 神界才有可能降临下来神格 可以说 每一枚神格 都是独家专属的 蕴含了一尊神族的情感 记忆 感悟 理想 信仰 少年 哪怕你境界要求足够了 要强行融合神格 也不可能 直接就能让你神经错乱 大脑崩溃 灵魂爆炸的 祖龙的前台词就是 尸体是被你弄回来了 你厉害 但是呢 燃病卵 这玩意儿实际价值没有 更加不可能帮助你提升什么 哪怕是有提升 估计也是有限的 绝技不可能让你成长为神界大佬 事实上 在祖龙看来 黄小龙冒险的成本太高了 而获得的收益又太小了 这个 现在我准备闭关研究一番 黄小龙笑了笑 祖龙前辈 我就在你这里闭关吧 这没问题 你请便 祖龙十分客气地道 那好 妹夫 我们也得再好好闭关 消化老祖宗的阴影天赋 龙王三太子笑道 是啊 贤婿 如今我们这个宇宙 一切都还太平 相安无事 神族也没有来侵犯 所以 你可以慢慢地研究 不急 不急啊 大龙王也是老怀大魏的笑道 当下 黄小龙也没啰嗦 直接就进入到了地府之中 寻了一处宫殿 不让任何人来打扰 包括老婆们 从众神墓地带回来的牲口 交给奴隶们豢养 研究 黄小龙却是一头扎进的宫殿中 宫殿的四周 也是贴满了神符 确保气息不会外泄 殿内 静米如烟 气息鬼秘 阴森 龙神的尸骸 暂且被封存起来 一共是142张台子上 放置着142尊神族尸骸 下位神尸骸112尊 中位神尸骸30尊 这些尸体都极为的安静 优雅地躺着 没有生机 但却是在无形之中 一散出来隐晦而恐怖的威压 黄小龙首先走到了中位神针的尸体前 他穿着一席月白色的袍子 双手合在胸前 眼眸闭合 蓝色的眼睫毛精致而优雅 他就好像是沉睡中的睡美人 美 真的太美了 呵呵呵 黄小龙笑了笑 伸了个懒腰 这么多的尸体 够我研究好一阵了 而且 还有龙神的尸体 这龙神 可是与神界首领主神 同一级数的存在啊 黄小龙乐呵呵 那祖龙 认为我无法从这些高级神的尸骸之中 得到利益 那他就错了 我会的 这次闭关之后 我将完美崛起 对于自己 黄小龙是很有信心的 他将地府中的时间流速 调整了一番 在地府中度过一千天 也才相当于外界的一天 这也方便黄小龙致力于研究 苦心孤意的研究 首先 黄小龙将神念 非常仔细地渗入到了真的尸体中 之前在众神墓底 黄小龙也查看过真的尸体 但那时候太草率了 现在 就是全方位地勘察 滴水不漏 与低级神像比 真的神体品质 高了太多太多 打个比方 同样是神体 如果低级神的神体是木材 那么真的神体便是钢铁 百炼金刚的钢铁 呃 黄小龙现在的神体状态 对比真来讲 就是木材 不堪一击 由此 黄小龙也能推算出 自己与拥有神格之神 之间的差距 那是瞬间秒杀 任何浮转和阵法 都难以给大神造成伤害 真体内的宇宙形态 也要浩瀚太多太多了 嗯 接下来 研究真的神格与灵魂 黄小龙的神念 就好像扫描器一样 扫到了真的灵魂 身死 灵魂没有消散 被封印起来了 存放在大脑内 呵呵呵呵 我打开他灵魂的封印 魂魄就能苏醒 也就是我常说的鬼 黄小龙笑了笑 神族的魂魄 也就是鬼魂 失去了身体 我也能应付 好 现在 就让这真的灵魂苏醒过来 黄小龙的老本行 就是抓鬼驱邪 对付一个中卫神的阴魂 他还是可以做到轻而易举的 接下来 黄小龙研究透彻了真灵魂中的封印 将其打开 哦 原本死气沉沉的灵魂 骤然波动了起来 就像是死灰复燃 一把温润的女子嗓音 从灵魂之中传出 主神大人 您苏醒了吗 请您将我复活 主神大人 噗 哈哈哈哈 我可不是你的什么主神大人 黄小龙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第1483章 神族女 黄小龙是将这真的灵魂封印给解开了 于是乎 他的灵魂就苏醒了过来 不过 不管是什么种族 失去了身体 也就是身体消亡之后 纯粹的灵魂都不是那么的强大 而且 这中卫神真的灵魂 也并没有刻意地经过修炼 不像是以往地球上那种鬼物 在不停地修炼 以求变强 进化为鬼王鬼仙之流 这种神族 不会去修炼自己的阴魂 因为 他们在等待着主神将他们复活 总而言之 身体死翘翘了 就一团魂魄 那就是无根之水 在封印解开之后 真的大脑中 就腾起一团圣洁而金黄色的烟气 那就是他的魂魄 在璀璨的烟气中 隐隐绰绰地有一条妖鸟 而纤细的女子身影 这时 他正在虔诚地呼喊着主神的名字 主神 我等待了很久 您终于醒来 要复活我的身体了 哈哈哈哈 主神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你的阶下囚 还在妄想着复活吗 黄小龙讥讽不已 而这个时候 真也是感觉到 唤醒他灵魂的 并不是主神 而是 一尊气息极为陌生的低级神 而他很快也发现了 这里 根本就不是神界 你是谁 很快 真就爆发出来了 坚立的嘶吼声 这声音里 蕴含了难以描述的震惊与愤怒 我是什么人 黄小龙 嘻嘻一笑 好吧 我可以告诉你 我并不是你们的同类 也就是说 我不是神族 我是你们的敌人 终有一天 我会将所有的神族 全部毁灭 将主神也杀死 吼 大不敬 大不敬啊 你这渺小卑乌大家伙 竟然敢对主神大人不敬 你该死啊 说是迟哪是快 从真的魂魄之中 直接爆闪出来一道金光 洗向黄小龙的大脑 这是一记神魂的攻击 黄小龙心念一动 数百张浮转 便是直接飞腾了起来 浮转上神光闪烁 神闻悬浮 微微奇观 几百张浮转 堪堪抵挡住了真的这次攻击 不过 真并没有连续地发出攻击 他的一团魂魄 站立着 不可能 你的防御 你的防御 为何如此强 我的这次攻击 足以杀死六 七级神的 真发出了不甘与怨恨的咆哮 你失去了身体 神格中蕴含的能量 也是无法使用 仅仅只是魂魄的攻击 根本无法奈何我 像这种防御浮转 我要多少有多少 而你呢 失去了神体与神格的魂魄 又能发动几次攻击 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别累得魂飞魄散了 哈哈哈哈 别傻了 现在 你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中卫神了 哈哈哈哈 黄小龙全身上下 涌起一种拿捏住了真的微妙快感 再说了 只要我把你的尸体毁了 你的魂魄 终究会消散的 哈哈哈哈 说话间 黄小龙直接甩了上百张攻击符转 粘贴在了真的尸体之上 我一个念口 你尸体就会被炸得坑坑洼洼 就算不彻底毁掉 也会是千疮百孔 哈哈 你你你 真的魂魄 更是发出了心机颤抖的声音 显然他是怕了 你你住手 休想毁我皮囊 怎么的 还痴心妄想 等着你们的主神 来复活你们 别想了 真的 这里并不是神界 而是我的地盘 你们根本就等不到主神了 黄小龙弹了弹指甲 沉默 真的魂魄 沉默了 他开始有些绝望了 不过很快 他便是颤生道 你想怎么样 试图瓦解我的信仰 让我背叛主神吗 那不可能 你让我魂飞魄散吧 我不会背叛主神大人的 且 你这魂魄 我还留着有用 你的神体和神格 我还准备研究一番呢 黄小龙嘻嘻一笑 然后扔出几百种镇魂符 将真的魂魄给镇压住了 现在怎么玩 黄小龙自言自语 把这真的尸体解剖了 取出神格吗 亦或者是老办法 用孟婆汤 浇灌他的魂魄 抹掉他的记忆 然后将魂魄炼为神药 滋养我的神魂 真的魂魄 听到黄小龙的话 简直就是吓得剧烈颤抖了起来 解剖 取神格 洗掉魂魄中的情感记忆 炼化神魂 太狠了 这家伙简直太狠毒了 哪怕是在神界 都很少找到这么狠的角色 赶快杀死我 快杀死我 真在求死了 等等 黄小龙 黄小龙根本不搭理真 他自己在研究着 这些高级神的尸体 我必须要完美地利用 物尽其用 神格这玩意儿 我用神念研究了一番 的确是独特的精神印记 灵魂印记 哪怕用孟婆汤去洗 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使之成为 纯粹的能量体 而吸收这等庞大的能量体 也是需要很漫长的 一段时间才行 嗯 事实上 并不是主神 才能复活这些神族的 我也能 黄小龙乃是阴天子 最擅长的法则 就是生死法则 神族也是一种生灵 只要有神体与魂魄存在 黄小龙就能让他们 都复活过来 复活 嗯 当然 我不可能轻易地 去复活这些神族 哪怕是复活过来一个 我都应付不了 那么 对了 度化了吧 直接度化他们的灵魂 黄小龙眼睛亮了 度化 让这些神族 成为自己的奴隶 中狗 要知道 如果是一尊活着的神族 黄小龙是根本无法将其度化的 毕竟 那是高于一切的种族啊 但是 或者的神族不能度化 死了的 可以吧 没有神体与神格的支撑 一团魂魄 说白了 就是孤魂野鬼 充其量就是强大的孤魂野鬼 哪有不能度化的 试试吧 黄小龙心念一动 地府之中 涌起 磅礴的度化之光 一道道的度化之光 照耀在了真的魂魄上 恶魔的吟唱此起彼伏 不 你这该死的 你这蠢货 你在干什么 真的魂魄 发出了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不过 他的魂魄是被镇魂符给镇压着 丝毫不能动弹 他只能被动地接受度化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三天过去了 真的魂魄 依旧没有完成度化 但这种度化是有效果的 看来我的想法是可行的 这些神族尸体 可以为我带来 不少的高级神奴隶 现在 我要做的 就是复活这些尸体 还是先将针作为试验品 黄小龙开始画符 复活尸体类的符传 这种符 其实并不稀罕 但黄小龙依旧是将其改良 半个月过去了 针的魂魄 也完全被度化了 他的信仰被抹去了 准确地说 是对主神的信仰被抹去了 现在 改为信仰黄小龙 主人 奴婢针 拜见主人 针的魂魄 发出毕恭毕敬 近乎跪舔的声音 哈哈哈哈哈哈 黄小龙狂喜 击结而笑 好 很好 现在 我来复活你 我将拥有第一名高级神奴隶 哈哈哈哈 爽 第1484章 复活吧 神族们 黄小龙已然是彻底地度化了中卫女神针的魂魄 他的魂魄已经彻底地安静了下来 那么 剩下的事情 就是复活他的神体 激活他的神格了 在真的尸体上 已经贴满了符传 每一张符传 都是黄小龙心血与智慧的凝结 对于掌控了巫上生死大道的黄小龙来说 无论是复活还是戒尸还魂之类的 他都精通 复活神族 或许难度会比复活一般的生灵大一些 但基本上 原理还是相同的 而且 这些神族的尸体 都被保存得完好无损 魂魄也没有离开身体 黄小龙自信可以做到 燃香竹 念皱纹 真尸体上 满身的浮转 都开始燃烧了起来 化为一个个奥妙的神纹 彩蝶般萦绕着 枯记得 死记得 干枯的细胞 在开始恢复活力 体内那死气沉沉的宇宙 在开始焕发出生机 惨白的肌肤 在开始出现红润之色 一切都在按部就般地进行着 魂魄归位 黄小龙立声道 真也知道事关重要 他不敢啰嗦半句 魂魄老老实实地回到了尸体的大脑之中 保持着安静 并且与尸体开始融合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真的冰冷的尸体 散发出来了体温 肌肤与脸旁 都出现了红润的奄然之色 体内的宇宙完全被唤醒了 得到了重生 那蕴含着庞大能量的神格 就像是一台发动机一般 重新地运行了起来 他睁开了眼睛 长长的眼睫毛抖动了几下 主人 真英纯清起 然后 他赶紧从台子上跳了下来 对着黄小龙 做出一个十分优雅 十分标准的神族宫廷礼仪 活了 重火了 复活之后的真 更加的美艳动人了 气质之中 那一份高贵 简直就是不容任何生灵去亵渎的 只能够顶礼膜拜 奄然一笑退王猴 当然 不得不提的是 他的强大 哪怕他是压制着 但他全身的每一个毛孔细胞之中 似乎都折服着不可思议的伟大神力 仿若 他一根手指头 就能够将这个宇宙给戳爆 这种感觉 这种力量 黄小龙只在万界战场中 从那中卫神允身上感受过 嗯 这阵 也是中卫神 与那允 可以分庭抗议 哪怕是龙族的老祖宗 祖龙 在面对这阵的时候 都只能够接受一击必杀 碾成粉碎的结局 没有悬念 哈哈哈哈 黄小龙忽然大笑了起来 意气风发 不能自给 下一秒 他轻轻伸手 抓住了针的粉雕玉琢的下巴 这是一个极为轻挑的动作 针抬起头 眼眸如盈盈秋水 脉脉寒情地看着黄小龙 不但丝毫没有蕴含 而且还有一种 骚猫昧狐狸的风云 似乎 无论黄小龙对他做什么 无论做得多么的过分 他都会千一百顺 欢喜不已 哈哈哈哈 当初 在万界战场中 那种卫神允 对我威逼利诱 我不敢说什么 他太强大 弹指尖可以灭我亿万次 那种感觉 真是憋屈 历历在目 黄小龙说不出的解气 而如今 我拥有了一尊奴隶 与那允 不分伯仲 哈哈哈哈 世事变幻 真是捉摸不透 好 太爽了 如今 那允要想再度威胁我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真 你听说过极端派的中卫神允吗 黄小龙随意地问道 主人 宇在许多年前 便离开神界 准确地说 是逃亡了 极端派 在神界 一旦暴露身份 就将遭到屠杀 真恭敬地回答道 哦 你是极端派吗 黄小龙冷笑道 奴婢不是 真乖巧地回答道 不过 从今天开始 奴婢心中 主人最大 主人要奴婢做极端派 奴婢自然就是极端派 呵呵 咱也不能去做极端派 嗯 你只是我的奴隶 只效忠于我 不分派别 懂了吗 黄小龙笑了笑 是 主人 真像绵羊一样顺从 好了 你刚复活 还需要再适应适应身体 你一边歇着去 我继续干活 黄小龙挥了挥手 顺便在真的柔软而丰满之处捏了一把 极为的轻薄 真翘脸飞红 咬牙道 主人是否想要奴婢呢 奴婢在神界 还一直没有过伴侣 能够伺候主人 是奴婢的福分 哈哈哈哈 暂时不急 黄小龙挥了挥手 现在 还有那么多的神族尸体 等着黄小龙去处理 而且 还有一个龙神的尸体 那可是大东西啊 继续地复活 黄小龙也不去揭开那些神族的魂魄封印了 直接度化 先度化了再说 于是乎 整座大殿内 充斥满了横七竖八的度化之光 不过 黄小龙还是留下二尊中卫神尸体 五尊下卫神尸体 并没有去度化 而是取来梦婆汤 对他们的魂魄与神格 进行浸泡 魂魄被梦婆汤一洗 他们封印起来的生前的悲欢离合 喜怒哀乐 记忆情感 就统统洗净 变成白纸一般 变成纯粹的神魂能量 这样一来 这二尊中卫神和五尊下卫神 就是彻彻底底的死亡了 哪怕强行复活过来 也会是白痴一般的存在 这些尸体 黄小龙准备炼成各种神药 自己服用 滋养壮大 度化之余 黄小龙也是不断地化符 不断地将画好的符传 贴在每一尊尸体之上 时间过去了好几个月 终于 除了最先吃到螃蟹的针 还有那七具被黄小龙 浸泡孟婆汤的尸体外 其余的一三四团魂魄 尽数都是被黄小龙给度化了 一百三十四尊尸体上 也都各自贴满了符传 解开这些被度化的魂魄之封印 哄 哄 哄 一道道神圣的灵魂波动 在大殿中纵横交错 掀起黄蜂 主人 拜见主人 主人再上 一把把驯服而忠诚的声音 在黄小龙的耳边响起 哈哈哈哈 好 很好 从现在开始 我就拥有了一大群神族奴隶 而且还是有着神格的高级神奴隶 从此建立起来了一股强大的班底 黄小龙意气风发 下令道 魂魄 统统归位 现在 我便是恩责 将你们 统统复活 让你们 重灵这个世界 以后 我率领你们 征战神界 杀死主神 是 主人 黄小龙念诵咒语 这些神族尸体上的浮转 纷纷燃烧了起来 整个空间固满了神闻 生命复苏的力量 在阴暈沸腾着 一尊尊冰冷的神族尸体 绽放出来了温度 他们的手脚 开始轻轻地抽出了起来 复活吧 神族们 第1485章 离开 一尊尊的神族尸体 完美地复活了 神光颇洒而出 空气之中 响起了嘹亮的圣歌 足足一百多尊神族的复活 他们的气息 无形之中 散发了出去 将整个地府 都渲染得美轮美奂 就像神界 许多地狱生命 都被神之气息震慑 跪伏了下去 顶礼膜拜 而与之同时 这些复活的神族 却在膜拜黄小龙 拜见主人 多谢主人再造之恩 一百多号神族 跪在黄小龙跟前 哈哈哈哈 好 好 你们都是拥有神格的神族 将会成为为我的助力 兜起来 黄小龙笑着抬了抬手 好了 你们便在我这地府之中 暂且安顿下来 我还要闭关一段时间 黄小龙命令到 众神族领命 不敢打扰黄小龙 尽数离开大殿 那女神针 想要留下来 也被黄小龙秉退 黄小龙盘膝坐在大殿中 她布置一个阵法 将殿内的一切气息 都屏蔽住 此时 凌空悬浮着一片片 仿若凝固的孟婆汤 其中浸泡着七团神之魂魄 七块神格 孟婆汤在洗涤着 魂魄与神格 而黄小龙的身前 摆放着龙神的尸体 巨大的 庞大的 充斥着 洪荒骨气的龙神尸体 她紧闭着眼眸 像是沉睡了过去 她失去了生机 但即便如此 她还是散发着 震慑八荒万古 横压星空万族的神威 毫无疑问的是 龙神的气息 是要碾压之前 所复活的任何一尊神族 彻彻底底 绝对地碾压 龙神很强 与主神为一个级数 龙神的魂魄 也被封印着 好 杜化 将龙神也复活 变成我的奴隶 那样 我将拥有与神族主神 掰手腕的筹码 刺杀主神 也不再是空谈 无数的度化之光 就像是一轮轮烈日 浇灌在龙神的魂魄上 魔鬼的歌谣畅响 不过 哪怕只是一团魂魄 也是无比伟大的 甚至是不容亵渎的 因此 在度化之时 竟然极为的艰难 缓慢 看来 要彻底 度化龙神的魂魄 需要极为漫长的一段时间了 度化龙神所需要的时间 哪怕是黄小龙 也只能够用漫长二字来概括 具体要多久 那就不得而知了 罢了 且让度化之光 持续地照着龙神魂魄吧 这件事 不能够急 急也急不来 不过 黄小龙倒也没有闲着 没过多久 二尊中魏神 五尊下魏神的魂魄 连尽数都被洗干净了 变成了纯净的神魂能量 这可是绝好的滋补品啊 相比较而言 之前那些低级神的神魂能量 简直就太粗利了 太卑微渺小了 简直就是糟粕呀 好 好 这个好 黄小龙开始展现出来了炉火纯青 登峰造极的炼药技术 他要将七团高级神的魂魄 统统炼成神魂丹药 地府之中 也有各种辅佐的材料 炼药是小意思 也就是耗费一些时间 一个月后 一堆色泽盈润 宛如夜明珠般的丹药 便是被黄小龙炼制成功 每一粒丹药 都因晕着华丽而伟大的魂魄之力 哈哈哈哈 将这些丹药服下 我的神魂将会壮大到一种怎样的地步 哈哈哈哈 我也不清楚啊 试试吧 当下 黄小龙开始服药 服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毕竟 这些神药 药效太过猛烈了 稍微不注意 搞不好就要反受其害 被击伤灵魂 黄小龙缓缓服药 缓缓炼化 安全第一 三年 他在地府之中 足足度过了三年的光阴 终于 在这三年中 他是将所有的神魂丹药 尽数炼入自己的魂炮之中 经过测试 如今 黄小龙的神念 相当于 拥有神格的下位神 就连真等神族奴隶 都不得不惊叹 因为 发生在黄小龙身上的事情 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在整个神界的历史上 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黄小龙 二级神的境界 但神念灵魂 却堪比拥有神格的下位神 这是 是何等的怪胎 经过了三年的洗涤 七枚神格 也终于被洗去烙印 成为了精纯的能量体 可以为我所用 不过 要直接在体内种下神格 这不可能 其一 因为黄小龙境界不够 虽然灵魂足够强大了 可以容纳神格入体而不报 但是 神体境界太弱 其二 据真所说 神族 只能够通过感悟 让神界 降临下来专属的神格 如果是想投机取巧 去融合别人的神格 哪怕你侥幸成功了 未来的成就也就是如此了 不会再有丝毫的进步 说白了 神格就是一位神的感悟 感悟的结果就是降临神格 但感悟的过程 同样重要 那么 对于黄小龙来讲 手头上的七枚神格 虽然已经被洗去了落印 宛如七张白纸 但缺少了黄小龙本人的感悟 没有感悟 融合了也没什么卵用 与同境界的神族相比 就是垃圾 所以黄小龙也就不打算 走融合神格这条路了 他另辟西境 把神格炼化掉 也炼成药 服用下去 可以增加身体的强度 就像是炼体一样 不过 神格坚硬 一时半会儿 也难以将其粉碎 炼成药 所以 这件事也就只能隔浅了 如那龙神的魂魄一般 仍然在持续地进行度化 但收效甚微 罢了 现在也就是耗时间了 我就懒得留在地府中了 嗯 出去吧 黄小龙做出决定 当下 将真等神族奴隶 留在地府之中 黄小龙只身离开 这群神族奴隶 是黄小龙的底牌 不到关键时刻 还是让他们隐藏起来吧 离开地府 祖龙宫殿 因为地府的时间流速 与现实不同 所以 黄小龙从地府出来后 外面的世界 时间也没这么变化 少年 你是如何处置那尊神族尸体 祖龙好奇不已地问道 不过 他却也是发现了 黄小龙的气质 更加的犀利 隐晦 深邃 以前 祖龙还可以看透黄小龙 而如今 却是愈发觉得 黄小龙有一种深不可测的味道 而对于黄小龙来说 现在看祖龙 也是感觉他也不过如此 眼界似乎不同了 毕竟 黄小龙的神魂 乃是下卫神的档次 这祖龙 充其量相当于五 六级神 黄小龙没有优越感是不可能的 哦 那尸体 我自由主张 好了 我们现在离开 祖龙 你要不要与我们一起 黄小龙问道 这个 这 祖龙一脸为难的样子 好吧 祖龙 我知道你想明哲保身 不欲卷入与神族争斗的漩涡之中 那行 你可以在此隐居 不过 我还需要你帮忙 打通前往神界的通道 黄小龙通情达理的道 这好吧 我将七颗龙珠都给你 你自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开通道 祖龙道 当下 祖龙把七颗龙珠尽数交给黄小龙 并且告诉了他如何打开通道 黄小龙与伙伴们辞别了祖龙 返回仙龙妖界 不知道 那中尉神云会不会已经来找我 黄小龙嘴角掠过一抹玩味的笑意 现在 他根本不怕云了 他拥有碾压云的底牌 走 回去 第1486章 云来了 现在黄小龙几乎可以说是功成身退了 带着同伴们返回仙龙妖界 他底气很足 对于去神界刺杀主神的任务 也不是那么的排斥与畏惧 至少还是有一线机会的 经过了一系列的宇宙遨游 黄小龙终于是和同伴们返回了龙界 呃 毕竟黄小龙的身份是龙族的女婿 所以 龙界算是他的半个家了 离开的这段时间 整个宇宙都显得格外的宁静 静谧如烟 并没有发生太轰动的事情 没有神族来侵占 那极端派的众位神员也不曾造访 难得的安宁 这一日 黄小龙悄悄地将内珍从地府之中放出 用符转遮掩了他的大部分气息 否则 以他众位神的威势 恐怕是要将这宇宙给压塌了 珍 黄小龙双手背负 珍以最虔诚的姿态 站在了黄小龙的身后 随时待命 用你的神力 将妖仙龙三界 融为一体 黄小龙命令道 对 这个宇宙的三大势力 妖 仙 龙 这三界 相隔太遥远了 一旦发生什么战事 战线太长 也极为的不利 很容易被逐一击破 因此 最好是融合三界 三界归一 要做到这件事 就必须动用神的力量了 黄小龙目前还做不到 嗯 主人 奴婢知晓了 不过 要融合世界 奴婢依靠自己的神力 还是略微有些不足的 至少 需要三名忠位神联手 真如实说道 好 依你 这件事 叫给你去办 黄小龙心念一动 又是从地府之中 召唤了两尊中卫神奴隶 三大中卫神奴隶 遮掩气息 恭敬站在黄小龙的身后 你们准备一下吧 黄小龙淡然道 颇有一种上位者的风范 当下 三大中卫神 紧锣密鼓地准备了起来 与之同时 黄小龙也是将自己的想法 传播到了妖仙龙三界 自然 不会遭到什么非议与反对 如今 黄小龙就是这个宇宙的霸主 帝王 无可争议 经过数天准备之后 三大中卫开始放出神力 神力无边 笼罩宇宙 神念也是覆盖了这个宇宙的每一寸空间 在凡人看来 甚至于 在这个宇宙的土者看来 宇宙就是无限的 并没有所谓的尽头 但是呢 对于神族来说 宇宙也就是一小块地狱 仅此而已 接下来 便是融合 妖仙龙三界 被神力搬运到了一块 然后融合了起来 为了讨好黄小龙 这三名中卫神不但将妖仙龙三界给融到一块 甚至还将这个宇宙中 所有的文明星球的 都摄取了过来 一并地融合 于是 无数的星球 脱离了原本运转的轨迹 朝着妖仙龙三界飞来 场面微微奇观 真是神奇 真是神奇啊 就连黄小龙本人 都叹为观止 神力拥有伟大的缔造之力 神族就类似于创世神 中卫神 可以融合宇宙中的星球 那么上尾神 肯定就是可以凭空缔造出宇宙了 好 总有一天 我也要拥有这种伟大的力量 黄小龙心中 暗暗启示 与之同时 那些被融合过来的文明星球 上面的生灵 又是蒙逼 又是震撼 又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机遇 啊 怎么回事 我们 我们的星球都飞升了吗 好强大的能量光芒 天哪 这种能量光芒的品质 比我们星球上的能量品质 高出了不知道多少倍啊 是奇遇 巨大的奇遇 不 我感觉到了高级生灵的气息 完了呀 难道我们要被高级生灵 当作口粮 亦或者是豢扬起来当奴隶 低级生灵 不要过早 真代替黄小龙 将意念 传达到了这个宇宙 现在 宇宙中所有的文明 大融合 在融合之后 你们原本的星球 便不存在了 你们将获得更高级别的文明 以及 新的家园 融合 持续了足足一个月 终于 完成了 悬浮在宇宙中的 是一个圆形的巨大的星球 这个星球 通体呈现出来金黄的颜色 金黄的颜色 便代表的是神力 也就是说 这个星球的大气层表面 其实浮动着神力 这些神力 都是三大中卫神赋予的 星球包含的 妖仙龙三界 以及这个宇宙所有的文明星球 现在 大妖王 醉风先帝 以及妖王魁等 便是率领 妖仙龙三界的骨干 在整顿这个巨大的星球 制定法律 划分势力 要把这个巨大的星球 整顿成为一个整体 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些琐碎的事情 黄小龙自然也是懒得管理的 百废带星 所有的麻烦 都留给其他人去处理吧 黄小龙是乐得清闲 带着老婆们 在新的家园 游山玩水 尽享雨水之欢 佛系的生活 黄小龙像咸鱼一样 享受着多年以来 难得的这一份安逸 几年之后 这颗星球 完全地和谐了 来自宇宙四面八方的 不同的生灵 种族 都彼此地适应 并且 进行着十分密切的商贸往来 星球变得十分地繁荣 俨然就是盛世 好一个烈火烹油 这一日 黄小龙坐在一座宫殿中 与真等神族一起饮茶 主人 倘若 您要离开这个宇宙 也是可以将这星球 炼入您的地府之中 真俨然一笑 这样一来 无论您到了什么地方 您这一份基业 都会如影随形的 嗯 这是个好主意 黄小龙微微点头 我去了神界 便把这个宇宙也带上吧 以后 我的宇宙 势必会取代神界的 黄小龙并非常狂 与之同时 在地府中 一直度化着的龙神魂魄 以及一直浸泡在孟婆汤里的神格 也是取得了不小的成效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赫然 哈哈哈哈 少年 老朋友造访 嘖嘖 你这宇宙 简直整顿的风生水起啊 一把深沉而高傲的嗓音 在星球之外的无银星空中响起 是允的声音 呵呵 终于还是来了 黄小龙站了起来 然后对真等神族道 你们先回避一下 有需要的时候 我再让你们出来 当下 将真等神族 收入地府之后 黄小龙便是直接飞天而起 去云量云碰头 第1487章 搜魂 终于 内运现身了 他来找黄小龙 商议前去神界刺杀主神的事情 在万界战场分开之后 云便是要去其他的宇宙 寻找他亲自藏一起来的宝藏 那是他毕生的积蓄 在宝藏中 有不少增加实力的物品 既然 他要让黄小龙去神界搞事情 而且还是搞大事情 那么 他肯定是要给予黄小龙一些好处的 说好听点 就是栽培黄小龙 此时 云悬浮在宇宙中 用一种惊骇不已的目光 看向了黄小龙的星球 这是怎么回事 哪怕是稳如大山的云 此时也是面露惊荣 骇然不已 首先 这颗星球太大太大了 身为一名中卫神 事实上 云在逃离神界之后 也曾经穿梭过不少的宇宙卫面 也见过很多星球 甚至有些星球的文明 高度的发达 有的星球将于无边无际 人口万万亿不止 可是 云从来都没有见过眼前这么大的星球 也从来没有见过 哪一个星球上 有如此多的生灵 太恐怖了 而且 这颗星球上面 还有神力在争腾 那少年居然让自己星球 有了神族的气息 这是在效仿神族 云的瞳孔 微微一缩 不过也对 那少年 以及他的族人 都已经成为了神族 虽然只是低级神族 但也足够他们自傲了 明白了 这是幕侯而冠 真是有些可笑 等等 这星球 应该是融合了这个宇宙的所有文明 这是了不得的手段啊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那个少年 仅仅二级神罢了 不可能干出这种大手笔 云的脑子里 各种念头 分之踏来 而一个个巨大的问号 也是霸占了云的大脑 想不通 黄小龙的地盘 让云根本想不明白 绝对是不可能的 上位神缔造宇宙 中位神融合宇宙 这少年把整个宇宙中的 所有文明星球 都融合起来了 这就是典型的中位神的手段啊 我 也是中位神 但是 我以一己之力 也是根本办不到这种事的 至少说 需要三四名中位神联合起来 才办得到啊 我都做不到 那少年 凭什么做到 云惊疑不定 虽然说 那少年在万界战场中 搜刮了不少的神器 可都是低级神器啊 云越想越是不对劲 难道 有高级神 至少是中位神 甚至于上位神 在帮助这少年 赫然 云的眼眸之中 涌起一丝丝狠辣之色 瞳孔 也是略微地收缩了起来 心中居然也是发颤 难不成 有高级神来到这个宇宙 并且 帮助了这个少年 不对 神族消灭这些 孽畜还来不及 不可能帮助他们 是极端派的神族 也不会啊 我们极端派的神族 只是要利用这些 卑微的宇宙生灵 不可能耗费神力 替他们融合文明的 这孽畜 出卖我了 说起来 云虽然是尊贵的中位神 但是在神界看来 也就是一个通缉犯 遭到了万界追杀 难道说 这个宇宙的孽畜 出卖了我 以此换取利益 云十分的警惕 立刻放出神念 笼罩整个宇宙 他虽然厉害 但是 在神界 能够杀他的 也不少 一旦是下来几个中位神 亦或者一个上位神 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神念仔细地扫过 并没有在这个宇宙中 发现任何高级神的气息 嗯 如此 云倒是放心了一些 这个时候 黄小龙也已经飞了出来 黄小龙的隐秘功夫 做得十分把戏 他把真等高级神 都藏在地府里 而且 强大的神魂之力 也都是屏蔽了起来 哪怕是站在这狡猾之质的云面前 也不会露出马脚 啊 云 你来了 黄小龙故意装作十分惊喜的样子 狗东西 我看你们极端派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嘿 这次 小爷我可不会怕你们 嗯 云用神念 仔仔细细地观察黄小龙 似乎是想要将黄小龙彻底看穿 让黄小龙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秘密 都无所遁形 可惜 黄小龙是早有防范 有心算无心 根本不会让云看出破绽 看来看去 云发现黄小龙与上次分别时 变化并不大 少年 你这宇宙是怎么回事 云终于还是忍不住问道 他的城府是很深 但如梗在喉 心痒难挠 必须要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嗯 宇宙 黄小龙装聋卖鸭 呵呵 少年 你也别藏着掖着 你将散布在你这宇宙中 所有的文明星球 都整合在了一起 成为一个崭新的文明 这种手笔 神界之下 任何宇宙 任何生灵 都不可能绊倒 另外 在你这颗巨星的外围 也是充满了神族的气息与威严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应该是得到过某个高级神的帮助 亦或者 好几个高级神的帮助 云也是开门见山 黄小龙心中 也是微微一动 云一眼就看穿了真相 这也是厉害 呃 这个嘛 云 你这次来 主要是提升我的实力 并且与我从长计议 看看如何进入神界 如何着手刺杀主神吧 黄小龙貌似憨厚地笑了笑 这样 先去我的宫殿 我这个东道主 也是要好好地款待你一番 嗯 云神色一致 目光 不由自主地看向了黄小龙的星球 神念如秋风一般地扫过 暂且不用了 少年 你还是先回答我的问题 你的宇宙 究竟发生过什么 云还是极为的求稳 他根本就不会给自己 以身犯险的机会 去黄小龙的星球 不用了 虽然说 暂且没有发现什么危险 但是 如果是有什么上尉神 使用了屏蔽气息的神器 埋伏在其中 自己上去 不就是自投落网了吗 小心使得万年船 毕竟是神界通缉犯 云 看向黄小龙的眼神 愈发的阴质 说话 云的话语 十分锋利 已经有一种质问的意思了 而且 神念完全覆盖黄小龙 哪怕是稍微有什么不对 他就能第一时间 对黄小龙发起冷酷的攻击 当然了 云不会轻而易举地动手 他对黄小龙 还是抱有很大的忍耐力 毕竟 寻找了这么多年 才找到一个可以完成极端派任务 刺杀主神 得何时人选 尽量不要将其毁灭 好吧 黄小龙 黄小龙 故意摊手 其实说出来 也没什么 因为 我们找到了祖龙 嗯 祖龙 文言 云只是摇头 不可能 这种从神界下来的龙族 一般就是五 六级神的实力 不可能替你融合宇宙文明的 少年 希望 你要真诚 我们是盟友的关系 我们并不是敌人 因为 我们的目标 都是相同的 嗯 运 我们找到了祖龙 而那祖龙 在神界的时候 是伺候一尊上位神的 因此 他在逃离神界的时候 偷走了一件神器 上位神的神器 而这件神器的作用 就是融合宇宙文明 黄小龙信口胡舟 这样吗 允被黄小龙忽悠地愣住了 上位神神器 如果真的如此 那倒是解释得通 没毛病 一件上位神的神器 的确是可以让宇宙文明 整合成一块的 好 好 允连连点头 旋即瞳孔微微收缩 少年 不是我不相信你 不过呢 这次 我们双方 都必须要有足够的诚意 首先 我的诚意 是给予你 以及你那些伙伴 一些高品质的神器 而且 晕的声音里面 充满了蛊惑 我可以让你晋升为 至少五级神 呃 黄小龙 微微一致 嗯 现在黄小龙 是二级神 可以晋升到五级神 的确是一个 巨大的诱惑 我需要付出的诚意呢 黄小龙 却是玩味一笑 首先 将那祖龙 给你的神器 交给我 放心 我不会吞没这点神器 只不过 我就是把玩一番罢了 其次 放开神念 我要搜魂 搜索你的记忆 看看你是否说谎 这是你需要付出的诚意 允锋锐的目光 直刺黄小龙的眼窝 嗯 你要搜我的魂 搜索我的记忆 黄小龙的呼吸 都逐渐地转冷了 第1488章 思考脸皮 黄小龙心中杀意微闪 这一眼 简直就是有些强横霸道了 居然 要对黄小龙 进行搜魂 而且还是如此这般 大意凛然 名正言顺地说了出来 哦 你确定 要对我搜魂 黄小龙冷漠说道 哼 少年 我知道 你是有些抵触的 允笑了笑 他的神念 已经是完全锁死了黄小龙 他相信 自己只需要动一动念头 就能够将黄小龙灭杀 哪怕 黄小龙的星球中 埋伏着高级神 他也可以在逃逆之前 从容地杀死 亦或者掠走黄小龙 允对于自己 还是有着自信的 堂腾一尊中卫神 如果连一个二级神的拿捏不住 那还了得 不需要抵触 我说过 这是彼此之间的诚意 云苦口婆心地说道 但是在眉宇之间 还是有着一些高高在上的架势 就好像是帝王在服侍着楼椅 少年 拿出你的诚意吧 从我这里得到的好处 将会是你难以想象的 这次 我将毕生的宝藏 都带来了 晕笑了 你将从中得到最大的利益 我帮助你 在短时间内 冲击境界 达到六级神的水准 这是一次飞跃啊 六级神 哪怕是到达了神界 都不再是喽啰 黄小龙无语冷笑 同时 也是庆幸 如果 他没有得到这一系列的奇遇 今天就不得不屈服于云的阴危 但今时不同往日 谁要是敢威胁他 就只有一个字 死 哈哈哈哈 黄小龙大笑了起来 对于黄小龙这份眷狂的态度 云十分的不满 同时 他更加的怀疑 黄小龙背后 又大大的靠山了 因为 在万界战场 与黄小龙相遇之时 黄小龙的态度 还是很拘谨 诚惶诚恐的 但是现在 黄小龙在他面前 姿态并不低啊 基本上就是一种平等对话的样子 这让云感觉到 自己的尊严都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你笑什么 一直伪装得极为儒雅的云 也是有些暴怒的 对 你这次来 的确是要给我极大的好处 不过 你无非就是想利用我 利用我去神界 刺杀主神 黄小龙也终于 与这云 撕破了脸皮 我 只不过是你们全力争斗的一个工具 呵呵呵 对吧 你 云怒急而笑 小子 看来 你已经想明白了 哈哈哈哈 对 是在利用你 不过 能够被我利用 也是你的一种幸运 不是吗 万千宇宙 云云众生 能够被我利用的生灵 寥寥无几 不 应该说 你是唯一的一个 你应该感恩才对啊 黄小龙冷笑 好了 废话不用讲了 我还不想杀你 毕竟 你能够达到这种奇遇 是你的造化 杀了你 太可惜了 犹如暴天天物 云的言语之中 蕴含着极大的威胁 你不同意搜魂 也没有办法 现在 我对你 强行搜魂 呵呵呵 放心 只要从你的记忆中 没有发现对我不利的事情 今天 你所说的话 我尽数都是不会计较 我会原谅你的 云 终于是要用强了 黄小龙的心念 已经沟通了地府 百分之一个念头的时间 就会将自己的神族奴隶 放出来 哈哈哈哈 你还想对我的强行搜魂 黄小龙笑得乐不可知了 你确定你敢 好吧 既然你已经做出这等决定 那么 有种 你就试试吧 说完 黄小龙双手环抱 用一种挑衅的目光 看着云 你以为我不敢 云真的怒到了癫狂 他被藐视了 只是被一个二级神的家伙藐视 奇耻大辱 事实上 云是中卫神之中 天赋异禀的存在 也是神界的天才 可以越级战斗 哪怕是上卫神 也不敢轻而易举地藐视他 如今 居然被黄小龙 搜魂 允怒吼一声 全身神念 化为一尊巨手 就要直接抓入 黄小龙的大脑之中 搜刮黄小龙的所有记忆 这个时候 黄小龙也不必再隐藏 自己的底牌了 出来吧 我的奴隶们 哄 一尊神念大手 从黄小龙的身体之中 直接抓了出来 将允的神念大手 轰了开去 接下来 便是女神针 从黄小龙的身体中 钻了出来 嗯 地府是黄小龙 身体的一部分 她绍缓出针 自然 针看上去 便是从她体内 钻出来的一样 冒犯主人 死罪 针直接荡在了 黄小龙的身前 用杀气凌凌的目光 瞪视着云 嗯 云懵逼了一下 然后 瞳孔放大 哦 原来 你果然是有底牌的 针 我知道你 你刚才叫那少年什么 主人 你 你 你简直就是神族的耻辱 居然叫一个 卑微的生灵主人 你被蛊惑了吗 看来 云并不知道 针其实早已经死亡了 她对黄小龙 也是产生了一丝丝的忌惮 针 也是中卫神 其战斗力 比她 还是差一线 但差不了多少 两人 如果对战 云还是可以胜的 但 要付出比较惨重的代价 当然 云要走 针也是拦不住的 哈哈哈哈 少年 这就是你的底牌吧 你以为 有了针这个靠山 你就可以在我面前 有恃无恐 为所欲为 云的脸色 尽数都是宁恶的内容 针 抛开我是极端派 你 这尊贵的神族 难道 真要与这种卑微的宇宙生灵为伍 云对针 苦苦地劝说了起来 这样吧 这件事 你不要插手 让我处置这小子 事成之后 我可以给予你一些极品的神器 如何 如主人者 死 在那美丽而尊贵的眼眸之中 爆发出来 滂沱而可怕的战役 以及那无法磨灭的仇恨 杀鸡 在针看来 黄小龙就是他的信仰 他的一切 云居然在他面前 不停地羞辱主子黄小龙 这真正的便是触碰到了针的逆灵 哼 看来 你是打算与我死磕了 云的眼珠子转动了几下 玄机 对着黄小龙冷笑道 好 我现在就离开 呵呵呵 针总不会一直留在你身边 保护你这个垃圾吧 我等 我可以等 只要真稍微大意 我便会给你的星球 你的宇宙 毁灭性的打击 哈哈哈哈 我磨 也要磨得你心里憔悴 得罪一尊中卫神 对于你这种渺小卑微的生灵来说 便是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噩梦 哈哈哈哈 对 如果像你这种强者 时刻地潜伏在我身边 刺激而动 捣乱 那的确是让我防不胜防 让我心烦 黄小龙轻描淡写地说道 不过 我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了 嗯 允一愣 我要把你留在这里 黄小龙发出戏谑的笑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文言 允就好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可笑的笑话 留下我 留下我 就凭他 真 你问问他自己 能否留下我 哈哈哈哈 或许 真是留不下去 不过 他们呢 加上他们呢 黄小龙眼中的细血更浓 他们 运懵逼 嗯 给我留下他 黄小龙打了个响指 下一秒 轰 轰 轰 一道道的神光 从黄小龙身体内爆出 神光如珠网一般将蕴覆盖住了 一尊尊神族团团将蕴包围了起来 傻啊 看着周围一圈下卫神 中卫神 晕傻啊 懵逼了 大脑错乱了 第1489章 极端派领袖 这个时候 黄小龙将足足一百多尊神族 尽数都是召唤了出来 将那失魂落魄的云 给团团包围住了 包围圈密不透风 让得云根本就逃不出去 哪怕是一丝丝神念都逃顿不了 而且 一百多尊大神 哪怕就是气息一压制 云都是受不了的 双方的实力差距 宛若云泥 如我主人者 死 所有的神族奴隶 都是吼叫了起来 黄小龙在这片区域 布置下来了屏蔽类型的神阵 因此 无论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星球上的生灵 都是看不见的 呵呵呵 黄小龙被众神簇拥着 他就是高高在上的神王 双眸之中 自然而然 流露出来一种手掌权柄 上位者的气势 全身上下 浮现出来一种浩瀚星空的意象 万古神王 你 你 云惊恐不已地看着黄小龙 目光却是在打亮四周 看着众多神族眼中 那近乎狂热与虔诚的膜拜 他心中不寒而栗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能这样 你们都是尊贵的神族 你们都是拥有神格的神族 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 称一尊渺小的生灵为主人 荒唐啊 荒谬啊 这是在做梦吗 允全身发扬巅峰式地抖动了起来 啪 回应允的 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出手的 是一名脸上有着白色胡须的中卫神 这中卫神的气息 不是非常的犀利丰锐 但显得浑厚 有一种独霸八荒的味道 啊 你 你 你是燕 老牌的中卫神 好称最为接近上卫神的存在 但是 你 你在许多年前 就已经死了呀 而且 你生前 因为做错过一些事情 所以 主神说过 不会复活你 你 你为什么 你 云语无伦次了 因为他发现 善他耳光的这一位神族 早就已经死了 而且一直无法得到复活 今天却活蹦乱跳地站在这里 太诡异了 一股子惊悚之意 直往允的脖子里灌 让得他都直缩脖子 终于 允隐隐约约知道 黄小龙绝对不是一般的生灵了 至少这老牌中卫神艳的复活 就和黄小龙脱不了干系 呵呵呵 现在 你是不是有一种刺头罗网的味道呢 黄小龙极为玩味地看着云 真是爽 原本 黄小龙是要被迫 遭到这云的利用 拿命去赌博 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就好像是棋子一样 可如今 反转了 这云 在自己的面前 就特么一条死狗似的 阴谋诡计算个屁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都是浮云 啊 云悔恨得嚎叫了起来 旋即 很快便是调整了一下情绪 对着黄小龙 生情并茂地说道 好了 少年 我收回之前所说的话 嗯 我太鲁莽了 我不应该对你 心存利用 不过 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事实上 我们就是盟友 你是宇宙生灵 主神要消灭你 而我们极端派 也是被主神追杀的存在 所以 我们的敌人 是相同的 我们不应该产生什么争斗 我可以对我的行为负责 向你道歉 云的态度 也是极为诚恳了 嗯 黄小龙点了点头 旋即弹了弹指甲 这样吧 你先跪下再说 什么 跪下 云心头暴怒 你要我向你下跪 我是中卫神 我有属于自己的尊严啊 云真的怒了 呵呵呵 你还在守着你那可笑的优越感 难不成 你是脑残吗 事到如今 仍然没有搞清楚状况 黄小龙嘲弄一笑 旋即对着周围的神族奴隶道 让他老老实实地跪下去吧 话音刚落 一百多位神族同时放出神念 密密麻麻的神念 便如一尊尊大手 直接摁着云 将他强行地摁下去 跪倒 云根本反抗不了 势单力薄 他竭力地支撑着身体 咔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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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全身骨骼 都在抱响 身体确实不由自主地向下弯压 最终 他跪下去了 跪在黄小龙身前 不 云尊严丧失殆尽 嚎啪哨大哭了起来 黄小龙直接冲地府之中 哨唤出万道度化之光 将云的身体照耀了个通透 按理说 要度化一尊神族 那是非常困难的 除非 这尊神族死了 度化活着的神族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不过 现在的情况是 云全身上下都被压制了 动弹不得 灵魂也被压制得死死的 所以说 给了黄小龙可趁之机 不 你在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你居然想在我的灵魂之中 种植下来一枚种子 让我对你产生信仰 你这个魔鬼 你是魔鬼 云终于如梦方形 他也恍然大悟 知晓了 为什么如此多的神族 会称黄小龙为主 原来 黄小龙会这一招 不 我的人格 我的信仰 我的思维 不 你这魔鬼 快住手 快住手啊 云感觉到了自己的扭曲 他死命地挣扎 但是 挣扎是无济于事的 他被压制得太惨了 如此 经过了长达三天三夜的度化 云已经失去了理智 他对黄小龙产生了彻底的信仰 主人 这一次 云是心甘情愿地对着黄小龙下跪 膜拜了 他连连磕头 嗯 那么 现在告诉我 你们准备如何利用我 说具体一些 黄小龙一致气势地问道 禀告主人 我们极端派的宗旨 并不是要消弭宇宙生灵的灾难 宇宙生灵的死活 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目的是要杀死主神 篡夺他的王位 云没有一丝隐瞒地说了出来 哈哈哈哈 冠冕堂皇 当初 还说宅心仁厚 反对主神的残暴 原来也是为了一己私利 黄小龙冷笑 你 继续说 是的 主人 运来了个竹筒到豆子 我们的首领 是上尉神洪 他一直想要成为主神 不过 主神只有一个 那么 要取而代之 就只能够杀死他了 洪 真惊叫 其他的神族奴隶 也是爆发出来了一些虚声 黄小龙的目光 看向了真 主人 洪是主神麾下 几个儿子之一 朕立马回答 我们所有的神族 都是主神创造出来的 但是 他耗费心血最大的 乃是六尊神族 四男二女 这些 一出生便是上尉神 被称之为他的儿女 一般来讲 我们神族 还是要修炼的 但是 主神的子女 都是一出生便高高在上 不需要修炼 而洪 号称最忠诚的儿子 没想到 居然是极端派的首领 恐怕 主神也不知道这件事 这件事传出去 在神界 也会掀起 轩然大波的 真回答道 嗯 好了 先返回星球 从长计议 那神界 我还是要去的 到时候 也要去会一会 那极端派的首领 上尉神 红 黄小龙笑了笑 旋即便是率领奴隶们 包括云 一起返回了星球 第1490章 去神界 黄小龙带着一群神族奴隶 包括云 一起返回了星球 宫殿内 停退了所有的闲杂人等 黄小龙高聚在宝座之上 左右两排 便尽数都是神族奴隶 云 按照你的计划 你准备如何对待我 黄小龙笑嘻嘻地问道 禀告主人 云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 首先 还是要替主人 提升实力 而后 让主人进入神界 因为 我们的首领 是红 他在神界 拥有极高的地位 在主人进入神界之后 首领会安排下来一份职位 让主人 先熟悉神界 然后 红 也会培养主人 甚至于 让主人 拥有神格 成为大神 嗯 这是养肥了再杀的意思 哈哈 黄小龙心中有数 养继续说道 甚至于 红还会让主人 在神界 拥有一定的权柄 等到主人 在神界 有了地位之后 而主神 也陷入沉睡的时候 在最不被提防的前提之下 红会安排主人 去刺杀主神 因为主人真实的身份 并不是主神创造出来的 所以 主人的攻击与杀戮 对于主神 是绝对有效的 在主神陷入绝对沉睡的时候 主人是有可能得手的 当我杀了主神之后呢 黄小龙笑问道 那么 红会处死主人 成为 新一代的主神 统御神界 唯我独尊 允回答道 我们这些所谓的极端派 其实 就是为了辅佐红 坐上宝座 其他的 并不重要 那么 倘若 红在如愿以偿 成为神界之主后 还会不会 清理各个宇宙中的生灵呢 黄小龙玩味地问道 会的 允根本就没有丝毫地犹豫 无论是谁 成为新的主神 最终 都是要将各个宇宙中的生灵 尽数地消灭 文言 黄小龙眼中 闪过一抹杀意 狠声道 那么 他们 都该死 主人 接下来 您准备怎么做 允问道 事实上 主人可以不用冒险去神界了 主人拥有我们这些奴隶 基本上 可以保证 这个宇宙 永远地高枕无忧了 毕竟 神界也不会派遣上尾神 下界来杀戮宇宙生灵 不要说上尾神了 哪怕是拥有神格的神族 都不会下来 无非 只是一些低级神的工作罢了 我们 可以尽数替主人抵挡 轻易抵挡 反杀 不不 我准备 还是要混入神界 黄小龙玩味一笑 旋即 对着允说道 你听好了 是 主人 允宿母 将计就计吧 到时候 你依旧将我 带我神界 黄小龙争夺了一下说道 你禀告内红 就说 你找到了适合刺杀主神的人选 就是我 然后 让内红栽培我 我从中得意 最后 我不但要杀死主神 还要将内红 也一并杀死 黄小龙也是有野心的 去神界 干一票大的 一下子就将所有的麻烦 全部解决掉 与其留在宇宙中 浑浑噩噩 还不如勇猛精进 主动出击 黄小龙的性格 是不会将命运 交给其他生灵 掌控的 是的 主人 奴才明白了 一切 就将计就计吧 云也是遵命 好了 云 你带来了 毕生宝藏 其中有增加实力的 你准备 如何提升 我的境界 黄小龙问道 神药 云非常直接地说道 唯有神药 能够让主人 在短时间内 提升一些境界 而这种神药 也弥足珍贵 并没有丝毫的副作用 我也只有几粒 大约 可以助主人 突破到达六级神的水准 六级神 呃 也还不错了 如今 黄小龙 还只是二级神的水准 单纯从境界上讲 还是个低级存在 放到神界 也就是个垫底的垃圾 虽然 他的神魂 俨然已经达到了 下位神的水准 但是境界严重地不匹配 好的 所谓的神药 拿出来 黄小龙命令道 当下 云便是真而重之地 从一个戒指中 取出了一瓶药丸子 也就是三 四颗药 珠红色 表面神光阴晕 飞腾起来一只只仙鹤 神龙的虚影 十分不凡 仅仅药香 就让黄小龙沉醉其中 主人 这的确是逆天的神药 可以助您境界暴涨 可惜 只有这么几颗 真遗憾的 不过 一些众位神 立刻恭敬说道 主人 您先服下这些药丸 等到了神界 我们都开启宝藏 将所有的神宝 都献给主人您 我们的宝藏 也十分庞大 不会输给这个云 其中 也有不少神药 好嘛 这些高级神 在死亡之后 其毕生的积累 都是放在神界了 如果 他们能够与黄小龙一起 返回神界 那么 就可以开启宝藏 将所有的珍宝 尽数都奉献给黄小龙 这 美滋滋啊 当下 黄小龙便是 马不停蹄的闭关 服药的方法 云已经告诉了他 简单 非常的简单 按照云的说法 黄小龙服用神药 一年 地府之中的一年过去了 黄小龙 黄小龙将神药 尽数炼化 吸收了 而他的境界 也是稳稳当当地提升了四级 六级神 如今 黄小龙 黄小龙 也成为了一名六级神 与之同时 黄小龙放在地府中的七枚神格 也是完全地被炼制成了丹药 而这种丹药的用途 是不能够帮助黄小龙 提升境界 这种丹药 只有一个作用 提升神体的强度 何谓神体强度 打个比方 就好像鼓舞的炼体一样 境界 相当于炼气 神体强度 相当于炼体 而这些药物 被黄小龙高超精湛的炼药技能 炼出来之后 也是绝对没有副作用的 黄小龙所幸 便不出关 继续服药 他要进步 因为 他知道 自己很快 就要去神界 去这个天地之间 最为高级的一个位面 所有世界的终点 他必须要让自己变得 足够的强大 才能够在神界 拥有一席之地 才能够为日后 杀死主神 杀死上尾神宏 做一个完美的铺垫 服药 七枚神格 一共炼出二十一枚弹药 三年 黄小龙又在地府之中 度过了三年 这三年 将药 都吸收 消化了 黄小龙感觉到 自己彻底地脱胎换骨了 他的神体强度 达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 似乎 一拳打出去 甚至于一根手指戳出去 就能碎灭宇宙 黄小龙甚至还可以肯定一点 但凡是没有神格的神族 哪怕是九级神 他一拳都可以打爆 直接蛮力打爆 而后 黄小龙招来神族奴隶 让他们评估 最后 得到了结论 如今 黄小龙的神体强度 堪比夏卫神 不靠任何神术 黄小龙只是拳脚的力量 就不输给夏卫神的攻击手段 防御 也是不差分毫 也就是说 如今 黄小龙拥有 夏卫神的灵魂 夏卫神的体魄 六级神的境界 对于这样的一种状况 神族奴隶们 也都骇然 从神界诞生的历史上 从没有出现过这种怪胎 主人 您现在去了神界 也不算是弱者了 云 十分恭敬 十分客观地倒 哈哈哈哈 黄小龙朗声大笑 好 好的 现在 就着手安排 我要去神界了 时机 已经成熟了 我不想再拖下去 第1491章 走 去神界了 现在 黄小龙也是感觉到了 自己去神界的时机 已然是来临了 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 而且 他还有一张底牌 龙神尸体 不过 龙神的魂魄 还没有被黄小龙度化 依旧 需要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但黄小龙不想再等下去了 既然 决定了要去神界 那么 也是需要一些准备工作的 现在 若是我还有放不下的 便是 我的宇宙 黄小龙 黄小龙 醋眉 对 他若去了神界 这个宇宙 虽然已经很强大 但仍然不保险 一旦有种卫神 上卫神之流 下界 来到这宇宙 还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将其毁灭 这宇宙 便是黄小龙的家园 因此 他是万万不允许 被神族荼毒的 主人 您若放心不下 您的宇宙 那么 有两种方案 真主动说道 你讲 黄小龙道 第一 是将我们留在这宇宙 保护 不过呢 我们的心愿 还是跟随主人 一起返回神界 为主人效命 安前马后 真说道 第二种方案 便是 我们一起联手 将这宇宙 炼入主人的地府之中 嗯 闻言 黄小龙却是眼眸一亮 将整个宇宙 都炼入地府之中 这倒是一个法子 堪称伟大 黄小龙自问做不到 不过 如此多的神族奴隶联手 想必 也是可行的 好 那便将整个宇宙 都炼入我地府之中 然后 我便随身带着一个宇宙 进入神界 这个法子 最为的稳妥 黄小龙点头 当下 一群神族奴隶 便是去紧锣密鼓的准备 要将偌大无边的宇宙 炼入黄小龙的地府 黄小龙也索性 把地府放了出来 悬浮在宇宙的正中心 接下来 也没黄小龙的啥事 他烧集了宇宙中的核心骨干 将要去神界的事情 来了个竹筒稻豆子 宇宙中的生灵 又是好奇 又是紧张 却又是充满了期待 终于 我们要登临神界了 所有世界的终点 龙王三太子 骇然不已 主人 神界 不知道是如何一番光景 我等 愿意随主人左右 前往神界 踏平一切 将那主神 也拉下宝座 以后 主人称霸神界 成为天地的霸王 古荒精神抖擞 哈哈 称霸神界 黄小龙眼中 闪过奇光 罢了 我倒是没有这么宏伟远大的目标 我只是为了 清除神界的毒瘤 至少 不能让他们 自以为是的 枪害宇宙生灵 顿了一下 黄小龙说道 这段时间 大家也都各自收拾 不久之后 宇宙就要被炼入地府 成为地府的一部分 大家都表示 竭力地配合 数天之后 黄小龙麾下的神族奴隶们 各自奔赴了这个宇宙的一些特定位置 然后 组成一个大阵 便是一起施展神力 哄哄哄 伟大的神力 在阵法的加持之下 抱涌而出 遍布宇宙的每一个角落 整个宇宙都在震动 处于星球中的无数生灵 心灵都莫名地站立了起来 不过 事先已经知道消息 这是正常的现象 并不是什么蔑视之灾 接下来 无数的银河星辰 无数的陨石 就好像是受到了一种 莫名的牵引一般 直接灌入 悬浮宇宙的地府之中 包括宇宙中的各种能量物质 各种黑洞 都一概地被吸入地府 就好像 地府变成了一尊张开大嘴的饕贴 在吞噬整个宇宙 在地府之中 被吞噬进来的宇宙 开始与地府融合 地府的空间壁垒在进化 地府的面积 在不断地扩张 这样的一个吞噬炼化过程 一直持续了数月之久 终于 就连那颗巨大的星球 也一并 炼入地府 整个宇宙 变成了一片黑暗 一片虚无 一片真空地带 黄小龙与诸多的神族奴隶 全身绽放出神光 站在了混沌之中 主人 您的宇宙 已经与您的地府 融为一体 不分彼此 允笑道 现在 这个宇宙 等于是不存在了 嗯 非常好 黄小龙内饰 地府在他体内 至少扩大的百倍 千倍的面积 其中山川江河 王朝帝国 各种资源 无穷生灵 应有尽有 可以这样说 黄小龙的体内 已经是包含了一个宇宙 藏在这个宇宙中的祖龙 也是被黄小龙 一并地送入到了地府之中 对于这等手段 那祖龙 简直就是惊骇地瞠目结舌 脑子一片乱麻 有太多太多的想不明白了 但黄小龙也没时间向他解释 嗯 都准备好了 那么 现在 就带我去神界 黄小龙一挥手 咻咻咻 七颗龙珠 飞了起来 脸成一片 七星连珠 这是祖龙的七龙珠 我已经掌握了方法 可以打通进入神族的通道 黄小龙笑道 主人 奴才 带您进入神界 然后 直接与极端派的一些神族 取得联系 主人会在神界 获得一个非常合法的身份 云卑微地禀告道 好的 黄小龙点头 而接下来 云便是直接拿出一张人皮 他将人皮 贴在了自己的脸上 下一刻 哄 神光爆发 璀璨一片 云的五官面容 完全地改变了 变成了一尊老者的样子 鹤发童颜 他的身体 也是迅速地勾搂了 他的境界 依旧是中卫神 但气息 面容 身材 彻彻底底地改变了 变成了一个老者 哦 这是 这是鱼 一名中卫神 你居然用神之面具 乔装成了鱼 那真正的鱼 想必已经死了吧 真皱眉 其他神族奴隶 也是感觉到了惊奇 结结结 这神之面具 是极端派首领红 珍藏的宝物 他交给了我 而真正的鱼 早已经被红 秘密地处死 不过 鱼的死 只有我们极端派的神族 才知晓 就连主神 都不知道 现在 我这个被神界通缉的药犯 就能以一个极为合法的身体 重返神界 从现在开始 你们 可以叫我羽 主人 你也叫我为羽吧 允恭敬地说道 好 非常好 看来 你们的准备 十分充足 黄小龙也是点了点头 主人 你现在看起来 绝对就是一个标准的神族 所以 您不需要担心什么 没有破绽 十分完美 允孝道 好 你们 黄小龙 看向真等神族奴隶 因为你们 在神界 早就死掉了 是众神目的的尸体 所以 你们暂时 不方便 重新出现在神界 所以 你们也躲藏在地府之中吧 是 一尊尊神族奴隶 飞入地府之中 偌大的混沌里 就只剩下黄小龙与允 以及 七颗龙珠 主人 请打开通道 奴才与您 一起重返神界 允孔敬道 好 黄小龙也是迫不及待 默默念诵祖龙传授给他的秘法 哄 七颗龙珠 凝聚为一颗 直接释放出一道光线 一条 时空虫洞 被打通了 虫洞的另一边 迷散出来 灰弘伟大的 神界气息 运 我们走 你在前面带路吧 黄小龙笑道 目光灼灼 好 主人 我们去 话音刚落 运化为一道神光 冲入虫洞 很快就消失不见 黄小龙紧随其后 第1492章 从今天开始当神族 黄小龙终于是传送到了神界 他带走了整个宇宙 原本 宇宙的位置 成为了一大片茫茫无穷尽的混沌 传送通道内 允锤手恭敬视力在黄小龙身后 呃 黄小龙愣了一下 摇头失笑 晕 哦 不对 现在 我应该叫你雨了 雨 我的身份 只是一个普通而低微的宇宙生灵 你乃是神界资深的中卫神 你带我去神界 注意你的姿态与言词 不能太卑微了 演戏 要演全套 不要被人发现什么破绽 虽然 我如今也是拥有自保之力 但是 到了神界 处处都充满危险 我们不得不加倍小心 现在 黄小龙完全收起了骄纵之态 他整个人都显得格外低调 小心 甚至于谦卑 毕竟是神界 据真等神族奴隶所言 神族的境界 还是壁垒分明的 特别是拥有了神阁之后 每一个境界的差距 都是天壤云泥之别 譬如 一个中卫神 可以单挑干掉十个下卫神 而一个上卫神 更是能够单挑干掉几十个中卫神 对 这么大的实力差距 才让得神族 也想要度神节 让自己更进一步 不惜涉险 也就是说 黄小龙虽然有一大堆下卫神奴隶 以及为数不少的中卫神奴隶 但若面对一尊上卫神 那就是团灭的结局 没有悬念 所以 必须小心 必须小心 一旦露现 基本上就是万劫不复了 是的 主人 奴才明白了 允郑重其事地道 不要叫我主人了 你们神族的名字 都是一个字 那么 你就叫我黄吧 黄小龙思考了一下便道 是的 主人 呃 不 黄 云领命 旋即 云也是昂扬起来的胸膛 脸上的奴相 也都被一种高不可攀的优越感 取而代之 十分的得色 有一种以老卖老的味道 这样就对了吗 黄小龙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 黄小龙也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他画了一些隐匿气息的符传 将自己的灵魂 体魄 都潜伏了起来 他表面上 所表现出来了 只不过是一个六级神的样子 普普通通的六级神 这种级别 在神界 虽然说不至于被其他神族字意踩在脚底揉虐 但是也就是勉勉强强混个略微风光点的跑腿差事 终于 在传送通道的尽头 传来了黄小龙既熟悉又陌生的气息 那是光明的 神圣的 伟大的 竟无侠惠的 并且没有丝毫瑕疵的气息 神界的气息 黄小龙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神界了 之前去过众神墓地 提前感受过一番 再说 复活神族奴隶的时候 也是从他们的魂魄之中 阅读过关于神族的不少资料讯息 哗 我们到了 云越发地进入角色了 在黄小龙面前 也是伪装出来了一种不卑不亢的样子 下一秒 传送通道消失 前方 出现了一个辽阔的 辉煌的世界 无数的城邦 山月 大海 丘陵 宫殿 就连空间壁垒 也都是金色的 熠熠生灰 天空之中 悬浮着足足九轮烈日 神界 黄小龙第二次塔足神界 呵呵 不错 完美的世界 黄小龙不动声色地笑了笑 这个时候 他发现 自己于允 身处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中 这广场中 有一个神阵 散发着伟大的 化跃时空的空间力量 嗯 很明显 这就是一个传送阵法 似乎是连接了万界 无数宇宙的传送阵法 黄小龙与允 站在阵法中 不动声色地观察 神光不断地在亮起 在闪烁 不停地有神族 出现在传送阵中 不知道 他们是从何处 被传送过来 呵呵呵 这次下界 发现了几个宇宙 将那些宇宙中的细菌 统统都消灭了 不错呀 应该是搜刮了不少奇珍吧 那些宇宙中 让我们看得上眼的宝物 并不多 不过有些玩意儿 倒是稀奇得很 捕获了不少奴隶 呵呵 我去的那个宇宙 女性 倒是都很靓丽 捕获了许多 带回来 慢慢地享用一段时间 等我玩腻了 然后就一一处死 唉 真是羡慕你们 找到了油水多的宇宙 我就倒霉 只是找到一个贫瘠的宇宙 这个宇宙中的生灵 都太卑贱了 我只是杀戮了一番 过了过瘾 往来的神族 夸夸其谈 无非就是在炫耀着 自己发现了什么宇宙 然后如何地施暴 从他们的对话中 可以得知 每一天 都会有不同的宇宙 被神族发现 然后 惨遭灭绝 这些畜生 自以为是一切的主宰 自以为是万物之尊 就可以大义凛然地杀戮 骂的 我一定要灭掉 你们这些该死之物 黄小龙 但允的眼计 越来越高 对着黄小龙 老气横秋地道 现在 去我的府邸 好 黄小龙笑了笑 抬起脚步 跟着允就走 两人并肩行走 黄小龙就好像是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眼睛不住地四面打亮着 看着什么都稀奇 事实上 神界呢 就好像是地球一样 社会结构其实差不多 神族也被分为三六九等 也有上流圈子 也有社会底层 有商业 有学院 有职能部门 应有尽有 黄小龙伸了个懒腰 呵呵呵 从今天开始 我也试着 把自己当成一个神族吧 走不多时 前方 出现一个古老的府邸 府邸之前 有一些二 三级神 在把守着 到家了 云也是如是重负 旋即 对着黄小龙灵魂传音 主人 这个府邸 是纳于的 不过 府邸之中 所有的神族 都是极端派 这是我们极端派的一个据点 秘密的所在 现在 您跟随着奴才 进入府邸 奴才立刻将消息 并告上去 然后主人将会获得一个十分合法的身份 这个身份 可以让主人 在神界随意地做任何事情 随后呢 便是找机会 安排主人您 与红见面 他会将任务 都安排给主人的 好吧 一切 你安排 黄小龙十分慵懒地笑道 第1493章 安排身份 允带着黄小龙 昂首阔步地走入那府邸 守门的那些低级神 在看到允之后 表情都很是惊骇 目光自然而然地观察了一下黄小龙 然后 便都微微点口 大人 您终于返回神界了 低级神们 都患上了一副阿鱼的嘴脸 嗯 允道是摆足了架子 黄小龙不动声色地跟着允走了进去 不过 他的神念 非常强大 堪比夏威神 因此 在走进府邸之后 却也是捕捉到了 那些低级神 那小心翼翼又充满了稀奇的对话 嘖嘖 那家伙是谁 看起来 也是有着五 六级神的境界 估摸着 是大人带回来的一名神族吧 没什么特别之处 当然 比我们强 不必在此守门 我看 不是神族 毕竟 大人下界的任务 是寻找 难道 是宇宙生灵 可是 明明是我们神族同类啊 好了 这些事情 不要随意地议论了 我们级别太低了 很多事情 我们是难以插手的 做好分内的事情就可以了 哼 这些家伙 开始揣测我的身份了 有趣啊 初来神界 黄小龙也是感觉到 处处透的新鲜 这府邸内部 别有洞天 总而言之 便是金碧辉煌 极为的奢侈 明显就是大户人家的配置 大厅 古色古香的大厅 约安排黄小龙坐了下来 立刻 便是有神族婢女 前来奉上香茶 当然 您终于回来了 一个管家造型的神族老头 满脸激动地跑了出来 五级神的水准 黄小龙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嗯 允喝了口茶 月 你不要激动 现在 去请风过来 告诉他 我回来了 并且 带来了这次计划最关键的声音 是 老头全身一个忌颤 忍不住看向黄小龙 神念微微一扫 满脸惊荣 大人 他就是 允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别多废话 也别问 你只管去通知风过来 中卫神的威压 迷散而出 那老头不敢再啰嗦半句 又深深看了黄小龙一眼 便匆匆地转身离开了 黄 现在 便立刻给你安排一个合法的 光鲜的身份 让你在神界 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允不动声色地道 嗯 风是谁 黄小龙问道 哦 风便是红的心腹 境界方面 也是中卫神 但深得红的重视 允说道 许多事情 都是他在安排 而他在神界的地位 本身也是极高的 黄小龙点头 看来 他虽然来到了神界 但并不能立刻 见到极端派的首领红 过不多时 一名看起来 十分年轻的男子 来到了府邸 龙行虎步地 来到了大厅 的确 他与允一样 是中卫神 但他的眼神 更加地骄傲 锐不可当 而且 他眼中的表情 时时刻刻都展现出来了 一种抱负与野心的味道 刚刚一进入大厅 这男子便是一挥手 无数的神闻 飞旋而出 这些神闻 在空中扭曲 组合 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 布置出来了一座座大阵 作为一名阵法大行家来讲 这男子的手法 自然是瞒不过黄小龙的 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这家伙是在动念之间 布置出来了许多 隔绝类型的神阵 也就是说 这个大厅 已经变得与世隔绝了 有意思 这家伙的确有意思 看着布阵的手段 要比陨之类的中卫神 强大不少 嗯 云 你终于回来了 男子妖媚一笑 在屏蔽外界之后 男子也是直接称呼 云的真实身份 也不伪装什么了 哈哈哈哈 疯 多年不见了 云皮笑肉不笑的道 风采更胜往期 废话就不多说了 他便是你去找到的 可以执行那个伟大任务的宇宙生灵 风有些疑惑地看向了黄小龙 铺天盖地的神念 滚滚而来 黄小龙漫不经心 在此之前 黄小龙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将自己的一切痕迹 都隐藏了起来 只是露出六级神的境界 这风 自然也是没有看穿黄小龙的伪装 怎么回事 他是一个神族啊 风有些质疑 而且 还是六级神 哈哈哈哈 好 好的很 云大笑不已 风 连你都没有看穿他 看来 这次 我们可以成功 其实 他并不是纯粹的神族 他只是一名宇宙生灵 但是 他天赋异禀 而且 他进入过万界战场 得到过奇遇 所以 他蜕变成为了神族 竟然有这种事 风瞳孔微缩 半信半疑 极端派内部 还是非常非常团结的 毕竟 大家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蜡蜡 说话都是开诚不公的 不会尔虞我诈 顶多 便是伤上层的成员 在首领红的面前 争争宠 你说 是怎么回事 风直接对着黄小龙发问 黄小龙不动声色地道 我幼年修炼过一门功法 可以融合万物 在万界战场之中 我居然融合了神力 因此 蜕变成为神族 黄小龙的眼神 非常的清澈 完全没有心机的样子 风仔仔细细地观察着黄小龙 并没有说话 好了 风 你还信不过我 允故作不满地道 我跟随洪大人 也已经有极为漫长的时光了 我对大人的忠诚度 你应该不会怀疑 这次我下届 就是为了寻找这么一个人 现在 被我找到了 你还怀疑什么 听闻此言 风也是不由地点了点头 云 你也不要误会 我不是怀疑你 而是 我们做这件事 太过于逆天 是大你不道 所以 时时刻刻 都必须要把戏一些 好 好 既然如此 我们就抓紧时间吧 据说 主神在不久之后 便要醒来了 我们必须趁他醒来之前 完成这个任务 时间不多了 他的名字 叫做黄 现在 你给黄 安排一个身份吧 云说道 好的 风点头 黄 我看你的生命波动 应该是非常年轻的 所以 我准备 安排你 进入神界第一大学院 嗯 学院 黄 黄 小龙 愕然 这 尼玛 安排我去上学的意思 是的 主神学院 风点头 这是神界 最顶端的一座学府 囊括了神界 年轻一代 最为天才的妖孽 也有无数权贵的后裔 黄 我会给你一个合理身份 让你进入学院 而你的任务 便是 第1494章 奉旨去抛妞 这时 那封便是为黄小龙 安排身份 进入神界最大的一个学院 一个听起来 了不得的学院 妖孽横行的地方 主神学院 而且 进入该学院之后 还有任务要交给黄小龙去完成 温言 黄小龙的新鲜感 倒是越来越浓了 看来 这神界之旅 倒是好玩 什么任务 黄小龙笑着问道 哦 封在看着黄小龙的眼神之中 突然掠过了一抹复杂的表情 惊奇 欣赏 压抑 不错 想不到 你以六级神的境界 而且 你这是初次来到神界 以前只不过是一个渺小的宇宙生灵 却是可以在我面前 侃侃而谈 颇有一种宠辱不惊的味道 不错 很不错 封笑着点头 他现在 也可以断定 黄小龙没有在神界居住过了 因为 长期在神界居住 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也是或多或少 能够沾染不少的神界法则 神界的生活气息 他也可以肯定 黄小龙的确是从某个宇宙 出来乍到神界 当然 这也是因为 封心细如发 才能够观察出来 有你这种心态 倒是非常适合 去完成任务 心理素质差了 基本上就是失败之举 我倒是略微有些看好你了 封对着黄小龙点头 旋即 有些不满地对着陨道 有些破绽 他身上 没有神界的生活气息 呃 云面露尴尬之色 这个 这个 倒是我大意了 之前 也没有考虑到这些 无妨 风直接一挥手 一粒金黄色的珠子 飞了出来 飞向黄小龙 这个 你拿着 这是我随身携带了万年的一颗宝珠 作用就是储存物品 宝珠伴随了我太过漫长的岁月 我生活的点点滴滴 几乎都是离不开它 因此 这颗宝珠 也是蕴含了太多的神界生活气息 你携带了它 就再也没有破绽 完美无缺 闻言 黄小龙也不客气 直接抓住宝珠 在风的指导下 低血认主 立刻 黄小龙就看到 在宝珠内部 自成空间 大约 有一个星球那么大的空旷区域 此时 宝珠的内部 也是空空如也 没有放什么宝物 看来 这颗珠子 内风已经弃用了 留着 也就是纪念椅 所以他舍得直接送给黄小龙 有了宝珠 黄小龙在气息上 就好像是已经在神界 生活了极长的一段时间 听着 你的任务 是在主神学院中 好好地学习 生活 然后与其中的年轻神族 拉近关系 事实上 就是去经营人脉 你在神界 经营得好 日后 刺杀的任务 完成起来 就愈发地得心应手 文言 黄小龙明白了 我说过 学院中 囊括了当代神族 最为优秀 层次最高的年轻一代 你要与他们接近 混迹到他们的圈子之中 风用一种命令的口气道 这个任务 应该不难 事实上 学院之中 也有许多的女神 年轻女神 他们的家事 也是不凡 你如果可以得到他们的身心 那就是最好的 黄小龙汗颜 这尼玛 就好像是怂恿他去抛妞吗 抛妞 貌此 黄小龙还是比较擅长的 你也不要太自卑了 这次 给你安排的身份 是一尊上位神的亲戚 这尊上位神 乃是洪大人的心腹 在神界 也是掌控一些权柄 所以 你也是有背景 有后台的 有资格去与主神学院的天交们结交 风孝道 当然 学习 也很重要 主神学院 是神界最好的学府 资源 也是丰富的不可思议 甚至可以说 主神学院的底蕴 是超过了任何上位神的积蓄 你在那种神圣的地方学习 深造 只要努力 你就能够获得造化 丰用一种蛊惑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既然 你能够从一个渺小卑微的生灵 进化成为伟大的神族 那么 我承认 你是有天赋的 你有巨大的天赋 凌驾任何宇宙众生的天赋 既然 你有这等逆天的天赋 现在 又有了机会进入主神学院 甚至能够染指学院内的资源 那么 说不定 就可以诞生出神格 风的眼中 也是闪烁出激动之色 一旦 你诞生出神格 那么 成功的概率 就会大很多 这一次 必须要趁着主神苏醒之前 完成任务 留给你的时间 恐怕 不足百年 黄小龙明白了 看来 主神或许在百年之后 便会苏醒过来 百年时间 呵呵呵 或许真的足够了 黄小龙心中 也是略过一抹信心 足够让我成长 然后 灭掉主神 以及 你们这些贪婪而邪恶的神族 当然 我们也会适时地 给你一些资源 培养你 风又知以利导 总而言之 如果诞生神格 你成功的概率 至少有一半 不诞生神格 成功概率 不足一成 你 好好努力吧 风说道 黄小龙只是点了点头 好了 你就留在允的釜底之中 休息一段时间 我会尽快将进入 主神学府的文书送过来 交代完毕之后 风便是离开 嗯 主神学院 黄小龙难难道 看起来 这家伙是让我去抛妞了 呵呵呵 主人 现在 大厅还处于一种 与世隔绝的状态 所以 云也是给黄小龙灵魂传音 十分的恭敬 主神学院 的确是神界 最为神圣的地方 奴才也没有想到 风给你安排的身份 是学院的学生 事实上 神界 有多少的年轻神族 想要进入这个学院 而不可得 那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啊 风说得不错 这是一次机缘 主人 只要您能够得到学院的资源 您大概率 是可以诞生神格的 而且 要去主神学院抛妞 也是极好的 云的笑容 愈发得有些猥琐了 主人 您不知道 主神学院的许多年轻女神 都是上尾神的后代 但凡弄上手几个 那以后的路就好走了 当然 竞争也是非常大的 主神您也要小心点 因为争风吃醋 也是有可能招惹到一些巨恶 无妨 这个我会看着办的 黄小龙摇了摇手 接下来几天 黄小龙便是在陨的釜底中 随意地想了 数天之后 有一名神族 送来了一份文书 这 便是进入主神学院的各种手续了 第1495章 出发 黄小龙看着 引荐自己去主神学院的文书 在上面 他的名字叫做黄 剩下的什么身份背景 都是捏造的 但是煞有介事 难寻破绽 文书精美 上面的神文 十分的有气势 好 我知道了 三天后 我会动身 去那主神学院 黄小龙点头 那送来文书的神族 多有深意地看了黄小龙一眼 笑道 接下来 你好自为之 你将会在主神学院 度过一段时光 忘记你是宇宙 神灵的身份 将自己 真正地视为一个神族 好好地享受吧 嗯 希望 下次听到你消息的时候 你已经在主神学院 闯下一些名口 说完 那神族便是没有久留 直接离开 黄 三日之后 我护送你去主神学院 允对着黄小龙道 黄小龙微微一耸肩 表示自己没有问题 当晚 黄小龙布置了一些隔绝的阵法后 便直接进入地府 地府 俨然就是一个庞大的宇宙 各族繁衍生息 甚至于 各种贸易 各种社会活动 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而地府中 元宇宙的各种生灵 与地狱生命 也都可以和睦相处 还有 黄小龙的神族奴隶们 正在用神光 慢慢地滋养整个地府 使之蜕变 黄小龙来到自己的星球 告诉老婆们 还有心妇们 自己 已经来到了神界 大家 都是惊叹不已 不过 现在黄小龙还不能将大家放出去 召集神族奴隶 少开一个会议 黄小龙将自己要去主 主神学院的事情 告诉了神族奴隶们 立刻 就有不少的神族奴隶 回应了起来 因为 这些远命的神族奴隶 其中不少 都是就读过主神学院的 譬如 那女神真 主人 主神学院 是神界最为高级的学院 没想到 主人一来到神界 就被安排成为主神学院的学生 这是好事 真恭喜道 不过 主人 那些极端派 没有给予主人物资吗 要知道 主神学院 那是非常势力的一个地方 就读的学生 包括老师 都是极为的势力 主人 主人 您要想在主神学院立足 就必须要耗费不少的宝物去打电 否则 会遭到排挤的 而且 根本也都挤不进那些优秀学生的圈子 嗯 这样吗 黄小龙一愣证 物资 尼玛 除了那封 给黄小龙一颗他不用的储物猪之外 并无财帛交给黄小龙去打点什么 刹那间 黄小龙心念电砖 看来 目前的极端派 对于黄小龙来说 还是处于一种不信任的阶段 亦或者说 是处于一种试探的阶段 所以 对于黄小龙 十分的吝啬 看到黄小龙的表情 这些神族奴隶 都愤懑不已 主人 没有财帛与资源 在主神学院 那基本上是寸步难行啊 真运怒不已 主人 极端派这是在玩弄您的 呵呵 内云 也是个穷光蛋 也不能够资助我什么 黄小龙笑了笑 现在 来到神界之后 黄小龙便是颇有些一穷二白的意思了 运因为离开了神界太久 所以 财富也不多 他的宝藏 开启之后 基本上都贡献给黄小龙了 而黄小龙 便是拿着云的宝藏 用来升级自己的宇宙了 主人 这个其实没关系 虽然极端派 并没有给予您任何的资助 但是 我们生前在神界 都是有些地位的 陨落之前 也是积攒了足够多的物资 主人 现在 您可以去找到我们生前的积累 一名中尉神 好好地说道 哦 也对 你们生前的财富 我聚集起来 应该也是极为庞大的一笔数了 黄小龙点头 对和 这上百的神族奴隶 将他们的所有积累 全部兼收并去 黄小龙可以从一个穷光蛋 一跃成为神界富豪 不过 三天之后 我便会手持文书 去那主神学院报道 你们的宝物 我现在去开启 还来得及吗 我不能够错过报道的时间 黄小龙醋眉 真奄然一笑道 主人 真是巧了 奴婢生前的府邸 便是在主神学院的附近呢 您现在 立刻动身 去往奴婢的府邸 将奴婢的宝物拿到手 这样 至少能够让主人 在学院中 大手大脚的花销 打殿 那好 真 我现在带你出去 您领路 先去你的府邸 黄小龙大喜 当下 黄小龙将真给放了出去 不过 画了许多类似于易容的符传 打入真的神体内 这样 真的气质 都完全地变化了 容貌 也是有些许的微调 真在穿上一袭黑袍 将那曼妙高调的身段 完全地裹住 脸上 也是佩戴了一张神界 比较流行的面具 这样一来 哪怕是在真生前 与之极为熟悉的亲朋好友 面对面 也是很难将其辨认出来的 收拾妥当之后 黄小龙 真 云 三人便是离开府邸 直接前往主神学院 在进入学院之前 半道上 便掀去真的府邸 将他珍藏了毕生的宝物 也是极为可观的 这一笔宝物 则是作为黄小龙 出入主神学院的启动资金 当然了 珍在诸多的神族奴隶中 财力方面 绝对不算是一流的 只能说凑合 还有不少的神族奴隶 比真附属 带有机会 黄小龙去将他们的财帛 统统居为己有 那便是神界土豪了 出发 一辆由神兽拉拽的宝脸 低调出行 那是一种飞行类的神兽 有点像是地球上的白鹤 但体型要大了百倍不止 全身每一根羽毛 都是金光灿灿 仿佛一片片金叶子 极为的美观 神鹤拉动宝脸 飞入高天 以不慢的速度行进 黄小龙拉开窗帘一看 白云悠悠 空中神光流转 微微奇观 下面的各种建筑物不断地缩小 景致 也是美不胜收 所谓的天堂 无外如是 神界 的确不错呀 黄小龙深吸一口气 只觉得全身的神力 都在不断地运转 他来到神界之后 是受到了极大的滋养 主人 您去了学院 很快就能够提升境界了 如果有奇遇 在二十年之内 获得神格 也不是不可能 真孝道 第1496章 主神学院 飞行了一天一夜 终于 针对黄小龙道 主人 奴婢的釜底到了 真的眼神之中 也是闪烁出来了缅怀之色 也对 他从允命之后 就没有回过家了 真在生前 也是极为孤傲清冷的 被冠以女神的称为 生人物尽 他没有子女 没有伴侣 甚至于 他还是个畜 釜底之中 也就是有几个照料 日常起居的 低级神奴仆 自他渡神节失败 允命之后 釜底内 早已经空无一人 釜底荒废呢 当然 身为一名中卫神的釜底 哪怕是人去楼空 也是绝对地受到保护的 因为 有朝一日 主神苏醒后 会将其复活的 我们下去 黄小龙拿出一叠隐身符 分别打入自己 陨 以及针的体内 针的釜底 坐落在 衣衫傍水之地 环境优雅 静密如烟 黄小龙用神念一扫 周遭 的确是没有任何的生气 就好像是 与世隔绝的桃花园 釜底建造得很雅致 三人闪了进去 啊 终于 终于是回家了 针展现出来了 极为柔弱的一面 泪光盈然 情绪激动 不能自己 釜底中的一草一木 都是那么的熟悉 那么的魂牵梦营 你这样环境还是不错的 黄小龙在釜底内的庄园中 溜达着 不时地点头 呼 主人 请跟我来 针收拾好了情绪 对着黄小龙 毕恭毕敬地道 奴婢的宝藏 放置在闺房之中 好 黄小龙答应道 云站着不动 笑道 主人 您去针的闺房 主人 奴才就不去了 不方便 那好 黄小龙也是笑了笑 这远 还是挺知情识趣的 当下 黄小龙便是与针 一起穿过廊道 来到了一间雅室之中 芙蓉暖帐 正是针的闺房 虽然 空置已久 但仍是干净 仙尘不染 针将墙角的一炉香料点燃 淡雅的香气 立刻弥散在房中 神光点亮 萌萌隆隆 针在这光运之下 衬托出来了女神的剪影 此清此景 也是让黄小龙 有些异动 针从一个木柜中 取出一枚戒指 一枚古朴的戒指 主人 奴婢的毕生积蓄 便是放在这神戒之中 请主人笑纳 针毕恭毕敬地将戒指 双手奉送给黄小龙 黄小龙也不客气 接过戒指 黄小龙直接滴血认主 很快 戒指一主 成了黄小龙之物 精神延伸到了戒指内部的空间 这是一个偌大的空间 几乎是有一颗小型星球那么大 在戒指内 堆满了神光灿灿的各种宝物 有神药 有神器 还有各种神界的天才地宝 另外 也有无穷无尽的神币 所谓的神币 就是神界的通用货币 一枚神币 换算成为地球上的货币 大约也是相当于一块钱 据真所言 它积累的神币 总共也有数十亿枚 也就是说 真在神界 就相当于地球上 有着数十亿现金的富豪 这还不算 那些神器神药的价值 好 好 非常之好 根据真所言 得到这笔财富之后 黄小龙在神界 也算是一方富豪了 哪怕是进入了全贵云集 二代蕙翠的主神学院 也可以说一句身价不菲了 黄小龙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 收起戒指后 黄小龙抬眼看向 气质冰雪凛然的真 妖鸟 动人 绝美 高贵 但是 在黄小龙的面前 他却是那么的驯服 乖巧 好好 这时 真一抬眼睛 也是看到了黄小龙的 燃烧着某种欲望的火焰 真全身一哆嗦 旋即 水润的眼眸中 泛出一丝丝俏眉之色 吐气如蓝 主人 奴婢还没有服侍过任何男子 把衣服脱了 黄小龙强势命运 这一夜 黄小龙策马奔腾 允自然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尽忠直守地在外面守着 一旦发现异常 他就会直接出手 这一夜 黄小龙自意地享受了真的伺候 爽翻天 次日 收拾妥当 真依旧是遮掩形藏 黄小龙带着两名神族奴隶 继续赶路 直奔主神学院 又是赶路一天 终于 在前方 出现了一片辉煌绝伦的建筑物 高高耸致的宫殿 直插云霄 是宫殿群 每一座宫殿 都是由神界最为昂贵的神石 堆砌而成 从这宫殿群之中 散发出来了一道道强横的气息 那代表着其中栖息着大量高级神 拥有神格的高级神 另外 也还伴随着一道道灵力的锐气 锐气勃发 有一种天才的味道 在宫殿群外面 有一尊晴天的巨大门户 上面用神文 书写着四个大义凛然的句子 主神学院 肃母 庄重 伟大 守在门户外面的 是一尊下卫神 以及二十尊九级神 黄小龙嘖嘖感叹 这主神学院 真是了不得 哪怕是守门的头头 都是下卫神 主人 这便是主神学院了 真就读过主神学院 这次算是就地重游了 因此 也是充满感慨 学院的规则 很是繁琐 我们就不方便 也主人您同去了 主人 现在 您拿着文书 进入学院报到吧 云也是恭敬说道 好的 你们就在附近落脚 我有什么事情 会直接联系你们 黄小龙笑了笑 主人 我不能够留下 否则 会招来那封的怀疑 就让真留在你附近吧 云立刻说道 黄小龙点了点头 对真道 你是进入地府 还是回你的府邸 主人 奴婢想回自己的府邸 不知可否 真肯求道 如今 真已经现身给黄小龙 所以说 除了主扑的关系之外 两人之间 也还是有一些暧昧的 可以 黄小龙自然应允 当下 黄小龙便是与真和允分别 目送两位神族奴隶离开之后 黄小龙才整理了一下仪容 大踏步地朝前方的学院走去 走到学院大门口 那下位神 直接看向黄小龙 目光凌厉如闪电 站住 你是什么人 呃 大人 我是入学的学生 这是我的入学文书 黄小龙虚与威仪 从怀中 将那文书取出 交给那看门的下位神 下位神结果文书 神念一扫 严峻的神色 立刻便是松弛了下来 第1497章 神界第一美女 那封为黄小龙捏造的这份文书 来头也是不小 文书中写明 黄小龙乃是神界一尊 非同小可的上位神的亲戚 嗯 好了 我明白了 现在 我带你去见院长 下位神对黄小龙 也是极为的客气 黄小龙低调点头 心中也是活络 不错 那个封给我安排的身份 真是省去了许多麻烦 居然可以让我亲自去见主神学院的院长 根据黄小龙的了解 这主神学院的院长 在整个神界 地位也是极为尊崇的 这院长到底是何身份呢 之前允说过 主神耗费心血 亲自缔造出来了六尊神族 四男二女 乃是六尊最为强大的上位神 主神血脉 红便是这六尊上位神之一 而这个主神学院的院长 也是六大巨头之一了 而且是一尊女性的上位神 相当于就是主神的女儿啊 甚至于 黄小龙还听说 这院长 号称神界第一美女 要知道 黄小龙的奴婢贞 在神界 也可称得上是千娇百媚 倾国倾城 但是 院长 无论是容貌还是气质 院长都是全方位的碾压针 神界第一美女的名头 也绝非侥幸 呵呵 我倒是要见识见识 这神界第一美女 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黄小龙心中也充满好奇与期待 她自来就对美女很有兴趣 也有征服的欲望 来到神界 不弄上手一些质素高的女神 也是说不过去 那下位神 领着黄小龙 进入学院 学院内 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竟然有序地排列了起来 构成了一座座奥妙无方的神阵 其中有些神阵 有聚集神力的功能 使得 在某些宫殿中 神力极为的充沛 神族在宫殿里面修炼 一定可以突飞猛进 而且 以黄小龙目前的强横神念 一扫而出 可以感觉到 学院的内部 宝光浓郁 显然是珍藏了 无数的宝物 神器 呵呵 这学院 真的是有点东西的 在校园内 不时地看到 有年轻的神族 来来往往 一个个都是 头角蒸笼 意气风发 眼高于顶 果然 都是神族之中的龙凤 年轻一代的骄子 那些神族 也没多看黄小龙 因为不屑 不多时 夏卫神便将黄小龙 带到了一座高塔外面 塔高九九八十一层 耸入云天 整座高塔 都沐浴在神圣祥和的神光之中 微微奇观 站在高塔下面 哪怕是黄小龙 心神都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那夏卫神 对着高塔行了一礼 然后对黄小龙道 你先在外面等等 我进去见院长大人 有劳了 黄小龙点了点头 夏卫神快步走入塔中 不多时 他折返出来 对黄小龙招手来 院长要亲自见你 你跟我来 多谢 黄小龙笑了笑 便随之进入塔中 而这个时候 黄小龙的心态 也是略微有些紧绷了 这个院长 不但是神界第一美女 而且也是神界最为强大的六尊上尉神之一 而黄小龙呢 他并不是真正的神族 他也隐瞒了自己真正的实力 甚至于 他是极端派笼络过来的叛逆 一旦被发现什么破绽 那么 但愿 不要被这个院长看出什么毛病来 压力很大呀 黄小龙只能够强撑着 拾接而上 来到高塔的顶层 顶层只有一间房 紧闭的房门上 露刻了不少神文与图案 好了 就站在这里 听着院长讲话就行 那下位神叮嘱道 院长身份尊贵 你就不用进去了 文言 黄小龙又是失望 又是庆幸 失望的是 没有能够目睹神界第一美女的芳蓉 庆幸的是 如此不相见 自己露出拓展的概率会小很多 嗯 门内 传出一把女子的探声 这声音 真真是将黄小龙给惊艳住了 仅仅只是这短促的一记探声 便是超过了黄小龙以往所听过的 所有女性的声音 此刻 黄小龙才算是真正的明白 什么叫做天籁之音 听到这个声音 黄小龙居然滋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想要把这院长狠狠地征服 不过 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逝 被迅速压在心底 院长的名字 黄小龙也知晓 他 叫做须 少年 你入学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完美无暇的声音 徐徐地展开 就好像是一幅水墨画 既然 你是阴隐建来入学的 那就没有问题了 当年 我与阴 也是有过不浅的情谊啊 所谓的阴 便是封为黄小龙安排的背景 靠山 事实上 阴也是潜伏在众神之中的叛逆 极端派 黄小龙并没有多说什么 正所谓 说多错多嘛 出来主神学院 黄小龙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 好了 让交代你去办入学手续 最近 我要闭关 无暇照顾你 你 好自为之 只要遵守学院的规则 也没什么 院长虚的声音 显出一丝丝慵懒 倦怠 好了 不要打扰院长大人休息了 我带你去办理入学手续 旁边的夏伟神 便是虚所说的交 对着黄小龙道 他的态度 愈发得有些客气了 显然是很忌惮黄小龙的背景 这个时候 大门后面 再也没有什么声息了 那虚 似乎沉睡了过去 黄小龙也不多说 跟随着交离开了 去到一座宫殿 办理所谓的入学手续 负责的 也是一尊夏威神 黄小龙也是无语 在这学院中 貌似 夏威神就特么与大白菜差不多 有了交在一旁帮忙 入学手续办理起来 也是非常轻松的 领取了两套学院校服 那是金色长袍 勾勒了阵法 拥有不错的防御能力 然后 便是一块代表 学院学生的腰牌 除此之外 也别无他物 想要资源 便可以在学院的商店中购买 说起学院的商店 物资方面 几乎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只要你有足够的神币 神器 神药 做旗 只要你能想到的 都能入手 而黄小龙被分配到了一班 一班便是与黄小龙一样 新进进入学院的学生 好了 我现在带你去宿舍 脚忙里忙完 你叫做黄对吧 嗯 黄 现在我告诉你 在宿舍里 一或者是在班级里 都尽量低调一些 脚叮嘱道 嗯 黄小龙一愣正 呵呵 慌 说实话 你虽然有背景 但是 进入学院的学生 哪一个没有背景 这里面 水很深 关系错综复杂啊 脚千丁万主 总而言之 尽量不要去得罪同学 能忍 一概都忍了吧 忍 黄小龙有点想笑呢 似乎 在他的字典里 还没有出现过这个字 第1498章 跪下 那下位神骄 带着黄小龙 来到了一片较为低矮的宫殿前 宫殿中 有着不少神族的气息在蒸腾 说句通俗点的话 就是人气比较足 看来 这便是所谓的宿舍区了 去吧 慌 宿舍已经安排好了 娇指着外围的一座宫殿 那宫殿的匾额上 用神文书写着 春三 好的 黄小龙点头 记住我说的话 一切 低调 忍耐 虽然 你也有靠山 不过 在学院中 水很深 好自为之 娇拍了拍 黄小龙的肩膀 攻城身退 呵呵 黄小龙笑了笑 然后 大踏步朝自己的宿舍走去 现在 他似乎又回到了 当初在地球上 读大学的日子 很怀念 进入宿舍 神念一扫 宿舍里 已经有了三名神族 三名男性神族 这宫殿之中 一共有四间卧室 还有一个巨大的 类似于客厅的地方 装潢自然是极尽奢华 此时 三名神族 也就是黄小龙的三个同学 盘坐在客厅的三张 留金座椅上 正在攀谈 黄小龙神念一扫 便是得知 这三个同学 有两个是四级神 还有一个居然是八级神 而黄小龙的境界 乃是六级神 当然 他的神体强度与神念 都已经达到了 下位神的水准 嗯 那八级神 乃是方脸 气质锋利 神念肆无忌惮地扫向黄小龙 眼神之中 也是不乏挑衅的意味 你也是心生吧 来 过来坐好 那八级神 那八级神 神城 神城 所谓的神城 便是类似于黄城 那是神族最高层次的大神 所居住的一座城池 而主神 神城 如今 如今便是在神城 沉睡 极端派的首领 红 也是在神城中 可以说 来自神城 就意味着一种身份 一种至高无上的身份 另两位神族 四级神 也是微微诺诺地 自我介绍了一下 是来自一般城池的 诸侯类霸主的子嗣 但与来自神城的州相比 完全地不够看 黄小龙不嫌不淡地道 你们可以称我为黄 嗯 黄 那州拿枪捏条的道 你应该不是神城的吧 神城的上流圈子 我还是很熟悉的 没有你这好人物 呃 我并不是来自神城 黄小龙实话实说 神科么神差 他就是个外来户 一听黄小龙露了底细 那州便是嘚瑟了起来 好了 听着 州的神色 愈发严峻了起来 我们 都是新生 而这学院中 人际关系 错综复杂 所以 我们一个宿舍 必须要抱团 否则 难免遭到压迫 州大义凛然地道 所以说 我们宿舍 也要选一个老大出来 懂吗 文言 黄小龙哑然失笑 这尼玛拉帮结派 而且 这个州 权力欲望很强烈 竟是要做老大 想不到 在神界 也是有这种事情 非常的狗血 恍惚之间 黄小龙就感觉自己像是穿越了一份 回到了过去 当初 那个山里来的农村玩 到了滨海市 在大学里 被各种二代压制 然后笑嘻嘻轻松地打脸 碾压 你们拜我当老大 绝不会吃亏 那州 越说越是来劲 我来自神城 我的背景 不需要多说了吧 州 极为的傲慢 那两名来自地方城池的神族 本身境界不高 也就是四级神 现在 被压制得瑟瑟发抖 大气都不敢吐一口 好 老大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们听您的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跟着您混了 这两位神族 唯唯诺诺地说道 不过 他们却是不以为持 反以为荣 毕竟 小地方的神族 能够巴结上神城的某个二代 其实是福气 事实上 这主神学院 许多的神族来入学 无非还是想要经营起来人脉 这对于未来 很是弊 见到两个小弟 拜倒在自己的王霸之气下 周愈发地得瑟了 他滔滔不绝地倒 事实上 我不仅仅是在宿舍中称王称霸 在新的班级 也有不少的新生 沉浮于我 以后 我会在学院 组建一股庞大的势力 顿了一下 周涅谐地看向了黄小龙 怎么样 你立刻臣服吧 都是一个宿舍的 自然有好处给你 黄小龙微微一笑 根本就没有考虑 摇头道 抱歉 我不准备加入任何事例 在这学院之中 我也不准备向谁臣服 我这个人 自由散漫惯了 我相信 少了我一个 对于你称霸学院的野心 也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 以黄小龙自己的尊严来讲 他是不可能对谁 便是臣服的 他有一身傲骨 哪怕 是那极端派的首领红 也无法让黄小龙臣服 听到黄小龙的话 那周的神色 立刻就变了 变得有些猙獰 眼神之中 散发出来 风锐而野性的光芒 哦 你这是要忤逆 我的意思了 威严 从周全身上下 每一个细胞之中 绽放而出 一种王者发怒 雪剑舞步的气势 拔地而起 嗯 我不愿意臣服 你就要打压 黄小龙不动声色 这个周的威丫 对于黄小龙来说 连个屁都不是 就连不少的中卫神 下卫神 都是黄小龙的奴隶 这周 区区八级神 又能如何 还敢当面压迫黄小龙 这 简直就是找死 你这种蝼蚁 沉不臣服我的确并不重要 丝毫不能够影响大局 但是 周面部的表情 完全地凝饿了 厉声咆哮道 你让我的面子 往什么地方放 面子 黄小龙无语 看来 这种高高在上的家伙 对于自己的面子 还挺看重的 呵呵呵 面子 我给你面子 谁给我面子 黄小龙的神色 也是冷漠的 妈 那周 直接站了起来 怒艳熏天 你这蝼蚁 还需要脸面 现在 给我跪下 跪下 听到没有 你不跪 后果将会是很严重的 后果很严重 黄小龙笑而反问 有多严重 严重到 你根本无法承受 周声色俱利 我会看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